目录 前言 上卷 至被哈尔公爵 序言 第一章 叙述有名的绅士唐吉赫德 得拉曼雀的性格和日常生活 第二章 叙述异想天开的唐吉赫德第一次离乡出行 第三章 叙述唐吉赫德如何自封为骑士的去世 第四章 叙述我们的骑士离开客殿后的遭遇 第五章 继续叙述我们的骑士的不幸遭遇 第六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 在我们异想天开的绅士的书房里 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大检查 第七章 叙述我们这个心眼很好的骑士唐吉赫德 得拉曼却第二次出门 第八章 叙述英勇的唐吉赫德与风车 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恶战 以及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 第九章 叙述大胆的比斯开人和英勇的曼却人一场敖战如何结束 第十章 继续叙述唐吉赫德和比斯开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位骑士与杨贵斯人相遇后遭到的危险 第十一章 叙述唐吉赫德与几个牧羊人之间的事 第十二章 叙述牧羊人对唐吉赫德等人讲的故事 第十三章 牧羊女马赛拉的故事讲述完毕 还有其他的事情 第十四章 已故牧羊人的绝命诗 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十五章 叙述唐吉赫德与几个凶恶的杨贵斯人相遇 吃了大亏 第十六章 叙述在意想天开的身世认为是城堡的客殿里发生的事情 第十七章 继续叙述勇敢的唐吉赫德因头脑有病 将客殿当成城堡 他与他的好侍从桑丘 潘沙在客殿里遇到许多事情 第十八章 叙述桑丘 潘沙与他主人唐吉赫德的谈话 以及其他值得技术的显示 第十九章 叙述桑丘和他主人的庙坛 以及唐吉赫德见到一具尸体等骑士 第二十章 叙述英勇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却遇到从未听到见到过的显示 却以世界著名骑士从来没有过的最安全的方法脱了险 第二十一章 叙述我们这位战无不胜的骑士 一次重大历险 大获全胜 赢得曼布利诺头盔 以及其他的遭遇 第二十二章 叙述唐吉赫德释放了一大批不幸的人 他们正被押送去不愿去的地方 第二十三章 叙述著名的唐吉赫德在黑山的遭遇 这是本书讲到的最罕见的骑士 第二十四章 继续叙述黑山骑域 第二十五章 叙述英勇的拉曼却骑士在黑山的种种骑域 以及他如何模仿忧愁俊杰进行苦修赎罪 第二十六章 继续叙述唐吉赫德为了爱情在黑山吃苦修炼 第二十七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怎样依迹而行 以及这不大的传记里值得讲述的其他事情 第二十八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在黑山遇到的新的有趣的事情 第二十九章 叙述怎样使用妙计 使我们这个情长一身的骑士 不再进行最严厉的赎罪自责 第三十章 叙述美丽的多罗托奥的机制 以及其他许多有趣的事情 第三十一章 叙述唐吉赫德和桑丘 潘沙进行兴慰盎然的谈话 及其他事情 第三十二章 叙述唐吉赫德等人在客殿里的遭遇 第三十三章 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 续集 第三十五章 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 第三十六章 叙述唐吉赫德与几支啤酒袋的一场恶战 以及客殿里发生的其他一些怪事 第三十七章 继续叙述美丽的米科 米科娜公主的故事 和其他若干有趣的事情 第三十八章 叙述唐吉赫德 就文武两行作的奇谈怪论 第三十九章 俘虏叙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第四十章 俘虏继续叙述自己的经历 第四十一章 俘虏继续叙述自己的遭遇 第四十二章 叙述客殿里 接着发生的事情 以及其他许多值得一叙的事 第四十三章 年轻罗夫有趣的经历 以及客殿内发生的其他趣事 第四十四章 继续叙述客殿内发生的怪事 第四十五章 对曼布利诺头盔和陀安的遗案 做出裁决 并叙述其他的时事 第四十六章 叙述巡逻队员遭遇的歧视 和我们这位好歧视唐吉赫德的暴怒 第四十七章 叙述唐吉赫德 德、拉曼却一呼寻常的着了魔 和其他一些怪事 第四十八章 教掌继续议论歧视小说 还谈了其他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十九章 桑丘·潘莎跟他主人唐吉赫德 说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话 第五十章 叙述唐吉赫德和教掌 进行了一场充满睿智的辩论 以及其他一些事情 第五十一章 牧羊人对押送唐吉赫德的一行人讲的往事 第五十二章 唐吉赫德和牧羊人打了一架 又冲犯一批苦行者 出了一身大汗 事情才圆满了结 前言 塞万提斯的名字 在中国已不陌生 而唐吉赫德中 那两位一高一矮 一瘦一胖的游侠骑士的形象 更是老少皆致 塞万提斯已被当作经典作家 而永垂史册 而唐吉赫德 也以其特有的魅力 一直受到文坛的重视 为世人所瞩目 唐吉赫德 取得如此高的评价 是作者史料未及的 如果塞万提斯 地下有知 看到人们把他看作是 西班牙最伟大的文学巨匠 世界文坛的天才的话 定会大吃一惊 他同时代的人 也会惊讶地目瞪口呆 因为在塞万提斯在世的那个时代 他只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诗人 没有成就的小说家 尽管他因写其势利显的小说 获得成功 但他却不属于任何高雅的文学沙龙 他一生生活贫困 经历坎坷 即使唐吉赫德成了畅销书 他仍处在穷困潦倒之中 他没有洛佩德 维加那么家喻户晓 成就斐然 也没有凯尔德龙 那么受到宫廷的赏识 然而 唐吉赫德的发表 以及这部作品产生的巨大影响 却使塞万提斯 在他死后逐渐成为 世界文坛声名赫赫的经典作家 贝迪庚斯 弗洛拜和托尔斯泰等作家誉为现代小说之父 对唐吉赫德的理解与认识各个时期并不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文科学的发展 书中深刻的内涵逐渐为人们所了解 并被不断地揭示出来 尽管塞万提斯写这部小说的本意 看起来似乎是要世人厌恶荒诞的歧视小说 并把歧视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而且在唐吉赫德发表后 歧视小说也就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 但是 我们不能低估塞万提斯在创作时的真正用心 因为书中展现出的广阔的社会画面 和留意出的丰富的思想 远远不是出自要扫除歧视小说 这么一个简单的动机 我们应该 而且也必须看到 唐吉赫德诞生的历史与现实条件 以及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的新的理解 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 读者的不断阅读 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也是作者创作的延伸 毋庸置疑 唐吉赫德的成功 是与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时代 及其文化氛围 与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的 是与西班牙丰富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 塞万提斯于1547年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 他出生的确切日子已无法考证 只知道他受洗礼的日子是10月9日 他的父亲是一位善于银做割咬的不得意的外科医生 为了养家糊口 他经常来往于当时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 塞万提斯自幼跟随父亲 过着动荡的生活 16世纪上半叶 正是西班牙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西班牙自15世纪末成了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后 不断向海外扩张 征服了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疯狂地掠夺黄金 1516年 卡洛斯一世继承西班牙王位 1519年 他又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德国王位 并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改称卡洛斯五世 西班牙依仗他庞大的军队和无敌舰队 称霸于欧美两大咒 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他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得到发展 经济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 他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1492年 西班牙的第一部语法书出版后 以卡斯蒂利亚语为国语的语言日趋完善 出现了蒙特马约尔的田园小说 《游浪汉小说》 《骑士小说》和鲁埃达的戏剧 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 使西班牙的文学艺术 进入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黄金时期 塞万提斯正是在这块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 无意受到了绚丽多彩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塞万提斯对文学有特殊的爱好 为了广泛阅读拉丁经典著作和其他名著 他到一个罗马教会的神知人员家中教西班牙语 以后又随他们去意大利 在当时的红衣主教球利奥 阿阔维瓦手下当了一名护从 这样 他便有机会利用他主人丰富的藏书 浏览名著 此外 他还接触到不少意大利的文人学士 结识了被称为哲学游侠奇事的吉奥尔达诺 布鲁诺 切尔聆听 托尔瓜托塔索对古代艺术的精辟论述 他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思想的感染与熏陶 他对古代光辉的文化艺术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这样 他便能在唐吉赫德中借主人公之口 对文化教育 贵贱等级 清廉公正 自由平等问题 发表精辟的论述 闪耀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 1570年 也就是塞万提斯到意大利后的第三年 正值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在土耳其人的率领下重整旗鼓 一步步地夺取北非 占领塞普路斯 并在地中海集结海军 向欧洲国家大举进犯 年轻的塞万提斯 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 参加了西班牙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 并被派到在地中海游艺的侯爵夫人号上服役 1571年10月7日 著名的勒班多海战爆发了 那天清晨 塞万提斯正发烧躺在床上 听到枪声后便带病请战 并不顾一切地参加了战斗 表现得无比英勇 结果 他胸部受伤 左手致残 后人因此称他为勒班多的独臂人 在伤愈后的几年里 他继续服役 参加了多次战斗 受到西西里岛总督和舰队司令 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的弟弟 唐湖安的嘉奖 1575年 塞万提斯随身携带多封推荐信 其中有唐湖安写给国王的举荐信 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乘太阳号兵船启程回国 不幸的是 船在海上遭到海盗的袭击 被劫持到阿尔及尔 那封本可以使他前途无量的 推荐信使他遭受更大的不幸 土耳其人把他当成了重要人物 向他勒索巨额赎金 使得他那本来就很贫寒的家庭 更无法愁挫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囚禁了五年 经受了奴隶生活的磨难 但他并不逆来顺受 更不愿忍受一族的奴役 他四次与其他囚犯合谋逃跑 但均失败未遂 而每次事情失败后 他总是出来承担责任 并拒绝说出自己的同伴 表现出坦荡无畏的气概 就连凶残的阿尔及尔君王 对他也不得不敬重三分 另眼相看 使他免遭绞刑之灾 在关押了五年以后 也就是1580年9月 塞万提斯被他的家人 和西班牙三位一体会的教士赎回 塞万提斯回国 后处境为奸 他在勒班多战斗中的英雄行为 早已被人遗忘 他升迁军官的美好前景也成了泡影 他不得不四处奔走 寻找工作 他在这一时期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木间短剧 和他的第一部小说 《加拉台亚》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由于当时的稿酬菲薄 不足以养家糊口 塞万提斯的生活十分不稳定 他曾于1582年和1590年 两次谋求去美洲的官职 但均未获批准 1587年 他不得不去为无敌舰队当粮油争购员 其足迹 垫及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 1594年 他还当上格拉纳达境内的税收员 在这一时期 他还数度入狱 但每次 在狱中的时间都很短 因为事实很快就证明了 他的清白无辜 大约也就是他在塞维利亚的监狱时 孕育出了唐吉赫德的第一部 1605年长篇小说唐吉赫德的第一部出版后 便获得空前的成功 一年之内再版七次 并被译成英文1612和法文1614出版 1614年 当唐吉赫德的第二部 才写到第59章时 塞万提斯发现有人冒名出版了唐吉赫德的续片 肆意歪曲原著 并对他本人进行恶毒的攻击 他便以卓越的才华迅速地完成了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更加成熟的第二部 于1615年出版 第二年 即1616年4月23日 他因患水肿病在马德里自己的家中去世 唐吉赫德发表三个多世纪以来 以其被人不断揭示的内涵与深意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读者 归纳起来 这部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塞万提斯深深扎根于西班牙文学传统之中 在吸取了拉丁文古典小说 西班牙民歌 田园小说 传奇小说 流浪汉小说 和骑士小说的一些特点的基础上 把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写 同对社会现实的描绘结合起来 逼真的再现出贵族绅士的专横跋扈 和普通百姓的辛酸苦辣 书中塑造了大约700个不同职业 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贵族 地主 商人 僧侣 农民 牧羊人 演员 士兵 强盗 囚犯 艺人 妓女等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反映了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社会的现实 公爵夫妇的娇奢淫逸 牧羊少年的惨遭毒打 勤劳农民的饥寒交迫 贫苦妇女的横遭凌辱 苦意囚犯的艰难困苦 在一本小说中 以如此宽广动人的画面来反映时代 反映现实 可以说是塞万提斯之首创 它给予近现代小说的发展 以深刻的影响 塞万提斯对人物的塑造 特别是对人物典型的刻画 是细致入微 层次分明 寓意深长的 主人公唐吉赫德 就是一个内在情感丰富 矛盾复杂的人物典型 首先 作者通过疯疯癫癫的唐吉赫德的可怜遭遇 给游侠骑士画了一幅漫画像 告诉人们阅读骑士小说 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恶果 你看 那明明是墨房的风车 他却认为是三头六臂的巨人 于是便催马提毛舍命冲去 结果被先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即使这样 当是从桑丘跑来 再一次告诉他 这不是巨人而是风车时 他还辩解说 这是魔法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 这种被骑士小说弄得神魂颠倒 荒唐可笑的秉性 是作者赋予唐吉赫德这个人物 最直接的含义 其次 作者把唐吉赫德当作英雄来赞颂 透过令人发笑的一件件荒唐事 可以看到他锄强扶弱 健义勇为的英雄气概 他冲向羊群 戳破酒囊 与风车搏斗 是因为在他眼里 这些都是社会的丑恶势力 而他的骑士职责 便是要争得民主 自由 平等 并随时准备为理想去赴汤蹈火 这时 赛万提斯笔下的骑士 已不是中世纪的骑士 而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思想的勇敢斗士了 此外 唐吉赫德 还是一个思想脱离实际的文学典型 他生活在主观的幻觉之中 满怀着善良的愿望 为解救别人的痛苦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而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 害了别人 也嘲弄了自己 对几层含义不同的唐吉赫德 作者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他对一位追求歧视道的唐吉赫德 是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挖苦 竭尽全力 暴露他的荒唐与可笑 而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智的唐吉赫德 则是热情歌颂 实际上 唐吉赫德侃侃而谈的崇高理想 和对现实的无情抨击 正是作者本人的心声 对于处在美好的理想 与黑暗现实的冲突之中的唐吉赫德 作者的嘲讽是善意的 富有同情心的 其实 这正是作者的美好理想 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写照 桑丘 潘沙是另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他是一个朴实善良 机灵乐观 但目光短浅 狭隘自私的普通农民 他与单于幻想 与辅固执的唐吉赫德 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陪伴游侠唐吉赫德的过程中 他受主人的美好理想的感染 心胸开阔起来 任海岛总督期间 他秉公断案 执法如山 爱憎分明 光明磊落 他们主仆两人相辅相成 相反相连 全书的矛盾冲突 便在他们这一致异余的对话中 不断发展 德国诗人海涅 曾认为 唐吉赫德和桑丘合起来 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并称赞曼提斯 塑造了这么一对人物典型 是这位创作家 在艺术上的实力 以及他那 深厚的财力 赛曼提斯在唐吉赫德中 巧妙地运用了一对对互相矛盾的因素 如现实与想象 智慧与愚蠢 崇高与荒唐 勇敢与胆怯 诚实与虚伪 真实与虚幻 理性与疯癫 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 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使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 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 同时也使小说的哲理更加深刻 在小说中 唐吉赫德的疯与不疯 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层次 凡是不谈极其事道的时候 唐吉赫德都头脑清醒 对问题都有十分高明的见解 但一涉及其事小说 他立即变得不通情理 疯癫起来 然而 即使就在他疯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情况 有时是神志完全颠倒 一味蛮干 在第22章中 唐吉赫德释放苦一饭后 硬逼着他们去见他的义中人 多尔西内亚 而惨遭毒打 就是明正 有些时候 唐吉赫德在疯中还有几分清醒 居然会说自己在发疯 或指责桑丘发了疯 这种疯子自己说自己发疯 而且还指责别人发疯 就在疯与不疯之间增添了层次 令读者深思 在全书的结尾 唐吉赫德从疯病中清醒过来 而桑丘却疯了 这个风的转换使得这一两重性的层次更加丰富 寓意更加含蓄深刻 唐吉赫德发表至今已近400年了 但意见到我国还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事情 那时的一名是《魔侠传》 现在 直接从西班牙文译出的唐吉赫德已有几个版本了 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外国文学百花园的繁茂 也说明了塞万提斯的这部长篇名著在我国的广泛影响 这对我们更好的继承并弘扬外国文学遗产无疑是件好事 陈凯仙 上卷 至贝哈尔公爵 吉布拉雷昂侯爵 贝纳尔卡萨尔和巴尼莱斯伯爵 阿尔科萨尔镇子爵 以及卡比亚 古利埃尔和布尔吉约斯等村镇的领主 阁下喜欢各种书籍 尤其喜爱格调高雅 不落科旧的文学艺术作品 因此 我冒昧决定将意想天开的绅士唐吉赫德 德 拉曼雀一书依托在阁下大名的庇护下出版 我怀着对阁下的无限崇敬 恳请予以保护 我这本书不像宝学知识写的作品那样形式雅致 内容丰富 全账民的硬币 才得以问世 免遭那些无知的批评加严厉的 不公正的笔法 区区捉作 作为献礼 实在不好意思 望阁下明察我的一片致诚 不与唾弃为判 米盖尔德 塞万提斯 塞阿维德拉 序言 悠闲的读者 作为自己智慧的结晶 我自然希望 这本书向自己的孩子 那样尽善尽美 然而 我不能违背大自然误生 其类的法则 监狱是世上一切烦心事的集中地 七里之声 不绝于耳 在那里出生的孩子 难免会形似枯稿 古兽如柴 性格古怪 想入非非 我自己才书学浅 编写的这个故事 自然免不了和那孩子一样 如果日子过得安宁 平静 居住优雅 清泉重重 又适逢风和日丽 心情舒畅 那么 即使最不会生育的文艺女神 也会多产 而且 生出来的孩子能让人们感到惊异 喜爱 有的父亲 溺爱孩子 看不到他的不足之处 即使儿子又丑又笨 也觉得聪明可爱 还会向朋友们 快要他机灵 活泼 我虽然是唐吉赫德的父亲 但我是个后爹 亲爱的读者 我不想随大流 赶时髦 像有些人那样 替泪满面的请求 你对在我儿子身上 发现的缺点 多加包涵 你既不是我这个儿子的亲戚 也不是朋友 你有自己的头脑 也像精明能干的人 那样能自由做出判断 你是在自己的家里 像国王收税那样 家里的士能 自己做主 你一定也知道 这样一句老话 在自己的披风掩盖下 杀了国王也无妨 因此 你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只管和盘托出 你说它不好 也不会有人责怪你 你说它好 也不会有人奖赏你 一般人写书 总少不了前言 和开卷常见的 一系列十四行诗 景句 赞美词等作为庄点 我本想免去这些东西 只将故事推出 我可以告诉你 我写这部书虽费了大力 但不像我写这篇序言这样费劲 我曾多次提笔又放下 不知该写些什么 有一次 我面前摊着白纸 耳朵上夹着笔 肘部支撑在桌子上 手托着腮帮 在苦思冥想 突然进来一位非常风趣 颇有见地的朋友 他见我凝神深思 便问我在思考些什么 我诚实地告诉他 我准备出版一部唐吉赫德的传记 正在考虑怎样写序言 这序言太难写了 我简直不想动笔 甚至连这位大名鼎鼎的骑士的传记 也不想出了 我这个人向来默默无闻 早已被人们遗忘 眼下我以这么大一把年纪 写了这么个干巴的像茅草一样的故事 既无创建 文笔也不畅 思想贫乏 毫无学术价值 也不像别的书那样 在书页的底下有角柱 书的末尾有注视 对作者而言 读者自古以来就是制定法律的人 他们读了我的作品 会做出怎么样的评论 想到这里 怎么不诚惶诚恐 有的书尽管荒诞无稽 满指胡言 但庞征博尹 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和其他的大哲学家都被引证了 让读者一看就知道 这些书的作者学识渊博 令人敬佩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引证圣经的 在这方面 人们一定会说 他们可以跟圣托马斯等大神学家比美 他们的手法实在高超 上面一段描述绵绵思情 下面就立即来一段基督教训语 不但读起来津津有味 而且也不伤风化 这些东西 我的书却没有 我的书页下面没有角柱 书尾也没有注视 别人写的书 作者读了那些参考书 开头一页 都有以这些参考书 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为续排列的作者名单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一直到塞诺峰为止 有时也可能以索伊洛 或塞欧克西斯结尾 尽管后面这两个人 一个是喜欢骂人的评论家 另一个是画家 我这书既没有作者的名单 也没有卷首的十四行诗 至少没有公爵 侯爵 伯爵 大主教 贵夫人 和名诗人 为我写的诗篇 当然 我也有两三个朋友会写诗 而且 他们的诗作 还不亚于国内的大诗人的诗 我如果向他们要几首诗 他们一定不会拒绝的 总之 我接着说 我的朋友 我已决定 还是让唐吉赫德先生埋藏在拉曼雀的资料库里吧 等上天派人来将刚才说的那些装点这本书的东西全都补齐再说 我本人学识浅薄 做不了这方面的事情 再说 我生性懒惰 也不打算为几首我自己也会写的诗奔走求人 朋友 你刚才见我在苦思冥想 听了我这番话 就知道 我在想些什么了 朋友听我讲完后 以手饥饿 哈哈大笑 说道 老兄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还真没有了解你呢 今天才算看清了 我向来认为你 聪明机智 现在才知道你离我想象的还有天壤之别呢 像你这样老成持重的人 困难再大 也不应该被压倒的 怎么会让这样一件很容易办到的小事 弄得束手无策呢 说句真心话 这不是你能力不够 是你太懒 不肯动脑筋 想办法 你如果不信 就请你仔细听我说 我转瞬间就可以帮你克服困难 将你刚才说的 弄得你束手无策的书中 不足部分全都补齐 让著名的唐吉赫德 游侠奇士的榜样 和镜子的传记问世 那就请你说吧 我听了他的话说 你怎样才能解除我的顾虑 消除我的遗团呢 他回答说 首先 你是在考虑你这本书 还缺少开头的十四行诗 景句和赞美词 而且还得出自达官贵人的手笔 是吗 这件事并不难办 你自己废典神做几首诗 随便挂上的作者的名字 不就行了 作者可以是教士国王 也可以是特拉比松达皇帝 我听说这两位都是很有名望的诗人 即使这两位并非诗人 又有几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在背后议论你 说你在撒谎 你也不必介意 他们可以对你的谎言进行考证查识 但不能砍去你用来写谎话的手 说到隐正并在书页的角柱上著名隐文的出处这件事 也不困难 你总记得一些拉丁文的名言吧 记不得可以查书吗 费不了多大的劲的 你在合适的地方隐上几句 不就得了吗 比如 你讲到自由和奴役时 就可以引用 为黄金出卖自由 并非好事 然后 来一个角柱 说这是赫拉斯或别的什么人的话 如果你讲到死亡的权利 就可以引用 死神践踏平民的草房 也践踏帝王的城堡 如果讲到上帝要我们对敌人也讲有爱 你就立即可以翻阅圣经 那有上帝亲口说的话 可供你引用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如果谈到邪念 你就可以引证福音 从心里发出来的恶念 如果讲到友情的不可靠 那么 嘉东的对句诗是现成的 你万事顺利时 朋友遍地 一旦天气转阴 就会孤寂 你引用了这些零散的诗文 人们就会将你看成 博古通金的学者 时下做个博古通金的学者 可是名利双收的事 说到书尾的注解 你可以采用下面这个稳妥的办法 如你在书中 讲到什么巨人 你就说他是哥利亚斯巨人 这就不用费什么劲 就可以写上一大篇注解 你可以说 巨猎王纪 巨人哥利亚斯 或哥利亚 是非力士人 他是牧人大卫 在特莱宾托山谷 用一块大石头砸死的 你再查查这件事出在哪一帐 注上就行 你如果想炫耀自己 精通文史和地理 你可以在自己的传记里 讲到塔霍河 你立即就可以找到一段很有名的解释 你可以说 塔霍河以 西班牙一个国王命名 发源于某地 沿着名城里斯本的城墙入海 据说河底有金沙等 假如讲到盗贼 我熟悉加哥的故事 可以讲给你听 要是讲到娼妓 这儿有个蒙多涅托主教 他可以将拉来亚 拉伊达和费罗拉戒给你 你的注解就出名了 如果你讲到残忍的人 奥维德的诗里有个梅迪亚 你要是讲到魔法师或女巫 河马有个卡里普索 维杰尔有个希尔赛 你若讲到勇敢的将领 胡里奥 凯撒在高卢战绩和内战绩中 已将他自己介绍给你了 另外 普鲁塔克的书中还有成千上万的亚历山大呢 讲到爱情时 你如果会一点托斯卡纳语 就可以参阅雷昂 艾普雷欧的书 要多少注解 就有多少注解 如果你不想去国外找 那么 国内的封塞卡在关于上帝的爱这一书中 已为你和其他的大学问家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反正你只要在传记里提到这些人的名字 或涉及到刚才讲到的这些事情 注解和引证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我向你保证 一定要将角注全注上 还要用四大张纸给你做书尾的注解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别人的书友 而你的书却没有的那张 按被引证的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为续排列的名单吧 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 你只要找一本 上面有被引证作家名单的书 这名单就像你说的那样 从头一个字母排到最后一个字母 然后你就将这名单全部抄下来 当然像你这样一部书 列了这么一大串作者的名单 你眼人一看就知道在故弄玄虚 不过你也不用害怕 说不定有些头脑简单的人 以为在你这本朴实无华的传记里 真的引证了这么多作家呢 这么一大串作者的名单至少可以为你的作品造一下声势 再说你究竟有没有参考过这些作者写的书 由于这件事与他人无关 谁也不会去进行调查研究的 还有一点 在我看来 你认为自己书上缺少的那些用来装点的东西 其实全无必要 因为你这本书是抨击歧视小说的 这种小说亚里士多德没有想到过 圣巴西里奥没有说起过 西塞罗也没有读到过 你写这部荒诞怪异的小说 用不到进行精确的验证 不必进行天文学的观测 不用几何学的测量和修辞学的辩驳 也不打算将文学和神学混杂在一起 跟谁去不到说教 其实 没有一个基督徒 喜欢这种将文学和神学搅在一起的杂绘式文体 你写书的时候 只需做到一点 仿真 你模仿的越为妙为孝 你这部作品就越好 你写书的目的 不是要消除歧视小说在世界上 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吗 那么 你就没有必要在哲学书上找名言 在圣经里找训誉 也不必向诗人们去要他们编造的故事 向修辞学家要警惧 向圣徒们要奇迹 你完全可以平铺直续 此早不求华丽 只要用得贴切 正确就可以了 话要说得响亮些 风趣些 总之 要竭力将自己该说的话说明白 该表达的思想表达清楚 做到不乱不色 同时 你还得让读者读了你的书 能解闷消愁 让快乐的人更加开心 让愚钝的人不敢烦腻 让聪明的人耳目一新 让严肃的人不觉无聊 甚至让行为拘谨的人 读了也会加以称赞 歧视小说的根基不深 欣赏的人虽多 厌恶的人也不少 你只要下决心 一定能清除他的影响 这个目的达到了 你的贡献还真不小呢 我悄然无声地听着 我朋友的话 字字句句都说得十分恳切 给我印象至深 我为加任何反驳 决定依照他的话来写前言 亲爱的读者 读了这篇序言 你就会知道我这个朋友 头脑多么灵光 在我急需有人帮自己出逐一时 他不期而至 我的运气真不坏啊 你能读到 有关大名鼎鼎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的《丙比直书》的传记 也是一种享受 据蒙铁埃尔郊外的居民们的传闻 唐吉赫德是当地多年来最纯洁的恋人 也是最勇敢的骑士 我向你介绍了这样一位超尘靶俗 正直公正的骑士 并不想邀功 我倒是希望你能感谢我介绍了 唐吉赫德 那个有名的侍从桑丘 潘沙 因为我将那些空泛的骑士小说中所有侍从的滑稽可笑的特征都汇集在他身上了 我就此戈壁 愿上帝保佑你健康 也希望上帝不要忘了我 再见 第一章 叙述有名的绅士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的性格和日常生活 不久前 在拉曼雀的一个村庄 村民我不想提了 住着一个绅士 他和同类的绅士一样 毛架上常插着一根长毛 有一面古旧的盾牌 还有一匹兽马和一只猎犬 这绅士家锅里煮的常常不是羊肉 而是牛肉 晚餐经常是碎肉加葱头的凉拌菜 星期六吃鸡蛋和炸肉条 星期五吃冰豆 星期天加餐 天之也除割 这样 花去了一年三成的收入 其余的钱财用来置办过年过节 穿用的细毛泥外套 天鹅绒裤子和天鹅绒平底鞋 平时他穿普通粗泥制的服装 绅士家有个四十多岁的女管家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 另外 还有一个能干杂活 能上街采购的小丝 绅士出门时替他套马 平时在花园里除草 修剪树木的枝条 我们这位绅士已年近五旬 身子骨还相当结实 身材瘦靴 面貌清渠 平时喜欢早起 还爱狩猎 他名叫吉哈达 又有人说他叫盖萨达 说法不一 但据考证 他应该是姓盖哈娜 不过 他叫什么名字 对本传记关系不大 只要在叙述的过程中 不失真就行了 这身世一年中 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无事 他就全部用来读骑士小说 他读得津津有味 兴致很浓 几乎完全忘记了行列 也没有心思去经营自己的庄园产业 他越读越有兴趣 最后入了迷 卖掉了许多法内阁耕地 用来购买骑士书 供自己阅读 他将能买到的骑士小说 全买来了 他最爱独名作家 费里西亚诺 德·希尔瓦写的书 因为这位作者写的作品行文流畅 把道理说得很透 被他奉为至宝 尤其是书中 向情人大献殷勤的言辞 和那些要求进行决斗的信件 真令他读了拍案叫绝 在这个作者的作品中 常常出现这样的家具 你以无理对待我的有理 我的有理反变无理 我愿你长得美丽 反倒有了道理 又说 崇高的苍天以神圣的方法 用星辰对你进行装点 使你更加神圣 并使你成为当之无愧的伟人 可怜的绅士 被这些话迷住了心窍 他废寝忘食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思考着这些话中的含义 其实 即使亚里士多德再生 也弄不清这些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位绅士 对唐贝利亚尼斯打伤了他人 自己也负了伤这样的写法 表示不满 他认为 即使有妙手回春的高手 为这个骑士治伤 伤好后 也难免留下满脸满身的疤痕 不过 他很赞赏作者在小说结尾时宣布故事未完待续的做法 他曾多次想拿起笔来 不折不扣地按作者承诺的那样 续完这个故事 只是由于他时时刻刻在思考着更要紧的事情 才没有这么办 否则 他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补完的 他多次和本村的神父 他是个毕业于西昆沙大学的学识渊博的人 讨论究竟谁是最优秀的骑士 是英国的帕尔梅林 还是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 然而 村里的那个理发师傅 米古拉斯却认为 这两个骑士 谁也比不上德尔 福伯骑士 要比也只有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的弟弟 唐卡拉奥尔 才能比得上他 这个骑士各方面 条件都十分优越 他不装枪作势 也不像他兄长那样 爱淌眼泪 论武艺 他丝毫也不逊于他哥哥 总之 这身世整天 埋头看骑士小说 夜夜屏竹打蛋 白天看到黄昏 废寝忘食 劳心伤神 最后 终于失去了理智 他头脑中装的全都是书中 独到的怪事 什么这魔中邪呀 打闹斗殴呀 决斗比武呀 伤财呀 打情骂俏呀 谈情说爱呀等等 在他看来 这一个个胡乱编织的故事 都是千真万确的 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实 他常说 西德鲁伊 蒂亚斯是个非常优秀的骑士 但比不上火箭骑士 火箭骑士反手一剑 便将两个穷凶极恶 瘦大无棚的巨人 劈成两半 他特别喜爱贝尔纳多 德尔 卡比奥 因为他仿效赫拉克利斯 用双臂扼杀地神的儿子 安泰的方法 在龙萨斯巴列斯 杀死了 已着了魔的罗兰 他也常常称赞巨人摩尔甘特 因为他那一族的人 个个都傲慢无礼 只有他和蔼可亲 很有教养 不过 在所有的骑士中 他特别偏爱 利纳尔多德 蒙塔尔瓦 每当他走出城堡 掠夺他遇到的每个人的财物时 唐吉赫德由衷地喜欢他 使他感到最痛快的一件事 是这个骑士 在摩尔人聚居的地方 盗走了穆罕默德纯金全身塑像 对那个叛徒加拉隆 他恨不得对他狠击一拳 甚至对他的女佣人和外甥女 也不轻扰 失去理性后 他头脑中忽然浮现了一个 连全世界的疯子 也从来没有过的奇怪的念头 他要去做游侠骑士 全身披挂 手持武器 骑着骏马 周游世界 行侠冒险 将书中读到过的游侠骑士们做过的事情 也做一遍 他认为 这样做 一来可为自己扬名 二来可为国家出力 他要像书中的那些骑士那样 干冒一切风险 消除种种暴行 建功立业 名垂史册 这可怜的身世 幻想凭自己双臂的力气 显身成名 少说也得当个特拉比松达国的皇帝 他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 心里乐滋滋的 总想尽快实现自己的心愿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擦洗他曾祖遗留下来的那套盔甲 这套盔甲一直丢在墙角落里 总有一个多世纪了 早已秀迹斑斑 还散发出一阵阵霉味 他想方设法 对这套甲咒进行洗刷 修整 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头盔很浅 是个顶盔 只能护住额头 护不住脸面 他开动脑筋 想了个办法 他拿了一张码份纸 做了个面甲 嵌在那个顶盔上 看起来就像个身头盔了 他想试试 这头盔是不是坚固 惊不惊地起刀砍剑 批 便抽出配件 准备砍它两下 谁知一剑下去 这一星期的心血 全都化为乌有 眼见自己做的这只面甲 这么轻易地劈烂了 心里实在觉得懊恼 他又做了一个 为了避免再次被劈碎 他这次在硬纸片做的面甲里 衬了几根细铁条 进行加固 他认为 这样够坚固了 就不想再进行检验了 他自己认为 这是一个十分精致的 戴面甲的头盔 他接着考虑自己的马 他这匹马蹄子上的裂口 比一个里亚尔兑换的小硬币还多 身上的毛病 比戈纳拉的那匹马还多 可是 我们这位绅士却认为 连亚历山大的布塞法罗 和西德的巴维埃卡 都难以和他比美 为了给自己的马起个名字 他整整花了四天时间 他认为 像自己这样生名显赫的优秀骑士 这马本身又是一匹良居 不给起个响当当的名字 是情理难容的 他挖空心思 想起这样一个名字 他既能表明 马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状况 又能表明他的现状 他主人已变样了 他自然也得另外取个又显赫又叫的响的名字 这样才能和主人的新地位 新职业相配 他脑子里想了一大串名字 又一一加以否定 重启一个 又否定一个 又重启 又否定 最后决定取名罗西纳特 他感到这个名字高雅 响亮 而且还富有意义 表明他过去是一匹猎马 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马了 给自己的马起了这样重义的名字后 他又想给自己也起个名字 为此 他又思考了八天 决定取名唐吉赫德 上面说道 这部真实的传记的作者 一口咬定 他叫吉哈达 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叫盖萨达 原因也就在这里 另外 他还考虑到 英勇的阿玛蒂斯认为 光叫自己阿玛蒂斯还不够 要在自己的姓氏上再带上自己的国家名字或故乡的名字 因此 他自称阿玛蒂斯 德 加乌拉 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骑士 也应该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故乡的名称 所以他自称唐吉赫德德 拉曼雀 他觉得这样一来 自己的祖籍一清二楚 而且 以地名为姓 也替故乡增了光 他的盔甲 已清洗修整完毕 头盔上 也镶了个面甲 马已经取了名字 自己的名字 也定下来了 他认为 万事其倍 就差给自己找个恋人了 游侠骑士没有情人 就像树木 没有叶子和果实 也像躯体 没有灵魂 他自言自语道 如果我遭到了厄运 也可能交上了好运 在路上遇到个把巨人 这种情况 对游侠骑士来说 是常有的 只交手一个回合 就将他打倒在地 或将他劈成两半 总之 我胜了他 将他制服了 那么 我就得派他去拜见我的新上人 让他走进他家 跪倒在 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 用被征服者 第三下四的声音说 小姐 我是马林特拉尼亚岛的岛主 卡拉库里亚 波罗巨人 在一次罕见的激战中 那位非常值得称颂的 骑士唐吉赫德 德拉曼却战胜了我 命我来到小姐跟前 听后小姐发落 这样 该有多好啊 我们这位绅士 做了这一番道白 尤其是给自己选中了一中人后 真是喜不自胜 原来离他故乡不远 有个村庄 里面有个农家姑娘 面貌娇好 他早就看中她了 只是姑娘本人 对此事一无所知 也没有察觉 她名叫阿尔唐沙 他认为将他定为自己的一中人 非常合适 他也得给他取个名字 这个名字既不能和原来的名字相抵触 却又要带点公主 贵夫人的味 后来 他决定叫他多尔西内亚 德尔托波索 因为他是托波索人 他觉得这个名字 就像给自己和自己的东西 取的名字一样 悦耳动听 美妙别致 也富有意义 第二章 叙述异想天开的唐吉赫德 第一次离乡出行 上面说到的这些 准备工作就绪后 唐吉赫德便急不可待地要实现 自己的计划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 迫切需要 他去扫除暴行 伸张正义 纠正过失 伸血冤屈 制止他人胡作非为 如果他去得迟了 就对不起世人 七月酷热的一天清晨 天还没有大量 他全身披挂 骑上罗西纳特 戴上胡乱 拼凑成的头盔 一手提盾牌 一手举长矛 从院子的后门出去 来到旷野里 他跟谁也没有说起过自己的打算 这次出门 也没让人看见 他发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 便为实现自己的愿望 开了个头 不禁喜笑颜开 可是 他刚到郊外 突然想起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差一点使他放弃 才开了头的这件事情 原来他想到了 自己并没有被封售为骑士 按骑士道的规则 像他这样的人 是不能够 也不应该和骑士交手的 而且 即使封了骑士 也还是个新手 只能穿白色盔甲 盾牌上也没有标记 那标记要凭自己的力气才能得到 想到这里 他有些犹豫不定 然而 他一心一意 想当骑士的疯狂劲 压倒了别的任何想法 他决定学习书中读到的许多骑士的做法 一遇到什么人 便请他封自己为骑士 至于白亏白甲的问题 他准备一有空 就将身上这一套盔甲 擦得比银鼠皮还白 想到这里 他便平静下来 准备继续朝前走去 他行无定向 随马的意志行事 马愿意上哪 他就上哪 他认为 这样遇到的显示才够味 我们这位初次出门的冒险家 一边走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记载我丰功伟绩的 这部真实的传记 在将来问世后 那位宝学的作者 写到我大清早首次离家出行时 一定会这样描写的 烟红的阿波罗 刚刚将自己一束束美丽的金发 洒向广袤无边的大地 小巧玲珑 五彩缤纷的鸟 便唱着甜蜜的 婉转动听的歌 迎接玫瑰红的晨曦降临人间 早辖离开 醋意浓浓的丈夫的软床 正在拉曼 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 和一个个阳台上 和人们见面 这时 著名的骑士唐吉赫德 德拉曼 却早已离开热轰轰的羽绒被窝 骑上他的名马罗西纳特 在古老的 举世闻名的蒙铁埃尔郊外 开始了他的行程 他确实在那儿走着 接着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丰功伪迹 值得浇注在青铜器上 刻在大理石上 画在木板上 永世长存 等我的这些事迹 在世上流传的时候 幸福的年代 和幸福的事迹就到来了 这部奇妙的传记的作者 博学的魔法师啊 不管你是哪一位 请你务必不要忘记我的良居罗西纳特 他永远是我征途上的伴侣 接着 他像真的坠入情往事地说 多尔西内亚公主啊 你是主宰我这颗心的主人 你将我撵了出来 言辞深斥我 令我不得瞻仰你的方容 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小姐啊 请回心转意吧 我这颗听你支配的心 只为一片痴情 痛苦万分 请你千万别忘掉他啊 他还说了许许多多胡话 都是从书上学来的 就连用词也一味模仿 他边走边自言自语 走得很慢 太阳升得很快 赤日炎炎 晒得他连脑浆都快融化了 如果他还有脑浆的话 他几乎整整走了一天 没有遇到什么值得一叙的事情 为此 他颇感失望 因为他很想碰到个人 试一试自己这条铁壁的力量 有人说 他第一次险遇是在拉皮赛港 也有人说是风车之战 然而 根据我本人的考证和拉曼 却地方制的记载 情况是这样的 他跑了一整天 到傍晚人困马乏 鸡肠鹿鹿 他东张西望 想找个城堡或牧人柱的毛舍 借助一宿 同时 找点食物充饥 他建立大陆不远有家客店 这对他来说 犹如发现了指路的明星 在他看来 这也像是一座能解决他时速的城堡 于是 他快马加鞭 赶到客店 已是黄昏了 店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妇女 是两名娼妓 他们是跟当晚在客店里过夜的几个罗夫 一起去塞维利亚的 对我们这个冒险家来说 他想到的 见到的事物 全都和他书中 独到的一样 因此 他见到的这家客店 在他看来 便是一座城堡 四边有四座塔楼 塔楼的尖顶闪着荧光 另外 书上说的吊桥 护城河等 这里也全有 他朝自己认为是城堡的那个客店走去 离客店还有一段距离 他便勒住罗西纳特的缰绳 等待着在承叠间走出个朱如 吹起号角 通报骑士的到来 朱如迟迟不出来 而罗西纳特又急着想上马就去 他只好到客店门口 他见到那两个东张西望的姑娘 便以为是两位美貌的小姐 或两个讨人喜欢的夫人 在城堡门口闲跳 这时 恰好有个猪官 要将在割掉庄稼的土地上 觅食的一群猪 请原谅 赶在一起 他吹起了牛角号 这可撑了唐吉赫德的心了 他认为这是朱如见他到来后发出的信号 他兴高采烈 来到客店门口的那两个女人跟前 他们看见这个全身披挂 手持长矛盾牌的人 大吃一惊 打算跑进客店去 唐吉赫德见他们想躲开 猜想他们是害怕自己 就撩起马粪纸做的面甲 露出那张干巴巴的风尘仆仆的脸 彬彬有礼不紧不慢地说 小姐们请不必回避 也不用害怕 根据我奉行的骑士道的规矩 我绝对不伤害任何人 你们两位一望而知是名门闺秀 那两个姑娘一直在细细地端向他 竭力想看清那被面甲遮掩着的脸面 他们听到他称他们为闺秀 觉得这个称呼与自己的行业格格不入 禁不住哈哈大笑 笑得唐吉赫德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说道 而等戏良家淑女 自应言简行慎 不应为区区小事 狂笑不止 自然 无出此言 并非责难而等 亦非显示 无心境不佳 无始终愿味而等效劳 姑娘们听不懂她的话 又见到我们的骑士那副怪样 不禁再次大笑起来 唐吉赫德火冒三丈 这时要不是店主出来了 准会闹出事来 店主虽然一身肥肉 性格却相当温和 他见来人模样如此古怪 配备的缰绳 长毛 盾牌和盔甲等等五花八门 根本不配套 差一点也跟着两个姑娘大笑起来 可是 他见到对方带了这么多兵器 心里有些害怕 便和颜悦色地说道 绅士先生 您如果想住店 除了床外 这应有尽有 床确实一张也不空 唐吉赫德将客店当城堡 将店主当城堡主 他见城堡主这么第三下四地跟自己说话 就回答说 城堡主先生 我无所谓 有什么都行 因为假咒是我的服装 我的休息是斗争 店主听对方称自己为卡斯蒂利亚先生 以为他将自己看成卡斯蒂利亚良民了 其实他是安达卢西亚人 是在圣卢卡尔海滩上长大的 他可不是个老实人 比加哥还贼头贼脑 比小学生还调皮捣蛋 他回答说 照您这么说 坚硬的岩石就是您的床 您的睡眠 就是长夜的不眠了 那就请您快下马吧 您在小店里 一年不睡觉都可以 更不用说 只一个夜晚了 说着 他就过来给唐吉赫德 扶住安凳 唐吉赫德自一大早起来 还汤水未尽 这会下马都感到非常费劲 唐吉赫德吩咐店主好声 照料他的牲口 说这马是世界上吃草料的牲口中最好的 店主对马瞥了一眼 发现他并不像唐吉赫德说的那样好 甚至打个对折 还嫌过分 他将马牵到马厩里安顿好 随后又回来 事后来客 两个姑娘已不怎么害怕唐吉赫德了 这时正帮助他脱去盔甲 他们已帮他卸下了胸凯和背甲 但没法脱下那个胡乱拼凑而成的头盔 原来这头盔是用几条绿袋子紧紧记住的 他们解不开那几个死截头 没办法 他们只好拿刀来割断 但唐吉赫德坚决不同意 因此 他就只好戴着头盔过夜了 那滑稽可笑的模样 令人难以想象 他将那两个忙着替自己脱卸甲咒的妓女 想象未成堡里的贵夫人 便客客气气地对他们说 从未有过任何歧视 受女眷们这般服饰 他们接待唐吉赫德 他刚刚从故乡到此 公主照料他的罗西 小姐对他关怀备至 小姐们 这罗西也叫罗西纳特 是我做旗的名字 我本人叫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我原本不想通报自己的姓名 我的身份要通过为两位立下功绩来表明 可我刚才正好想起了 古时朗塞罗特的一首谣曲 把他做了适当的改动 就说出来了 这一来把我的姓名也提前奉告了 不过我听后两位小姐拆遣的时间还多得很 到时两位瞧我这条膀子使得近 就会明白我为两位效劳的愿望有多强烈 两个姑娘不习惯他这套辞令 一时无言可达 只问他要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都可以 唐吉赫德说 我觉得是该吃点东西了 那天正好是星期五 客店里只剩下几份鱼 这种鱼卡斯蒂利亚人叫烟雪鱼 安达卢西亚人叫咸雪鱼 有些地方称为长雪鱼 也有些地方叫小尊鱼 他们问他要不要吃小尊鱼 因为客店里只有这种鱼 许多小尊鱼就抵上一条大尊鱼了 唐吉赫德说 比如你给我八个里亚尔 也就相等于一枚只八个里亚尔的银币了 再说小尊鱼也许味道更好 就像小牛肉比老牛肉好吃 小羊肉比老羊肉好吃一样 反正不管什么鱼 赶快拿来吧 空着肚子还能背得动这身沉重的盔甲吗 试者把桌子摆在店门口 因为那凉快 店主送上一颗咸雪鱼 盐都没有泡掉 还是半生不熟的 还有一块面包和唐吉赫德的盔甲一样 又黑又散发着霉味 瞧他吃东西的样子实在令人发笑 他戴着头盔 得用双手掀起面甲 这样就腾不出手来拿东西吃 得别人将食物送进他嘴里 这件事就请一个姑娘办了 可是 为他喝酒就不行了 还多亏店主办法多 他拿来一根芦苇 中间通了通 一头插在唐吉赫德的嘴里 从另一头将酒灌进去 这种种麻烦他全都忍受了 结果是保住了寄头盔的那几根袋子 这时 客店里正好进来一个烟珠的人 他一进门 就呜呜地吹了四五声炉笛 唐吉赫德听了 心里更加确信 自己是在一座有名的城堡里 城堡里的人正在奏乐款待他呢 同时 他还确信 他刚才吃的咸雪鱼是尊鱼 面包是白面包 那两个妓女是贵夫人 而店主就是城堡主了 因此 他这次下决心出来是做对了 不过 他还有一件烦心的事 那就是他还没有被封售为骑士 在他看来 没有骑士的称号从事冒显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第三章 叙述唐吉赫德如何自封为骑士的去世 唐吉赫德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件事 他草草地用完客店那顿并不丰盛的晚餐 便将店主叫到马厩里 插上门 对他双膝跪下说 英勇的骑士 我有一事相求 勿请您恩准 这会使您声名大振 也会使人类大有助益 若不允准 我就永不起来 店主见客人跪在自己面前 又听到他上面说的那一番言辞 一时给蒙住了 他眼睁睁地瞧着这个客人 不知怎么办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一个劲儿对他说 请他快起来 但他就是不肯 最后 店主只好对他说 他答应他的要求 唐吉赫德这才站起身来 我的先生 我知道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唐吉赫德对店主说 现在您既已答应我 我就告诉您 我请求您 而您以慷慨允诺的这件事是这样的 明天请您封我为骑士 今天我就在贵城堡的小教堂内守夜 守护我的甲咒 我已说过 明日就应该实现我的夙愿 这样 我便能周游世界 历险行侠 拯救世人与苦难 以尽游侠其事的义务 我就是游侠其事 我的愿望就是要创造上面所说的种种英雄业绩 上面已经说过 这店主有点喜欢作弄人 他早就意识到这客人神经有点毛病 听了刚才他说的这番话后 更加确信无疑了 便决定迎合他的意思 好在晚上逗他取乐 店主对唐吉赫德说 他的愿望和要求都非常合理 这也是像他这样相貌堂堂 风度文雅的高贵的绅士们追求的目标 店主还说 年轻时他也从事过这种异常荣耀的事业 他曾经去过世界各地 猎奇冒险 他去过马拉加的捕鱼场 里亚兰珠岛 塞维利亚的属地 他去塞哥维亚逛过市场 到巴伦西亚游过油橄榄树林 还去过格林纳达的隆地亚 圣路加海滩 科尔多瓦的波特罗和托莱多的本底亚斯 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那时他手脚灵便 行动训捷 干了许多横行霸道的事情 他又见过许多寡妇 糟蹋过几个姑娘 也拐骗过几个锅 结果他的名字在全西班牙所有官府衙门 和司法机关都挂上了号 最后 他隐居在这座城堡里 以自己的产业和别人的产业为生 在这个城堡里 他广交天下的游侠骑士 不管他们的等级地位如何 他均一视同仁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他们 同时 也因为骑士们为了报答他的恩责 常常分一些财物与他 店主还说 眼下在城堡内 已没有小教堂可供他守夜 守护甲咒了 他已被拆除 准备建新的 不过 据他所知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守夜 当天晚上 唐吉赫德就可以在城堡的天井里守夜 明日上午 如果天公作美 就可以举行仪式 封受他为骑士 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地道的骑士了 店主最后问唐吉赫德 有没有带钱来 回答说 他身无分文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游侠骑士的传记中 读到过骑士带钱的事 店主说 他错了 游侠骑士传记中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 是因为 骑士传奇的作者认为 像随身带点零钱和干净衬衣之类的事情 原本是不言自明的 不需提及 因此 书上没有写并不意味着骑士们不带 他应该相信 书上写的这么多游侠骑士 都带着骨骨的钱袋 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还带着干净衬衣 以及满满的一小香油膏 受了伤 可以用来治伤 在旷野里 在沙漠中与人交战 受了伤每次 不一定会有人给他们治疗 如果与哪个神通广大的魔法师要好 那么骑士们负了伤 魔法师就会立即去救护 叫女孩子或诸如什么的 带一瓶净水 从空中呈祥云飞去 那水也真灵 骑士只要喝上一小滴 伤口便立即愈合 仿佛未曾受过伤一般 如果这点办不到 那么 从前的骑士一定会叫 侍从随身带些钱和其他的必需品 如纱布油膏之类的医疗用品 如果骑士们没有带侍从 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 那他们就得把全部用品装 在精致的搭帘里自个儿带着 搭帘捆在马屁股上 看样子不太像搭帘 倒像是别的什么贵重的物品 因为要不是出现上面说的那个情况 游侠骑士亲自带个搭帘总不成体统 为此 店主奉劝唐吉赫德 甚至可以说他命令他的教子 因为很快 他就要成为唐吉赫德的教父了 往后不带钱 不带上面说的那些物品 不要出门 带了钱物 遇到意外 就会感到多么有用 对店主的劝告 唐吉赫德答应全都照办 于是 店主便安排 他到客店一边的那个大院里去守夜 守护甲咒 唐吉赫德将甲咒一件件收拾好 安放在井边牲口饮水槽里 然后他一手持盾牌 一手提长毛 神态威严的在饮水槽前后巡逻起来 这时 夜幕已开始笼罩大地 店主对客店内所有的旅客说了这位客人疯疯癫癫的情况 还说他在看守甲咒 等待明天举行骑士丰寿典礼 旅客们对这个疯子的举动十分好奇 纷纷赶来站在远处观望 想看个究竟 只见他动作沉稳 举止安详 时而来回踱步 时而迟茅站立 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甲咒 夜深了 但月光如水 天亮得如同白昼 这位新骑士的一举一动 众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单 旅店里的一个罗夫想让他的几头牲口上 饮水槽去饮水 他得让唐吉赫德 把甲咒从饮水槽内取出 骑士见罗夫走过来便大声说 喂 胆大包天的骑士 你敢过来碰一碰最勇敢的带见骑士的盔甲吗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不能碰 你要是一意孤行 可要当心你的狗命 罗夫没有理会他的这番话 要是理会倒是没事了 他非但不听唐吉赫德的话 反而提着甲咒上的皮带 将他扔得远远的 唐吉赫德见了 就两眼望天 仿佛心有灵犀般的 对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说道 我的小姐 快过来 助我一臂之力 我这颗 终于你的心第一次受到了凌辱 这是我第一次处于险境 勿请你振作精神 给我提供帮助和庇佑 说完 他便放下盾牌 双手举起长矛 重重地砸在罗夫的脑袋上 罗夫受了重伤 倒在地上 倘若他再给记一下 恐怕就不用请大夫了 接着 唐吉赫德将甲咒收拾好 又来回夺起不来 神情平和如初 过了一会儿 又一个罗夫走过来 也是想让他的牲口 在饮水槽里饮水 由于刚才那个罗夫 还没有醒过来 第二个罗夫压根也不知道 刚才发生的事 他正想挪开水槽中的甲咒时 唐吉赫德二话没说 也没求助任何人 便又放下盾牌 双手举起长矛 狠狠砸了下去 长矛没有折断 第二个罗夫的脑壳 却碎成了好几片 全客店里的人都闻声 赶了过来 店主也来了 唐吉赫德一剑 便一手举起盾牌 一手按剑 说道 美丽的小姐 我这颗软弱的心 有了你才有生气和力量 为你倾倒的骑士此时 面临巨大的危险 眼下是请求小姐捶帘的时候了 他说完这几句话 觉得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此时 纵使全世界的罗夫一起向他袭来 他也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两个受伤罗夫的同伴们 见他们伤成这个样子 便捡起石块 从远处雨点般的向唐吉赫德扔去 他用盾牌 竭力护着自己 却又不敢离开饮水槽 因为 他得守护他的甲咒 店主大声的对罗夫们说 别再惹唐吉赫德了 自己早已对众人说过 此人是个疯子 像他这样的疯子 即使把大伙给宰了 也不会负法律责任的 唐吉赫德此时也在叫嚷 声音比店主还要大 他称他们为背信弃义 不守诺言之徒 承包主也很顽劣 是个坏骑士 因为他纵容他们 如此对待游侠骑士 倘若他唐吉赫德 已经获得了骑士的称号 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 让他明白 叛逆意味着什么 你们这伙卑鄙小人 我才不在乎呢 你们扔十块吧 过来吧 上这来吧 你们想怎么作弄我 就怎么作弄我吧 一会儿你们就会看到 你们将为自己卑鄙龌龌的行径 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番话 他说得气壮如牛 那些向他扔十块的人都害怕了 他们一来 害怕这个疯子 二来也由于店主人劝说 就不再扔了 唐吉赫德让他们将受伤的两个罗夫抬走 自己照旧看守假咒 像开始时一样沉稳 镇定 店主觉得 不能再让这位客人胡闹下去了 他决定简化手续 草草将那倒霉的骑士封号给他 免得再次发生不幸的事 他来到唐吉赫德身边 先为自己辩解了一番 说那伙蠢财冒犯了他 自己实在一无所知 不过 他们胆大妄为的举动 已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他还告诉唐吉赫德 他早就对他说过 城堡里没有小教堂 所以 仪式只好从简了 他知道 丰寿骑士的仪式 关键是拍击一下后颈 再拍击一下背部 这样的仪式 在野外也能举行 至于守护假咒的问题 一般只要守护两小时就可以了 而他已守护了四个多小时 绰绰有余了 唐吉赫德相信了店主说的话 他说 他已做好准备 听后吩咐 并希望尽快结束一事 待他封为其事后 若再遭到攻击 他会把城堡里的人全都斩尽杀绝 除非城堡主 特别关照过的 他才卖个面子 留下他们的性命 城堡主听了 不禁心寒 他赶忙拿来了一本 既有供应给罗夫们草料的账本 然后 叫一名小司拿来一截蜡烛点着 又叫来上文说道的那两个姑娘 一起来到唐吉赫德面前 命他跪下 店主像是在念经一般的看着那个 账本念念有词 念到中间 便举起手来 对着唐吉赫德的后颈使劲地拍打一下 之后 又用唐吉赫德的那把剑在他的背后 轻轻地拍击一下 在整个过程中 他嘴里总是在嘟囔着什么 像是在念经 做完这些事情后 店主命令其中的一个姑娘 替唐吉赫德配上剑 他干得十分从容自如 一本正经 因为若不是这样 举行这种仪式 随时都会引发哄堂大笑 两个姑娘 刚才已见到过 这新奇事发的淫威 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那心肠善良的女孩 替她挂好剑后 对她说 愿上帝保佑您成为一个极心高照的骑士 希望您百战百胜 唐吉赫德问了她的姓名 以便让自己知道 她是欠了谁的情 她想 将来凭力气赢得了荣誉 定要分一份给她 她很谦恭地说 她叫托罗莎 她 父亲是托莱多人 干修修补补补的杂伙 住在托莱多桑丘卡那亚商业区附近 她还说 往后她无论在哪里 都愿为她效劳 遵她为主人 唐吉赫德对她说 请她赏脸 以后在她的名字前加一个糖字 叫她唐纳托罗莎 她答应了 另一个姑娘给她套上梯马刺 她也和她进行了 与前面挂件的那个姑娘同样的谈话 先问了她的姓名 她叫莫利纳拉 父亲是安德盖拉颇有身份的末房主 唐吉赫德也请她在名字前加一尊号糖 叫她唐纳莫利纳拉 还答应今后要为她效劳 给她好处 这一套未有先例的仪式 就这样飞快地完成了 唐吉赫德早已急不可待 要上马出去行侠历险 她立即为罗希纳特套上安配 翻身上了马 拥抱了店主 感谢她为自己丰收了骑士的称号 还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 这里实在难以赘述 店主终于把她送出了客店 此时也说了不少客气话 只是比唐吉赫德讲的要简洁得多 她也没向对方要房钱 就让她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四章 叙述我们的骑士离开客店后的遭遇 唐吉赫德离开客店时 已是黎明时分 想到自己已被封为其事 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 快乐 兴奋 就像谚语说的 高兴得连马儿的肚带都快给撑断了 然而 此时她想起店主对她的忠告 决定回家一趟 准备一些出门的必备之物 尤其是钱与衬衫 她还得物色个侍从 她打算雇佣附近的一个农民 此人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 倒是十分适合当骑士的侍从的 她心里这么盘算着 便拨转马头 朝家里走去 这罗西纳特 仿佛也非常恋家 一往家走 便撒开四体 跑得欢腾极了 还没走多远 她好像听到 又便密临深处 隐隐有人在提哭 还没听清这哭声 她就说 感谢上苍的恩泽 如此迅速的提供机会 让我能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毫无疑问 一定有男人或女人遭了难 在呼叫 需要我去救助 于是 她拨转配头 寻生纵马奔去 进了森林 还没有走上几步 见一棵橡树边 拴着一匹母马 另一棵橡树上 捆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 上半身拖得光光的 原来是她在哭叫 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农夫 正拿着一根皮带在抽打她 打一下 训一句 农夫说 往后少多嘴 有点神 孩子说 我的主人 下一回我再也不敢了 我对上帝启示 下次一定改正 我保证 往后更用心地照看羊群 唐吉喝得见了 怒气冲冲地说 你这个无理的骑士 你与一个不能自卫的孩子交手 太不像话了 快骑上你的马 拿起你的长毛 农夫也有一根长毛 已在双母马的橡树边上 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何等卑鄙 农夫见到对面 站着一个全身披挂的怪模 怪样的人 挥舞着长毛 他吓得个半死 赶紧好言好语地说 绅士先生 我拷打的这个孩子 是我雇佣的羊官 替我在这一带牧羊 这小子干活不用心 每天丢失一头羊 也许是不小心 也许是不老实 我揍他 可他却反咬一口 说我耍赖皮 想借此机会 不给他工钱 我以上帝也以自己的灵魂名义启示 他在撒谎 你竟敢在我面前说他在撒谎 你这个下贱的村夫 我以照耀我们的太阳的名义启示 我一定要用这根长毛把你刺透 别狡辩了 快把工钱付给他 若感到半个不字 我以主宰我们的上帝的名义告诉你 我就立即要你的命 快把他给放开 农夫低着脑袋 默默无言地将他雇佣的阳关松了宝 唐吉赫德问孩子 主人欠了他多少工钱 他回答说 欠了九个月的工钱 每月七个里亚尔 他对农夫说 如果他不想送命 就立即掏出钱来 农夫惊恐万分地说 这是生死关头 他不能撒谎 凭刚才起的事 实际上他没有起过事 他没有欠那么多钱 因为他曾经给过阳关三双鞋子 阳关生病时还放过两次血 花了他一个里亚尔 这些费用都该扣除 你给了他鞋子 替他放过血 这没有错 唐吉赫德说 可是刚才你无缘无故打了他一顿 皮鞋和放血的账就该抵消了 要是他穿破了你给他买的皮鞋 你刚才也打破了他的皮肉 他生病时你叫理发师给他放血 这会他好端端的 你却让他流了血 这样一抵消 他就不欠你什么了 绅士先生 糟糕的是我身边没有带钱 让安德烈斯上我家里去吧 我一个里亚尔也不会少他的 让我跟他去他家 孩子说 那可糟透了 不行 老爷 这件事我连想也不敢想 你一走 我一到他家 他就会把我像对圣巴多罗美一样活剥了皮 他不会这么干的 唐吉赫德说 我命令他怎么干 他就得怎么干 再说 他要根据骑士的规矩向我骑士 我才会放了他 我保证他把钱付给你 老爷 请您再仔细想想 您刚才说的话 孩子说 我家主人可不是什么骑士 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骑士的称号 他是金塔纳尔的财主胡安 阿尔杜托 这无关紧要 唐吉赫德说 信阿尔杜托的人中也应该有骑士的 何况 俗话说 办什么事 成什么人 这话不假 安德烈斯说 可我这个主人想赖掉我的血汗钱 他究竟办的什么事 他又是什么人呢 我没有赖啊 安德烈斯小兄弟 农夫说 老家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凭世界上所有骑士的称号向你启示 我一定如我刚才说的那样 把工钱全都给你 一个李亚尔也不少 那一枚枚钱币还是撒上香水的呢 撒不撒香水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唐吉赫德说 只要你用李亚尔支付 不拿小钱币去搪塞 我就满意了 注意 刚才你起了事 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做到 若做不到 我凭你刚才起的是发誓 我一定要回来找你算账 揍你一顿 即使你比蜥蜴还躲得隐蔽 我也会找到你 如果你想知道 对你发号施令的是谁 你才认认真真的执行命令 那么 你听着 本人就是爱打抱不平的 英勇无比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再见了 可别忘了你刚才许下的愿 起下的是 免得我回来再狠狠地惩罚你 说完 唐吉赫德便用梯马刺刺了一下罗西纳特 飞快地离开了他们 农夫一直眼睁睁地注视着他 见他已离开森林 踪影全无 便回过头来 对他的阳光安德烈斯说 过来 我的孩子 我愿意像刚才那位爱打抱不平的先生 命令我的那样 把我的欠款如数归还给你 你欠我的钱是千真万确的 我可以起誓 安德烈斯说 老爷 您一定得执行那位好心的骑士 对您下的命令 但愿他健康长寿 他为人勇敢 仗义 是个好法官 犹如罗克在世 假如您不把钱还给我 那就请他回来 刚才他怎么说 就让他怎么干 我也起个誓 农夫说 不过 我是出于对你的爱 我愿多欠你一点债 可以多还给你一些钱 说完 他就抓住孩子的胳膊 又将他捆绑在那棵橡树上 用皮鞭抽得他死去活来 安德烈斯先生 农夫说 快把那个专打抱不平的老兄叫来吧 看他这个抱不平怎么个打法 我还算手下留情了 依我的性子 这会儿恨不得活活包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你就害怕我这么干吧 打了一会儿 农夫还是给孩子松了绑 还说他可以去找他的那个法官 让他来执行他严厉的判决 安德烈斯哭哭啼啼的走了 他发誓要找到那个英勇无双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给他听 让他的主人加倍还账 可不管怎么说 这孩子是哭着走的 而他的主人却在那冷笑 英勇的唐吉赫德就这样打了一次抱不平 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非常满意 他认为 他的骑士事业已有了一个非常良好 非常值得称颂的开端 他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朝自己村庄走去 一边走 一边低声自言自语 绝代佳人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你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女人中最有福气的人了 你真是三生有幸 让永贯全球英明盖世的骑士堂吉赫德 德拉曼却败倒在你的脚下 任你使欢 众所周知 这位骑士 昨日才被封受了骑士称号 今天便打了一次人世间最大的抱不平 从那个残忍无比的敌人手中夺去皮鞭 因为他正在无缘无故地编吃一个娇嫩的孩子 说到这儿 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念头 每到一个岔道口 游侠骑士都要停马选择路 他也学着他们 在路口停了一会儿 想着该怎么走 他仔细想了一会儿 便松开缰绳 让罗西纳特自己做主 那马儿便随着他第一个心愿 奔向自己的马舅 约莫走了两英里路 唐吉赫德便发现前面有一大队人马 后来才知道 他们都是托莱多商人 是去摩尔西亚买丝绸的 他们一行六人 都打着羊伞 带着四个骑马的仆人 和三个徒步的罗夫 唐吉赫德在远处一看见他们 便认为又遇到新的显示了 他正想尽力仿照 他在骑士小说中读到的种种城市 这会儿真的来了一个机会 他准备按城市行事 他先在安凳上坐得稳稳的 露出气宇轩昂的气概 随后紧握长矛 将盾牌护在胸口 站立在路中间 等候那些他心目中的游侠骑士 当他们来到已能见面说话的地方 唐吉赫德便亮着嗓门 一脸傲气地说 众人听着 你们若不承认拉曼雀的皇后 绝代家人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是天下第一美人 谁也别想过去 商人们听了 都停了下来 他们见刚才说话的这个人 模样实在古怪 又听了他刚才的这番言论 马上便认为此人神经不正常 可是他们还想从容 追究一下他刚才那番话的含义 其中一个商人爱开玩笑 说起话来既风趣又含蓄 他开口问道 骑士先生 我们并不知道您刚才说的这位美人是谁 请他出来让我们看看 好吗 他如果真像您说的那么美貌绝伦 那么 不用您逼着我们 我们自然而然 会承认您要我们承认的这件事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我要是让你们见了他的面 唐吉赫德说 你们承认了有什么意思呢 重要的恰恰在于 在没有见到他的情况下 你们就相信 承认 并启示要护卫他 否则 你们就是妄自尊大的巨人 那么我们就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下 你们可以按照骑士的规矩 一个一个上来跟我干 也可以依据你们这些无赖的坏习惯 一拥而上 我在这等着你们呢 我是挺有信心的 因为正义在我这一边 骑士先生 商人说 我已在场的这几位王子的名义求您了 我们承认一件眼未见耳未闻的事情 于心不安 再说 这样做 也会损害阿尔卡里亚和厄斯特列马 都拉的那些女皇和王后的形象 先生 劳驾您 将那位小姐的像给我们看看 即使像卖力那么大的也行 常言道 拿住线头 便能抖开线球 见了像 我们心里有了点 就心满意足了 先生 您也会觉得高兴 踏实 我们已经非常向往她 即使她的像一只眼睛是瞎的 另一只眼睛 躺着朱砂和硫磺 我们为了讨您的欢心 您让我们说什么 我们也会说什么 她眼中什么也不躺 你这无耻的小人 唐吉赫德勃然大怒地说 你说的东西 她都没有躺 她眼中留的是琥珀和裹在棉花中的灵猫香 她既不歪斜着腰 也不驼背 她的几辆骨 比刮达拉玛的纺车轴还值 你信口雌黄 亵渎我那绝代佳人 我定要严惩你 说完 她便挺着长矛 怒不可遏地朝刚才说话的那个商人袭来 也算这个商人有点运气 那罗希纳特奔到半路 便马是前提跌倒了 否则 她可遭殃了 罗希纳特一倒下 她的主人便在荒野里滚出好远 她想爬起来 可是 她的长矛啊 盾牌啊 踢马刺啊 还有头盔 加上那一身她祖上用过的铠甲 实在压得她动弹不得 她一面挣扎着想爬起来 一面说 胆小鬼 不要跑 囚徒们 听着 是马将我摔倒在地的 这不是我的过错 跟商人一起来的一个罗夫这时 大概动了肝火 她见到这个倒在地上的可怜虫 还口出狂言 禁不住 想回敬她一下 她走到唐吉赫德的身边 夺过长矛 将它折成数段 然后拿起其中一段 狠狠地往唐吉赫德身上打去 尽管她身上穿了厚厚一层铠甲 也差一点给打成肉饼 罗夫的主人叫她不要打了 她还不肯住手 这年轻人像是越打越来火了 非要打得痛快才肯罢休 她捡起另外几段段毛 又全都吵倒在地上的那个倒霉鬼扔去 唐吉赫德虽然遭了暴风雨似的一阵棍打 嘴还是没有闭一闭 一个劲的在喝天赤地 在吓唬她眼中的这一群恶棍 罗夫打累了 终于住了手 商人们继续赶他们的路 一路上一直在谈论那个遭棍打的可怜鬼 唐吉赫德呢 见到商人都走远了 便再次试图站起身来 然而 刚才好手好脚的时候 还站不起来 这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怎么能站得起来 到这个地步 她还暗自庆幸 觉得这是游侠骑士应该遭受的灾难 她把责任一股奶推到那匹马的身上 这时她浑身疼痛 怎么还能爬得起来呢 第五章 继续叙述我们的骑士的不幸遭遇 唐吉赫德眼看自己真的难以动弹 便使用她平时常用的方法 回忆她读过的书中的情节 这个疯疯癫癫癫的人 想起了巴尔多维诺斯 在山里给卡洛多积伤后 遇到曼图阿后爵的故事 这故事富如皆知 年长的人不仅熟知 而且信以为真 真得就像 沐罕默德创造的奇迹一样 唐吉赫德认为 这个故事与自己目前的境遇 十分类似 于是她在地上打起滚来 装作很不舒服的样子 同时以十分轻微的声音 引诵着那个森林骑士受伤后说的话 据说这骑士是这样说的 你在哪里 我的夫人 难道对我的伤害毫不痛心 夫人啊 也许你还不知情 或者你已经失节变心 她就这样一句句往下背诵 一直背到下面这两行 啊 高贵的曼图阿侯爵 我的舅父 我的骨肉至亲 也是室友凑巧 她背诵到这里时 正好有个同村邻里路过那 她是个农夫 推着一车麦子上墨房去 见到路边躺着一个人 便走到她身边 问她是谁 生了什么病 为什么叫痛叫的这么厉害 唐吉赫德认为 此人一定是她的舅父曼图阿侯爵 因而 她并没有答话 仍继续背诵那首摇曲 同时叙述她遭遇的厄运 讲皇上的儿子 如何看上了自己的妻子 总之 讲的都是摇曲里说的那一套 农夫听了这一番胡言乱语 一时给弄糊涂了 她给唐吉赫德揭开 早已给乱棒打的粉碎的护面甲 给她洗干净满是灰尘的脸 洗完脸一看 原来她认识 便对唐吉赫德说 吉哈娜先生 唐吉赫德失去理智 出来当游侠骑士之前 在家平平安安当绅士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称呼的 是谁将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任凭对方怎样向她提出问题 她总不回答 只是一个劲的往下背诵那首摇曲 农夫心肠很好 见她这个模样 知道问不出什么 便只好给她脱下护胸和护背的铠甲 看看她身上是不是负了伤 结果 既未见流血 也未见伤口 她费了好大的劲 才将唐吉赫德从地上扶起 又十分费力的将她扶上自己的驴背 因为她认为 还是自己的这头毛驴最可靠 她将散失在地上的甲咒武器 连带那断成几节的长毛捆在一起 拖在罗西纳特的身上 然后 一手拉着罗西纳特的缰绳 另一手牵着自己的毛驴 朝村子里走去 一路上想着唐吉赫德那一派胡言乱语 觉得十分惊奇 唐吉赫德呢 这会儿脑子也不闲着 他刚才给打得皮开肉绽 断骨伤筋 这会儿在驴背上也坐不安稳 他不时地长须短叹 声震云霄 农夫又不免问他 什么地方不舒服 准是魔鬼在作怪 又使他想起了 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相类似的故事 他已忘记了巴尔多维诺斯 却想起了摩尔人阿宾达拉艾斯 他被安德盖拉成房长官 罗德里哥 德纳瓦艾斯捉住 押解到城房长官府去 这道正好农夫问他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他就把豪尔赫 蒙德玛约尔写的迪亚那一书里读到的 有关阿宾达拉艾斯 对罗德里哥 德纳瓦艾斯问话的答言 全都如实说了出来 利用的十分巧妙 可谓天衣无缝 农夫听到他这一派胡言 只好自认倒了眉 不过 由此他也发现他的这个邻居神经有毛病 便决定快点回村 免得听唐吉赫德没完没了的背书 引起心理不快 唐吉赫德背诵完了说 唐罗德里哥 德纳瓦艾斯先生名剑 我刚才说的这个美人哈利法 就是现在的美女 杜尔西内亚·德尔 托波索 为了她 我已创建 而且还在创建有名的骑士业绩 今后我还要这样做 我创建的这些骑士业绩 可谓举世无双 空前绝后 先生 请您看看清楚 彼人可不是唐罗德里哥 德纳瓦艾斯 也不是曼陀阿侯爵 我是你的邻居 佩德罗 阿隆索 先生 您既不是巴尔多维诺斯 也不是阿宾达拉艾斯 您是体体面面的绅士吉哈纳先生 我知道自己是谁 唐吉赫德回答说 我也知道 我不但可以成为刚才说到的那些人 我还可以成为法兰西十二武士 也可以成为世上九大人杰呢 他们创造的功绩 无论是单个算 还是合在一起算 都难以和我的英雄世纪相比 他们说着话 来到了村口 此时夜幕已完全拉开 可是农夫还想再待一会儿进村 想让天再黑一点 免得让人看到 身是被打成这样 却骑着这样一匹小毛驴 他等了一会儿 看看是时候了 便走进村庄 到了唐吉赫德家里 发现里面乱哄哄的 本村的神父和理发师 这两个唐吉赫德的好友 都在那里 女管家正在亮着嗓门 与他们说话 贝罗 佩莱斯硕士先生 这是这位神父的名字 您认为我家老爷是不是遭了难 他整整三天没露面了 还有他的那匹马也不在了 就连那些盾牌 长毛和盔甲也都不见了 真倒霉 我觉得他买了那些该死的歧视书 白天黑夜的毒 一定毒的头脑子出了问题 这就像有生必有死一样 是千真万确的 眼下我回想起来 好几次听到他独自一人自言自语 说想当游侠骑士 想到外面去行侠历险 这种我恨不得全都交给魔鬼的书 把拉曼却地区头脑最灵光的人变成了疯子 唐吉赫德的外甥女 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 他甚至还说得更多 尼古拉斯师傅 这是理发师的名字 您该明白 我舅舅常常看那种倒霉的冒险小说 一看就是两天两夜 看完了 就把书一丢 拿起剑来 往墙上乱砍 砍得疲惫不堪时 他就说他已砍死了四个像塔一样高大的巨人 他累得大汗淋漓 说这是战场上受了伤 从伤口流出来的鲜血 随后 他咕嘟咕嘟灌一大罐凉水 定一定神 说这是他的好朋友 大魔法师博学多才的艾斯基菲 给他送来的鲜水 这一切责任都在我 我没有把舅舅说的那些颠三倒四的话 及时告诉你们两位 让你们及早防范 以免出现目前的局面 同时将那些骇人的书烧掉 这些书多得很呢 他们就该像宣扬一端邪说的书一样 全都扔进火堆里去 化为灰烬 我也是这个意思 神父说明天我一定要对他的书攻审一番 然后将他们判处火刑 免得有人再读这些书 干出我这位好朋友已经干过的事来 家里的人说的这些话 那农夫和唐吉赫德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前者终于明白他邻居得了什么病 便大声说道 请快开门啊 巴尔多维诺斯先生和曼陀阿侯爵回来了 前者负了重伤 摩尔人阿宾达拉艾斯先生 让英勇无双的安德盖拉城房长官罗德里哥 德纳瓦艾斯给活捉押送回来了 房子里的人闻声全都出来了 唐吉赫德的朋友迎接他们的朋友 女管家迎接他的主人 外甥女迎接他的舅舅 唐吉赫德还在驴上 因为他没法下来 众人跑过去拥抱他 他说 大伙别过来 都是我这匹马不好 害得我受了重伤 请将我抬到床上去吧 可能的话 把女魔法师乌尔干塔给请来 请他给我治伤 啊 真糟糕 女管家说 我早就预感到我家老爷要出事 但愿您平平安安的上楼吧 也用不到去请那个乌疙瘩什么的 伤我们会给您治好的 我要千百遍的 咒骂那些该死的歧视书 把老爷给害成这个模样 人们将他抬到床上 然后 检查他身上什么地方负了伤 结果 一处伤也没有见到 唐吉赫德说 和十个胆大包天 穷凶极恶的巨人恶战时 他的座骑罗西纳特 突然马失前提 他从马上摔了下来 他是给跌伤的 都是内伤 啊 还有巨人啊 神父说 我起誓 明天不到天黑 我就要把那些书烧个精光 众人七嘴八舌的 对唐吉赫德提了许许多多问题 他一个问题也不回答 只请大家给他一点吃的 让他睡一觉 这是他最迫切的需要 众人照办了 神父后来向农夫询问了他发现唐吉赫德的经过 农夫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还把唐吉赫德躺在地上 以及一路上说的那些胡话也学说了一遍 这更使说是下决心要干一日应该干的那件事 第二天 他就去他朋友理发师尼古拉斯那 然后 同他一起来到唐吉赫德家 第六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 在我们异想天开的绅士的书房里 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大检查 这时 唐吉赫德还在呼呼大睡 他那些害人匪浅的书都在他的书房里 神父便向唐吉赫德的外甥女要钥匙 他欣然交给了他 众人走进书房 女管家也跟着进去 发现里面有一百多不精装的大不头的书 还有若干本小册子 女管家一见这些书 便出去拿来了一小盆圣水和一柄撒圣水的肘子 说道 给硕士先生 请您在房间里撒上圣水 这些书里魔法师实在太多 我们要一个不留的将他们赶出人世 免得他们进行报复 看到女管家那个天真的模样 硕士禁不住笑了 他请理发师把书一本本递交给自己 他一本本浏览着 看里面说些什么 也许能发现几本可免于火刑的书 不行 外甥女说 一本书也不能放过 因为每本书都是害人精 最好还是将这些书都从窗口扔到天井里 然后堆成一堆 一把火烧掉 要不就搬到后院去 在那烧更好 免得这烟雾腾腾 女管家也是这么说 他俩都有共同的愿望 要将那些无辜的书处以死刑 然而 神父不同意这样做 他认为 起码也得看看书的标题 尼古拉斯师傅递给他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 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斯卷集 看来这书还有点悬呢 神父说 我听说这本书是西班牙刊印的第一部歧视书 别的歧视书都是由他衍生出来的 我认为这本书开了一个坏头 创了一个坏流派 我们应该毫不顾惜地将它判处火刑 这话不对 先生 理发师说 我听说这书是所有歧视小说中写的最好的一部 有很高的艺术性 应该得到宽恕 这倒是事实 神父说 凭这一点 我们暂且饶他一死 我们再来看看他旁边的这一本吧 这是艾斯普兰迪安的丰功伟迹 是阿玛蒂斯德加乌拉的嫡传 说实在的 神父说 饶了父亲 就饶不了儿子了 管家太太 快打开这扇窗户 把这本书扔到后院 一会儿我们把书堆成一堆 生火烧吧 现在就让这本书垫底了 女管家欣然照办 这个艾斯普兰迪安就被抛到后院 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大火来吞没自己了 再拿一本来 神父说 这部书叫希腊的阿玛蒂斯 我认为 这一边的都是阿玛蒂斯家族的人 那就全都请他们上后院吧 什么宾地基 涅斯特拉王后啊 达里纳尔木童啊 还有她的那些木哥啊 以及那些杂乱无章 令人生厌的文章啊 统统烧掉 倘若我的生身父亲 变成了游侠骑士 也让他和这些书一起复制一句 我也是这个看法 理发师说 我也是 外甥女说 既然这样 女管家说 那我们把这些书都搬到后院去吧 众人把书全都交给了他 好大的一堆 他不想从楼梯往下搬 把书全都从窗口扔下去 这大不投的是什么书 这是唐奥利·房德·德·劳拉 此书的作者与群方圆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神父说 我也不知道这两本书中哪一本真实一些 说得明白一点 是哪一本谎言少一些 我只能说 这本书荒诞不惊 一派胡言 让他到后院去吧 下面一部书叫 弗洛里默尔德 德·伊尔加尼亚 理发师说 弗洛里默尔德先生也在这儿 神父说 他得立即上后院去 虽说他身世奇特 力尽艰险 但文笔干瘪无力 管家太太 送他上后院去吧 还有这一部也得去 我的先生 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兴高采烈地干着神父 让他干的事 这部书叫 普拉蒂尔骑士 理发师说 这是一部古书 神父说 从中找不到任何可使他获设的东西 让他也和别的书一起上后院去吧 那本书被送走了 他翻开另一本书 见标题是十字架骑士 由于此书的标题很神圣 内容贫乏点四可原谅 可是 常言道 十字架的后面隐藏着魔鬼 送他上火堆里去吧 理发师又拿起一本书 说道 这是骑士之境 这部大作我拜读过 神父说 里面有莱伊纳尔多斯德 蒙塔尔瓦和他的朋友们 同伙们 各个都是赛过卡科的江阳大道 还有十二武士和丙比之书的史学家杜尔滨 说实在的 对这些人物 我只盼他们个终身流放也就够了 因为他们对 著名诗人马德奥 博亚尔多的诗作有贡献 基督教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又取材于博亚尔多的作品 说起阿里奥斯托 我此时若见到了他 如他不说母语 我就不尊敬他 如说他本国语言 我会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倒有阿里奥斯托诗作的意大利文本 理发师说可我看不懂 你就是看懂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神父说我们原谅那位上尉先生吧 他压根就不应该将这本书译成西班牙语介绍到西班牙来 这样一来反而大大减低了他原来的价值 把一种语言的诗作译成另一种语言 大体都会有这个毛病 尽管译者功夫很深 技巧很高 总难以达到原诗的韵味 我说这本书 还有别的讲法兰西事情的书 都一起拿到一口干燥的井里去存放着 等人们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做处理 只是有两本书是例外 一本是贝纳尔多德尔凯尔比奥 这就有这本书 另一本叫龙塞斯巴列斯 这两本书一落入我手中 就立即交给管家太太 由他扔到火里去毫不怜惜 对神父的这番言论 理发师深表赞同 认为这样做很好 他明白神父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笃信真理 不合情理的话 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他又打开一本书 一看书名是帕尔梅林德奥里巴 旁边一本叫英国的帕尔梅林 硕士见了这两本书后 说 前面这本书应该撕成碎片 烧成灰 连灰也不要流 这英国的帕尔梅林 可得作为西式真品 好好保藏起来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大流士时 在诸多的战利品中得了个匣子 用来保存诗人河马的作品 我们也得做这么一个匣子 来保存这本书 老兄 这本书有两个方面很有价值 一方面这本书本身属于上乘之作 另一方面 它名气很大 其作者可能是个盛名的葡萄牙国王 书中讲的米拉瓜尔达城堡内的种种历险 异常生动 文笔也十分流畅 人物的语言既典雅又明快 而且非常适合人物的个性 所以我说你要是不反对的话 尼古拉斯师傅先生 这本书和那本阿玛蒂斯德加乌拉就不要烧掉了 其余的书不必在家审查 一律让他们葬身火海 那不成老兄 理发师说 我手上这本书可是有名的唐贝利亚尼斯呢 这本书嘛 神父说 作者写第二 三 四部分时干火太旺 得吃点大黄 轻轻火气 另外 还得删去有关描写英明城堡的章节 以及某些荒诞无稽的部分 对这本书不妨暂不做结论 看看他会不会悔改 暂时情况决定从宽处理 还是依法严惩 老弟 这本书就暂时放在你家里吧 可谁也不许看 好的 理发师说 神父不想将这些 骑士小说主本进行审问 他让女管家捡大不头的书扔到后院去 这次烧书 神父不叫别的什么人 却偏偏叫了这个最爱烧书的女管家 对他而言 烧书比之一匹又宽又细的布还要痛快 他一下子就抱起七八本书全准备扔到窗外 由于搬得太多 走到理发师身边时 有一本掉了下来 理发师从脚边时起 想看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一看这书的书名是声名远扬的白衣骑士蒂朗德传 天哪 神父嚷道 白衣骑士蒂朗德原来在这里 快拿来给我看看 老弟 我发现这本书趣味盎然 情节非常离奇 书中讲到英勇的骑士堂吉利雷松德蒙塔尔瓦和他的弟弟托马斯德蒙塔尔瓦 还有封塞卡骑士 讲到勇敢的蒂朗德骑士与蒙犬的那场恶斗 讲到那个绰号为心之所爱的姑娘如何伶牙力齿 寡妇雷波萨达如何满天过海驰骋情场 还讲到那个皇后娘娘如何爱上了她的侍从伊勃利托 老弟跟你说句真心话 就笔法而言 这本书是世界上最好的书 书中的那些骑士饿了也吃饭 困了也上床睡觉 死也死在卧榻上临死时还立遗嘱 这些事情在别的骑士书中是见不到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正由于作者在书里没有像别的书那样 写一些疯疯傻傻的事 她可能会被判处终身服苦役 你可以把这书拿回家去看看 就会发现 我刚才跟你讲的话全都是真的 你的话准是错不了 理发师说 可是 这剩下了这些小册子该怎么处理 这些小书恐怕不是骑士小说 神父说 可能是诗集 她打开一本 发现这是豪尔赫 蒙特马约尔的迪亚娜 她料想其余的书也属同一类 便说 这些书就用不到烧掉了 因为它们不像骑士小说那样坑害人 这种书读了能增长知识 却又不产生危害 啊 硕士先生 外甥女说 这些书也应该和其他的书一样送去烧掉啊 等我舅舅养好了骑士病 看了这些书 用不了多久 她又会去当阳官 在森林里 田野间弹唱木歌 她若成了诗人 那情况 就更糟了 听说想做诗这个病是个不治之症 还会传染呢 这姑娘说的也在里 神父说 给我们的朋友 去除这个隐患 消除这种机会 是有好处的 我们就从蒙特马约尔的迪亚娜开始吧 我的意见是 这部书不要烧 但要全部删去 有关女巫费利西亚和魔水的那一部分 书中那些长诗也要删去 只留下散文部分 这样便能成为同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 下面一部是迪亚娜的续集 书名是《萨拉曼卡人》 理发师说 还有一本书名也是迪亚娜 作者是希尔 波罗 那本叫《萨拉曼卡人》的书 神父说 就送到后院 让他和那些被判火刑的书作伴去吧 希尔 波罗的《纳布迪亚娜》 应该当作阿波罗的作品那样 给珍藏起来 快点干 老弟 天都快黑了 这本书叫《恋爱中的福尔杜纳诗卷本》 理发师又打开了一本书 说 作者是撒丁岛诗人 安东尼奥 德·罗弗拉索 凭我的神之启示 神父说 自从太阳神成为太阳神 妙思成为妙思 诗人成为诗人以来 像这样有趣 这样离奇的书还没有人写过 就其写作技巧而言 这部书在所有的这一类书中是最优秀的 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 就不会知道书中说的有趣的事儿了 老弟把这本书给我吧 发现了这本书 比得到弗罗伦萨的泥汁道袍还珍贵呢 说完 他就乐呵呵的把这本书放在一边 理发师接着说 以下几本书分别叫伊比利亚的木童 埃娜雷斯的仙女和从季度中醒悟过来 这几本书就用不到再审核了 神父说 全交给女管家吧 为什么这样做就不用问了 说起原因来话太长了 下面的这一本叫《费力达的木人》 这不是木人 神父说 是个很有修养的朝臣 该把它像真品一般保藏起来 这本大部投书的标题是《诗歌极锦》 理发师说 里面的诗如果少收集一点 就更好了 神父说 要将夹杂在那些精品中的坏师出去 这书的作者是我的朋友 再说 他还写过一些更有魄力 更加高雅的作品 就把这本书保存起来吧 这是洛贝斯 马尔多纳多写的诗歌集 《理发师》说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 神父说 他朗诵起诗来 一扬顿挫 令人叫绝 他吟唱起诗来 音色婉转 妙不可言 他写的田园诗长了点 不过 好事不嫌长 此书可以跟刚才选出来的那几本书放在一起 他旁边的那本是什么书 这是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加拉台亚 这个塞万提斯是我的故焦了 此人向来多灾多难 无法显露他的文采 他这本书有些心意 也说明了一点问题 只是没有结论 该等着读他预告出的续集 现在读者有些苛求 该书修改后也许会得到他们的宽容 老弟 暂且将他幽禁在你家里 以后看情况再做决定吧 我乐意照办 理发师说 这儿有三本书是在一起的 一本是唐阿隆索 爱西亚的阿劳乌加纳 一本是胡安 鲁福写的奥斯特里亚达 还有一本是巴伦西亚诗人 克里斯托巴尔 德·比鲁艾斯写的蒙塞拉托 这三本书是卡斯蒂利亚语的史诗杰作 可与意大利最优秀的史诗笔美 应该作为西班牙诗歌中最宝贵的财富收藏起来 神父已经有些厌倦了 他想把其余的书统统烧掉了事 但是 这时理发师正好打开了一本书 书名是《安杰丽佳的眼泪》 要是把这本书也送去烧掉 神父听到这书的书名后说 我也会流眼泪的 这书的作者不仅是西班牙 而且是全世界最有名气的诗人之一 他翻译过奥维德的几个预言故事 译得棒极了 第七章 叙述我们这个心眼很好的骑士唐吉赫德 德·拉曼却第二次出门 这时唐吉赫德突然大叫起来 他嚷道 快来 快来 勇敢的骑士们 这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 在这场比试中 那些御用骑士都占尽优势了 神父等人听见唐吉赫德的叫喊 便走了过去 其余的书就没有继续审查 这样一来 卡罗来亚 西班牙的莱昂和唐路易斯德·阿维拉著的皇帝的业绩等书 当时可能在未经审核的那一堆书里 这会儿连看也没有看上一眼 便被送进火堆里去了 要是神父能看上一眼 他们就不会遭到这般酷刑了 等他们来到唐吉赫德的身旁时 他早已从床上起来 嘴里在大声的胡言乱语 手里挥剑四处乱砍乱剁 看样子他十分清醒 丝毫也没有睡眼惺忪的样子 他们过去抱住了他 硬将他抱到床上 唐吉赫德安静了好一会儿 回过头来对神父说 杜尔滨大主教先生 这次比试 我们这些自称十二五式的人毫不重视 竟让那些御用骑士占了上风 实在是奇耻大辱 在前三天比试时 我们这几个敢冲敢打的骑士 还得过奖赏呢 老先生 安静点 神父说 上帝会保佑您的 您会时来运转的 常言道 今天输去的 明天就会赢过来 眼下 您得养好身体 我看您这次虽然没受伤 却是太疲劳了 伤到是没有 唐吉赫德说 只是挨了一顿揍 给打得皮开肉绽 这是确凿无疑的 唐罗兰这狗杂种 拿一棵橡树干揍我 这都是出于忌妒 因为他已看出 只有我这个人 是他这个勇士的对手 不过 随他会玩什么魔法 等会儿我起了床 如不报这个仇 我就不叫做利娜尔多德 蒙塔尔瓦了 请拿点东西给我吃吧 我认为这是眼下最要紧的 报仇的事 我会记在心里的 他们给他吃了些东西 他又沉沉入睡 他们见他封成这样 不胜惊讶 那天夜里 女管家把堆在后院的书和家里的书全都烧掉了 有些书原本应该永久保藏的 这会儿复之一句了 一来是这些书不走运 二来由于那个审察官太懒 结果 落得如谚语中说的那样 有时好人替罪人受过 神父和理发师 为治他们朋友的病 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把书房门砌上砖块 把他堵死 这样 等他起床后 就见不到那些书了 也许去除病根 病就会好了 他们可以告诉他 是魔法师把书给射走了 连那间书房和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一起消失了 他们很快便着手办这件事 两天后 唐吉赫德从床上起来 便去看他的书 他见不到那间书房 便四处寻找起来 他来到原先有门的地方 用手敲了敲 又朝四周看了看 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会儿 才问他的女管家 这书房到哪儿去了 女管家事先已被告知 该怎么回答 说道 老爷您找什么书房 找什么没有的东西 家里的这间书房和书枣没有了 全都让魔鬼给射走了 不是魔鬼 外甥女说 是让魔法师搬走的 您出门后的一个夜晚 她是驾祥云来的 身子骑在一条大舌上 从舌上下来后便走进书房 我也弄不清她当时在书房里干什么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见她穿过屋顶飞走了 家里满是烟尘 我们过去看看她究竟干了些什么 发现所有的书不见了 连那书房也没了踪影 有一件事我和管家太太还记得很清楚 那老坏蛋临走时大声说 她和这些书和书房的主人有丝绸 才到这儿来搞破坏 其后果不久就会见到 她还说 她叫智者慕涅通 应该叫弗莱斯通吧 唐吉赫德说 我也弄不清了 女管家说 她是叫弗莱斯通呢 还是叫弗里通 只知道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通字 这就对了 唐吉赫德说 此人是个博学多才的魔法师 是我的死对头 她恨我 因为她能掐能算 她早知道 过些时候 我要与她喜欢的一个骑士决一死战 我会赢她 而她又无法阻挡 因此 尽量给我制造麻烦 我要告诉她 上苍安排好的事 她想违抗 她想回避 都是徒劳的 谁会怀疑这点呢 外甥女说 可是 舅父 你老为什么要插手这些 你争我夺的事呢 平平和和的待在家里 不是很好吗 家里有白面包吃 干嘛还要走遍天下 去找更好的面包吃呢 您没有想到 很多人这样做的结果是 出去剪羊毛 自己反被剃个金光 啊 我的外甥女 唐吉赫德说 你算计的完全错了 谁想动我一根毫毛 我就把她的胡子 拔个金光 她俩见她一动肝火 就不敢再同她争辩下去了 之后 她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待了15天 在这期间 她似乎没有显露出 想出去继续行侠历险的样子 倒是常常与她的两个老朋友神父 和理发师 谈得很投机 她常常说 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 而这项事业的复兴 全账她一人了 神父有时不同意她的话 有时又顺着她的意思 因为如果不采用这种手法 便无法与她沟通 在这期间 唐吉赫德曾去游说过她家附近的一个农夫 如果穷苦人也可以称为好人的话 她该说是个好人 只是头脑不时分灵光 经过唐吉赫德的反复说服 动员 这个穷苦的村民决定跟她一起出走 当她的侍从 唐吉赫德对她说 她应该高高兴兴出去 因为如果在险狱中赢了 转眼间征服了某个海岛 她就可以当海岛的总督了 她就这样 左许一个愿 又打一个包票 终于让名叫桑丘 攀杀的这个农夫抛下老婆孩子 充当她的侍从了 接着 唐吉赫德便去筹集钱款 她通过出售 典当家产 搞到了一笔可观的款子 当然 在这些交易中 吃亏的总是她 她又搞到一副护凶圆盾 是从朋友那儿借来的 还想方设法 将她的那个 以支离破碎的头盔修不好 然后 将出发的日期和时间通知她的侍从桑丘 好让她收拾自己的行装 戴上该带的东西 唐吉赫德还特地吩咐她 要带个搭连去 桑丘说 她一定带去 还说她想带头毛驴去 她有头好毛驴 她不习惯长途不行 想骑毛驴去 关于带毛驴的问题 唐吉赫德起先愁愁了一下 她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回想在读过的书中 有没有游侠骑士带个骑毛驴的侍从的先例 结果 没有想起这样的情形 不过 她还是决定让桑丘带毛驴去 想有机会就给她换一批皮面点的坐骑 只要在路上遇见傲慢无礼的骑士 就把她的马皮抢过来 让桑丘骑 她还根据那个店主的意见 带了几件衬衫和其他一些物品 上面说的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 桑丘没有辞别亲 唐吉赫德也没有告别她的外甥女和女管家 就在一个夜晚 他们在没有任何人见到的情况下 悄悄离开了村庄 当晚他们走了许多路 等到东方发白 他们才心里踏实 要想家里人即使去找他们 也找不到了 桑丘 潘莎一路骑着毛驴 活像一个大主教 他随身带着搭帘和啤酒袋 一门心思想着 怎样才能当好他主人答应过他的海岛总督 唐吉赫德这次走的路 和他第一次走的道完全一样 这次也朝蒙铁埃尔荒野奔去 不过 这次走这条道没有上次难受 这会是清晨 阳光鞋设在他们身上 并不使人疲乏 这时 桑丘 潘莎对他主人说 游侠骑士老爷 您听着 可别忘了您答应我的海岛 不论这海岛有多大 我也会管理好的 唐吉赫德回答说 桑丘 潘莎朋友 你应该明白 古代的游侠骑士 每当征服一个海岛或王国 总封他们的侍从当这些地方的总督 这是常规 我已下了决心 绝对不会让这个规矩在我手中更改 恰恰相反 我还打算在这方面胜过古代的歧视呢 他们往往要等到自己的侍从年岁大了 厌倦了白天受累 黑夜吃苦的差事 才会封他们在或大或小的地区或行省里做个伯爵 至多做个侯爵 可是 只要我俩都还活着 我很可能在六天之内 征服一个带有几个从属国的王国 那就可以封你做其中一个从属国的国王 你别以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游侠骑士干的事情 向来是常人想象不到 也从未见到过的 因此 即使比我允诺的再多给一点 对我来说 也一如反掌 假如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出了奇迹 丧丘 潘沙说 我真的当上国王 那我家孩子他妈胡安娜 古铁莱斯不就成了王后了 我那几个孩子都是王子了 这还用问吗 唐吉赫德回答说 我就不信 丧丘 潘沙说 我心里估摸着 即使老天像雨点一般将王国撒到大地上来 也没有一个会稳稳地落到玛丽 古铁莱斯的头上 老爷 您该明白 他可没有当王后的福分 当个伯爵夫人还马马虎虎 这也得求上帝帮忙 那你就听从上帝安排吧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他自会给他适当赏赐的 不过 你本人可不能太没志气 只想当小官 不想当大官 我不会没有志气的 我的老爷 桑丘说 有您这样尊贵的主人在身边 我的志气就更大了 我相信 凡是对我合适 而我又能担当得起的职位 你都会给我的 第八章 叙述英勇的唐吉赫德 与风车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恶战 以及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 说到这儿 他们在旷野里见到了三四十架风车 唐吉赫德一见 便对他的侍从说 我们运气真不错 命运的安排比我们希望的要好 你瞧 桑丘 潘沙朋友 那有三十多个要五扬威的巨人 我想与他们打一仗 把他们全都杀死 缴获了胜利品 我们可以发财 这是一场驿战 在地球上将这些孬种消灭 也是为上帝立了一大功 什么巨人呀 桑丘 潘沙问 不就在那里吗 他主人说 胳膊长长的 有些巨人的胳膊几乎有两西班牙里长呢 老爷 你好好瞧瞧 桑丘说 那不是巨人 是风车 那些像胳膊一样的东西 是风车的翅膀 风吹动了这些翅膀 石墨就转动起来 显然 你对历险方面的事还得好好学学 唐吉赫德说 他们确实是巨人 你如果害怕 就离开这儿 做你的祷告去吧 一会儿 我就要和他们进行一场以少胜多的决战 说完 他便用踢马刺刺了一下罗西纳特 朝前冲去 他的侍从桑丘 还在大声地对他说 他前去进攻的对象明明是风车 不是巨人 但他不予理会 他一味想着这些巨人 其实连桑丘的呼喊声也没有听到 他走到跟前 也没有看清是巨人还是风车 便一个劲地嚷道 别跑 你们这些胆小鬼 无耻之徒 跟你们交手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啊 这时 刮起了一阵风 巨大的风车翼开始转动起来 见到这个情景 唐吉赫德说 即使你们舞动的手臂 比布利亚瑞欧的胳膊还多 我也得叫你们吃败仗 说完 他便虔诚地向他的义中人 杜尔西内亚小姐进行祈求 请他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保佑他 随后 他拿盾牌护住胸口 举起长矛 纵马飞驰 向第一步风车刺去 矛头刺中了风车翼 一阵风吹得风车翼猛转起来 将长矛折成几节 把唐吉赫德连任带马卷起 又重重摔在地上 唐吉赫德在地上滚了几滚 露出一副狼狈像 桑丘 潘沙立即拍驴赶来救他 到了他身边 发现他已不能动弹 因为他从罗西纳特背上摔下来 摔得太重了 天啊 桑丘说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了吗 要当心点 那是风车 除非脑袋里也装着架风车 还有谁会不知道那是风车呢 别说了 桑丘朋友 唐吉赫德说 打仗的事比别的事变化大 我想一定是那个设走我的书房和书籍的弗莱斯通 为了剥夺我胜利的光荣 把巨人变成了这些风车 他恨死我了 不过 归根到底 他那些歪门邪道 总敌不过我这把锋利的宝剑 那就要看上帝怎么说了 桑丘 潘沙说 他将唐吉赫德伏起 又帮他起上跌伤了几辆骨的罗西纳特 他们一边说着刚才的险语 一边朝拉比塞爱口去的那条道走去 唐吉赫德说 那地方来往人多 因此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险事 只是刚才长矛让风车折断了 他心里很不痛快 他对他的侍从说 我记得曾在书中读到过 有个叫迭哥佩莱斯德巴尔加斯的西班牙骑士 在一次决战中 他的剑砍断了 就从一棵橡树上披下一根很粗的树枝 那天他就拿这根树枝打翻了许多摩尔人 创造了丰功伟绩 因此 人们就给了他一个外号 叫马祖卡 从那天起 他和他的后代的姓氏就改为巴尔加斯 一马祖卡 我跟你说这番话 是因为我有个打算 等会儿见到橡树 我要披下一根树枝 就跟我想象中的那根树枝一样粗 我打算用这根树枝好好露一手 好让你亲眼见见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这样 你就会认为这次跟我出来 可交上好运了 万事总得由上帝来安排 桑秋说 我是完完全全相信您的 请坐正一点 有点往一边歪了 准是刚才跌腾了吧 不错 唐吉赫德说 我不叫痛的原因是 游侠骑士有个惯例 受了伤 哪怕从伤口掉出肠子来 也从不叫痛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桑秋说 不过不知什么原因 我倒喜欢您 受了伤就哼哼 至于我本人 我可以说 只要身上有一点痛 我都会叫痛的 除非游侠骑士 受了伤不叫痛的规矩 也适用于他们的侍从 见他的侍从这么天真 唐吉赫德禁不住笑了 他对桑秋说 他完全可以叫痛 他爱怎么叫 在什么时候叫 都随他的便 不管他忍不住想叫 还是可叫可不叫 他都可以叫 他到那时为止 还没有读到歧视的规则中 有侍从不准叫痛的规定 这时 桑秋对他说 你到了吃饭的时候了 主人回答说 眼下他还没有这个需要 桑秋想吃可以吃 得到主人的允许后 桑秋就在驴背上 尽量做得舒服些 然后 从大连里取出他出发时 放进去的食物 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主人 边走边吃 还不时地拿起啤酒袋喝酒 他喝得津津有味 连马拉家最有口福的酒馆老板见了 也会眼红 他这样喝着酒朝前走去 早将主人刚才给他的承诺 忘得一干二净 他认为 出来游侠历险 尽管有些危险 也不是个苦差事 倒是相当舒适的 长话短说 那天夜里 他们就在树林中过夜 唐吉赫德从一棵树上 披下一根枯枝 作为毛饼 将从已经折断的长毛上 取下来的毛头插在饼上 那晚他一宿都没合眼 一直在思念他的一中人 杜尔西内亚 他在骑士书中读到过 骑士们在森林中 或在旷野里 连续几个夜晚不睡觉 想念自己的情人 唐吉赫德也要学他们的样 桑丘 潘莎可不是这样 他肚子已吃得饱饱的 又没有喝提神的菊聚汁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清晨的阳光照到他的脸上 鸟滋滋叉叉叉的在欢畅 迎接新的一天的光临 这些都没有能让他醒来 要不是主人叫醒他 他不知会睡到什么时候 桑丘一醒来 头一见识是摸摸他的啤酒袋 发现他比前一天晚上更别了 心里不免有些烦恼 因为他认为他走的这条道上 无法很快弥补这个欠缺 唐吉赫德还是不肯开斋 因为上面已说过 他要以甜甜蜜蜜的情思做养料 养活自己 他们重新走上 通向拉比塞艾口的道路 大约在下午三时 艾口已遥遥在望 桑丘、潘莎兄弟 见到了艾口 唐吉赫德说 这儿的显示真多的不可胜数 不过 我得提醒你 尽管我遭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危险 你也不能拔剑相助 除非我的对手是一群泼皮无赖 在这样情况下 你可以帮助我 如果与我对阵的是一位骑士 按照骑士道的规矩 你帮我的忙是不合法的 是不允许的 等将来你也丰收了骑士的称号 才能这样做 老爷 桑丘说 您自己遵守这方面的规则 这没有错 不过 我本人生性平和 不爱争吵 但是 倘若我遭到侵犯 就顾不得这些规则了 我要进行自卫 因为不管是天上的规矩 还是凡间的规则 受到侵犯进行自卫 总是允许的 这点我也没有二话 唐吉赫德说 不过 你要帮我打骑士这件事 你得忍耐这点 可不能太任性 我一定照办 桑丘说 我要像遵守礼拜天的安息戒一样 认真的遵守您这条训诫 他们说到这儿 路上来了两名圣本赌会的修士 他俩仿佛骑在两匹骆驼上似的 因为他们那两匹骆子像骆驼一样高大 他们都戴着面罩 撑着阳伞 后面是一辆马车 有四五名骑马的人和两名徒步的罗夫随从 原来车上是一位去塞维利亚的比斯开贵夫人 她丈夫眼下就在塞维利亚 她得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官位 即将去印度赴任 两名修士虽与她同路 却不是同伙 唐吉赫德还在远处 一见他们 就对她的侍从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那么 这就是亘古未有的最大的险余了 前面走的两个黑洞洞的身影 看来是 对 毫无疑问 肯定是两个魔法师 在马车里一定坐着一位被他们劫持的公主 我这会儿定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打这个抱不平 这么干 结果可能比封车的事还糟 桑秋说 您瞧 老爷 刚才您说的那两个人是圣本赌会的修士 那辆马车也一定是过往客商的 我说 您要多加小心 可不要让魔鬼给骗了 我早就对你说过 桑秋 唐吉赫德说 冒险的事你知道的太少 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马上你就会看到了 说完 她就拍马向前 站立在修士即将到来的那条路的中间 等他们走近了 能听见他们说话声了 她便亮着嗓门 说 你们这几个硕大无棚的鬼怪 听着 快留下车上被你们劫持的几位贵公主 不然 你们就会立刻送命 这是 对你们恶行的公正的惩处 修士们勒住罗子的缰绳 见到唐吉赫德的那副尊容 又听到她刚才的那番言论 显得异常惊讶 他们回答说 绅士先生 我们既不是鬼怪 也不是巨人 我俩是赶路的圣本赌会的教徒 我们不知道 马车里面是不是坐着什么 被劫持的公主 我才不理你呢 你这个有嘴滑舌的家伙 我早识破 你们是一伙不说真话的流氓 唐吉赫德说 不等对方答话 他便用马刺刺了一下罗西纳特 提着长矛 向前面这个修士冲杀过去 他来是凶猛 要不是那修士 自己从罗子上滚下来 一定会被他撞下来 不跌死 也会身负重伤 后面这个修士 见到唐吉赫德这么对付他的伙伴 忙用双腿 在他那匹好罗子的内部使劲一家 罗子便顺着旷野一阵风式的狂奔起来 桑丘见修士躺在地上 迅疾跳下毛驴 奔到他的身边 着手脱去他的法衣 这时 修士们顾得那两个罗夫赶到了 他们问桑丘 为什么要包去修士的衣服 桑丘回答说 他主人唐吉赫德打胜了这一仗 作为战利品 这法衣理所当然属于他了 那两个罗夫既不会开玩笑 也不明白 桑丘说的战利品和战争是什么意思 他们看见唐吉赫德这时已离开那里 正在和车上的人说话便合力朝桑丘袭来 将他打倒在地 把他脸上的胡须拔的金光 还在他身上狠踢了一阵 踢得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气息奄奄 昏了过去 刚才跌倒在地的那个修士 这时还惊魂未定 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他急急骑上罗子 朝他同伴那奔去 他同伴这时正在远处等着他 顺便观看这次袭击怎么结束 他俩会合后便不管怎样收场 继续赶他们的路了 一面走 他们一面在胸口划着十字 即使魔鬼在追赶他们 也没有必要划这么多十字 上文已经说过 唐吉赫德正在跟马车里的那位夫人交谈 他说 美丽的夫人啊 您现在可以随意行动了 因为劫持您的这几个强盗 被我这条铁壁打翻在地 威风尽湿了 免得您开口询问是谁救了您 我自己来说吧 我叫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是个深爱历险的游侠骑士 我为知青岛的绝代家人 是唐纳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您受了我的恩责 我不要得到任何报偿 只希望您回到托波索 带我拜会那位小姐 并向他禀报 是我解救了您 唐吉赫德说这番话时 有个随车侍从仔细地听着 他是比斯开人 他听到唐吉赫德说不让马车前行 要他们回到托波索去 便走上前去 一手抓住他的长矛 操一口 既不像卡斯蒂亚语 更不像比斯开语的南枪北调 说 喂 倒霉的骑士 我已创造我的上帝的名义骑士 你如不放马车过去 我这个比斯开人就要真的杀了你 就像你真的身在此地一样 他的话唐吉赫德完全听得懂 他异常平静地回答说 你不是个骑士 假如你是骑士 还这么大胆 这么放肆 我早就惩罚你了 你这个蠢奴才 比斯开人听了 回答说 你说我不是绅士 我对天发誓 你真的在撒谎 就像我真的是基督徒一样 如果你放下长矛 拔出剑来 那你马上就会看到 我会将猫头到水里 无论在陆地上 还是在海上 比斯开人都是绅士 你把绅士说成魔鬼 你再说谎 就像阿格拉赫斯说的 你等着瞧吧 唐吉赫德说 他把长矛撂在地上 举起盾牌 拔出剑 向比斯开人砍去 决心要结果他的性命 比斯开人见他袭来 本想从罗子上下来 因为这是匹租来的裂罗 他信不过 但已经来不及 只好拔剑相迎 幸好他此时正在马车边 便立即从车内取出一个垫子 暂坐盾牌使用 两人一来一往 就像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 厮杀起来 站在一边的人想从中调解 但未能成功 因为比斯开人用他的南枪北调 向众人宣称 若不让他把这一仗打到底 他就要亲手杀死女主人 还要将妨碍他的那些人都杀死 马车内的这位夫人 见到眼前这场恶战 胆战心惊 忙叫马车夫把马车赶远点 在远处观看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这时 比斯开人越过唐吉赫德的护凶盾牌 在他的肩膀上狠狠砍了一剑 要不是他穿着铠甲 这一剑准一直劈到他的腰部 比斯开人的这一剑砍得非常有力 唐吉赫德深深感到他的分量 于是 他大声叫道 我的意中人多尔西内亚 美丽的花朵呀 快来救援你的骑士吧 他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现在大难临头了 说完 他紧握手中箭 将盾牌紧紧地护住胸口 使劲劲向比斯开人劈去 这一剑劈得快 劲猛 他真想立即就将对方劈成两半 比斯开人见唐吉赫德这股猛劲 知他已急红了眼 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便决心以牙还牙 拿坐垫护着自己的身子 严阵以待 可是 他的坐骑这时已疲乏不堪 加之这螺子 也不是生来 就干这玩意儿的 所以 连一步也挪不动了 上面已经说过 唐吉赫德此时高举着配件 向那动作灵活的比斯开人砍来 恨不得将他从中劈开 比斯开人也举着剑 用坐垫护着身子 站在旁边的那些人 都战战兢兢地观看着 真不知双方这一剑砍下来 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马车里的那位夫人 和他的几个侍女 此时正在向西班牙的所有神像和教堂 千百次地许愿 求上帝保佑那个侍从和他们自己 免遭眼下这场大难 事情真是糟糕 偏偏到了这个结果眼上 这部小说的作者 不再把这场厮杀写下去了 理由是 唐吉赫德的《生平世纪》记载 就只有这么一点 这部小说的第二个作者 不信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 会被人们遗忘 也不信拉曼雀的文人学士 会对这位鼎鼎大名的骑士 这么不感兴趣 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文案中留下一些墨迹 因此 他满怀希望 想替这个趣味盎然的故事 找到一个结局 老天帮了忙 这个结局找到了 如何找到这个结局 请看此书第二部 第九章 叙述大胆的比斯开人和英勇的曼雀人 一场敖战如何结束 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 最后讲到那个胆略过人的比斯开人 和名阳四海的唐吉赫德 各自举着 已经出窍的宝剑 准备使劲地朝对方砍去 倘若这两柄剑不偏不倚 砍个正着 那么 他们两位都要从上到下 被劈成两半 活像一个战略的石榴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这么有滋有味的故事 就突然中断了 而且作者也没有对我们交代那另一部分 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 这时我非常烦恼 因为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离结束还差得远呢 可是 要找到另一部分 却又比登天还难 想到这儿 原来阅读了这部小说引起的兴趣 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变得索然 不过 像唐吉赫德这样一位优秀骑士 没有一个宝学之士 将他空前绝后的英雄业绩记录下来 在我看来 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违反常情的 凡是民众交口称赞 行侠历险的骑士 每个人总有一两个博学多才的人 不仅将他们的丰功伪记记载下来 而且将他们内心深处 各种细微的念头和日常琐事也合盘托出 像普拉蒂尔之流 都有不少人为他写传记呢 难道我们这位优秀骑士 会这么不走运 居然没有人为他力转 因此 我不相信 这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就会这样支离破碎 却割不少腿 我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时间 使他在恶意捣乱 时间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淹没了 换句话说 时间将这个故事遮盖起来 或吞噬掉了 但是 我又认为 在唐吉赫德的藏书中 也有像《从季度中醒悟过来》和《埃娜雷斯的仙女》和《牧羊人》这样的现代作品 唐吉赫德的故事也是现代的 要是还没有被写成文字 那么 他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一定还会记得他的事情 想到这里 我心里非常焦虑 非常想了解我们这个西班牙名流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的真实生活和他创造的奇迹 他是本地区歧视道的一面镜子 是光辉典范 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个多世之秋 是他首先投身于游侠歧视事业 消除暴虐 拯救孤寡 保护童真 古时确实有完全保留着童真的少女 他们骑马扬鞭 往返于山岭和峡谷之间 如果没有流氓或守直立服 头戴斗笠的村夫或身材魁梧的大汉强暴了他们 那么多少个年头过去了 他们活到了八十岁 却还没有在房子里睡过一夜 就像生养他们的母亲那样 保持着洁白无瑕的躯体进入坟墓 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 我们这个英气勃勃的骑士值得世代传颂 而对我本人也应该夸奖几句 因为我为寻找这部有趣的作品的下文付出了辛劳 我心里明白 倘若老天不帮我这个忙 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和幸运 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这本书 人们也就不会享受到这个乐趣 如果仔细阅读 这个故事花上大约两个小时便可阅读完毕 现在来谈谈找到这部书的下文的经过 一天 我在托莱多的阿尔卡纳接溜达 这时来了个年轻人 他拿了些手抄本和废旧报纸卖给一个绸缎商 我向来爱看书 就是街上捡到一张废旧报纸 也喜欢看 出于这样的癖 我从年轻人出售的那些手抄本中抽出一本 一看上面的文字是阿拉伯文 我虽知道这是阿拉伯文 却不识这种文字 我朝四周看看 想找个通晓卡斯蒂利亚文的摩尔人来帮我读一读 当时要找这样的翻译并不费尽 即使想找一个更古老一点的文字的翻译也不难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对他讲了一下自己的要求 把书放在他手上 他从中间翻开 看了几行 便笑了起来 我问他笑什么 他回答说 他笑书编一个批注 我请他把这个批注的意思说给我听 他一面笑 一面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书编有这样一个批注 听说故事里多次提到过的这个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是一位腌猪肉能手 整个拉曼雀的女人 没有一个彼得上他 我一听到他提到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这个名字 便一下子愣住了 因为我很快便想到 这个手抄本中有唐吉赫德的故事 我这么一想 便催他快把开头部分译给我听 他便把书翻到首页 随口把阿拉伯文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 说这书的书名是唐吉赫德德 拉曼雀传 作者是阿拉伯史学家西德 阿梅德 贝纳赫利 我听到这个书名 费了好大的劲 才控制住内心的狂喜 我从绸缎商手中 抢过这笔交易 只花了半个里亚尔 便将那年轻人 所有的旧书和废旧报纸 全都买了过来 当时这小伙子 如果机灵点 看出我这么需要他的这些玩意儿 他完全可以 将价格抬高到六里亚尔 我立即带那个摩尔人离开那 来到大教堂的过道里 我请求他将书中有关唐吉赫德的那一部分 一字不差的 全都译成卡斯蒂利亚语 并答应他 开价多少 就支付多少酬劳 他只要了两阿洛瓦葡萄干 和两法内加小麦 答应将这本书翻译的记好 又忠于原文 并在短期内交稿 为了意识方便 也为了不让我这本意外发现的书离开身边 我请这个摩尔人来到我家 他只花了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 便将全书一晚 以下是他的译文 在抄本的第一册里有一幅插图 十分真切 自然地反映了唐吉赫德和比斯开人交战的场面 就连他俩的姿态也和书中说得毫无两样 两人都高举着剑 其中一人用盾护着胸口 另一个用坐垫护着身躯 比斯开人的那头罗字画得特别传神 远在几帐开外便能看出 这头罗字是故来的 比斯开人的脚下写着这样的字样 唐桑丘德阿斯贝亚 毫无疑问 这一定是他的名字了 在罗西纳特的脚下写有另一字样 唐吉赫德 罗西纳特也画得为妙为孝 他的身子又长又细 又弱又瘦 几两骨瘦似刀削 活像是害了劳病 叫他罗西纳特 显然是名副其实 入目三分 在罗西纳特的旁边 站着桑丘 潘莎 手上牵着那头毛驴的缰绳 毛驴的下面也写有一行字 桑丘桑卡斯 如画中显示的那样 他的肚子很大 个子矮小 两条腿却又细又长 也许因此就叫他潘莎 又叫他桑卡斯 故事里往往用这两个名字称呼他 画中还有若干细节 不过都不太重要 与故事的真实性关系不大 故事最要紧的是真实 假如有人说这个故事不太真实 那无非是说 他的作者是阿拉伯人 而阿拉伯人向来是爱撒谎的 由于阿拉伯人与我们结仇甚深 故事中有些事情只会贬低 不会夸大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 原本要对这位优秀骑士进行褒奖的地方 作者却有意表示沉默 这样做就不好 并非出于善意 历史学家的使命应该是客观而真实的描述历史 绝对不能感情用事 无论是利诱 威迫 还是个人的私仇 偏爱 都不能迫使他们 背离真实 历史是真理之母 它与时间抗争 将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 它是往事的见证 当代的规范和见解 也是未来的警示 我知道 这部历史书 具有充分的条件 成为一部最有趣的历史书 如果它还欠缺一点什么 那么 我认为混账作者应负责任 这与题材无关 总而言之 根据一文 小说的第二部分 是这样开始的 两位勇猛而怒气冲天的斗士 高高举起各自锋利的配件 他们似乎在向上天 向大地 向地狱示威 他们当时的神态和气势 真不可一世 首先触击的是怒不可恶的比斯开人 他这一剑砍得异常凶猛 要不是这剑砍到了半道上 往一边偏了一点 光这一剑 便足以结束这场恶战 我们骑士的一生历险 也从此告一段落 然而 骑士的运气真不闹 因为往后还有很多大事 要等他去干呢 他对手的这一剑砍偏了 结果 只砍到他的左肩 砍掉他左边的一片铠甲 还顺带砍下一大块头盔 以及半只耳朵 砍下的东西 零零落落地掉在地上 使唐吉赫德 显得非常狼狈 天啊 谁能正确无误的描述 处于目前境地的我们这个拉曼 确认心中燃烧的怒火呢 我们只能说 他此时虫 又在马鞍上停了挺身躯 双手更紧地捧着那把剑 以更大的怒火 朝比斯开人劈去 这一剑不偏不歪 正好砍到他的脑袋上 只是中间隔了一个坐垫 比斯开人虽然做了这么好的抵挡 这一剑还是像泰山压顶 砍得他鼻子 嘴和耳朵都冒出血来 看样子 他就要从骡子上栽下来 他这时 如果不用双臂抱住姆罗的颈部 真的会摔倒在地 尽管这样 他双脚还是离开了脚凳 劲儿 双臂也松开了 罗子被刚才这一剑 吓得魂不附体 立即落荒而跑 往前跑不了几步 就将他的主人摔倒在地上 唐吉赫德 反倒异常平静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 看着比斯开人如何 从罗上跌落下来 他跳下马背 步履清洁地来到比斯开人的身边 用剑锋指指他的脑袋 叫他投降 如不投降 就砍下他的头颅 比斯开人吓得瞠目结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唐吉赫德这时 正在火头上 什么事都会干出来 要不是马车上几个女眷过来求情 这比斯开人真会遭殃 原来刚才 他们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观战 这时来到唐吉赫德的身边 恳请他宽宏大量 饶了他们这个侍从的性命 唐吉赫德正言利色地回答说 说真的 美丽的夫人们 我很愿意遵命 不过 这有一个条件 就是 这位骑士必须答应我去托波索 带我拜见那位绝代家人 唐纳杜尔西内亚 并由他随意发落 这几位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的太太 既没有考虑唐吉赫德提出这个要求的用意 也没有追问那多尔西内亚究竟是谁 满口应成说 他们的侍从一定照办 有你们这句话 我就不难为他了 尽管我认为他应该受到严惩 第十章 继续叙述唐吉赫德和比斯开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位骑士与杨贵斯人相遇后遭到的危险 桑丘、潘沙挨了修士的罗夫们一顿毒打 早已从地上爬起 看着他主人唐吉赫德打架 他心里暗暗祈求上帝 保佑他主人取得胜利 给他赢个把海岛 让他当个总督什么的 就像主人当初允诺他的那样 见到这场架已经打好 他主人准备重新上马 便过去替他扶住安邓 在他上马之前 双膝跪地 吻了吻他的手 说 唐吉赫德老爷 请您将这次熬战中赢得的海岛管辖权赏赐给我吧 不论这个岛有多大 我认为我有力量管好它 别人怎么管 我也怎么管 别人管得多好 我也管得多好 唐吉赫德回答说 桑丘老弟 你该明白 这次历险和其他与此类似的历险一样 不属海岛奇遇 这是十字路口上遭遇到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 除了打破了脑壳 赔掉一只耳朵 是赢不到别的什么东西的 别着急 奇遇总是会到来的 到时候 不但会让你当总督 还能让你当更大的官呢 桑丘对唐吉赫德再三道谢 又吻了吻他的手 还吻了一下他铠甲的边缘 然后 扶他骑上罗西纳特 他自己也骑上毛驴 跟他主人走了 唐吉赫德 既没有铜马车上的几位女眷告别 也没有和他们交谈 便很快 跑进附近的树林里 桑丘拍拍他的毛驴 拼命往前赶去 无奈罗西纳特跑得很快 眼看自己已落在后面 只好大声对主人说 请他等一下 唐吉赫德勒住罗西纳特的缰绳 一直等他那精疲力竭的侍从来到他身边 桑丘到了他面前说 老爷 我认为 我们应该找个教堂躲避一下 刚才给你打伤的这个人用不了多久 就会去报告神圣有爱团 让他们的人来抓我们 说真的 我们要是给抓进监狱里 要出来可就得花大力气了 住口 唐吉赫德说 你在哪见到过或读到过杀人累累的游侠骑士吃过官司的 我可不懂什么叫结怨 我这辈子还没有结过什么怨呢 我只知道 这神圣有爱团专门管在荒野里打架的那些人 别的我不懂 别着急 朋友 唐吉赫德说 即使你落到喀勒底人的手中 我也要把你就出来 更何况是神圣有爱团呢 不过 你得以自己的生命骑士 告诉我 在当今世上 你还见到过比我更勇敢的骑士吗 我能猛冲 也能苦战 我有本领将对手打得遍体鳞伤 人羊马翻 你在骑士传奇中读到过 还有谁在这些方面比我强的吗 说句实在话 桑秋回答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读过骑士传奇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认字写字 不过 有一点我可以打赌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试后过 比您还要胆大无畏的主人 上帝保佑 可别因为您这么胆大 让我们落到了刚才我说过的这些人手中 请您给自己制制伤吧 这只耳朵 淌了好多血 我这搭连里有纱布和白油膏 如果当初我能想到 给自己配置一瓶子 菲亚拉弗拉斯的香油的话 唐吉赫德说 这些东西都用不着了 这种油只要滴上一滴 就能要到病除 是什么瓶子 装的什么油呀 桑秋潘莎问道 是一种香油 唐吉赫德回答说 我还记得配置这种香油的配方 有了这种油就不会死了 受了伤也不会死的 我炮制好了就给你 往后再打仗时 你若见到有人将我齐腰斩成两段 这种情景是常有的 你要趁血还热时 巧妙地僵掉在马下的那截身子安 再还在马鞍上的那半截身子上 注意 一定要安得和缝 不差分毫 然后 你再给我喝两口 我刚才说的那种香油 我就会玩好无恙 比苹果还玩好 我如果有这种药 潘莎说 就不想到您答应过的海岛总督了 我对您笑了不少劳 我也不要您给我别的什么报酬 只希望您将这种神油的处方传授给我 我估计一样撕这种油能卖两个里亚尔 这到哪都能卖得出去 这样 我就用不到再操劳什么 就可以体体面面 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辈子了 不过 您得先告诉我 配这种油是不是很花钱 花不到三个里亚尔 就可以配置三阿孙伯雷的香油 既然这样 桑丘说 您为什么现在不快点去配置这种香油 干嘛还不快点教我 别嚷嚷 朋友 唐吉赫德说 往后我有更大的奥秘交给你 更大的好处赏给你呢 可是 眼下你得给我制制伤 我这耳朵疼得受不了了 桑丘 潘沙 从搭连里取出纱布和白油膏 这时 唐吉赫德 见自己的头盔给披烂了 封禁又上来了 他一手按键 双目注视着天空 说 当年伟大的曼陀阿后爵 曾起过事 他一定要为他外甥巴尔 多为诺斯之死报仇 否则 他就不扑台不吃饭 不与他妻子亲热等等 还有其他方面一些事 我记不清楚了 现在我以万物的造物主和全套四部福音全书的名义起事 那个人这样欺无我 我如果报不了这个仇 就完全像曼陀阿后爵在誓言中说的那样过日子 就是那些我记不起的事 也算我已起了事 都完全照办 桑丘听了 说 唐吉赫德老爷 您该明白 如果那个骑士听从您的吩咐 前去拜见我们那位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 那他该做的事也就做完了 倘若他没有犯心罪 就用不到再受罚了 你这话说的很对 唐吉赫德说 因此 刚才要找他报仇的誓言作废了 不过 我得重新起个事 我一定要找个骑士夺回一只头盔 样子要和我这只一样 还要和我这只一样好 否则 我就照我刚才说的那样过日子 桑丘 您别以为我这是信口开河 我是跟人学的 当年为漫步利诺的那顶头盔 也发生了和眼下一模一样的事情 萨克利潘特为此遭了殃 把刚才起的这些事都送给魔鬼吧 我的老爷 桑丘说 这种誓言既有损健康 也有害心灵 否则 请您告诉我 要是过了好多天 我们还是见不到一个戴头盔的骑士 我们该怎么办 您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誓言吗 那就会有许多不舒服 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 得穿着衣服睡觉了 不能在村庄里过夜了 像这样的自我惩罚的条款 足有千百条 这都是那个疯老头曼徒阿猴崛起的事 而您又重申了他的誓言 您好好看看 这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中 没有一个戴头盔的 他们都是罗夫和车夫 他们不但不戴头盔 而且连这玩意儿的名称 也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呢 这你就错了 唐吉赫德说 在这个十字路口 要步了两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见到全身披挂的武士 数量比赶到阿尔布拉去夺取美人安杰利家的人还多 得了 但愿是这样吧 桑丘说 求上帝保佑我们走好运吧 只要能早点赚到 使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海岛 我死也瞑目了 我早跟你说过 桑丘 这件事不用你操心 如果没有海岛 像丹麦王国和索里亚迪萨王国这样的王国有的是 对您来说 就像戒指套在你手上这么合适 再说 那是陆地 你一定会更满意 不过 这件事就以后再说吧 现在 您在大连里拿点吃的来 我们吃点东西 然后 我们去找个城堡过夜 我还得给您配置我对你讲过的那种香油呢 说实在的 眼下我这只耳朵痛极了 我这有个葱头 有点乳酪 还有几块硬面包 桑丘说 不过 像你这样威武的骑士 是不该吃这样的东西的 你这就不懂了 唐吉赫德说 我来告诉你吧 桑丘 一个月不吃饭 这是游侠骑士的光荣 即使吃 也是身边有什么吃什么 你要是像我一样 读了很多传奇 你就会相信他了 我虽然读了许许多多传奇 可是 没有一本书上讲到骑士吃东西的 有时偶然提到 也都是一些规模盛大的宴会 平时 骑士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虽然书中告诉我们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是烦人 不能不吃饭 也不能不干人生必须的那些事情 不过 你也该明白 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丛林中 在旷野里度过的 没有人给他们做饭 因此 他们日常吃的 多是粗茶淡饭 就像你现在给我吃的东西那样 因此 桑秋朋友 你别烦恼 有些事是我自己愿意干的 你不要别出心裁 另搞一套 改变游侠骑士们的习惯 请原谅 老爷 桑秋说 我刚才说了 我是个睁眼瞎 游侠骑士的规矩 我一窍不通 因为您是个骑士 往后我就在大连里 给您装上各种干果 我不是骑士 就给自己采办一些飞禽走兽 和其他有营养的东西 我不是说 桑秋 唐吉赫德说 游侠骑士只能吃你说的那些干果 不能吃别的东西 我是说 他们平常吃的是 这些食物 以及田野里挖到的野菜 他们能识别野菜 我也能这么做 能识别野菜 也是一桩本领呢 桑秋说 我想 总有一天会用上这门学问的 桑秋从大连中 取出他带来的食物 两人轻轻热热的吃了起来 他们急于找个地方过夜 便草草吃完他们那一顿简便的饭时 各自上了座棋 赶在天黑以前 想尽快找个村庄过夜 可这时 太阳已下山 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附近发现有几间牧羊人的草房 他们便决定在那里投诉 桑秋因找不到村庄过夜 心里很难过 而她的主人 却因能露宿而非常欢心 她认为 露宿一次就是对骑士的一次考验 能提高自己的功力 第十一章 叙述唐吉赫德与几个牧羊人之间的事 唐吉赫德受到了牧羊人的盛情款待 桑秋竭力安顿好罗西纳特和他的毛驴后 来到草屋边 闻到了一阵煮烟羊肉的香味 就走了进去 原来锅子上正炖着一锅烟羊肉 这时节她虽然恨不得 几口就将在锅子里煮的几块羊肉 吞进肚子里 无奈牧羊人已经将锅子从炉火上端走 她想吃也吃不上了 牧羊人把几张羊皮铺在地上 很快就摆上了一桌 并不十分丰盛的便餐 他们十分诚恳地邀请唐吉赫德 他俩共同进食 草屋内一共住着六个人 他们用山村简朴的礼节邀请唐吉赫德坐上坐 让他坐在一只反过来安放的木盆上 自己就围着羊皮四周坐了下来 唐吉赫德就了坐 桑秋站在他一边 用羊脚杯给他针灸 他主人见他站着便对他说 桑秋 你就坐在我的身边 和这几位朋友同席 我虽是你的主人 是姥爷 但我们不分彼此 同在一个盘子里吃饭 同用一只酒杯喝酒 据说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游侠其事的规矩也是这样 由此你可以看到游侠其事道的优越性 凡是游侠其事 不管他的职位怎样 只要为其事道出力 都会受到世人的礼遇和尊敬 太感谢您了 桑秋说 不过 我告诉您 对我来说 只要有好吃的 一个人单独站着吃 和坐在皇帝身边 吃一样舒服 还吃得更香呢 而且 说句真心话 我一个人找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坐下来 不用讲斯文 不拘礼节 即使啃面包 吃葱头 也比酒席上的全鸡全鸭吃得香 在酒席上吃酒 得细嚼慢咽 酒 还得一小口一小口喝 还要不停地拿餐巾擦嘴 你想打喷嚏 想咳嗽 或干点别的什么的 都不行 没有一个人吃饭那么自由 因此 我的老爷 我作为您的侍从 为游侠其事效劳 您给了我种种荣誉 不过 您如果能给我一些更实惠的东西 那就更好 您给我的这些体面 我十分领您的情 不过 这些东西 从现在起到世界末日 来临我也用不着呢 不管怎么说 你还得坐下来吧 因为上帝赞赏千讯的人 说完 便一手抓住他的胳膊 硬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那几个牧羊人压根也听不懂什么侍从呀 游侠其事呀这些名称 他们一声不吭地只顾吃饭 同时 愣愣地看着他们的客人 唐吉喝得 他们俩倒很自在 胃口极佳 拳头斑大小的羊肉 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 羊肉吃完了 牧羊人又把一大堆干橡树子 放在羊皮上 旁边又放了半块干奶酪 硬得像灰泥做的一样 这时 那只羊脚杯 在周围的人们中间传来传去 时而真满 时而喝空 活像水车上的吊筒 面前两皮囊酒 很快就喝空了一只皮囊 唐吉喝得酒足饭饱后 抓了一把橡树子 细细瞧了一会儿 便放开嗓门 大发议论道 古代人称为黄金世纪的这个年代 真是幸福的年代 幸福的世纪 这倒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黑铁时代 如此珍贵的黄金 在那个幸运的时代 能毫不费劲地取得 而是因为当时的人们 还不能区分你的与我的 在这个神圣的时代 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 人们为了吃饱肚子 不必操劳 只要举起手来 在果实累累的橡树上 采下又甜又熟的橡树子就行 清澈见底的水泉 和奔腾不息的河流里 有的是工人们饮用的 又清凉又洁净的水 勤劳智慧的蜜蜂 在岩凤里和树洞中 建立了他们的共和国 将他们无比甜蜜的劳动成果 贡献给人类 不收任何报酬 勇敢的栓皮猪自己 就脱下他大片的轻巧的树皮 让人们用来覆盖在未经细雕的梁柱上 建起房子 挡风避雨 预寒防晒 那个时候 天下生平 人间充满友情 人人融洽相处 弯曲的篱笆上 那笨重的梨华 还不敢开挖大地母亲的五脏六腑 但他自己不用强迫 便从他那风鱼 宽广的胸膛里 处处贡献出东西来 养活他的子女们 让他们吃饱喝足 生活欢愉 那时 天真美丽的牧女 梳着发便 山上山下地来回奔跑 光裸着躯体 只是正正经经的遮盖着 历来为了遮羞 而需要遮盖的那个地方 他们这块遮羞布 与现在人们的装饰不同 他们不用迪罗的紫色 也没有丝绸制品 这遮羞布是他们用绿色的牛蚌草叶子和长春藤编织成的 这样打扮显得美观大方 与朝廷贵妇人为赶时髦穿的那种奇装衣服相比 毫不逊色 那时候 人们表达内心的情意往往十分简洁 心里怎么想 嘴里 就怎么说 从不搅柔造作 拐弯抹角 没有欺诈 尖雕还没有和真诚 坦率勾缠在一起 正义在当时还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还没有受到私利和小恩小惠的干扰和侵蚀 在法官的头脑里 还没有出现任意行使裁判权的观念 因为当时还没有罪犯需要他们进行判决 真洁的年轻女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单身艺人可以到处奔跑 不用担心会遭到轻薄之徒的骚扰 也不必害怕好色之徒的奸淫 他们如果破了身 完全出于他们的本意 是他们心甘情愿的 但在我们这个可恶的年代里 没有一个姑娘的安全得到保障 即使像克里特迷宫那样 再盖一座迷宫 将他们藏在里面 也无济于事 情欲散发出来的那股恶臭 已令人厌恶地钻进 通过避凤 通过空气钻到迷宫内 尽管他们躲藏在里面 最后还会落得个身败名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恶势力与日俱增 游侠其世道的建立 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 保护少女的童贞 不使寡妇遭到欺凌 让失去双亲的孤儿和穷苦的人们得到帮助 牧人兄弟们 彼人就是干这一行的 我和我侍从对你们的盛情款待 谨致深切谢意 尽管依照常规 照顾游侠其事人人有责 不过 你们在不知晓这项义务的情况下 能够对我如此殷勤照料 我自然应该对你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刚才这篇红论原来可以不发 由于我们这位骑士 一日见到牧羊人送上来的那些橡树子 想起了黄金世纪 一时心血来潮 对他们说了这一大套废话 牧人们莫解其意 一声不吭地听他唠叨着 桑丘也一言不发 一个劲地嚼着橡树子 还不时地朝第二个啤酒带那儿跑来跑去 牧羊人将酒囊挂在一棵树上 这样酒不会很快地冷却 唐吉喝得的晚餐早已用完 但还讲了很长一段时间话 等他讲完 一个牧羊人说 游侠骑士先生 我们真心诚意地款待您 为了给您助兴 节闷 我们让一个伙伴来给您唱歌 他不久就要到来 此人非常聪明 也很多情 他能读能写 会弹会唱 他三弦琴弹得棒极了 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了三弦琴声 随后弹琴的人也来了 这是个最多只有22岁的小伙子 模样十分讨人喜爱 大伙问他有没有用过晚餐 回答说已用过了 刚才介绍他的情况的牧羊人说 那么 安东尼奥 请你唱个歌 让我们乐一乐 也让这位贵宾听听 让他知道 山里 森林里 也有懂音乐的人 刚才我们已经向他夸说过你的本事 现在想请你露一首 证明我们说的是真话 请你坐下唱一曲 你那个领教会心奉的叔叔 根据你的恋爱故事编程的情歌 这歌曲村子里的人都十分欣赏 你就给唱一唱吧 我很高兴唱这支歌 年轻人说 于是 他就毫不谦让的 坐在一颗已被砍倒 并已经削去树皮的橡树干上 调了掉三弦琴的音 唯唯动听的唱了起来 安东尼奥之歌 奥拉亚 你对我一往情深 虽说你没有向我讲明 就连你的眼神也没有传情 但我却知道你的一片心 我明白你已心有灵犀 知道我对你一片情意 我的深情一旦被你获悉 我就感到幸福无比 姑娘 有时你向我显示 这也确实是个事实 你的心灵像是铜柱 洁白的胸膛坚硬如实 你虽对我实有抱怨 无比端庄中对我冷淡 但在你一群的边缘 我见到了一片希望 对我们之间的爱情 我内心充满了信心 它不因冷淡而削减 受到青睐也不热情过分 倘若你对我彬彬有礼 我就能揣摩到你的心意 我朝夕思念的这件事情 也许有一天能达到目的 假如我奉献的一片殷勤 能博得一中人的怜悯 那么我做的几件事情 也许能赢得它几分欢心 如果你对我的衣着稍加留意 就会不止一次的看在眼里 就在我平常的那些日子中 还会打扮得仿佛在过节 爱情和华美的衣衫 常在一起并行相伴 我愿在你的眼里 永远整洁 优美 鲜亮 我不想为您跳舞 不再为你演奏乐章 我的乐曲你很欣赏 有时听到深夜 天亮 我不再继续颂养你 也不再说你怎样美丽 虽说这全是一片真意 却遭到一些女人的嫌弃 贝洛卡尔的德雷莎姑娘 听到我对你的一片赞扬 她说 你以为爱上了天使 其实你在崇拜猴子 她靠的是珠宝的魅力 她仗着假发的艳丽 说她娇美实属无稽 却使恋爱神位之心迷 我说她胡说 她大怒 她表兄还为她一味袒护 她向我提出挑战 以后怎样 你已一目了然 我对你的爱 非属等闲 我的情意非同一般 我所以追求你 为你效力 原是出于良好的本意 教堂里一根情思 将我们牢牢记住 你愿意套上自己脖子 我更是心甘情愿 我如果说半个不字 愿以圣人名义启示 我将永远引迹山林 宁愿做个托波僧 牧羊人唱完后 尽管唐吉赫德要她再唱一曲 但桑丘 潘莎不同意 因为她此时只想睡觉 已无心听牧羊人唱歌了 她对主人说 老爷 您也该休息了 该到您过夜的地方去睡觉了 这几位兄弟 白天干了一天活 也该休息了 不能整夜唱歌 我明白了 桑丘 唐吉赫德说 我心里非常清楚 你刚才一而再 再而三地朝那支啤酒带跑 这会儿自然要靠睡眠来补偿了 靠听唱歌是无济于事的 感谢上帝 这酒实在太香了 大伙都喝得很痛快 桑丘说 这我不否认 唐吉赫德说 你想睡觉 就找个地方就寝吧 但我们这一行的 总认为首夜比睡觉好 不过 桑丘啊 你给我这耳朵 再上点药好吗 眼下疼的都快吃不消了 桑丘便给唐吉赫德的耳朵上药 一个牧羊人 见到唐吉赫德的伤势 叫他不用担心 他有一种药 上了伤就会好 他采了几片当地盛产的迷迭香叶子 放进嘴里嚼了几嚼 再撒上几粒盐 便将它敷在唐吉赫德的伤耳上 然后 给包扎起来 他对唐吉赫德打了包票 用不着上其他的药 伤口便能愈合 结果真的是这样 第十二章 叙述牧羊人 对唐吉赫德等人讲的故事 这光景 有几个年轻人 从村上送来了粮食 其中一人说 伙计们 你们知道村上出事了吗 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一个牧羊人回答说 那就听我说吧 那年轻人说 今天上午 那个叫格利索斯托莫的牧羊大学生死了 人们说 她的死是因为她爱上了富豪吉利尔莫的女儿 马赛拉这妖女 这女人装扮成牧羊姑娘 常常出入于这一带荒僻的地方 你是说她的死同马赛拉有关 一个牧羊人问道 是啊 年轻的牧羊人说 妙就妙在 她在遗嘱中要求 将她像摩尔人一样埋葬在野地里 目的要选在栓皮猪泉水旁的那块岩石下 有人说 她曾经说过 她在那第一次见到了马赛拉 她临死前还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情 村上的神父说 这些事都办不成 也不便照办 因为都有一交的嫌疑 她的好朋友 也就是同她一起当牧羊人的那个大学生 安布罗西奥说 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遗嘱 为这件事 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据说后来 还是按照安布罗西奥 和她的那些牧羊朋友的意思办了 明天就要在我刚才说过的那个地方 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 我认为非常值得一看 至少我是一定要去的 哪怕当天回不了村 我们大伙都去吧 牧羊人说 一会儿我们抽个签 看谁该留下来照看羊群 你说得对 佩德罗 一个牧羊人说 不过 抽签倒是用不着 我替大伙留下来就是了 你别以为我是舍己为人 也不是我不想去看 是因为 那天脚上扎了一根刺 不好走路 不管怎样 我们还得感谢你呀 佩德罗说 唐吉赫德请佩德罗 谈谈那个死者的情况 还有那个妖女 又是什么人 佩德罗回答说 据他所知 那死者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 住在那边的一个山村里 在萨拉曼卡上了多年大学后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是个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 听说他特别精通有关星星的学问 知道太阳和月亮在天上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能确切地说出太阳和月亮哪一天给吃掉 这叫食 朋友 不叫吃 是这两颗最明亮的星星突然黯淡下去了 唐吉赫德说 可是 佩德罗没有注意到这些肢结问题 他继续说道 同时 他也能预测 哪一年是丰年 哪一年是欠年 朋友 你说是欠年吧 唐吉赫德说 欠年和欠年 还不是一回事吗 佩德罗说 我继续说下去吧 正由于他能预测未来 他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很相信他 结果发了大财 他常常给他们出主意 今年种大麦 别种小麦 或今年种鹰嘴豆 不要种大麦 明年油料作物大丰收 未来三年里 一滴油也收不到 他们按照他说的办 这种学问就叫星象学 唐吉赫德说 我也弄不明白这叫什么学 佩德罗说 反正这方面的事他全懂 他懂的事还不止这些呢 他从萨拉曼卡回来 没有过几个月 一天他突然脱下有学问的人穿的长衫 拿起牧羊人用的弯饼杖 穿上羊皮袄 一身牧羊人的装束 他有一个好朋友 叫安布罗西奥 是他大学里的同学 这时也和他一样 换上了牧羊人的装束 我还忘了说一件事 死去的这个格利索斯托墨 还写得一首好诗 能写圣诞节诵歌 还能编写耶稣圣体节眼的圣经故事剧 让村庄上的年轻人演 大伙都说 这些东西写得棒极了 村上的人看到这两个大学生 突然一身牧羊人打扮 都觉得惊奇万分 猜不透是什么东西 促使他们俩做这样奇异的改装 正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位格利索斯托墨的父亲去世了 他继承了大笔遗产 有动产 也有不动产 还有树木不小的牲扣 和大量的现款 这些他全都继承了 他也配得上 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专和好人交朋友 心地善良 就连那张脸蛋也长得很忠厚 原来这年轻人变换装束的目的是 想在荒山野地里追逐那个叫马赛拉的牧羊女 因为这个已经去世的格利索斯托墨爱上了他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女孩子是什么人吧 让你们知道了也有好处 你们即使比萨那还长寿 也许甚至不必用 也许这个字眼还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事 你应该说萨拉 唐吉赫德容不得牧羊人念别字 纠正他说 萨拉真够长命的 佩德罗说 先生 你要是每句话都挑我的错 我们说一年也说不完 对不起 朋友 唐吉赫德说 我是觉得萨娜和萨拉相差太大 才提醒你一下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萨娜比萨拉的命还长呢 你讲下去吧 我再也不打岔了 那我继续往下讲吧 我的先生 牧羊人说 我们村子里有个农夫 名叫吉利尔默 家境比格利索斯托默父亲还殷实 上帝除了赏赐他大笔财产 还给了他一个女儿 这女娃一出世 妈妈就咽了气 她妈妈是这周围一带最有脸面的女人 这会儿 她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那张脸仿佛上半部有个太阳 下半部有个月亮似的 同时 她手脚很利索 还肯帮助穷人 因此 我认为 此时此刻 她的灵魂 正在天堂里享福呢 她丈夫吉利尔默 失去了这么贤惠的妻子 伤心极了 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留下了女儿马赛拉 她非常富有 父亲临终时 托给她叔叔抚养 叔叔是个牧师 也是本村的神父 女孩渐渐长大 出落得非常漂亮 见到了她 就会使我们想起她妈妈 其实 她比她妈妈要好看得多 姑娘到了十四五岁 人见人爱 众人都赞扬上帝 给她塑造得这么完美 许多人似罪如痴地爱上了她 叔叔将她管得很严 要她身居龟房 不过 即使这样 她的美名还是传扬开了 她不但长得好看 而且又有大笔家产 因此 本村的还有周围好几西班牙里内的大户人家的公子 都来找她叔叔求婚 她叔叔是个正正经经的基督徒 见到自己的侄女已到婚龄 很想替她找个婆嫁 不过 一定要得到她本人的同意 她虽然经营着这女孩子的产业 但并不想拖延她的婚事 从中得到好处 村子里的人三五成群地在一起时 常常议论起这件事 都说神父是好人 游侠先生 您该明白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村 有一点小事 人们就会议论纷纷 希望您相信我的话 一个神父 只有好的不能再好 才能使他手下的教民说他的好话 尤其是在山村里 说得对 唐吉赫德说 请你继续往下讲吧 这个故事很有趣 佩德罗 你又讲得非常风趣 这是上帝赐予 我的天父吧 我再往下讲吧 叔父虽然多次向侄女提起过婚事 向他介绍这么多求婚的人中 每个人的情况 劝他从中选个合适的人 做自己的丈夫 但每次 他都说自己年纪还小 没有能力自立门户 操持家务 不想成家 看起来 他的托词也很有道理 因此 叔父也就不再去逼他 想等他年龄再长大一点再说 使自己有能力选择一中人 他说得对 做长辈的 不应强迫自己的子女成家 然而 事情真出人意料 这个娇滴滴的马赛拉 居然成了牧羊女 他叔父和村上的老乡 都不赞成他这样做 都劝他改变主意 可他一意孤行 跟着村上的牧羊姑娘们一起 跑到山野里 去放牧自家的羊群去了 他已在大庭广众中露面 人们看见了 他的花容月貌 我也说不清 有多少富家字帝 青年相生 像格力索斯托墨一样 一身牧羊人打扮 来到他身边 向他求婚 在这些人中间 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 有那个死者 他岂只是爱他 简直是崇拜他 马赛拉开始过这种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的日子后 平时很少在家 有时干脆不回家去 这样一来 你别以为他会干出什么 有失体统的不光彩的事来 恰恰相反 他的一举一动很有分寸 非常注意自己的名声 使追求他的这么多年轻人中 没有一个人能自夸他 已经给了自己半点如愿的希望 情况的确这样 牧羊人和他作伴 他并不逃避 也不躲开 他总对他们以礼相待 友好相处 可是 一旦发现 对方别有企图 尽管属堂堂正正的求婚 他也会像用扔石器一样 将这些人扔得远远的 他这种脾气和个性 对村上人的害处比瘟疫还大 他带人热情 又这么漂亮 谁与他相处都会向他表示好感 倾心相爱 但他发现了这点 便随即对你不理不睬 这又会使你感到绝望 因此 受到他冷遇的人 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 他们只能大声哀叹 说他太残酷无情 太忘恩负义 这一顶顶帽子 戴到他的头上 倒挺合适 先生 您要是在这里待一些时候 您就能在这山上山下 听到一阵阵 有那些追求他 而感到后悔失望的人 发出的哀怨声 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地方 长着二十多棵大山毛举 每棵树干上 都有一块刮去树皮的地方 上面刻着马赛拉的名字 有的名字上面 还刻着一顶王冠 意思非常明白 爱他的人认为 他硬带上这顶王冠 只有他配得上 因为他是绝代家人 那些失恋的牧羊人 有的在这里哀声叹气 有的在那满腹哀怨 那边有人在唱情歌 这边却在唱绝望的悲歌 有人通宵达旦 坐在橡树下 岩石旁 一夜没有合过的双眼 满是泪水 早晨阳光射到他身上 他还沉浸在一片相思中 也有人在夏日炎炎的正午 躺卧在滚热的沙地上 仰天长叹 像仁慈的上仓 诉说自己的哀怨 美丽的马赛拉 将追求她的人 个个都战胜了 而她自己 仍然过着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日子 我们这些认识她的人 都想有朝一日 能见到她的傲气 会有怎么样的结局 看看究竟是谁 有这个福气能娶她 驯服她这个厉害的女人 享受她的爵士美貌 我讲的这些事 都是真实有据的 因此 刚才我们的伙计一说 格力索斯托墨的死 也与她有关 便认为这是确实的 先生 明天的葬礼 我劝您一定要去看看 肯定值得一看 格力索斯托墨 有很多朋友 她选定的目的 离这儿只有半西班牙里地 我一定想办法去 唐吉赫德说 非常感谢你 给我讲了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给我增添了乐趣 哎 牧羊人说 我知道的 有关追求马赛拉的人的情况 还不到实际情况的一半呢 不过 明天路上 也许能碰到个把牧羊人 他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的 眼下您还是到屋里去睡一会儿吧 外面露水太大 对您的伤口不利 刚才伤口上了药 不久就会好的 桑秋 潘沙听刚才牧羊人讲了那么长时间的话 心里一肚子火 这会儿 他也劝主人到佩德罗的屋里去睡 唐吉赫德在屋里睡下后 学着马赛拉的那些追求者 整夜地在思念他的多尔西内亚小姐 桑秋 潘沙在罗西纳特和他自己的那匹毛驴的中间 找了个地方躺下 他可不像那失恋的情人 只是像个挨了打 浑身疼痛的人那样 进入梦乡 第十三章 牧羊女马赛拉的故事讲述完毕 还有其他的事情 太阳刚刚在朝东的阳台上露脸 六个牧羊人中就有五人起来了 他们叫醒了唐吉赫德 并问他是不是想去看格力索斯托莫非同一般的葬礼 他们愿意和他一起去 唐吉赫德认为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便起身叫桑秋备好坐骑 桑秋很快就准备停荡 大家便立即上路 还没有走完四分之一西班牙里路 他们便在一个插道口上见到六个牧羊人朝他们走来 他们都身穿黑羊皮袄 头上戴着用柏树和苦家竹桃枝条边的棺 每个人手上还拿一根很粗的东青树棍 同来的还有两个骑马的风度翩翩的人 一身衣着十分讲究 后面有三个年轻侍从徒步相随 大伙见了面 互相客气地问了好 一问才知道都是去参加葬礼的 于是便一起同行 一个骑马的旅客对他的同伴说 比瓦尔多先生 我们这次耽误了行程 去看非同寻常的葬礼 我认为是值得的 根据这几位牧羊人说的话 那去世的牧羊人和害死他的牧羊女的行为都十分古怪 因此 这次丧葬一定很别致 我也有同感 比瓦尔多说 别说只耽误一天的路程 即使耽误四天 也值得去一看 唐吉赫德问他们俩有没有听到 有关马赛拉和格利索斯托莫的故事 一个骑马的旅客说 今天清晨 他们见到了那几个牧羊人 看到他们均穿一身丧服 便问他们为什么要带笑 一个牧羊人对他们叙述了一个叫马赛拉的牧羊女的事 说她长得如何漂亮 性情却又如何古怪 还讲到许多人爱慕她 追求她 又说格利索斯托莫如何为她而死 他们正是去参加她的葬礼的 总之 她把佩德罗跟唐吉赫德讲的那些话 又复述了一遍 这个话题结束后 他们又转入另一个话题 那个名叫比瓦尔多的人问唐吉赫德 这一带局势非常平稳 为什么要全身披挂 唐吉赫德回答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 一到外面 就一定得这样打扮 无所事事 坐享轻浮 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朝廷官员追求的目标 日夜操劳 废寝忘食 披肩直锐 才是世人称为游侠骑士的那些人的分内之事 说来也惭愧 本人就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游侠骑士 他话一说出口 大家便以为他是个疯子 为了探问个究竟 弄清他到底疯到了什么程度 比瓦尔多便问他游侠骑士到底是怎么回事 诸位想必都读过技术亚瑟王赫赫战功的英国历史吧 唐吉赫德说 这亚瑟王在我们卡斯蒂利亚语里历来都称阿图斯王 根据大不列颠王国众所周知的古老传说 亚瑟王并没有死 只是通过魔法变成了一只乌鸦 以后他一定还会回来执政 重新取得他对王国的统治和主权 因此 从那时起 英国人就不杀死乌鸦 这不是事实吗? 就在这位贤明的国王执政期间 建立了大名鼎鼎的圆桌会议骑士道 也是在这个时期 湖上的唐朗塞罗特爱上了西内布拉王后 高贵的金塔涅娜女总管成了他们俩的牵线人和心腹 由此 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在我们西班牙人人传颂的谣曲 从来没有过任何骑士 太太们款待如此周知 就像接待朗塞罗特 她才从不列颠到此 这首谣曲将这段男女恋情叙述得如行云流水 娓娓动听 打从那时起 这种骑士道便在世界各地逐步推广 发展壮大 许多骑士立下了丰功 扬名后世 其中就有那英勇无敌的阿玛蒂斯、德、加乌拉和他延续到第五位 五代的子子孙孙 英气勃勃的费利克斯马特、德、伊尔卡尼亚 还有有口皆碑的白衣骑士蒂朗德 像战无不胜的勇士、希腊的唐贝里亚尼斯这样的骑士 我们至今仿佛还见到他 和他交往 聆听他的言谈呢 先生们 像他们这样的人就叫游侠骑士 什么是骑士道我刚才也说了 我已说过 我这个人毛病虽不少 却已现身于骑士道 就像本人在上面说到的这些骑士一样 所以 我才来到这穷乡僻壤 历尽艰险 舍身尽力 辅助弱者和穷人 两个骑马的旅客 听到唐吉赫德这一番言论 肯定他是个丧失理智的人 也弄清他疯在哪儿了 他们和别人一样 初次见到他这么疯疯癫癫的样子 异常惊讶 比瓦尔多为人风趣 爱开玩笑 他听说离山里的目的还有一段路 为了消闲解闷 就有意唆使唐吉赫德 发表一些奇谈怪论 他说 游侠骑士先生 我认为您现身的事业是最艰苦的 在我看来 就是苦修会的修事 也没有这么辛苦呢 他们可能一样艰苦 唐吉赫德说 不过 是不是也一样切合时代的需要 我就没有把握了 说真的 执行命令的士兵的功劳 不亚于向他们发号施令的长官 我的意思是说 教士们只是平平和和的 向上天祈求降服于人间 而我们这些士兵和骑士 则要将他们祈求的东西 变为现实 凭我们两臂的力气和见风 捍卫世人得到的福祉 我们的事不是在室内 而是在野外干的 夏天要遭到烈日的曝晒 冬天则要忍受刺骨的寒风 我们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使者 是为上帝在人间维持正义和公道的双臂 凡是与打仗行军作战有关的事 不出汗 不出大力气 是干不成的 因此 干这一行的人 自然比起那些安安稳稳 平平和和的坐在家里 祈求上帝降服于穷人的教室 要艰苦得多 我不是说 游侠骑士和闭门修炼的修士的 地位相同 我绝无此意 我只是凭我亲自吃的苦说 游侠骑士肯定更加劳苦 他们常常挨打 得忍尽耐渴 日子过得异常清贫 衣衫蓝绿 满身的狮子 可以确定无疑地说 从前的游侠骑士 在他们一生中吃了许许多多苦 如果有几个骑士 凭武力爬上了帝王的宝座 他们流的血和汗也确实不少 他们想爬到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没有魔法师和博学知识相助 也是一句空话 这些人的理想最终会成为泡影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起码的旅客说 不过 游侠骑士有些事干的也不太好 有一件事 我认为干的特别糟糕 这就是 每当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生命受到威胁时 基督徒总是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保佑 而游侠骑士却从不想到上帝 只是一片虔诚 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交给他们的一中人庇护 仿佛他们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觉得这有点异教徒的味儿 先生 唐吉赫德说 这件事游侠骑士只能这么办 不这么办 事情就糟了 根据游侠骑士道的习惯和规矩 每当游侠骑士欲有重大战士 眼前就会出现他的一中人 他要对他投去充满情意的目光 仿佛通过目光向他恳求 请他在他极度危难之时 予以协助和庇护 尽管没有人会听见 他也得从牙缝里挤出几句求助的话 忠心地请他保护自己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 多得难以计数 别以为由此 他们就不向上帝进行祈祷了 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完全有时间和机会这样做 虽说如此 骑马的旅客说 我还有些事情不明白 我在读骑士小说时常常发现 两个游侠骑士画不投机 便争吵起来 最后动了肝火 接着 两人便各自拨回马头 跑出好长一段 然后又调转马头 飞一般地向对方冲杀过来 在他们冲杀的半道上 就像他们的一中人祈求保佑 结果常常是这样 其中的一人给对方的长矛刺穿 翻身落马 另一个的遭遇也差不多 要不是他使劲地抓住了马踪矛 也会跌落到地上 煞时间 那个被刺死的骑士 怎么来得及求上帝保佑呢 我看他在骑马往前冲时 将他向他一中人求助的话 改为向上帝做的祷告 就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那样 情况就会好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游侠骑士都在恋爱的 没有一中人 向谁求助呢 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 唐吉赫德说 我是说 游侠骑士不会没有一中人的 他们有恋人 就像天空中有日月星辰那样自然 历史上肯定找不到 没有情人的游侠骑士 再说 游侠骑士没有一中人 就不正规了 只能算个杂牌货 这种人进骑士宝石 不能从正门进去 只能像盗贼一样 翻墙而入 话虽这么说 骑马的旅客说 不过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 那个英勇无双的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的弟弟唐卡拉奥尔 就从来没有公认的情人 他向谁求助呢 尽管这样 他的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 他仍然是个勇猛显赫的骑士吗 对这个问题 我们的唐吉赫德做了这样的回答 先生 常言道 一花独放不是春 再说 我知道 这位骑士心底里是多情的 至于他见一个喜欢的女人 就爱上一个 这是他的天性 我们就不计较了 总之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说 他有一个心心相应的情人 他时常暗暗向他祈求庇护 因为他自称是个隐蔽的骑士 游侠骑士既然非恋爱不可 骑马的旅客说 那么 想必您一定 也在热恋中了 因为您也是干这一行的吗 如果您不像 唐卡拉奥尔那样 自诩隐蔽的骑士 那么 我想以一行诸君的名义 和我本人的名义 恳求您 将您那位一中人的尊姓大名 籍贯 身份和他的美貌 给大家说说吧 他要是霍西 有这么多人知道 他被您这样的骑士 亲心相爱 一定会感到十分幸福 唐吉赫德随即长叹一声 说 我也弄不清我那位可爱的冤家 喜不喜欢让大家知道 我对他亲心相爱 刚才您既然这么客气地问我 我只好一一作答 他名叫杜尔西内亚 他的老家在托波索 是拉曼雀的一个村庄 说到他的身份和地位 起码应该是位公主 因为她是我的王后和女主人 他的美貌堪称绝伦 诗人们用来形容 他们情妇美色的许多夸张的 异想天开的此早 用在她身上 最恰当不过 她头发像黄金 天庭广阔的如极乐世界 眉毛弯似红 双眼像太阳 双颊似玫瑰 双唇像珊瑚 牙齿似珍珠 薄耿白的像雪花石膏 胸部犹如大理石雕刻而成 双手像是象牙制品 全身的皮肤洁白如雪 谈到因害羞而遮挡起来的那部分 我认为 行为简点的正经人 只能交口赞扬 不能拿任何事物相比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他的出身门第 血统和家世 比瓦尔多说 唐吉赫德回答说 他既不是古罗马古尔西奥 卡约和西比翁等旺族的后代 也不属现代的科罗纳家族和乌尔西诺家族 他不属加泰罗尼亚的蒙卡达氏和莱盖森氏 更不属巴伦西亚的莱贝亚家和比约诺瓦家 他的出身同阿拉贡的巴拉费克斯 鲁萨 罗卡贝尔茨 科莱约 卢纳 阿拉贡 乌莱亚 福斯 古莱亚等家族也不相干 还有卡斯蒂利亚的塞尔达氏 曼利盖氏 门多萨氏 和古斯曼氏 以及葡萄牙的阿伦卡斯特罗家族 巴约家族 以及梅内斯家族也与他无缘 他出身于拉曼雀的托波索家族 这家族虽不古老 但在未来的世纪里 一定能够发展成为名门望族 当年塞尔比诺在悬挂奥兰多的兵器的碑石上 做了以下的题字 不是罗兰的对手 谁也别动这些武器 我也以上述条件奉劝你们 不要反驳我上面说的话 虽说我出身于拉莱多的卡恰比家族 比瓦尔多说 我也不敢拿自己的姓氏和拉曼雀的托波索式相比 不过 说句实在话 这个姓氏到今天 我还没有听到过呢 您怎么会没有听到过呢 唐吉赫德说 同行的人都在全身灌注的 听他俩交谈 这时 连那些牧羊人也清楚 我们这个唐吉赫德 封得实在太厉害 只有桑丘 潘莎认为 他主人说的这些话 都是真的 因为他熟悉他的为人 而且是从小认识的 他只是对关于漂亮的 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的那段话 有些半信半疑 因为他家虽离托波索不远 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 更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的一位公主 唐吉赫德一行人 这样边走边谈着 这时 他们瞥见两座高山的山奥里 走来二十来个牧羊人 他们人人穿一件黑羊皮袄 头上戴一顶冠 近前细看 这原来是用松柏枝条编成的 他们中间有六人抬着担架 上面盖着各色花朵和树枝 一个牧羊人见了 说道 前面过来的这些人 抬着格力索斯托墨的遗体来了 死者请人们给他埋葬的地方 就在那座山的山脚下 唐吉赫德一行人便加快步伐 赶到目的地 这时 抬一体的人已把担架放在地上 其中有四人正拿着锋利的鹤嘴稿 在一块坚硬的岩石边挖墓穴 两方面的人见面后 刻刻气气的互相问了好 唐吉赫德一行人便去看那些人抬来的担架 见上面躺着一具尸体 上面覆盖着鲜花 死者年约三十岁光景 身穿牧羊人的服装 虽然死了 还看得出他生前眉清目秀 十分英俊 尸体四周放着几本书 还有许多手稿 有的书打开着 有的书合着 这时瞻仰仪容的 在挖墓穴的 以及其他的人都神情庄严 肃静无声 台一体来的人 中间有一个对他的同伙说 安布罗西奥 你不是想分毫不差的执行 格力索斯托墨的遗嘱吗 你好好瞧瞧 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在遗嘱中指定的地点 是在这儿 安布罗西奥说 我这个不幸的朋友跟我多次讲过他的这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他对我说过 他就在这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要了他的命的死冤家 也在这同一个地方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计 满怀深情却又很有分寸 还是在这个地方 马赛拉最后一次拒绝了他的求婚 态度异常傲慢 引发了这场悲剧 结束了他不幸的一生 为了纪念这一桩桩不幸的事情 他决定长眠在这里 他又回过头来对唐吉赫德和与他同来的人说 先生们 你们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的这具遗体 原本富过一个具有无比天赋的人的灵魂 死者格力索斯托墨是个罕见的天才 他最有礼貌 最斯文 最重友情 非常豪爽大方 他严肃而不高傲 活泼愉快 而不低级庸俗 总之 论他的品德世间第一 论他的不幸 天底下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他真挚的情意遭到了厌弃 一往深情遭到了鄙视 他犹如对野兽求爱 仿佛像玩石言情 他像追逐于狂风之后 那喊于无人的旷野之中 他追求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到头来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害死她的是个牧羊女 你们见到的这些手稿 她在遗嘱中吩咐我 在埋掉她遗体后便用火烧掉 要不是她这么嘱咐 你们读了就会知道 她生前还想让这个牧羊女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您如果这样处理这些手稿 比瓦尔多说 就比手稿的作者更残酷无情了 遗嘱中的规定 如果不合情理 就不应该执行 当年奥古斯多凯撒 如果让人们执行曼陀阿师圣的遗稿 就不对了 因此 安布罗西奥先生 你既已埋了灵友的遗体 就不该让他的作品在人们记忆中消失 他是遭到七五后才吩咐您这么做的 因此 您就不该冒冒失失的照办 我倒劝您保留这些遗稿 让后世的人们认识马赛拉的残忍 而引以为鉴 免得他们重蹈覆辙 我本人和与我同来的人都已了解 您这个痴心朋友的身世 和你们之间的友谊 还有他的死因 以及他临终时的嘱托 从这件令人痛心的往事 我们可以看到马赛拉的冷酷无情 格力索斯托墨的多情 和你们的诚挚的友情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人如果放纵了自己的感情 误入爱情的迷途 最后会有怎么样的结局 昨晚 我们听到了格力索斯托墨的死讯 并获悉要在这儿安葬 他那些事 我们听了也很难过 我们怀着好奇和惋惜的心情 决定绕到前来这里 亲身参加他的葬礼 安布罗西奥 您是个办事稳重的人 我们 至少我本人以个人的名义 恳求您 请您不要烧毁这些遗稿 让我带走几份 因为我 不仅同情死者的遭遇 而且还想弥补他去世造成的损失呢 没有等对方回复 他便伸手 就近拿了几份遗稿 见到这一情景 安布罗西奥说 先生 出于礼貌 已经拿走的 您就留着吧 不过 要我不焚烧其余的手稿 那是办不到的 比瓦尔多很想看看这些遗稿上 究竟写了些什么 便摊开其中的遗页 看到上面的标题是 绝望之歌 安布罗西奥 听他念了这个题目 便说 这是那不幸的人的绝命诗 先生 你念给大家听听吧 在挖掘墓穴的时间里 您完全可以念完 念完就会明白 他当时是多么诗意 我一定念 比瓦尔多说 在场的人都想听听 便围成一圈 他便字正腔圆地念了起来 第十四章 已故牧羊人的绝命诗 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格利索斯托莫的歌 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人 既然你打算当着云云众生 显露你那颗残忍的心 我也要变换自己日常的口吻 用在地狱里的凄惨叫唤 宣泄自己内心的郁闷 我要以令人恐怖的调门 诉说自己的愿望和悲愤 还要控诉你的种种恶行 我要以雷鸣般的呼号声 倾诉我这颗粉碎了的心 你应该竖起两耳细听 这绝对不是和谐的琴音 这是一种呼叫 是怨恨 发自自己的胸膛 很深很深 或许我已丧失了理性 也许会引起你的共鸣 猛尸的怒吼 恶狼的狂嚎 满身林甲的大蟒 嘶嘶长笑 痴魅王两丝心裂肺的呼叫 不吉利的乌鸦呱呱鸣造 狂风掀起大海滚滚浪涛 斗败了的公牛鱼怒未消 不住的发出惊心动魄的咆哮 尸偶的伯姑婉转背号 遭忌的雕骁的哀鸣怪调 与地狱中的鬼哭神嚎 混成一片显得无比喧嚣 我要借助所有这些声音 才能发泄自己胸中的烦恼 我心潮滚滚一片混沌 无论是塔或河边的沙滩 还是著名的贝底斯河两岸的橄榄 都听不到这一片悲惨的回音 我的阵阵叹息 声声哀鸣 传遍崇山峻岭 幽谷深渊 我转动着垂死僵直的舌头 运用活泼生动的语言 或在黑漆漆的山野里 或在人际罕见的河滩 或在阳光照不到的地盘 或在利比亚的广阔平原 向着成群的毒蝎猛兽 诉说我如何肝肠寸断 我哀歌引发沉闷的回声 在荒原上引起一片共鸣 我数落你无比残忍 无情 等我结束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这哀歌将流传于世 于世长存 蔑视会置人于死命 猜疑会使你失去耐心 不管是出有因还是无因 杜疾杀起人来更加残忍 长时间的别离黯然销魂 由于害怕遭到人们遗弃 失去了坚决争得好运的信心 这桩桩渐渐都是一把把刀子 无可避免的要将我杀死 而我居然还活在人世 真是旷古未见的骑士 杜疾别离备受他人轻视 受人猜疑真要了我的命 遭人遗弃令我怒火填膺 我受到这么多折磨艰心 从未见到希望的任何阴影 我已绝望再也不想去追寻 宁愿怀着无穷无尽的怨恨 抛弃希望只想聊此残生 期待与忧虑能否并存 忧虑的理由已十分充分 还能不能再心存希望 使我极度的事实已很分明 我闭眼不看又有什么用 我的心灵已千疮百孔 自知已受蔑视已遭猜疑 失望的情绪自然油然而生 啊变化多端真令人头疼 稳稳当当的事竟落了空 极度你这恋爱王国的暴君 为我套上脚镣手铐吧 蔑视你给我套上脚锁 让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最后消失在痛苦之中 我终于决定离开人世 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 我都不指望得到益处 我一直紧抱着自己的幻想 以为正当的爱情名正言顺 听命于古老的专制爱神 才能解脱束缚的灵魂 我要说与我作对的冤家 灵魂和躯体都美妙绝伦 我被他一气就由自取 是爱神对我做的惩处 好让爱的王国太平常治 我已报定这样的宗旨 加上头脑已紧紧束缚住 这一切加速了死期的来临 导火索是你对我的蔑视 我让躯体和灵魂随风消逝 没有桂冠也没有棕榈树 你无理的行为显示一个道理 它迫使我对久已厌倦的人生 进行一番细细的思虑 我想你已能够看清 我心灵深处的创伤 也已向你清楚地表明 我愿意做出自我牺牲 让冷酷的你感到高兴 如能让你大交好运 我就是死了也无怨恨 你那双晴空般明亮的秀母 如见到了我已离开了人世 定会失去固有的光泽 但我劝你千万别如此 因为我把灵魂向你贡献 并没有想到任何报偿 但愿你在我葬礼上喜笑开言 但愿你能够发现 我的末日就是你的节日 但我对你这般奉劝 愚蠢的实在可怜 因为我心里明白 我如此迅速走完人生历程 这证可供你自我夸耀 忍饥耐渴的坦塔楼 已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时候 西西府也背着巨石来吧 替修带着她的秃鹫 艾雄在轮子上旋转不休 姐妹们福苦意已天长日久 都来对着我胸膛倾诉 你们各自的烦闷和苦愁 如果绝望的人还值得悼念 快趁我的尸体尚未入恋 请你们低唱凄凉的晚歌 首位地狱之门的三连鬼 还有成千上万的妖魔 都来参加这令人心碎的欧歌 对一个痴情而死的人来说 这个场面已属礼仪优厚 离开了我这个不幸的人 绝望的歌呀 你也该停一停 既然使我绝望的这个姑娘 我越是痛苦她越是欢唱 那么到了我的目的也不必悲伤 众人听了格利索斯托莫的这首诗 大家赞赏 可是 诵读这首诗的这位先生却说 他觉得诗中说的好像与他听到的 有关马赛拉的情况有些不一致 马赛拉为人很规矩 心地也很善良 可在格利索斯托莫的诗中 却抱怨什么妒忌啊 猜疑啊 抛弃啊 这都有损马赛拉的声明 安布罗西奥深知他朋友的隐秘 他回答说 先生 为了消除这个一团 请你让我把当时情况说一说 这个不幸的人写这首诗的时候 已离开了马赛拉 他是主动离开他的 因为他想试试 没有他行不行 离开了自己所爱的人后 往往会疑神疑鬼 十分敏感 格利索斯托莫的情况就是这样 原本只是一些猜忌和怀疑 这会儿却变成真的了 事实上 马赛拉是个明时相扶的女孩子 她丝毫也不冷酷 只是有点骄傲 有些瞧不起人 除这点外 即使最爱嫉妒的人 也难从她身上 找出一点毛病来 这话有道理 比瓦尔多说 说完 她正想从没有焚烧的手稿中 再抽出一份来读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 因为她突然见到了一个仙女 她真像仙女 原来牧羊姑娘马赛拉 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她就站在木旁的那块巨石上 她的相貌比传闻的还美 没有见过她方容的人 这会儿都默默地注视着她 心里赞叹不已 那些经常见到她的人 惊讶的程度 也不亚于初次见她的人 唯有安布罗西奥一见到她 便满腔怒火地对她说 你这个山里来的妖精 你是想来看看 被你残酷地害死的可怜人 在你来后伤口 会不会冒出血来吗 或是你干下了这么残忍的事 仍在沾沾自喜吗 或是想像那个冷酷无情的泥露一样 站在高处观看已烧成一片废墟的罗马城吗 或是要像达吉诺那个忤逆的女儿 践踏老父的尸首那样 想傲慢无礼地践踏这个可怜人的遗体吗 快告诉我们 你究竟来干什么 你到底想怎么干才能称心 我知道 格利索斯托莫生前对你为命是从 眼下他虽已不在人世 我也要让他所有的朋友都能听命于你 安布罗西奥啊 马赛拉回答道 你刚才说的这些全部不对 我是为恢复自己的名誉来这里的 我想告诉大家 那些将格利索斯托莫的烦恼和他的死 都怪在我的头上的人是没有道理的 我请求在场的各位仔细地听我说 反正对明白人说话 用不到多说 只要三言两语就可以把道理说清 按你们的说法 我是天生丽质 正因我长得好看 你们身不由己地爱上了我 根据你们的说法和想法 我也应该爱上你们 我凭上帝给我的悟性之道 凡是美的东西都是可爱的 可是 我并不认为 因为有人见你美 爱上了你 你就得爱他 也许爱上美女的那个人 自己长得很丑 而丑是令人讨厌的 如果有人说 你很美 我爱上了你 即使丑你也得爱我 这种说法 就没有道理了 就算男女双方一样美 也不见得就会产生互相爱慕之心 再说 美人并不人人可爱 有的使人悦目 却难使人倾心 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爱一个 那就乱了套 不知道到底该爱谁了 因为长得好看的人很多 难道一个人能爱那么多人吗 我听说 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 而且应该自愿 不能强迫 我以为这是对的 既然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要逼我相爱呢 仅仅因为你们说爱我吗 还有一点 假如老天没有让我生成美人 让我长得很丑 请问 我能由于你们 不爱我而抱怨你们吗 再说 你们应该明白 我长得好看 也是老天的恩赐 我自己既没有恳求 也没有选择 同样的道理 毒蛇身上有毒 能毒死人 这也不能怪他 因为 这也是天生的 因此 我长得漂亮 不应受到责备 一个长得好看的正经女人 就像 在远处燃烧的火焰 也好比一把锋利的剑 你若不靠近 就不会烧死 也不会被剑砍死 凝结和品德 是心灵的装饰品 没有这些东西 外表长得多美 也算不上好看 如果真操 是使心灵和外表 显得更美的一种美好的品德 那么 那些因为长得好看 而受人爱慕的女人 仅仅为了满足那些 只图一时之快 千方百计的想让女方 失去真操的男人的欲望 就该失去真操吗 我是个天生喜爱自由自在的人 为了能过上无拘无束的日子 我选中了幽静的田园和山野 我与山上的磕磕大树作伴 清澈见底的溪水 是我的一面面镜子 我与山上的树木谈心 溪水能照见我的倩影 我是远处的火焰 也是远处的箭 我见到有人爱上了自己 对我一片痴情 就对他说千万不要这样 有的男人因得到了女方的某种暗示 而变得更加痴心 而我对格利索斯托莫 和其他任何人均没有做过这样的暗示 完全可以这样说 是他自己执迷不悟 害了自己的性命 不是我狠心 正由于这个原因 我有必要对你们做这样的解释 我要对你们说 就在挖他墓穴的这个地方 他向我吐露对我的情谊 我回答说 我的愿望是一辈子独身 只准备过隐居的生活 把我美丽的躯体留给大地享受 我对他说的这么明白 他还一意孤行 开顶疯船 结果在大海中翻了船 淹死了 他真傻啊 当初我如果敷衍他 我就是虚伪的 如果我答应他 就违背了我截身自好的心愿 我已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 他仍不醒悟 我没有嫌弃他 他却已伤心绝望 你们说说吧 把他的痛苦怪到我的头上 这样做合理吗 他受了骗才可以抱怨 我答应他 却没有赴约 他才能说失望 我主动叫他来 他才可以感到自信 我接受了他的求婚 他才能得意 然而 我既没有约见他 也没有欺骗他 也没有主动叫他来 更没有接受他的求爱 他怎能说我狠心 说我杀害了他呢 老天至今都没有叫我爱上什么人 有人想让我堕入情网 这是办不到的 我这一番表白 但愿对每一个追求我的人都有好处 请大家注意 从今以后 如果有人为我而死 就不是受到妒忌 或遭到抛弃 一个人如果谁也不爱 就不会引起妒忌 把情况如实说明 也不能看成是瞧不起人 叫我猛兽 妖精的人 就请你们把我看成坏人 害人虫 不要理我好了 说我无情无义的人 就别巴结我 说我负心的人 就别讨好我 说我狠心的人 就别追逐我 我这只猛兽 我这个妖精 我这个无情无义 残酷无情的负心人 绝对不会来找你们 巴结你们 奉承你们 追逐你们的 格利索斯托墨 急躁狂妄 害死了自己 为什么要怪罪于 我这个贞结谨慎的人呢 有人要我与男人相处 实保持清白 却为什么不让我与林木为伴 截身自好呢 你们都知道 我有财产 不贪图他人的财物 我生性喜爱自由 不喜欢受人管束 我不爱也不恨任何人 我既不欺骗这个人 也不追求那个人 我不取笑这个 也不玩弄那个 我喜欢和这些村庄里的牧羊姑娘交往 我要照看自己的羊群 这就是我的消遣 我平时思考的问题 总不会超越这些山头 如果跃出了这个范围 那只是为了领略天空的美 把自己的灵魂引向大自然 说完话 没有等人们的回话 他便回身走进附近山林深处 在场的人对他的智慧和美貌 惊叹不已 有些人被他如雷电般秀目的光芒击中 丧魂落魄 尽管听了他这一番表白 还想继续追他 这个情况被唐吉赫德发现了 他认为 这时正需要他这个骑士来保护这个弱女子 于是 便手按剑拔 大声地说 不论你们有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都不能去追美丽的马赛拉 谁淡淡这样做 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格力索斯托墨的死不是他的过错 谁去向他求爱 他也不会答应 像他这样洁身自好的姑娘 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 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好人的尊重 不应该对他紧追不放 也许是受到了唐吉赫德的威吓 也许是由于安布罗西奥 要大家近一近对他们好友的义务 那群牧羊人一个也没有离开 墓穴挖好后 焚烧了格力索斯托墨的遗稿 他们就将他的遗体安放在墓穴内 在场的人淌了许多眼泪 他们暂时用一块大石头盖上墓穴 因为墓碑还没有准备好 安布罗西奥说 他们打算在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制名 这里长眠一吃新人 他的遗体早已冰冷 生前在这里牧羊 因遭遗弃一命丧 美女的脸冷若冰霜 给他造成致命创伤 他使爱神更加专制 因此更加扩大了其统治 接着 众人在坟墓上撒了许多花朵和树枝 又像格力索斯托墨的朋友 安布罗西奥吊咽了一番 便辞别了 比瓦尔多和他的旅伴也告辞走了 唐吉赫德向款待他的牧羊人和比瓦尔多他们俩告别 他们俩邀请唐吉赫德跟他们一起去塞维利亚 说那个地方最适合冒险 每一条街 每一条街的拐弯处都会发生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情 唐吉赫德对他们的介绍和邀请表示谢意 他说 眼下他还不想也不应该去塞维利亚 他要等到这周围山上的盗匪全都消灭后才能成行 因为听说这一带山区盗贼横行 比瓦尔多他们俩见他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 就不再勉强 再次与他道别后便撇下他走了 他们在旅途上自然免不了会谈谈马赛拉和格力索斯托墨之间发生的事 还有唐吉赫德那些疯疯癫癫的行为 倒也不觉得寂寞 唐吉赫德决心去找牧羊姑娘马赛拉全身心的为他效力 然而根据这部真实的传记的记载 以后发生的事和他设想的不一样 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就在这里结束 第十五章 叙述唐吉赫德与几个凶恶的杨贵斯人相遇吃了大亏 据学识渊博的希德阿梅德贝纳赫利的记载 唐吉赫德告别了曾款待过他的那几个牧羊人和参加格力索斯托墨葬礼的那些人后 便同他的侍从走进刚才马赛拉进去的那座森林 他们在里面走了两个小时 四处寻找着马赛拉却不见他的踪影 后来他们来到一块绿油油的草地 旁边有一条小溪 溪水平静地留着 异常清凉 此时正是炎热的正午 他们来到这个诱人的地方 就身不由己地想停下来睡个午觉 唐吉赫德和桑丘下了座棋 让毛驴和罗西纳特自由自在地吃那儿长得极其茂盛的青草 他们自己取出搭连里的干粮 主仆俩不拘礼节 安安稳稳地吃了一顿饭 桑丘忘了拴上罗西纳特的前腿了 他们以为这马非常老实听话 不会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来的 就是让他见了科尔多瓦牧场上所有的母马也不会起淫心的 然而 命运自有天定 魔鬼也不总是在睡觉的 那时节在草地上正好有一群加利西亚的矮角母马在吃青草 他们的主人是几个加利西亚的搬运夫 他们有一个习惯 每到一个水草丰盛的地方就停下来歇赏 唐吉赫德休息的那块草地 正好是加利西亚人选中歇赏的地方 说来也怪 见到这几位矮个子姑娘 罗西纳特突然发起情来 原来他刚才闻到了母马的气味 一反常态 也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 便撒腿奔向母马 同他们寻欢作乐去了 然而 对母马们来说 准是肯吃青草 比其他任何事更有趣 所以 他们用蹄子和牙齿去迎接罗西纳特 转眼间踢得他肚带断裂 马鞍落地 变成了一匹光马 可是 还有使罗西纳特更难熬的呢 原来那几个搬运夫 见到他一个劲的朝母马扑去 便顺手操起一根木桩赶了过来 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打得他轻一块子一块的 躺倒在地 唐吉赫德和桑丘见罗西纳特在挨打 便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 唐吉赫德对桑丘说 桑丘朋友 在我看来 这几个人不是骑士 是卑贱下流的小人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 你完全可以 助我一臂之力 刚才我们眼睁睁地 瞧着罗西纳特受辱 一定要替他报仇 见你的鬼去吧 报什么仇呀 桑丘回答说 他们一共有二十来个人 而我们才两人 也许还没有两人呢 只有一个半人 我本人能以一当百呢 唐吉赫德说 他没有再多说 便把剑向加利西亚人砍去 桑丘见了主人的榜样 受到鼓舞 也跟着他干了起来 只一个回合 唐吉赫德便砍中了一个加利西亚人 将他身上穿的一剑皮衣砍破 还顺带切下他背上一大块肉 加利西亚人多 他们见到自己人 被这两个人欺武 便各自操起一根木桩 将他们俩团团围住 狠狠地朝他们的头上打来 只两下桑丘便被打翻在地 唐吉赫德虽然武艺高强 勇猛非凡 但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事有凑巧 他正好被打倒在罗西纳特的脚边 那匹马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 因此他能亲眼目睹 那些满腔怒火的庄护人如何用木桩猛击他的主人 加利西亚人见自己闯了大货 便迅速地把货物装上牲口 撇下那两个冒险家走了 他们俩被打得鼻青眼肿 失去了知觉 桑丘先醒过来 他见自己躺在主人身边 就有气无力地说 唐吉赫德老爷 哎呀 唐吉赫德老爷 桑丘兄弟 你要什么 唐吉赫德忍着剧痛 尖生尖气地说 如果可能的话 桑丘说 请您给我喝两口那种叫什么福奥布拉斯的药水 不知您身边有没有 这种药能治外伤 想来伤筋断骨也能治吧 我真倒霉 唐吉赫德说 就是没有这种药水 要是有 我们还怕什么呢 不过 我向你保证 桑丘 潘沙 我要以游侠骑士的名义 向你发誓 如果命运 不做别的安排的话 要不了两天时间 我就把这种药水配置出来 除非我这双手不能动弹了 可是 桑丘问道 您认为 我们这双脚得等多久才能动弹呢 依我看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骑士唐吉赫德说 这日子还长着呢 这都怪我 我压根就不该 和这些没有像我一样 被封受为骑士的人交手 由于我违犯了骑士道的规定 战神就给了我这样的处罚 为此 桑丘潘沙 我有一句话吩咐你 你要好好地听 这可关系着我们两个人的祸福呢 往后你如果见到这样的泼皮无赖来欺误我们 就不要等我拔出剑来 因为对这样的人 我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你就应该拔出你的剑 狠狠地教训他们 这时 如果有骑士来护卫他们 帮他们的忙 我就会来保护你 尽一切力量 向他们发起进攻 你已经多次见到过 我这条铁壁的力气是很大的 这位可怜的骑士自从战胜了勇敢无比的比斯开人 以傲慢的不可一世 是 然而 桑丘 潘沙对他主人的这番言论却不以为然 他回答说 老爷 我是个平平和和 安安稳稳的老实人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欺误我都能够忍受 因为我有欺小需要抚养 我虽然不能叫您干着干那 可也得跟您说清楚 无论是对老乡还是对骑士 我都不会动武的 打从现在起 一直到我去见上帝的这个时候为止 无论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 是有钱人还是穷光蛋 是绅士还是乡巴佬 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 不管他欺误了我还是想欺误我 总之 不管这件事发生在过去 现在或将来 我一概原谅 主人听了他的话 回答说 我真想好好喘一口气 您的讲话那么吃力 我真希望我这边内部的疼痛减轻一点 好让我告诉你 桑秋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对的 听我说 你这个可怜虫 如果到今天为止 我们一直时运不济的话 那么 从今以后 就会时来运转 我们的命运之船 就会一帆风顺 就会毫无挫折的 驶入一个海岛的码头 我不是答应 要给你赢个海岛来吗 如果我征服了海岛 让你当上海岛总督 那时你会怎么样呢 你总不能因为自己既不是骑士 又不想当骑士 既没有勇气 也不想捍卫自己的尊严 就不去惩罚那些欺无你的人 放弃了你作为一岛之主的权利吧 你应该清楚 在新晋征服的那些王国和行省里 当地的老百姓总是不听话的 尤其是换了一个新的当政者 他们总会兴风作浪 想改天换日 或者如人们说的那样 想碰碰运气 为此 新的海岛总督 必须有治国安民的本领 有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能抗敌自卫的胆略 处身于眼下的这个境地 桑丘说 我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见识和胆量 不过 我凭自己这个可怜人的名义发誓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膏药 而不是空谈 您看看能不能从地上起来 我们一起扶罗西纳特一把吧 尽管他不配我们帮助 因为刚才是他照的事 害我们挨了这顿打 我从来不认为 罗西纳特会这么不老实 我原以为他很正经 就像我一样 非常稳重呢 常言道 日久见人心 又说 事事无常 谁会想到 在您给了那个贝勒运的游侠骑士 狠狠地砍了几件后 紧接着 棍子又会下薄子一般的 落到我们俩的背上呢 桑秋 唐吉赫德说 你的背应该是酒精风霜的 我的背可是穿惯了软布细纱的 娇嫩着呢 这次挨了打 自然疼得更加厉害些 要不是我想象 说什么想象呢 我确实明白 我吃的这种种苦 都是和使枪弄棒的这个行业分不开的 否则 我真会活活地被气死 侍从回答说 老爷 既然这种不幸的事情都与其事道紧密相连 那么 请告诉我 这种事是经常发生呢 还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发生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已发生两次了 除非大慈大悲的上帝帮忙 不然 如果再来个第三次 我们俩可就给报销了 你应该明白 另外 桑秋朋友 唐吉赫德说 游侠骑士一生要遭遇千百次的危险和苦难 可是 他们也有同样数量的机会成为国王和皇帝 就像各色各样的骑士的经历表明的那样 这些骑士的传记 我都了如指掌 我要不是肋骨痛的 连说话都有困难 我这就讲几个骑士的故事给你听听 他们就全凭双臂的履历攀上了很高的地位 可是 在他们达到上述目的的前后 总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艰险 就拿英勇无双的阿玛蒂斯·德·加乌拉来说吧 他曾经落到了他的死敌 魔法师阿尔加拉乌斯的手中 据查 这个魔法师将阿玛蒂斯捆在院子里的一根木桩上 用马缰绳打了他二百多下 还有个不大出名的作家 他的声望并不小 写了一本书 说那个太阳神骑士有一次中了圈套 掉进了脚底下的城堡里 接着又落入一个很深的陷阱中 手脚都给捆住 然后 有人拿血水混合着泥沙往他肚子里灌 从胃部一直灌到肠子里 要不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一位魔法师在他极度困难的时候前来援救他 这个可怜的骑士可就没有命了 我能和这些名人站在一个位置上 我也就够幸运的了 不过 刚才说的这些人受的侮辱可比我们受的大得多了 你应该知道 桑丘 有人随手拿起自己手中的工具打伤了你 这算不得侮辱 这在决斗规程中有明文规定 比如 鞋匠拿起他手边的鞋楦打伤了人 虽说这鞋楦是木头制的 却不能因此说挨打的人挨了一顿棍子 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我们虽然挨了这顿毒打 你别以为我们受了侮辱 因为那些人用来揍我们的器械都只是几根木桩 根据我的记忆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戴长剑短剑或匕首 当时我可来不及这么细看呀 桑丘说 因为我还没有拔出自己的地锁那剑 他们那几根松木桩就横七竖八的打到我的肩膀上了 打得我眼前一片漆黑 两腿软绵绵的 一下子就跌倒在我现在躺着的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 让人用木桩打成这样是不是侮辱 我倒是无所谓的 我在乎的是给打得浑身疼痛 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桑丘兄弟 你该明白 唐吉赫德说 日子久了 记忆中的事也会消失 不论什么痛苦 人一死也就完了 要等时间久了才能消失 桑丘说 要等人死了才能了结 这样一来 问题不是很严重了吗 我们这次挨了打 如果贴几张膏药就能治好 那倒没有什么 可是 依我看 就是拿医院里的膏药全都贴到我们身上 也医不好我们的伤呢 桑丘 别这么垂头丧气的 要振作起精神来 唐吉赫德说 我就要这么办 我们来看看 罗西纳特怎么样了 我看这可怜的家伙 这次遭的罪也不清 这也不足为奇吗 桑丘说 因为罗西纳特 也是个优秀的游侠骑士呢 我觉得奇怪的 倒是我这只毛驴 它一点事儿也没有 不像我们俩给打的肋骨 也断了好几根 天无绝人之路 唐吉赫德说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让这头毛驴来顶替罗西纳特 将我驮到某个城堡去治疗身上的伤 而且 我认为使用这样的坐骑也不会失去面子 我记得曾经在书中读到过 孝神的老师西雷诺老头当年进百门城时 就是骑着一匹漂亮的毛驴 他可高兴呢 他也许真的像您说的那样骑毛驴进去的 桑丘说 可是 堂堂正正的骑在驴背上进去是一回事 像一袋垃圾那样横搁在驴背上进去 又是另一回事啊 在战争中 富商只会增加荣誉 绝不会丢脸 唐吉赫德说 因此 桑丘朋友 请你不要再和我抬杠了 还是照我说的话办吧 你先想办法爬起来 然后 用你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将我安置在你的毛驴上 我们争取在天黑以前离开这儿 免得在这个荒野里过夜 可我曾经听您说过 桑丘说 游侠骑士们 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露宿在人际罕至的荒山野地里 还认为这样非常幸福呢 那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或者是在热恋中才这么干的 唐吉赫德说 这是千真万确的 有的骑士无论天晴天音 不管刮风下雨 不怕烈日寒风 在一块岩石上整整露宿了两年 而他的情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阿玛蒂斯就是这样的骑士 当时人们叫他忧伤俊杰 他在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上露宿了整整八年 也可能是八个月 这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他在那赎罪 进行自我惩罚 因为他的情人奥利安娜不知 对他进行了什么样的责难 这些事就不说了吧 桑丘 快起来吧 别让这头毛驴也像罗西纳特那样糟了呀 那就一定是见了鬼了 桑丘说 他一脸喊了三十声阿悠 叹了六十口气 还把带他到这儿来的那个人咒骂了整整一百二十次 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觉得全身无力 身躯就像一张土耳其弓一样弯着 没有办法直起来 他就这样弯着腰给他的毛驴背上安佩 这驴子逍遥自在了一天 一定也干了一些不正经的事情 接着 桑丘又扶起了罗西纳特 这皮马要是也能开口说话 那他一定也会大叫其苦 而且一定会胜过桑丘和他的主人呢 闲话少说 桑丘将唐吉赫德扶上了毛驴 然后又将罗西纳特拴在毛驴的后部 他自己拉着驴子的缰绳 估摸着方向朝大道走去 也该他们时来运转了 还没有走上一西班牙里地 大道就在眼前 道旁还有一家客店 尽管桑丘不同意 唐吉赫德却硬说这是一座城堡 桑丘一再分辨说那是客店 但主人固执己见 坚持说是城堡 主仆两人争论还没有结束 便来到了客店 桑丘没有西家打听 便领着一行人畜走了进去 第十六章叙述在异想天开的身世认为 是城堡的客店里发生的事情 店主见唐吉赫德横卧在驴背上 便问桑丘 他究竟怎么不舒服 桑丘说 病倒是没有 只是在一块大石头上跌了下来 肋部受了点伤 店主有个老婆 脾气和一般客店老板娘不一样 他为人厚道 关心他人的疾苦 他见唐吉赫德伤成这个样子 便过来为他智商 还叫他的女儿也过来帮助他 他女儿是个年轻姑娘 母样俊极了 客店里还有一个女士 是个阿斯图里亚斯姑娘 长一副宽脸盘 扁脑勺 鼻梁扁平 瞎了一只眼 另一只眼睛也有毛病 说真的 她的身材长得相当美 弥补了他许多缺陷 他从脑袋到脚跟不到七盏长 被有点拖 因此 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朝地上看 这位潇洒的姑娘 帮助店家女儿和老板娘 替唐吉赫德铺了一张极其简陋的床 就在客店的阁楼上 这地方显然是堆草料和柴火的 里面还住着一名罗夫 他的床铺 与我们那个唐吉赫德的床相去不远 他的床是用公罗的铺鞍和盖部拼凑起来的 但比起唐吉赫德的那张却要强得多 唐吉赫德的床是用四块粗糙的木板 搁在两条高低不平的板凳上搭成的 床垫薄得像床罩 里面还有一个个疙瘩 要不是从一些破洞里露出一些碎羊毛 用手一摸 这些硬邦邦的疙瘩就像鹅卵石 两条床单硬得像是用盾牌上的皮革制成的 那一条线毯上面的经纬线稀稀拉拉的 你要是有这个雅兴去数一数 准可以数得一根不拉 唐吉赫德就躺在这张糟糕透顶的床上 客店老板娘和他的女儿替他从上到下敷上了油膏 那个名叫玛丽托纳斯的阿斯图里亚斯姑娘 举着灯在一旁照着 老板娘给唐吉赫德上钥匙 发现他身上青一块子一块的 就说这好像不是摔的 倒像是挨了揍 不是挨了揍 桑丘说 是那块大石头上有许多尖尖的棱角 一个棱角就撞出一块血斑 接着他又说 太太 请您把纱布省着点用 给留下一点 说不定还有人要用呢 我的脊梁就有点疼 这么说 老板娘说 你一定也摔下来了 我倒是没有摔下来 桑丘 潘沙说 只是我见到主人摔下来时 下了一大跳 结果 全身好像挨了一千棍似的疼痛起来 这完全有可能 店主的女儿说 我常常梦见从高塔上掉下来 老是到不了地面 等到醒来时 全身酸疼 真像从塔上摔下来似的 事情就怪在这儿 小姐 桑丘说 我当时根本没有做梦 比眼下还清醒呢 可是我身上青一块子一块的血斑 比我家老爷少不了多少 这位绅士叫什么名字 阿斯图里亚斯姑娘 玛丽托纳斯问道 她叫唐吉赫德·德拉曼雀 桑丘回答说 是个冒险的骑士 是开天辟地以来 世界上最了不起最有本领的骑士 什么叫冒险的骑士 是女问道 你也太年轻了 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桑丘 潘沙说 那你就听着 我的妹子 冒险骑士 是指那些一会儿挨棍子 一会儿又当上皇帝的人 他们今天是世界上最倒霉 最可怜的人 明天却又变成 手里有两三顶王冠赏给他侍从的人 你既然是这么好的老爷的一个侍从 老板娘问道 看你模样 为什么连伯爵都没有当上呢 还早着呢 桑丘说 因为我们出门历险还才一个月 到今天 还没有遇到一件真正的险事 有时你找的是这件事 遇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不过 说句老实话 我家老爷唐吉赫德 这回受了伤或摔了胶 如果能养好 而我自己也没成残废 那么 即使拿西班牙最高爵位封我 还不撑我的心呢 这时 唐吉赫德硬撑着 坐在床上 专心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握住老板娘的手 说道 美丽的夫人 请相信我说的话 您留我在这个城堡内过夜 这是您的荣幸 像我这样的人不自赞自夸 因为常言道 自赞自夸 越赞越夸 不过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从会告诉你的 我只想跟你说 你刚才服侍我 我将一辈子 凝集在心 终生感激 我只想祈求上苍 情思不要紧紧地缠住我的双脚 不要将我管得牢牢的 我在齿缝里 念叨的那个复心的美人 那双眼睛 不要紧紧地盯着我 这样 我就会听命于 这位漂亮的姑娘 为她的眼色是从了 老板娘和她的女儿 还有那个心地善良的 玛丽托纳斯 听了游侠奇事的这番话 不知所云 就像听她说希腊语一样 不过 他们也多少听懂一点意思 她是在对他们说奉承话 想讨好他们 他们没听惯她这样的话 愣愣地瞧着她 露出一脸的惊涩 觉得她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们对她说了几句客气话 表示了 对她的谢意后 就走出了房门 阿斯图里亚斯姑娘 玛丽托纳斯 去给桑丘治伤 她也正需要治疗呢 罗夫和玛丽托纳斯约定 当晚优惠 他说 等客人和店主夫妇安睡后 他去找她 让她如愿 据说这个实心眼的女士 要是答应了人家 从不失信 哪怕在深山老林 没有人作证的情况下 也会赴约 儼然像个一诺千金的小姐 她这样的人 在客店里 当用人不觉得有失身份 她只是说 她到了没 运气不好 才落到了这个地步 唐吉赫德那张又硬 又窄 又简陋 又不平稳的床 就放在那间星光 能从屋顶上透进来的破屋中间 略靠近房门 旁边躺着桑丘 她只躺在一条席子上 盖着一条毯子 这毛毯不像是羊毛的 倒像是一块硬帆布 紧接着她俩的床铺 就是那罗夫的床 刚才已经说过 她的床 是用她两匹最好的罗子的图案盖布拼凑起来的 她总共有12匹罗子 都长得飙肥肉状 毛色闪闪发亮 据这部传记的作者说 她是阿莱瓦洛的罗夫中最富裕的 作者对这个罗夫非常熟悉 甚至有人说 他们之间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所以 作者特别琢磨写她 此外 希德 阿梅德 贝纳赫利 这个历史学家 对什么事都感兴趣 总想追根究底 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只要看看前面的叙述 就知道 即使细小的琐事 她也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严肃的历史学家 应该以她为榜样 他们叙事过于简略 不够生动 或者由于粗之大业 或者出于恶意 或者由于无知 他们写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阅读 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部分 早就在人们记忆中消失了 珍该千百次的祝贺 塔布兰德 德 黎加蒙德的作者 和叙述 托米亚斯伯爵的功绩一书的作者 因为他们 把书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闲话少说 言归正传 罗夫照看了他的牲口 给他们 喂过第二次饲料后 就躺在用陀安拼起来的床上 等待他那绝对准时的 马利托纳斯的到来 桑丘的伤口已上了药 正躺在床上 他虽想入睡 但双泪疼得他难以合眼 唐吉赫德的内部也痛得厉害 这会儿正像兔子一样张大着两只眼睛 客店里已十分安静 灯全都吹熄了 只有大门正中的那盏灯还点着 客店寂静的环境促使我们的骑士响入飞飞 头脑中不断地重现他阅读过的骑士书上的一些情节 他脑海里突然涌现一个异常奇怪的想法 上文已经说过 他以为这次自己来到了一座有名的城堡 因为他将自己投诉的客店都看成是一座座城堡 店主的女儿就是城堡主的小姐 他见他这么英俊潇洒 一见钟情 答应当天夜晚瞒着他的父母前来与他优惠 这本事凭空欲造 他却坚信不移 于是 就惶恐不安起来 觉得自己的敏捷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他暗下决心 即使西内布拉王后 亲自带着他的女总管金塔涅娜夫人前来与他相会 他也不会干任何不忠于他的一中人 多尔西内亚·德尔 托波索的事情的 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 该当他倒霉 那个阿斯图里亚斯姑娘来找罗夫了 他只穿一件内衣 光着双脚 头上套着发网 捏手捏脚走进他们三人合住的那个房间前来赴约 他一到门口 唐吉赫德便发觉了 立即从床上坐起 尽管身上贴满了膏药 泪不疼得很厉害 他还是张开双臂 迎接他心目中美丽的姑娘 阿斯图里亚斯姑娘这时正蜷缩着身子 丙夕脸器伸着双手摸索着朝前走来 他一只手正好碰到了唐吉赫德张开的双臂 他立即紧紧的捏住他的手腕 用力朝自己身上一拉 让他坐到自己的床上 这时他一声也不敢吭 接着他就去摸他的内衣 他穿的虽是一件粗麻布衣服 唐吉赫德却认为是一件细纱布衬衣 他两只手腕上带着两串玻璃小球 他却认为他带着闪闪发光的东方宝珠 他的头发乱蓬蓬的活像一撮马踪 在他眼中却变成金光闪闪的阿拉伯金丝 他发出的光亮使太阳也黯然失色 他呼出的气显然夹带着隔夜的凉拌菜的味道 他却觉得他满口芳香 总之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自己在书中读到过的公主的形象 这位公主的体态和容貌与他完全一样 公主出于对一位身受重伤的骑士的一片深情前去探望他 他这时已完全沉浸在幻想中 虽说他手中触摸到的鼻子里嗅到的 以及从这位实心眼的姑娘身上感受到的其他种种 除了那位罗夫外都会让人恶心 却没能使他醒悟 他只觉得自己怀里抱着的是美丽的女神 他紧紧地搂着她 含情默默地低声说 高贵美丽的小姐 承蒙您光临寒舍 让我能一睹您无比俊美的芳容 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报答您的盛情 可是 命运之神总爱对我们这些人过不去 这会儿竟让我全身是伤 骨折筋断地躺在床上 我虽有一满足您的愿望 却是力不从心 我难以满足您的意愿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这颗心 早已许诺给了举世无双的 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他是我内心深处唯一的一中人 要是没有这个原因 我可不会那么愚蠢 眼睁睁地放过您一片深情 给我提供的这个良好机会 不想影响艳福 玛丽托纳斯 被唐吉赫德紧抱不放 急得满头大汗 他既听不懂 也无心去细听 唐吉赫德刚才对他说的那一番话 只是默默无言地挣扎着 力图脱离唐吉赫德的怀抱 这时 罗夫淫心荡荡 难以入眠 刚才他的拼头一进门 他就知道了 唐吉赫德对他说的那一番言论 他也专心听了 他以为这个阿斯图里亚斯女人 由于另一个人的插足 对他失信了 不免大吃其醋 他走进唐吉赫德床边 想再细细听听唐吉赫德究竟在说什么 因为他刚才没有听懂他话中的含义 他见到那女士正在挣扎着 试图脱身 而唐吉赫德却紧紧地搂抱着他 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 他高高举起手臂 猛的一拳打在那个多情的骑士尖尖的下巴骨上 打得他满嘴流血 打了这一拳 他还没有消气 又一跳跳到唐吉赫德身上 采用跑步的姿势 从他身上的第一根肋骨 一直踩到最后一根 唐吉赫德的这张床本来就不结实 摇摇晃晃的 这会儿又上来一个罗夫 自然承受不起 哗啦一声就倒在地上 店主被这声音吵醒了 心想一定是玛丽托纳斯在倒什么鬼 因为他叫了他几声 他没有答应 想到这里 他就起身点燃了一支蜡烛 寻声走去 那个女士见店主来了 知道他脾气火爆 爱大喊大叫 吓得缩成一团 躲到桑丘 攀杀的床上 桑丘这时还在呼呼大睡 他就蜷缩着睡在他的身边 店主一进门 就大声地说 你在哪 臭婊子 准是你倒的鬼 这时 桑丘醒来了 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 快压到自己整个身子上了 他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 就挥舞着拳头左右乱打 马力托纳斯因此不知挨了多少拳 他被打痛了 就顾不得面子 也一拳不少地回敬了他 桑丘被打得终于彻底清醒过来 见到眼下这个样子 也不知这个人是谁 只顾用力从床上爬起 一把扭住马力托纳斯 两个人好一阵撕打 那模样真叫人捧腹不止 罗夫借着店主的烛光 见到他拼腹挨打 就离开唐吉赫德的床 前去救他 店主也赶过来 不过他的用意不同 他是想揍女士一顿 因为他确信 这一场乱子 全都是他一个人引起的 这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猫追老鼠 老鼠咬绳子 绳子捆棍子 我们这是罗夫打桑丘 桑丘打女士 女士打桑丘 店主打女士 人人都忙得两只手一刻也不停 有趣的是 这会儿店主手中的烛光突然灭了 周围漆黑一团 众人打得更狠了 拳头落到的地方 早已皮开肉绽 鲜血直流 那天晚上 正好有个拖来多的 就神圣友爱团的巡逻队员 在客店里投诉 他听到这一阵阵奇奇怪怪的吵闹声 便一手提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拳杖 一手拿着放置公文的铁皮匣 摸黑来到打架的那个房间 大声地说 快住手 听从法律裁决 快住手 服从神圣友爱团的命令 他进来后 第一个碰到的 就是挨足了拳头的唐吉赫德 这会儿 他正直挺挺地仰卧在那张倒塌的床上 不省人事 巡逻队员在黑暗中摸到了他的胡子 嘴里不断地喊叫着 请帮助执法 他发现自己触摸到的这个人 既不出声也不动弹 便以为他已一命呜呼了 他还认为房子里的那些人一定是杀人凶手 他这么一猜疑就运足了力气 大叫道 出人命了 快将客店的大门关好 谁也别想出去 这一声喊将众人吓了一大跳 大家便立即住手 溜了出去 店主回到自己的卧室 罗夫回到自己那张用陀安拼凑成的床上 女士回到了自己住的破房子里 只有倒霉的唐吉赫德和桑丘 躺在原地无法动弹 巡逻队员松开揪住唐吉赫德胡须的手 出去找火点灯 准备捉拿犯人 他没有找到灯火 因为刚才店主回房去的时候 有一把蜡烛也吹熄了 无奈他只好到造房里去点火 费了好大的劲 过了好一会时间 他才点燃了一盏灯 第十七章 继续叙述勇敢的唐吉赫德 因头脑有病 将客店当成城堡 他与他的好侍从桑丘 潘沙在客店里遇到许多事情 这时 唐吉赫德已从昏迷中苏醒 他又那天躺在盯满了木桩的山谷上 呼唤他的侍从同样的声枪呼唤着他 说道 桑丘朋友 你睡着了吗 你睡着了吗 桑丘朋友 我就是想睡能睡得着吗 桑丘美好气的说 今天晚上 所有的魔鬼都来跟我作对 不错 情况正是这样 唐吉赫德说 我以为这城堡一定着了魔 中了邪了 否则 我就太没学问了 我告诉你 不过 你得起誓 对我接下去跟你讲的这些话 要严守秘密 保密到我离开人世 我愿意起誓 桑丘说 我说这个话 唐吉赫德说 是因为我不想败坏别人的名声 我已经说过 我起誓 桑丘又说 我一定对您说的话守口如瓶 一直到您百年以后 不过 任老天帮忙 让我明天就能说出去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桑丘 唐吉赫德问道 你居然要我这么快就死 不是这个缘故 桑丘说 只是由于我这个人 有话心里藏不住 我不喜欢让东西搁在肚子里发霉 不管怎么说 唐吉赫德说 凭你对我的这个情谊和尊敬 我还是相信你的 因此 我愿把这件事告诉你 今天晚上 我遇到了一件难以言喻的歧视 我可以用几句话 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你 刚才城堡的那个小姐来找我了 像这么聪明伶俐 长相俊美的姑娘 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她实在太漂亮 太机灵了 这方面 我真的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 加以形容 有关她遮盖着的那些地方 显然也是妙不可言的 只是为了表示 对我一中人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的耿耿中心 我就不去说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这次 有了这么大的艳符 也许老天爷眼红了 也许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 这个城堡已经着了魔 中了鞋了 这点是确定无疑的 正当我 与她进行最甜蜜最亲切的交谈时 我没有看清 不知从什么地方伸过来一只巨人的大手 在我下巴骨上 狠狠地揍了一拳 打得我满嘴流血 接着 她又狠狠地打我一顿 这顿打比昨天 因罗西纳特行为不规矩 癌加利西亚人那顿奏还厉害 因此 我猜想这个美丽的千金小姐 准有个着了磨中了鞋的摩尔人守护着 不让我得到她这个奇珍一宝 我也得不到啊 桑丘说 因为当时足足有四百多个摩尔人奏我 昨天我挨加利西亚人的那顿木桩 比起今天挨的这顿打 只是小菜一碟罢了 可是 老爷 我请问您 刚才这件事 把我们俩坑害到了这个地步 您为什么 还近说是奇事妙事呢 您总算还不坏 搂抱过那个据您说 是绝代佳人的姑娘 可我呢 除了挨那顿一辈子 也从未挨过的毒打 又得到了什么 该我倒霉 也该生我的亲娘倒霉 我又不是游侠骑士 也从来没有想到当游侠骑士 可是绝大部分灾难都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么说 你也挨打了 唐吉赫德问道 我不是对您说 我挨打了吗 桑丘说 真是连祖宗的煤也给倒尽了 别难过 朋友 唐吉赫德说 我这就来配置那种珍贵的香油 有了它 转眼间就会康复如初 那个巡逻队员已点了油灯 走进房间来看看 他以为已经死了的那个人 桑丘见进来一个人 身上只穿一件内衣 头上裹着一块布 手里拿着一盏油灯 脸露胸像 便问他的主人道 老爷 这恐怕就是那个着了魔 中了邪的摩尔人吧 他刚才还没有打过瘾 这会儿又来找我们了 不会是那个摩尔人的 唐吉赫德说 因为着了魔 中了邪的人 肉眼看不见 肉眼看不见 桑丘说 肉体总感觉得到吧 要不 我的背总能感觉得到吧 我的背也会感觉到 唐吉赫德说 不过 这还不能表明眼下见到的这个人 就是着魔中邪的摩尔人 巡逻队员走进房间 听见他们俩在这么平平静静的聊着天 一时愣住了 唐吉赫德仍仰面朝天躺着 他浑身是伤 贴满了膏药 一点也不能动弹 巡逻队员来到他身边 对他说 老家伙 你这是怎么了 我要是换了你 唐吉赫德回答说 说话就会更有礼貌些 你们这儿的人对游侠骑士说话是这个样子的吗 你这个蠢才 巡逻队员见这么狼狈的人 还对他如此傲慢无礼 哪忍受得了 他举起满是灯油的油灯 朝唐吉赫德的脑袋上砸去 将他的头皮烫伤了好大的一块 这时房间里一片黑暗 他只好走出房门 桑丘 潘莎说 老爷 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个着了魔的摩尔人了 他一定替别人守护珠宝 对我们不是拳打脚踢 就是奶油灯杂 是这样的 唐吉赫德说 因此 对着魔中邪方面的事 不能过于认真 既不能因此发火 也不要生气 因为这玩意儿肉眼看不见 都是一些幻影 随你怎么想方设法 也找不到对象 进行报仇学耻 桑丘 你如果能起身 就起来找城堡主去 请他给我一些食用油 葡萄酒 盐 还有迷迭香 用来配置那种智商用的香油 说实在话 眼下我非常需要这种智商药 因为刚才那个鬼家伙给了我一拳 伤口还在淌血呢 桑丘虽然全身筋骨酸痛 还是挣扎着起来摸黑找店主去 这时 正好巡逻队员在门口听他的对手说些什么 桑丘见到了他 就对他说 先生 不管您是谁 请您行行好 给我们一些迷迭香 再给一点油 盐和葡萄酒 因为有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游侠骑士 被这客店里一个着了魔的摩尔人给打成重伤 眼下正躺在床上 需要用这些东西进行治疗 巡逻队员听了桑丘的话 认为他一定是个疯子 这时正好天开始亮了 他便打开客店正门 叫店主起来 并把刚才头脑有问题的那个人的要求转告他 店主把桑丘要的东西如数给了他 桑丘便把这些东西拿去给了唐吉赫德 后者刚才给灯砸了一下 这时正双手捂着脑袋叫疼 那一砸只烫出两个大水泡 唐吉赫德却以为在淌血 其实他是在流汗 是给刚刚发生的这场风暴急出来的 闲话少说 唐吉赫德拿起那些药料 将它们掺和在一起 经过搅拌后 就放在炉子上熬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认为已经熬好了 就想要个瓶子装起来 客店里没有瓶子 店主给了他一个装油的铁皮罐子 他就把熬好的药装在里面 装好药后 他就对着药罐念了八十多遍天主经 又念了同样数量的圣母诵 接着又念了这么多次圣母经和信经 每念一次 就像祈求祝福一样 在胸口划一个十字 在这整个过程中 桑丘 店主 和巡逻队员都在场 那个罗夫 已经悄然无声地 给他的牲口喂草料去了 要配置好后 唐吉喝得就想亲口尝一尝他心目中的这种宝贵的香油 看看是不是有效 药锅里还剩有一些油罐里装不下的药 约有半个阿孙伯雷 他拿起来就喝 还没有喝完 就挖的一声吐开了 吐得热汗直流 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他叫人们给他盖好身躯 让他一个人在房子里躺着 众人离开后 他在床上躺了三个多小时 醒来后 他觉得浑身轻松 伤口也不怎么痛了 认为已经痊愈了 他相信自己已经制成非亚拉弗拉斯香油 有了这种药 他的胆子就壮了 往后不管怎样危险的恶障 硬障 他都敢冲敢打 桑丘 潘沙见他主人已经好了 认为这是个奇迹 便请唐吉喝得 将药锅里还没有喝完的药给他喝 锅子里还留了不少药 唐吉喝得就给了他 桑丘满怀信心 一片虔诚 端起药锅 一股奶往肚子里灌 喝得量不亚于他的主人 可是 可怜的桑丘的胃没有他主人这么敏感 喝下药后 不但没有先呕吐 反而引起肠胃一阵阵脚痛 恶心 全身出虚汗 脑袋晕得天旋地转 他觉得 这次真的末日已经来临 他心里非常懊恼 嘴里不停地咒骂那种香油 以及给他喝这种香油的混蛋 唐吉喝得见他这个样子 说 桑丘 你这么不舒服 一定是你还没有封为骑士 我认为 这种药对不是骑士的人是无效的 你知道这个道理 为什么还让我喝呢 真是倒了我祖宗十八代的霉了 这时 桑丘喝下的药药性大发 可怜的是从身上两条渠道同时掘堤 上土下泄 弄得他身子下垫着的那条草席 和身上盖的那条线毯都不能用了 他一阵阵冷汗 一次次昏厥 情况十分严重 他本人和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 他这次性命难保了 他身上的这阵狂风恶浪几乎延续了两个小时 之后他没有像他主人那样把伤治好了 反而觉得全身贪软 连站都站不起来 刚才已经说过 唐吉喝得这时已浑身轻松 康复如初 他想立即出去历险 他认为自己逗留在这里 就意味着世界上需要他帮忙的穷人弱者得不到帮助和庇护 再说 他又带了这种香油 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决心下定后 他亲自给罗西纳特套上鞍佩 也替他侍从的毛驴放上陀鞍 还帮他穿好了衣服 扶他上了毛驴 然后 他自己也上了马 他来到客店的一个角落里 拿起放在那里的一柄短毛 全做长毛使用 这时 客店里的人都在瞧着他 他们总共有二十来号人 店主的女儿也在其中 唐吉喝得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还发出一阵阵叹息声 仿佛全都来自心灵深处 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是由于肋不疼痛 至少昨天夜里看他上药的那些人是这么认为的 主仆俩各自上了座棋 唐吉喝得在店门口停下 叫来了店主 以沉稳 严肃的口气对他说 承包主先生 本人在贵宝承盟盛情款待 感激不尽 此恩此德 铭记永生 唐使有横满无礼之徒 胆敢欺凌您 我定为您复仇 以报答您的恩德 您要明白 我的职责就是扶弱济贫 惩罚不易 昭雪冤情 请您回忆一下 如有这类事情 需要我效力 只要说一声 我以丰收的骑士职位的名义 向您保证 我一定让您趁心满意 如愿以偿 店主也以同样沉稳严肃的语气回答说 骑士先生 我不需要您为我报什么仇 雪什么恨 因为如有人欺误我 我自有办法对付 我只要您付清昨夜住宿的各种开支 两体牲扣的草料费 加上晚餐和客房的费用 这么说 这是客店了 唐吉赫德问道 是啊 是一家体体面面的客店 店主回答说 那我搞错了 唐吉赫德说 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一座城堡呢 而且还是一座不坏的城堡 既然这是一家客店 不是城堡 那眼下这笔费用 只好请店主给免了吧 因为我不能违反游侠骑士的规矩 据我所知 游侠骑士住了客店从不付款 也不付其他任何费用 我迄今在书上读到的都是这样 这是因为 他们有权利享受这种优待 他们出去冒险 常常不分白昼黑夜 不分春夏秋冬 或徒步或骑马 忍尽耐渴 不为寒暑 受尽了大自然给他们的种种磨难 吃尽了人世间的各种苦头 对他们这样的人进行款待 也是理所当然的 您说的这些与我不相干 店主说 请您不要再说什么故事 也不要再讲什么歧视到了 请您把欠我的费用付给我 别的事我不管 我只管收我的租金 你这个客店老板实在太愚蠢 太没有良心 唐吉赫德说 说完 他便用双腿夹了一下罗西纳特 举着他的那根短毛 走出客店 谁也没有拦阻他 他也没有回过头来 瞧瞧他的侍从有没有跟随着他 一口气就跑了很长一段路 店主见唐吉赫德没有付款 就扬长而去 只好到桑丘 潘沙身边要账 桑丘说 既然他主人不想付账 他自然也不想这么做 因为他是游侠骑士的侍从 他主人住了客栈或旅店不用付款 这个规矩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他 店主听了 勃然大怒 吓唬他说 他若不付 就叫他吃些苦头 不由他不付钱 桑丘说 根据他主人奉行的骑士道 即使要了他的命 他也不给一分钱 游侠骑士自古以来的好规矩 不能坏在他手里 他也不能让后世的侍从怪他 则被他丢弃了如此合理的权力 遭了厄运的桑丘 又该倒霉了 在客店的这些旅客中 有四个塞哥维亚的羊毛疏理工 三个科尔多瓦市波托罗区的麦逢一针的小贩 还有两个住在塞维利亚集贸市场附近的居民 这些人生来爱打闹 爱玩恶作剧 虽无恶意 却常常弄得你哭笑不得 这几个人仿佛受到某人的唆使和挑动式的 一起来到桑丘身边 将他从毛驴上拉了下来 其中一人走进客店 取来了店主床上的那条毛毯 将桑丘推倒在毛毯上 他们抬头一看 发现房子的天花板太低 在这里不能玩他们的把戏 就决定来到后院 那正好是头顶蓝天 到了那儿 他们将桑丘放在毛毯的中间 然后向空中高高抛起 用这个办法戏弄它 就像在狂欢节期间抛狗作耍一般 被他们抛扔的这个可怜虫 没命地呼叫起来 喊声终于让他的主人听到了 他侧耳细听 开始时还以为又遇到了什么新的显示 后来 他听清楚 是他的侍从在呼叫 他拨转码头 飞马回到客店门口 见店门紧闭 便绕着客店走了一圈 想找个门进去 他来到后院并不太高的围墙边 终于看到那些人在戏弄他的侍从 他见到桑丘被一起一落地 往空中抛扔 那动作如此协调 准确 却又如此滑稽斗人 要不是他当时一枪怒火 也准会忍君不禁的 他试图踩着马背爬上墙头 然而 当时他还浑身无力 连下马都不可能 只好在马背上 像抛扔桑丘的那些人怒骂一番 这连珠炮般的骂声 就连本书的作者也没法记录下来 然而 抛扔的那些人 这时还在嬉笑 并没有助手 在空中翻滚的桑丘 也没有停止他的喊叫 他时而恫吓 时而央求 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他们仍然一刻不停地抛扔着 直到精疲力竭才助手 他们随即将桑丘的驴子牵来 扶他上驴 还替他披上了短大衣 心肠仁慈的玛丽托纳斯见他累成那样 觉得拿一瓦罐水让他喝 是对他最好的救助 便从井里挤了一罐冰凉的井水给他 桑丘接过凉水 这要送到嘴边 却听到他主人的叫声 没有喝进去 主人说 桑丘 我的孩子 别喝凉水 孩子 千万不能喝 这会要了你的命 你看到了吗 我这有香油 神极了 他把成药的那个铁皮罐拿给他看 这香油泥 只要喝上两滴 管饱药到病除 听到唐吉喝得的话 桑丘斜眼看去 用更大的声音说 您也许忘了 我不是骑士吧 您还要我将昨天夜里吐 剩下来的五脏六腑都吐个精光吗 这鬼油您自己留着吧 我的事您别管 说完话 他拿起瓦罐就喝 喝了一口 知道是水 就不想喝了 他请玛丽托纳斯 给他拿酒来喝 他很乐意的给他拿来了酒 而且 还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 他虽然是个用人 却有基督徒的心肠呢 这时店门已经大开 桑丘喝完酒 用脚踢了一下毛驴 迅速冲出店门 尽管他的背部和往常一样 当了他的担保人 他仍然觉得非常得意 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没有付一分钱的住宿费 实际上 店主已经将他的搭连留下底帐了 只是桑丘急急出门 压根就没有察觉 桑丘一走 店主就打算拴上大门 但刚才抛扔桑丘的那一伙人不同意 在这些人眼里 唐吉赫德即使真的是圆桌游侠骑士中的一员 也分文不值 第十八章 叙述桑丘 潘莎与他主人唐吉赫德的谈话 以及其他值得技术的显示 桑丘赶上他主人的时候 早已经疲疲力竭 连催赶驴子的力气也没有了 唐吉赫德见他这个样子 便对他说 桑丘 你这个老实人 听着 现在我终于相信 那个城堡或者就叫客店吧 已经受魔法控制了 这是确凿无疑的 那几个这么残忍的折磨你的家伙 不是妖魔 或是从阴间来的鬼怪 又会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以下列事实为证 当时我站在后院的围墙边 见你演那一幕幕惨剧 我却无法爬上墙头 甚至我都不能从罗西纳特背上下来 可见 我已中了他们的魔法了 我以歧视的名义向你启示 那时解我 如果能爬上墙头 或者能下马 我一定为你报仇 要让那一群脱皮流氓 永远记住他们这一场恶作剧 当然 这样做是违反歧视规则的 就像我多次对你说过的那样 按规定 除非进行自卫防身 或者情势紧急 万不得已 一般情况下 歧视是不准和不是歧视的人交手的 我不管自己是不是歧视 要是办得到 我一定会替自己报仇的 可惜我办不到 不过 我认为那些戏弄我的人 既不是你说的鬼怪 也不是着魔中邪的人 他们和我们一样 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且 他们每个人都有名有姓 他们将我往空中抛扔的时候 我都听到 他们呼叫姓名 有一个叫佩德罗 马丁纳斯 另一个叫特诺里奥 埃尔南德斯 我还听到 他们管店主 叫左撇子胡安 帕洛梅盖 因此 老爷 您爬不上围墙 下不了马 与着魔不着魔不相干 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出来四处寻找显示 到头来 都是自己倒了没 弄得哪一只是自己右脚都分辨不出 依我余见 倒不如 回到我们自己村庄 因为眼下正是收获季节 地里有许多活要干 不要再像老话说的东奔西跑 越跑越糟了 桑丘 你对骑士道方面的是实在知道的太少了 唐吉赫德说 你别多嘴 也不要着急 总有一天 你会亲眼目睹干这一行 该有多光荣 你若不信 请你告诉我 世界上还有比打胜仗 比降服了敌人更令人高兴 令人喜欢的是吗 毫无疑问 这样的事一见也没有 你说的想必是有道理的 桑丘说 骑士道这方面的事 我的确一窍不通 我知道 自从我们当上了游侠骑士 或者说 自从您当上游侠骑士后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 是进不了这么体面的人的圈子里的 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胜仗 与比斯开人干的那一次例外 不过 那一次 您也赔了半只耳朵 和半个头盔呢 打那以后 我们一次次挨棍子 一顿顿吃拳头 我还多沾了点光 让人家用毯子往空中抛 由于抛我的这些人是有魔法的 我还没有办法复仇 我真不明白 您说的战胜敌人的快意究竟在什么地方 桑丘 我的苦恼正在这儿 唐吉赫德说 想必也是你的苦恼 不过 从今以后 我一定设法弄到一柄精致的降魔剑 带着这把神剑 任何形式的魔法都不起作用了 甚至时来运转 火箭骑士阿玛蒂斯的那柄剑 也会落到我的手中呢 这可是全世界骑士配剑中的佼佼者 它不仅有我刚才说的那个优点 而且还像剃刀一样锋利 任何铠甲 不管有多坚固 甚至施了魔法 都会被一箭劈开 我这个人运气是够好的了 桑丘说 就算您说的这些是真的 您真的弄到了这么一柄宝剑 也像那种香油一样 只对丰收了歧视的人才有用 像我这样的侍从嘛 只有吃苦头的分了 这个你别烦 桑丘 唐吉赫德说 老天会让你交好运的 主仆俩正在这样边走边谈着 唐吉赫德忽然见到前面路上黄尘滚滚 他立即回过头来对桑丘说 桑丘啊 今天是我吉星高照的日子 我是说 今天我要比往常更卖力的干 我要大显身手 让今天的作为名垂青史 勇士流芳 桑丘 你看见前面那滚滚尘埃了吗 这是由无数个民族组成的 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 他正朝这开来 这样说来 应该有两支军队了 桑丘说 因为在相反的那个方面 也掀起了一片尘土 唐吉赫德回头一看 果然如此 喜不自胜 心想 确实是两支军队 开到这广阔的平原地 带来一决胜负的 原来唐吉赫德的脑海里 无时无刻不再想 游侠骑士小说中讲到的行军作战呀 着魔中邪呀 冒险猎奇呀 谈情说爱呀 挑战决斗呀 以及其他种种疯疯癫癫的事 他平日说的 想的和做的 也全都是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 唐吉赫德刚才见到的尘埃 是从那条道两个方向赶来的两群羊掀起的 由于空气中弥漫着尘土 没等这两大群羊走到跟前 还真的看不清楚 唐吉赫德一口气咬定 这是两支军队 弄得桑丘也信以为真 他说 老爷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唐吉赫德说 救助贫困 扶持孤寡呗 我告诉你 桑丘 迎面来的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 是阿立方法龙太皇帝 是特拉波瓦那大岛之王 从我背后来的 是他的死对头 卡拉曼托斯的国王率领的军队 这位国王名叫光哥波潘塔波林 因为他每次交战 总是裸露着右臂 那么 这两个国王为什么会这样仇恨呢 桑丘问道 他们俩交恶的原因是 唐吉赫德回答说 阿立方法龙是个凶恶的异教徒 他爱上了潘塔波林的女儿 这位公主非常漂亮 异常活泼可爱 是个基督徒 他父亲不愿意将他嫁给一个异教徒国王 除非他背弃了伟先知穆罕默德 改姓基督教 我拿自己的胡子启示 桑丘说 尽管潘塔波林这件事做得不太好 我也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 你这样做就对头了 桑丘 唐吉赫德说 没有风为骑士的人也可以参加这样的战斗的 这点我也知道 桑丘说 只是我们这头毛驴拴到什么地方去呢 得找个打完仗后能稳稳当当找得到的地方 骑毛驴打仗 我认为到今天还没有这个先例 是啊 唐吉赫德说 我看你还是随他去吧 走失不走失就看他的造化了 我们打赢了这一仗 手里的马就多了 说不定罗西纳特都有被换掉的危险 现在你留心听我说 也留心看着 我把两支军队的主将向你介绍一下 为了让你看得清楚些 我们退到那边那块高地上 那看得清楚 他们来到那座小山上 唐吉赫德误认为是军队的那两大羊群 要是没有被他们掀起的灰尘遮住 在这座小山上应该看得清楚的 然而在唐吉赫德的头脑里 还是只看到了他没有见到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他提高嗓门说 那边有一位骑士身穿黄铠甲 手中盾牌上画一只带王冠的狮子 敦伏在一个姑娘脚下 他是英勇无敌的银桥主劳尔卡尔科 还有一位的铠甲上有一朵朵金花 盾牌的底子是天蓝色的 上面有三只银色的王冠 这就是吉罗西亚大公威震四方的米科科来波 他右边那个手长腿长的大汉是豹子 胆布朗达巴巴拉德波里契 是阿拉伯三个部落的首领 他身披一张蛇皮做铠甲 举一扇门板当盾牌 据传 这门板是当年参孙已死复仇 摧毁了一座寺院后从一扇门上拆下来的 你再在这边看看吧 这支军队的开路先锋是长胜不败的蒂莫纳尔 德卡尔卡霍纳 他是辛比斯开的王子 他身穿蓝绿白黄色铠甲 在褐色底子的盾牌上画有一只金猫 上面写着一个喵字 是他意中人芳明的第一个字的发音 据说他就是举世无双的苗利娜 是阿尔弗尼盖 德尔 阿尔加尔被公爵的千金 就在他旁边 沉重地压在那匹威武强壮的骏马上的那一位 是个出出茅庐的新手 他一身白铠白甲 白色的盾牌 没带任何标记 他是法兰西人 名叫皮埃莱斯 巴宾 是个封地在乌托里盖的男爵 还有一位骑一匹清洁的条纹斑马 脚上的马刺老是踢着马肚子 他的铠甲上画着 由银白色与天蓝色两种中成双的排列着的图案 他就是威猛的纳尔比亚公爵 埃斯塔费拉尔多 德尔 博斯盖 他的盾牌上画着一颗卢笋作为标记 还有用卡斯蒂利亚语写的一句口号 我的命运掠地而飞 唐吉赫德 凭着自己的想象 一个一个的爆出这两支军队将帅的名字 同时 还随意说出 这些将领穿什么样的铠甲 甚至还说出铠甲的颜色和标记 以及上面写的口号 此时他风病大发 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下去 前面这支军队由各个民族的成员组成 有和著名的桑托河田水长大的人 有脚踩马希利土地的人 有在幸福的阿拉伯土地上筛选金沙的人 有在清澈见底的泰尔墨东太河两岸有名的凉爽地区 过着好日子的人 有开挖了许多水渠 已排去金黄色的巴克多洛河水的人 有说了话不算数的奴米底亚人 有以射箭著称的波斯人 有边打边逃的帕提亚和米提亚人 有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有性格凶残 皮肤白皙的西徐亚人 有嘴唇上穿孔的埃塞俄比亚人 还有无数其他民族的人 他们的脸我都认得出 只是我已记不得这些民族的名称了 在另一支军队里 有喝用来灌溉橄榄树的贝底斯河清水长大的人 有用金光闪闪口味甜润的塔获河水洗脸洁身的人 有的人居住在神圣的赫尼尔河畔 享用着那能供饮用的河水 有来往于牧草丰盛的塔尔特苏斯草原的人 有生活在乐土般的赫雷斯草原的人 还有富有的拉曼雀人 头上戴着用金黄色的麦碎边的瓜 有身穿铁甲的古代哥特族的遗老遗少 有的人常在以水世缓慢出名的毕苏埃加河沐浴 有的人在弯弯曲曲的瓜迪亚那河边 一望无银的牧场上墓放过自己的牛羊 瓜迪亚那河有一条著名的暗流 有人住在森林密布的比利牛斯山上 冻得全身发抖 也有的住在高耸入云的阿比尼诺高原 银白色的雪花冷得他们不时的打冷战 一句话 全欧洲所有的民族都在那儿了 天啊 他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地区 这么多国家和民族 还说出了每个民族的特点 看来他读了谎言连篇的书 整个都融化 浸泡在里面了 桑丘 潘沙全身贯注的听他说话 他自己一言不发 时而回过头来瞧瞧 看能不能见到他主人讲到的这些骑士和巨人 结果 一无所见 他对唐吉赫德说 老爷 该是见鬼了吧 您刚才说的这么多巨人和骑士 在这周围一带 怎么连一个也见不到呢 至少我没有看见啊 兴许像昨天夜里的那些鬼魂一样 都是魔法事变的吧 你怎么这么说呢 唐吉赫德说 难道你没有听到马斯声 号角声和咚咚的战鼓声吗 我只听到公羊和母羊的灭灭声 桑丘说 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 情况确实是这样 因为这两群羊已经快到他们身边了 桑丘 你是心里害怕 所以耳不聪目不明 心一发慌 感觉器官就失灵了 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就不是原来的那样 你真的这么害怕 就退到一边去 让我单独留在这儿 我单枪匹马就能使我援助的这支军队取得胜利 说完 他便用踢马刺踢了一下罗西纳特 一手提着长矛 风驰电掣般地冲下山去 桑丘亮着嗓门 大声地说 唐吉赫德老爷 请您快回来 我对上帝起誓 你冲进羊群里了 快回来吧 连我的亲老子也倒了霉了 怎么会封成这样呢 你好好瞧瞧吧 既没有巨人也没有骑士也没有什么猫呀 铠甲呀 披成两片的盾牌或者整块的盾牌呀 更没有什么图案上的白中 蓝中和什么鬼中 您这是干什么呢 上帝真作孽呀 尽管桑丘喊破了嗓门 唐吉赫德就是不回头 他也提高了嗓音嚷道 喂 骑士们 凡是在英勇的光胳膊 潘塔波林皇帝的大旗下作战的人 全都跟我来 你们将会看到 我将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击败你们的仇敌 特拉波瓦那岛上的那个阿利方法龙 喊声未了 人已经冲进了羊群 举起长矛猛刺起来 看他那股劲儿 仿佛真的在刺杀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呢 跟着羊群来的牧羊人大声地说 请他不要这么干 他们眼看 这样做不起作用 便纷纷解下扔石器 将拳头大的石块往他身上扔来 这些石头 丝毫也治不了唐吉赫德的疯病 他仍然左冲右突 嘴里一个劲儿地嚷道 木空一切的阿利方法龙 你在什么地方 快过来 我是单枪匹马的骑士 我们一对衣较量一番 我要杀了你 你欺舞了英勇的潘塔波林 卡拉曼塔 我要严惩你 这时 突然飞来一块鹅卵石 打到唐吉赫德一边的腋下 将他的两根肋骨打得陷了进去 遭到这一打击后 唐吉赫德以为自己纵然不死 也一定受了重伤 于是 他想起了那智商的香油 立即取出那个油罐 往嘴里送 那油流进他的肚里 他认为 油罐里的香油还不少 还没有喝足 这时又飞来一块石头 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他的手上和油罐上 把那只油罐打碎 还捎带磕下了他三四个板牙和盘牙 还砸伤了两个手指 第一块石头来是凶猛 第二块石头也是够厉害的 这两块石头打得可怜的骑士 从马背上掉了下来 牧羊人来到他身边 都以为他已一命呜呼 便迅速将羊赶到一起 扛起那七八只死羊 急匆匆地走了 在这期间 桑丘一直站在一座小山上 看他主人发疯 他一个劲地揪着自己的胡须 嘴里诅咒着命运 为什么让他认识了这么个主人 见唐吉赫德倒在地上 牧羊人已经远离 桑丘才走下山来 来到主人身边 发现他的伤势很重 只是神志还相当清楚 他对主人说 唐吉赫德老爷 刚才我不是对您说过 回来 您攻击的不是军队 是两群羊吗 我的对手足智多谋 诡计多端 他们会由人变成羊羔 桑丘 你应该清楚 这些家伙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做到他们变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老是跟我过不去的这个坏蛋 见我在这场战斗中即将获胜 便十分嫉妒 立即将对阵的两军 变成了两群羊 你如不信 就请你做下面一件事 做这件事为了我 也为了让你醒悟过来 相信我说的话全是真的 你骑上毛驴 悄悄地跟着他们 用不了跟他们走多远 就能见到他们 又从羊羔变回原形 变成我刚才跟你说起过的那些人 一点也不假的人 不过 眼下你 暂时不要走 我还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你过来 替我瞧瞧 我少了几个板牙和盘牙 我仿佛觉得满嘴牙齿 被打得一颗不剩了 桑丘来到唐吉赫德身边 两只眼睛几乎凑到了他的嘴边 这道唐吉赫德刚才喝下的香油 在胃里药性大发 就在桑丘贴着唐吉赫德的嘴 看他的牙齿的一瞬间 后者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就像水枪一样 喷射到这个富有同情心的侍从的脸上 圣母玛丽亚 桑丘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老先生的嘴里在喷血 他一定受了致命伤了 后来他再仔细看看 觉得从颜色味道和气味上看 那不是血 是自己刚才见到他喝进去的香油 他立即一阵恶心 翻江倒海般呕吐起来 差一点将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吐到他主人的身上 两个人都弄得一身淋漓 桑丘立即走到毛驴边 想从搭连里找样东西 把身子擦擦干净 同时也想找点药给主人治治伤 结果发现搭连不见了 急得他差点发疯 他一再咒骂自己 同时心里暗暗盘算着 他想丢下主人回老家去 当然 这样一来 就等于替主人白白干活 领不到工钱 而且主人许诺 他当海岛总督的希望 也成为泡影 不过 他也顾不了这些了 这时 唐吉赫德已从地上爬起来 他怕嘴里紧剩的几个牙齿掉出来 拿右手捂住嘴 用另一只手抓住本性忠良 从不离开主人的罗西纳特的缰绳 来到侍从的身边 见桑丘胸口抵住驴背上 一手拖着腮帮 露出一副忧虑多端的神情 唐吉赫德见他这副愁长百节的样子 就说 桑丘 你应该知道 只有干的比别人多 得到的才能超过他人 我们经历过的阵阵暴风骤雨 正是很快就会雨过天晴的征兆 这表明情况就会好转 不管好事坏事不可能历久不变 因此 乐运交久 好运就在眼前 请你不要为我的不幸遭遇难过 我的事没有一件与你相关的 怎么不相关呢? 桑丘说道 难道昨天给毯子兜着往天空抛的那个人 不是我老子生的儿子? 今天丢掉了那只装了我 全部形装的搭连不是我的 又是谁的呢? 桑丘 你的搭连不见了? 唐吉赫德问道 是啊 桑丘回答说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吃的了 唐吉赫德说 您不是说能识别野菜吗? 像您这样 运气不好的游侠骑士 就只好拿野菜充饥了 要是这草原上连野菜也找不到 那我们真的 就只好喝西北风了 不过 眼下我倒更喜欢吃上一大块白面包 或者黑面包 再加两条沙丁鱼呢 唐吉赫德说 这比迪奥斯科里德斯 撰写的 并由拉古纳医生添加了插图的那本书中 鸟树的所有野草 要好吃的多 这些就不去说他了 你还是快骑上你的毛驴 跟我走吧 好心的桑丘 上帝供养天下万物 无论是天上飞的蚊虫 还是地上爬的蠕虫 或者是水中游的蝌蚪 都给他们吃的喝的 难道会少了我们这一份吗? 更何况 我们在东奔西走为他效劳呢? 上帝大慈大悲 让阳光普照好人坏人 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 都能得到他语录的恩责 您当说叫不到的教室 比当游侠骑士还强呢? 桑丘说 桑丘 游侠骑士无所不会 也应该样样都会 唐吉赫德说 几个世纪前有的游侠骑士 就像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学生那样 能随时在战场上说教或讲学 这就是说 毛不会使笔变突 笔也不会使毛变顿 您说的也有道理 桑丘说 现在我们离开这里吧 今天晚上得找个地方过夜 上帝保佑 那个地方没有毯子 没有用毯子兜着往上抛的人 也没有鬼怪和中了魔法的摩尔人 否则 我就要完蛋了 孩子 你就祈求上帝帮你这个忙吧 唐吉赫德说 你爱上哪 就上哪 这回就有你来选择过夜的地方 不过 现在请你用手 只摸摸我这儿 看看我这右上饿缺了几个牙 我这边觉得很痛呢 无论是盘牙还是板牙 都没有拔过 也没有掉过牙 就连虫柱和风湿病 也没有坏死一个牙齿 这么说 桑丘说 您在这下边 只有两个半盘牙 上面连半个都没有 整个就像手掌一样光溜溜的 我太不幸了 听了侍从告诉他的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后 唐吉赫德说 我宁可砍掉一只胳膊 只要不是拿剑的那一只 告诉你 桑丘 嘴里没牙 就像墨盘里没有磨石 一颗牙齿 比一枚钻石还宝贵得多呢 话又得说回来 我们干其事道 这个苦差事的人是注定要吃这种苦 受这种罪的 朋友 快上驴给我带路吧 走快走慢都随你 桑丘照办 他认为哪能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就朝哪走去 但一直没有离开那条笔直的大道 他们缓步而行 因为唐吉赫德牙银 痛得他心烦意乱 无心走快步 桑丘不时的跟他说些话 逗他乐 给他解闷 桑丘说些什么 请看下一章 第十九章 叙述桑丘和他主人的庙坛 以及唐吉赫德见到一具尸体等歧视 老爷 我们这几天倒霉是一桩接一桩 我看一定是因为您违反了歧视道的规则 犯了罪 所以遭到惩罚了 你曾经发誓 要把那个叫什么马拉特利诺的摩尔人的头盔抢来 否则 您就不扑捉不吃饭 不和王后亲热等等 可是 这一切您都没有做到呀 桑丘 你说的很有道理 唐吉赫德说 说句老实话 这件事 我早已抛到脑后去了 不过 你没有及时提醒我 也有过错 所以给他们都在毯子里抛扔 这点 你也不应该怀疑 不过 我决心补过自新 照其世道的规矩 什么事都可以补救 难道我也起过事了 桑丘问道 你没有发誓也不行 唐吉赫德说 我认为 你也许算个从犯 不管算不算 我们想办法进行补救 总没有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桑丘说 那您可千万别把这件事 和上次那个誓言一样给忘了 兴许那些鬼怪又会来戏弄我 如果他们见到您捋饭不改 也会来作弄您 两人边走边谈 走到半道上天就黑了 还没有找到投诉的地方 这时 他们都早已鸡肠鹿鹿 丢失了搭连后 他们路上吃的干粮全没有了 接着 他们又遇到了一件骑士 这件事真可以算是一件显示 当时以暮色苍茫 但他们仍往前走着 桑丘觉得这是一条大道 再往前走上一两西班牙里地 准能找到一家客店 不久 天已全黑 侍从饿得发慌 主人也想吃东西 他们偏见在对面有一大簇灯光 像一颗颗一洞的星星 迎面而来 桑丘一见就正住了 唐吉赫德也一时难以镇定自若 前者紧拉驴浆 后者勒住码头 静静地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们发现这点点火光离他们越来越近 越近越亮 桑丘吓得像中了水银毒一样 全身发抖 唐吉赫德也紧张地 头发根也竖了起来 他强打精神说道 桑丘 可以肯定 我们遇到了一桩最大最险的事情 这件事 要我拿出全身勇气 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对付 我真倒霉 桑丘说 要是这次真的遇上了鬼怪 我还能受得了吗 我看他们真的是鬼怪 即使他们比鬼怪还凶猛 唐吉赫德说 我也不允许他们碰你一根毫毛 上次他们耍弄了你 是因为我爬不上后院的围墙 这会儿 我们是在一马平川的野地里 我可以自如地挥舞我这柄剑 要是他们像上次一样 对您使了魔法 让您手脚僵直 桑丘说 在旷野里又有什么用 即使这样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也得壮起胆来 你也要振作精神 等一会儿 你会亲眼见到 我的胆量有多大 主仆俩站到路的一边 又细细地查看了一会儿那些火光 没有多久 他们就看见许多身穿白衬衣的人 桑丘 潘沙一见 早已魂飞魄散 像得了孽己一样 全身发冷 一个个牙齿都捉对撕打起来 情况越是看得清楚 他身上抖得越是厉害 那些穿白衬衣的人 有二十来个 都骑着马 手中举着点燃的火把 后面是一圣驼叫 轿子四周蒙着黑布 在后面 又是六个骑牲口的人 全身披着黑色丧服 就连牲口也带着笑 只露出四肢 这些牲口走得很慢 分明是骡子 那些穿白衬衣的人 口中念诵着什么 声音低沉 凄凉 在这样的时刻 在这样的旷野里 又见到这样的情景 怎么会不叫 桑丘毛骨悚然呢 他的主人 要不是唐吉赫德 换了另一个人 也会害怕的 桑丘早已魂不附体 但唐吉赫德却一点也不怕 因为在他的头脑里 早已把他眼前见到的情景 想象成他书中读到过的那种显示了 他把陀教想象成为担架 上面一定躺着一名 不是身受重伤 就是一命呜呼的骑士 他的仇 自然该由他唐吉赫德来报了 他二话没说 便提起那根长矛 在马鞍上坐正身子 十分威武雄壮地 那担架里抬的是什么人 看样子 你们是受到了伤害 或者伤害了他人 你们应该把实情告诉我 以便惩罚你们的恶行 或者为你们报仇血恨 我们有急事 一个白衣人说 客店离这里还远 我们没有时间 停下来回答这么多问题 他踢下罗子的肚子 往前走了 唐吉赫德听了勃然大怒 一把揪住对方罗子的龙头 说 别走 应该讲点礼貌 快回答我刚才问的这些事 不然 我就跟你们大伙开战 那头罗子胆子小 龙头一给揪住 就吓得直立起前腿 将他的主人 从罗的臀后掀翻在地 徒步行走的一名侍从 剑穿白衬衣的人跌落在地 便对唐吉赫德破口大骂 唐吉赫德怒不可遏 立即举起他的那柄长矛 朝一个身穿校服的人刺去 将他刺成重伤倒地 他随即调转马头 朝别的人刺去 他进攻的速度 真是快得惊人 这时节的罗西纳特 仿佛长了两只翅膀一样 跑动得非常清洁 矫健 那些穿白衬衣的人 胆子都很小 又没有带武器 因此 没有交上手 就落荒而逃 他们都举着火把 活向节日之夜举行的化妆游行 那些穿丧服的人 被无袖长袍和长裙裹住 行动不便 唐吉赫德轻而易举地 将他们打了一顿 打得他们四散奔跑 他们认为 这家伙不是人 是地狱里来的鬼怪 来抢夺陀教上的那具尸体的 这一切 桑丘都看得真切 他对主人的胆略敬佩万分 自言自语道 我这主人 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勇敢 有劲 这时 第一个垫下罗子的人 旁边有个火把还在燃烧 借着火光 唐吉赫德看到他了 就走到他身边 拿长矛的矛头 搁在他脸上 叫他投降 否则 就要他的命 跌倒在地的那个人说 我早给您降服了 我的一条腿都断了 起不来 您如果是个信基督教的绅士 我请求您别杀我 否则 就会亵渎神灵 因为我是硕士 已被授予出等神职 您既然是教堂里的人 唐吉赫德说 哪个鬼家伙叫你到这儿来的 有谁呢 先生 倒在地上的人说 还不是自己倒霉啊 刚才我问你的话 你如不好好回答 唐吉赫德说 接下去你还会倒更大的霉呢 让你满意 这并不难 硕士说 请听我说 我刚才说自己是硕士 其实我只是个学士 我叫阿隆索 洛贝斯 是阿尔科本达斯人 我刚从拜埃莎来 同行的还有刚才举着火把逃走的十一个教室 我们护送陀教上的那具遗体上 塞哥维亚去 那是一个绅士的遗体 他死于拜埃莎 在那入殓 眼下正如我刚才说的 准备将他的尸骨送去塞哥维亚安葬 那是他的故乡 是谁杀死了他 唐吉赫德问道 是上帝借助一场瘟病要了他的命 学士回答说 原来是我主上帝要了他的命 唐吉赫德说 这就免得我为他复仇了 否则 我是要给他报仇的 既然是上帝要他死 我就只好耸耸肩不作声了 就是上帝要我本人的命 也只好这样 教士先生 我告诉您 我是拉曼雀的一名游侠骑士 我的职责是走遍天下 大打不平 为民申冤 我原本是好好的 被你打断了一条腿 成了瘸子 看来一辈子也站不直了 我不明白 这叫什么打抱不平 学士说 你刚才为我伸冤 结果却使我受了冤 而且这个冤永远深血不了 您是来历险的 遇上您这样的人 我真是倒了大霉了 世界上每件事 结果都不是一样的 阿隆索 洛贝斯先生 唐吉赫德说 这次的事坏就坏在你们来时 正好在夜间 又穿着白色的法衣 手上还举着火把 口中念着咒语 有的还穿着丧服 真像是从阴间来的鬼怪 因此 我不能不尽我的责任 来跟你们交战 我一直把你们当作地狱里的魔鬼 才向你们发起攻击的 这也是我命该如此吧 学士说 害我倒大霉的游侠骑士先生 我的一条腿 给压在罗子下面的铺鞍和脚凳的中间了 请拉我一把 让我把腿抽出来 您怎么不早说呢 唐吉赫德说 我还只顾跟您唠叨了这大半天 他立即大声叫桑丘过来 但桑丘没有答应 因为那些先生 带来了许多食品 他这时 正在将 罗子上的食品卸下来 他脱下自己的外套 当作布袋 装了满满的衣袋 拖在自己的驴子上 然后才奉命来到他主人的身边 帮那个学士 从罗子底下抽出腿来 又抱他到罗背上 还将火把还给了他 唐吉赫德叫他去找他的伙伴 还请他向他的同伴们带志歉意 说他刚才多有冒犯 这也是他身不由己 桑丘插言道 如果那些先生想知道 将他们打成这个样子的这位勇士是谁 就请您告诉他们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别好叫狼狈像骑士 学士走后 唐吉赫德问桑丘为什么叫他狼狈像骑士 我来告诉您原因吧 桑丘说 刚才我借助那个倒霉鬼的伙伴细瞧了您一番 您的尊容实在太不雅观 这父母样狼狈极了 一定是这一仗打得太累了 也可能由于您掉了几颗牙齿吧 不是这么一回事 唐吉赫德说 真正的原因是 负责撰写我一生英勇士忌的那位宝学之士认为 我也应该和其他骑士一样有个别号 他们有的叫火箭骑士 有的叫独角兽骑士 有的叫姑娘们的骑士 有的叫凤凰骑士等 还有的叫尸身鹰头兽骑士 和死亡骑士 他们凭这些绰号和标记名文还语 我说 准是那位宝学之士 将狼狈像骑士这个别号 放到你的舌头上和心眼里 这会儿让你脱口叫了出来 我今后就打算这么称呼自己 为了能名识相符 我打算让人在我的盾牌上画上我狼狈的模样 您用不到费钱费神让人画这个像 桑丘说 其实 往后谁瞧您时 只要露出您的尊容 让他们看看 既不用画像 也不要盾牌 人家立即会说 您模样很狼狈 请您相信我 我说的是实话 老爷 我告诉您 我顺便说句笑话吧 您腹内空空 又如我刚才说的 缺了几个牙齿 脸色实在难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不画那幅 一脸狼狈像的话 唐吉赫德 听了桑丘的莲珠妙语 哈哈大笑 不过 他还是打算 在使用这个别名的同时 按自己的想法 让人画他的盾牌 这时 那个学士 又回来了 他对唐吉赫德说 我刚才忘了 告诉您一件事 您听着 由于您粗暴地 用双手触摸了神圣的事物 您被割除较急了 Juxta Eilat Sikas Swadant Diablo 我不懂这句拉丁文 唐吉赫德说 不过 我心里明白 我压根也没有用手去触摸 我用的是这根长毛 再说 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从来没有想到 要去冒犯教室或教堂里的什么东西 我以为他们都是鬼怪 是另一个世界来的妖孽 我那样做的时候 头脑中浮现了西德 鲁伊蒂亚斯当年的情景 他当着教皇陛下的面 将一个国王的使节 坐的椅子砸烂了 因而被割除较急 可是 按罗德利哥 得比瓦尔那天的举动 他不愧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勇敢的骑士 上面已经说过 学士听了这番话 为家驳斥就走了 唐吉赫德想看看 陀教上的那具尸体 是不是只剩了一副残骸 可是 桑丘不允许 他说 老爷 我亲眼目睹的几次历险 要数这次最顺利 这一伙人 虽给您打败了 但他们会发觉 打败他们的人 只有一个 因此 他们必然会又羞又恼 重振旗鼓 又来寻找我俩 给我们点颜色瞧瞧 眼下驴子已准备停荡 附近就是山 我们早已饥饿男人 现在只要开不走 就可以像人们说的那样 死人进目到 活人吃面包了 他赶着毛驴 请主人跟他走 唐吉赫德认为 桑丘的话有道理 就不再说什么 跟他走了 他们在两座小山间 走了一段路 来到一块广阔 僻静的平地 两人下了牲口 桑丘从毛驴背上 卸下一些食物 他们就躺在草地上吃饭 由于饥饿 胃口大开 将早中晚三餐 外加一顿点心 都并做一顿吃了 教士先生向来不会亏待自己 这回伴送遗孩 陀螺上带了不少熟食 主仆俩一次就吃了一大篮 终于喂饱了肚子 这时出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 桑丘认为 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原来他们没有酒喝 就连谁也喝不到 咳得实在难熬 桑丘见到地上 长满绿油油的青草 说出一番话来 要知桑丘说些什么 请看下一章 第二十章 叙述英勇的唐吉赫德德 拉曼却遇到 从未听到 见到过的显示 却以世界著名 骑士从来没有过的 最安全的方法脱了险 老爷 这些绿油油的青草表明 这附近 必然有滋润他们的清泉 或小溪 因此 我们应该往前走一走 也许能找到解渴的地方 我们以渴的嗓子也冒烟 这比饥饿更难受啊 唐吉赫德认为 桑丘的主意不错 这时 他牵着罗西纳特 桑丘将吃剩的食物装上驴背 也牵着毛驴 两人摸黑 朝草地的上方走去 由于这时天色已晚 周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还没有走上200步 就听到隆隆的流水声 好像有一瀑布 从很高的悬崖上倾泻下来 听到这声音 他们欣喜万分 便停下来听听 这声音来自什么地方 他们又听到了一种声音 这声音冲淡了他们刚才 听到水声引起的欢乐 尤其扫了桑丘的心 因为他生性胆怯 原来他们听到了有节奏的拍打声 还夹杂着铁片和铁链摩擦时发出的声音 加上他们原来听到的汹涌的水声 除了唐吉赫德 谁听了都心惊胆战 上面已经说过天已经黑了 他们来到一块林地 周围都是参天大树 微风吹动 树叶发出稀疏声 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俩孤单单的在那个地方 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一边是隆隆的流水声 另一边是沙沙的树叶声 刚才听到的拍打声仍不绝于耳 风还在不停地吹着 夜好像长得没有个尽头 此外 他们又不知身在何处 这真叫人胆战心惊啊 唐吉赫德对这一切仍毫不畏惧 他跳上马背 一手跨着盾牌 一手提着那根长矛 说道 桑丘朋友 你应该明白 老天爷让我出生在这个铁的时代 目的是让我去恢复金字的时代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时代 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出生入死 历尽艰险 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要重振圆桌骑士 法兰西十二五世 和世界上九大英杰的事业 我要让人们忘记什么普拉蒂尔呀 塔布朗德呀 奥利瓦德呀 蒂拉特呀 以及费华和贝利阿尼斯之流 要让过去所有的著名骑士 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我要在当今之事 干大事 创大业 立大功 让前辈骑士们创建的辉煌成就 黯然失色 我忠实而公正的侍从 你应该注意 今夜这样黑暗 既无人生 树林中又发出低沉的嘈杂声 加上我们跑来寻找 好像从月亮的高山上冲泄下来的这股水流 发出的可怕的声音 还有那种不停的响着的拍打声 这种种因素凑合在一起 或者单独的一种因素 都可以使战神也魂飞魄散 何况那些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危险 经历过这种歧视的人呢 可是 我刚才对你说的这种种情景 反而更增添了我的勇气 使我难以控制自己 不管这次冒的险有多大 我一定要大干一场 为此 请你把罗西纳特的肚带勒紧一点 你就留在这里吧 在这儿等我三天 届时我若不回来 你就可以回村 回去后 老你的驾 去一趟托波索 请告诉我 那举世无双的多尔西内亚小姐 就说那个为她倾倒的骑士 为了不辱墨自己的名声 不给她的脸抹黑 已在战斗中捐躯了 桑丘听了主人的这番话 嚎啕大哭 说 老爷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眼下是黑夜 周围没有人瞧见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绕到避险 就是三天不喝水 也无所谓 既然没有人看见 就不会有人说 我们胆小 再说 我曾经听村上那个您认识的神父讲到时说过 玩火者必自焚 因此 我们最好不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触动上帝 干这么大的事情 除非上帝创造了奇迹 才能脱险 老天爷已经为您创造过好几次奇迹了 比如 您没有和我一样 让人家都在毯子里往空中抛 您和护送那个死者的 这伙人数众多的敌手交锋时 也占了便宜 自己一无损失 如果我说的这些 都难以动摇您的铁石心肠 那么 请您想一想 您等一会儿一离开这里 我就会吓得魂不附体 不管谁来抢我的灵魂 我都会拱手奉送的 请您顾念这一点吧 我这次抛下妻儿 离开故乡 出来为您效劳 原以为能得到一些好处 不会吃亏的 可是 常言道 贪婪撑破了麻袋 对我来说 贪心打破了我的希望 我对您曾多次答应过 要给我的那个充满煤气的海岛 寄予很大希望 结果呢 不但得不到 还要将我丢弃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的老爷 看在独一无二的上帝的份上 别对我这样无礼 唐使您一定得这么干 至少也得等到天亮 我过去放过羊 根据我那时学到的一点天文常识 再过三个钟头天就亮了 因为小熊星的嘴巴已到了我的头顶上 他与我的左臂成一直线时 正好是半夜 桑秋 今天夜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唐吉赫德说 天上连一颗星星也没有 你怎么能见到什么成一直线呀 嘴巴呀 脑袋呀 这样一些玩意儿呢 您说的也是事实 桑秋说 不过 人一害怕眼睛就亮了 连地下的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 更何况是天上的东西呢 头脑里只要好好想想 就会明白 眼下离天亮确实不远了 离天亮虽已不远 唐吉赫德说 但我总不能因你淌了眼泪 或进行请求就放弃其事应该做的事情 无论是现在还是别的什么时候 我都不能这样做 因此 桑秋 请你不要再说了 上帝既然给我安排了这件前所未见的显示 自然会保佑我平安 也会让你放心的 眼下你的任务是把马度带给我勒紧一些 然后就留在这里 不管是死是活 我一定争取很快回来 桑秋见主人决心以下 无论眼泪还是劝告都无济于事 便决定给他耍个花招 迫使他等到天亮 他在勒紧马度带的时候 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的 用他毛驴的缰绳 拴住罗西纳特的两条前腿 这么一来 唐吉赫德想走也走不了了 因为那马迈不开步 只能跳着走 桑秋 潘沙见到自己的这一招见了笑 就说 哎呀 老爷 老天爷 被我的眼泪打动了 不让罗西纳特跑了 你如果还是固执 硬要用提马刺提马 或用两腿夹他 结果也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 还会触怒命运之神呢 唐吉赫德心急如焚 但越是使劲地踢 那马越是动弹不了 他没有想到 马的前腿被捆住了 没奈何 只好坐等天明 或者等到罗西纳特 能挪动步子的时候再说 他压根也没有想到 这是桑秋倒的鬼 总以为这是别的什么原因 因此 他对桑秋说 桑秋 既然罗西纳特动弹不得 我也只好等待黎明露出笑脸了 黎明迟迟不来 我只能流泪 别哭 桑秋说 我给您讲故事解闷 除非您按游侠骑士的习惯 下马在青草地上睡一会儿 否则 我就给你讲到天明 你如能睡一会儿 等天亮后 您开始干这桩举世无双的骑士时 就有精神了 你叫我下什么吗 睡什么觉 唐吉赫德说 我难道是那种临危偷安的骑士吗 你去睡吧 反正你生来就是为了睡觉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可要干与我志趣相投的事情 老爷 您千万别生气 桑秋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说完 他就走过去 一手按在马鞍前步 一手按在马鞍后步 紧紧抱住他主人的左腿 寸步也不敢分离 他是被那不停的响着的拍打声 给吓坏了 他刚才答应给主人讲故事 唐吉赫德就叫他讲个故事消消遣 桑秋说 如果自己听了那个拍打声 心里不发慌 他一定要讲的 尽管这样 我还是要讲给您听 我要是能把这个故事讲完 中间不受人打扰 这可是个好故事 你仔细听着 我这就开始 往事早已过去 未来的好事 让大家分享 坏事留给寻找他的人 老爷 您要知道 古人讲故事时 开场白不是随便说的 这是罗马检察官加东 松锁里诺的一句名言 他说 坏事留给寻找他的人 这句话在这个时候说 就像戒指套在手指上那么合适 这意思就是 让您留在这 哪都不能去 别去寻找坏事 前面这条路太可怕了 眼下谁也不强迫我们走这条道 我们还是改道而行吧 你讲你的故事 桑秋、唐吉赫德说 走哪条道的问题 由我来决定 那我就开始讲 桑秋说 在厄斯特列马都拉的一个村子里 有个阳官 也就是说 是个放阳的 我故事里的这个牧羊人 或者就叫阳官吧 名叫洛贝、鲁伊斯 这个洛贝 鲁伊斯爱上了一个牧羊女 她名叫托拉尔娃 这个名叫托拉尔娃的姑娘 父亲是个有钱的牧主 这个有钱的牧主 照你这个讲法 唐吉赫德说 每句话都重复两次 这个故事恐怕两天也讲不完 你应该像有学问的人那样 简明恶药的讲下去 否则就别讲了 我们村里的人讲故事都像我这样 桑秋说 别的讲法我不会 你也不该叫我换个样讲 你爱怎么讲 就怎么讲吧 唐吉赫德说 反正我命中注定要听你这么讲 接下去讲吧 那么 我的老爷 就听我讲吧 桑秋说 我刚才已经讲到 这牧羊人爱上了牧羊女托拉尔娃 这姑娘长得圆鼓鼓胖乎乎的 性子很业 由于她嘴上稀稀拉拉长了几根胡子 有点像假小子 她的模样 这会儿仿佛就在眼前呢 这么说 你早认识她了 唐吉赫德问 我不认识 桑秋回答说 不过 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对我说 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 还说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时 可以一口咬定 并且发誓说 这故事中的事儿都是亲眼目睹的 我继续往下讲 日子一天天递过去 魔鬼是从不睡觉的 总爱拔水搅混 经过魔鬼的一番挑唆 牧羊人原来是爱牧羊女的 现在反而恨她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人多嘴多舌 让这姑娘害她吃了点醋 这醋味也浓了一点 出了阁 超过了界限 牧羊人就讨厌她了 她想离开故乡 跑到一个永远也见不到她的地方去 免得再与她见面 托拉尔娃呢 她原来是瞧不起落背的 现在反而喜欢她了 尽管过去从来没有爱过她 这是女人的本性 唐吉赫德说 你爱她 她反而瞧不起你 你讨厌她 她倒爱上你了 讲下去 桑丘 牧羊人拿定主意后 立即行动起来 桑丘说 她赶着自己的羊群 朝厄斯特列马杜拉的乡下走去 打算到葡萄牙王国去 托拉尔娃知道后 也跟她去了 她赤脚不行 远远地跟着她 手里拿一根棍子 脖子上挂一个搭脸 据说里面放了一块破镜片 一把段梳子 还有一小瓶修面用的油膏 管她 搭脸里带什么东西呢 反正我也不打算去追根究底 我只是说 当时听人说 这牧羊人赶着她的羊群 要过瓜迪亚那河 那阵子河水猛涨 快到岸上了 那个地方没有渡船 也没有百渡的人 将她和她的牲口渡过河去 她焦急万分 因为托拉尔娃已离她很近 她一到身边 定会对她哭哭啼啼 苦苦哀求 弄得她心烦意乱 她四下里竭力寻找 发现一个渔夫 身边有一条小船 船不大 只容纳一人一羊 她也顾不得这些了 和渔夫一商量 渔夫同意 将她和她赶来的三百只羊 都渡过河去 渔夫上船 先渡过一只羊去 回来又渡过一只 又回来又渡过一只 您可得把渔夫渡过去 多少只羊记清楚 要是漏掉一只 这故事就完了 就一句话也讲不下去了 我继续讲下去 我说 和对岸下船的地方十分泥泞 渔夫来回一次 得花不少时间 尽管这样 她还是回来一次 渡过去一只 又回来 又渡过去一只 又渡过去一只 你就说全都渡过去了 不就得了 唐吉赫德说 干嘛要说 回来一次 渡过去一只 这样说 一年也说不完 到现在为止 渡过去多少只了 桑秋问 鬼才知道呢 唐吉赫德回答说 我不是对您说 叫您记清楚吗 现在这个故事完了 讲不下去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唐吉赫德说 记轻渡过去羊 记轻渡过去羊的树木 对这个故事 有那么重要吗 反过来说 记错了一只羊 难道这个故事 就讲不下去了吗 是讲不下去了 老爷 绝对讲不下去了 桑秋回答说 我刚才问您 多少只羊 给渡过去了 您说不知道 就在这道 下面的故事 我就忘了 不过 我可以肯定 下面的故事 很有意思 非常有趣 如此说来 唐吉赫德说 这故事就这么完结了 完了 就像我老娘一样 桑秋说 老实告诉你 唐吉赫德说 您讲的这个预言 或者叫故事或历史 太新鲜了 世界上没有人能想得出来 你讲的方法和结束的方法 也是我这辈子没有遇到过的 当然 对你这样不这么聪明的人 我也不指望 能听到别的什么好故事 不过 这也不奇怪 因为这不停的响着的拍打声 一定把你的脑筋搞糊涂了 怎么说都可以 桑秋说 不过 我知道 我这个故事 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 度过去的羊的数字一错 这个故事就完了 随他爱在哪结束 就在哪结束吧 唐吉赫德说 我们现在来看看 罗西纳特还能不能走路 他踢了一下马 他还是只跳了几下 又停下来了 他的两条前腿 拴得非常结实 这时天快亮了 也许由于早晨天凉受了点寒 也许桑秋吃晚餐时 吃下什么致谢的东西 也许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种可能性最大 总之 桑秋急于想干一桩他人代替不了的事情 然而 这时他又害怕得要命 进一步也不敢离开他的主人 可是 这件非干不可的事 不干也不行 他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 松开抓住马鞍后部的右手 动作清洁 悄无声息地解开了裤带上的活扣 平时他只用这条裤带系住裤子 袋子一松开 裤子就往下掉 像脚料一样套在脚上 接着 他又高高了起衬衣 露出两片不算太小的屁股 他原以为这样一来 他已为摆脱困境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谁知下一步更难 他在排便时不能发出声响 这实在办不到 他时而咬牙 时而缩间 还竭力平住气 但效果终究不理想 最后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 这声音和吓得他心惊胆战的那个声音完全不同 唐吉赫德听见了 说道 这是什么声音 桑丘 我也不知道呀 老爷 桑丘回答说 准是又出了什么乱子了 显示和倒霉事总是一起来的 说完 他又试了事 这会儿倒非常顺利 居然没有发出前一次那样的声音 他终于解除了 刚才折腾的他那么厉害的负担 觉得轻松多了 唐吉赫德的嗅觉和他的听觉一样灵灵 桑丘此时又紧挨在他身边 那臭气几乎直线上升 难保不会有一部分气味进入唐吉赫德的鼻腔 他赶紧捂住鼻子 用两个手指紧紧捂住鼻孔 摸着鼻子说 桑丘 看来你心里非常害怕 我是害怕 桑丘说 可这会儿您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这会儿你身上的气味大得很 而且不是龙咸香的香味 非常可能 桑丘说 不过 这事不能怪我 要怪你老人家 是您在这半夜三更 带我到这人际罕见的地方来的 朋友 你离开这几步吧 唐吉赫德说话的时候 两个手指仍捏着鼻子 从今以后 你的行为要多加减点 对我也要有分寸 我平时对你说话随便些 造成你对我不够尊重 我可以打赌 桑丘说 您一定以为 我刚才的行为是有失减点了 桑丘朋友 这件事还是不再往下谈为好 唐吉赫德说 主仆俩就这样谈谈说说 过了一个夜晚 桑丘见天快亮了 就悄悄地解开 捆住罗西纳特前腿的绳索 自己也系上裤带 这匹马生性温顺 这会儿一松开 反倒来了气 只可惜他不会奔腾跳跃 却只是用前腿在地上多了几下 唐吉赫德见罗西纳特能走动了 认为这是个急躁 表明他可以去冒那个险了 这时天已大亮 周围的事物看得一清二楚 唐吉赫德发现 他们原来就在几棵大树的中间 这是几棵栗树 把阳光都挡住了 这时他觉得那拍打声还在继续 却不知谁在敲打 因此他下定决心 用提马刺刺了一下罗西纳特 再次与桑丘告别 他叫桑丘 在那至多等三天 就像他上次对他说的那样 如果三天后他不回来 那一定是上帝的意思 让他在这桩显示里丧生了 他又讲到请桑丘 给他的心上人 多尔西内亚小姐送口信的事 至于桑丘的报酬 唐吉赫德叫他不用操心 因为他在离开村子前 就在遗嘱中敲定 要按桑丘替他效力的时间 付给相应的工钱 如果上帝保佑 他在这次历险中安然无恙 那么他答应给的那个海岛 桑丘一定能得到 听到他心地善良的主人 这一番令人伤心的话 桑丘又哭了 他决心在他主人 没有彻底办成那件事之前 不离开他 本传作者 根据桑丘攀沙的眼泪 和他吓得这个充满诚意的决心 断定他是正经人家出身 至少是个老基督徒 桑丘的这一片情意 打动了他主人的心 不过还没有达到软化他的程度 唐吉赫德竭力掩饰住自己的感情 开始潮水声和拍打声 发出的那个地方跑去 桑丘像平常一样 牵着毛驴徒步相随 不管走好运还是遭厄运 这毛驴总与他形影不离 他们在那些高大的栗树树荫下 走了好长一段路 发现在一座悬崖下有一块草地 一股瀑布从悬崖上奔腾而下 那有几间简陋的房子 其实这不能算房子 倒像是倒塌的废墟 他们终于发现 一直到那时还没有停止的拍打声 就是从那发出来的 罗西纳特听到水声和拍打声 害怕的嘶鸣起来 唐吉赫德一边安抚他 一边慢慢朝那几间房子走去 心里一个劲的向他的一中人祈求 说他在这么危险的时刻 干这么危险的事 请他保佑 也顺便向上帝求告 不要忘记他 桑丘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 拼命伸长脖子 张大眼睛 透过罗西纳特的腿缝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使他这般心惊肉跳 他们俩大约又朝前走了一百余步 在一个拐弯处终于搞了个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原来这个使他们担惊受怕了一宿 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声音 不是别的 正是锤步机上那六支大棒锤交替着拍打时发出的声音 唐吉赫德看清事情的真相 不禁瞠目结舌 一动不动的愣在那里 桑丘瞥了他一眼 见他脑袋搭拉到胸前 羞愧满面 唐吉赫德也看了桑丘一眼 见他鼓着两腮 紧闭着嘴 显然是憋不住想笑出声来 见到桑丘这副模样 唐吉赫德虽然心里傲丧 也不禁笑了起来 桑丘见主人已开了个头 就无所顾忌大笑起来 笑得只好捧住腹部 免得撑破肚子 他四次忍住了笑 每次忍住后 又笑了起来 笑得跟第一次同样厉害 见他这样 唐吉赫德有些火了 尤其是当桑丘学他的模样 以讥讽的口吻说出下面的这番话后 更是火上加了油 桑丘朋友 你应该明白 老天爷让我出生在这个铁的时代 目的是让我去恢复金字的时代 或者是黄金时代 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出生入死 历尽艰险 干出一番英雄的事 唐吉赫德在初次听到那种可怕的拍打声时 说出的那番话 桑丘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 见到桑丘对他这般讥笑 唐吉赫德恼羞成怒 举起他那根长矛打了他两下 幸好是打在背上 若砸在桑丘的脑袋上 他从此不用付工钱了 除非付给桑丘的继承人 桑丘见到自己开玩笑惹了祸 生怕主人还不罢休 连忙第三下四的说 老爷 您千万别生气 上帝知道 我是在开玩笑呢 因为你在开玩笑 我就不开玩笑 唐吉赫德说 请过来吧 嘻嘻哈哈先生 如果我们遇到的 不是锤布机上的棒锤 而是一件显示 你以为 我就没有骑士应有的勇气 决心战斗到底吗 我作为骑士 难道就非要能够辨别出各种声音 知道那是棒锤声吗 再说 这种棒锤 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 我不像你这样的臭香巴佬 从小生长在锤布机旁 自然见到过这玩意儿 你如果能把这六支棒锤 变成六个巨人 让他们一个一个过来也行 一拥而上也行 我如果不能 将他们打得各个仰面朝天 您爱怎么讥笑 我就随你怎么讥笑 别说了 我的老爷 桑秋说 我承认 刚才这个玩笑 是有些开过了头 但愿老天爷保佑您 让您在每次险狱中 都能像这一次那样平安无事 现在我们已经讲和了 不过 请您说说 当初我们那么害怕的样子 不令人发笑吗 不会成为画饼吗 当时至少我是吓坏了 我知道您是不害怕的 也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和恐惧 我不否认 唐吉赫德说 昨夜发生的事情是有些可笑 但这不能当做画饼 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嘛 您至少在拿长矛打人时没有闪失 桑秋说 您瞄准我的脑袋 却打在我的背上 多亏上帝保佑 还亏我多闪得快 算了 不说了 反正事情都已经弄明白了 我听人说 打是疼 骂是爱 又听人说 主人骂了下等人 事后常常赏给他一条裤子 我不知道 主子们打了下等人后 赏给他们什么 如果主人是个游侠骑士 打了侍从后 大概会赏给他岛屿或陆地上的王国吧 只要时来运转 唐吉赫德说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可以变成事实 过去的事就请多包含了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明白 一个人一时兴起 难免行为失控 不过 往后你应该多加注意 不要对我多说话 我读过无数本歧视书 没有见过侍从 对主人像你 对你主人那样饶舌的 我认为 这是我犯的大错误 说你错 是因为你对我尊重不够 说我错 是因为我对你太放任 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的侍从干达林 身为菲尔美岛的伯爵 据书上说 他每次与主人交谈 总是将帽子拿在手上 低头弯腰 像土耳其人一样 鞠躬到地 唐卡拉奥尔的侍从加沙巴尔 又是怎样的呢 在那部篇幅很大的真实故事里 这个侍从的名字自始至终 只提到过一次 你看他多么沉默寡言 真不简单啊 桑丘 我刚才说了这些话 是要让你明白 主仆之间 老爷和奴才之间 骑士和侍从之间 一定要有个界限 因此 从今以后 你我之间要稳重一些 不要嘻嘻哈哈的 因为我要是跟你发起火来 不管怎么样 到头来 还是瓦罐遭了殃 我答应你的封赏 到时一定会给你的 至于工钱嘛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一分也不会少你的 您说的话句句在里 桑丘说 不过 我想知道 万一封赏没有兑现 得靠工钱 那么 从前一名游侠骑士的事 从挣多少钱呢 工钱按月算 还是像那些打灵工的尼瓦酱那样 按天数计算呢 我认为 唐吉赫德说 那时节的侍从 从来不领工钱 他们只靠赏赐 我在家中 密封的那份遗嘱中提到了你 主要是考虑到 今后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在眼下这个多事之秋 我真不知歧视到 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不愿意为这些区区小事 让我的灵魂 在另一个世界受罪 桑丘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历险的人最危险 是这样的 桑丘说 昨晚那几根棒锤 就把您这样英勇的游侠骑士 弄得六神无主 不过 您可以放心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拿您的事情开玩笑了 我只把您作为老爷和天生的主子来 加以赞赏 你要是这样 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 唐吉赫德说 对父母固然要尊敬 对主人也要像对父母那样尊敬 第21章 叙述我们这位战无不胜的骑士 一次重大历险 大获全胜 赢得漫不利诺头盔 以及其他的遭遇 这时 天下起小雨来了 桑丘想和他主人 一起走进锤布机工厂里避避雨 可是 唐吉赫德因桑丘 刚才那场不愉快的玩笑 已对锤布机深恶痛绝 死也不肯进去 于是 他们往右一拐 走上一条昨天没有走过的路 没走多远 唐吉赫德就见到一个骑马的人 头上带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像是金子做的 他还没有看清 就回头对桑丘说 在我看来 桑丘 艳雨没有一句不是真情实话 因为他们都是经验的总结 而经验是一切科学之母 尤其是那句 东方不量西方量 更有道理 我这样说 是因为昨夜幸运之神 对我们关上了门 拿锤布机来欺骗我们 今天却对我们大大的打开了另一扇门 让我们进去寻找更好更确实的骑士 这会儿我如果不走进门去 责任就在我身上了 因为我既不能推说没有见到过锤布机 也不能以天黑做辩解 我说这话有个原因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有一个头戴漫不利诺头盔的人已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围着头盔起了事 这你是知道的 您说话做事都该好好想想 桑丘说 可不要又出现锤打的我们晕头转向的锤布机之类的事 你真是人鬼不分了 唐吉赫德说 头盔和锤布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我不知道 桑丘回答说 不过我如果像往常一样能多说些话 我也许能向您说出一些道理来 让您相信您刚才说的话是不对的 我说的话还会错吗 你这个肆无忌惮的家伙 唐吉赫德说 告诉我 你没有看到朝我们走来的那个骑士吗 他骑一匹带花般的灰马 头上带着闪闪发光的金盔 我只看到有个人骑一头毛驴 桑丘说 那是一头像我这头一样的灰驴 他头上是带了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这就是曼不利诺头盔 唐吉赫德说 你上一边去 让我一对衣与他交手 你一会儿就会见到 为了节省时间 我不与他说话 马上结束战斗 这顶向往多年的头盔就是我的了 我会走开的 桑丘说 不过 愿上帝保佑 这是牛至 不是锤布机 老弟 我已对您说了 别再提起锤布机的事 颜想也别去想他 唐吉赫德说 但愿 下面这个词我就不说了 锤打锤打你的灵魂 桑丘沉默了 他害怕他主人刚才那个像球一样圆的住院 真的会变成现实 原来 唐吉赫德 见到的什么头盔 灰马和骑士 是这么一回事 那有两个村庄 一个很小 村里既没有药店 也没有理发师 另一个村庄离小村不远 那有药铺 也有理发师 因此 大村的理发师 也要为小村服务 那天 小村有人生病 要放血 又有人要刮胡子 因此 理发师带了一只黄铜脸盆到小村去 室友凑巧 他走到半道上 就下起雨来 他大概戴了顶心帽子 为了不让雨水淋潮 他就把铜脸盆顶在头顶上 这是一只新脸盆 半里路外都闪着金光 他骑了一头灰毛驴 就像桑丘说的 在唐吉赫德眼里 灰驴就变成带花般的灰马 笔发师成了骑士 铜脸盆就是金字做成的头盔 他见到的每一样东西 都很容易通过他的骑士一响 变成与骑士道有关的物件 他见到这个可怜的骑士 已到了近处 没有与他搭上话 就举着那根长矛 飞马直取 一心要将对方一下次穿胸膛 然而 当他来到那人的身边时 他并没有勒住马 却说起话来 快应战吧 奴才 否则 你就把完全应该属于 我的那件东西献出来 见到这么一个怪物 朝自己冲过来 理发师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 自然也来不及提防 他别无他法 只好顺势 从驴背上滚下来 身子刚着地 又一跃而起 撒腿往野地里飞跑 动作比熊鹿还清洁 跑得连风都追不上他 跑时 他把铜盆丢在地上了 唐吉赫德见了非常高兴 说这个异教徒行为乖巧 他在学海黎呢 海黎发现自己处于猎人的包围中 凭本能知道猎人需要什么 他就用牙齿咬下那件东西 自己则逃之夭夭 他叫桑丘过去拾起那只头盔 桑丘手中拿着那个脸盆 说道 上帝啊 这脸盆倒还是新的 只一枚巴里亚尔的银币呢 他将脸盆给了主人 唐吉赫德立即将他戴在头上 转过来转过去的试着 想找到作为面盔的那一部分 结果怎么也找不到 就说 毫无疑问 这只有名的头盔 一定是根据某个异教徒脑袋的大小铸造的 这个异教徒一定是个大脑袋 最糟糕的是 这只头盔缺了一半 桑丘听到他主人将脸盆说成是头盔 禁不住想笑 可是想到他主人会发火 笑了一半又忍住了 你笑什么 桑丘 唐吉赫德问道 我想到这头盔的主人 那个异教徒的头那么大 就觉得好笑 这头盔完全像理发师傅用的脸盆 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桑丘 这只有名的法力无边的头盔 一定遭到了什么意外 落到了不识货 不知其价值的人手中 这个人见到这是一只纯金头盔 就稀里糊涂的将它的一半融化后 卖了 这是剩下的一半浇筑成的 因此 样子就如你说的 活像一只脸盆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我是识货的 我不在乎它便样 等会儿找个金匠来 叫他先给修理一下 要修得比野炼之神替战神铸造的头盔还要好 至少也不能让战神的头盔超过 修好之前 我暂时先用着 反正有总比没有强 有人朝我扔十块 我至少可以拿着头盔来抵挡一阵 那一定没有问题 桑丘说 只要人家不用扔石器 就像上次两军对阵时那样 那会儿 他们用扔石器打下拧好几枚大牙 还将害我差点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的万灵神油的罐也砸碎了 打碎这药罐我倒不怎么心疼 因为你也知道 桑丘唐吉赫德说 那药的配方我早记在心里了 我也记着呢 桑丘说 不过 我这辈子如果去配置这种药 或者喝一点试试 就叫我立即以命呜呼 我想 我并不需要这种灵丹妙药 因为我想充分地发挥自己五种感觉的作用 保护自己 免受伤害 也不去伤害他人 至于会不会再次让人都在毯子里往空中抛 对这个问题眼下我无话可说 反正这种倒霉的事儿也无法预防 要是发生了 就只好缩紧双肩 停住气 闭上眼 听从命运的支配 该怎么抛就怎么抛 您是个糟糕的基督徒 桑丘 唐吉赫德听了他的话后说 因为你遭人欺武总是念念不忘 你要知道 大人不计小人过 要有这个海量 你既没有被打折腿 又没有打断肋骨 更没有打破脑壳 为什么老记着跟你开的那次玩笑呢 仔细想想这件事 不过是跟你闹着玩罢了 我要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早回去为你报仇了 当年希腊人由于海伦被拐骗 对特洛伊人进行严惩 我的惩罚将更厉害 海伦要是生长在当今 或者说 我的杜尔西内亚出生在那个时代 可以肯定 海伦的美貌 就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 说到这儿 他叹了一口气 又把杜尔西内亚吹捧了一通 就算是开玩笑吧 桑丘说 反正也不能真的报仇 当然我明白 真的是什么滋味 开玩笑 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清楚 这件事 我心里是忘不掉的 那种感觉我身上也是难以抹去的 不过 这件事就不谈了 现在请您告诉我 刚才您把那个曼尔蒂诺打跑了 留下了这匹像灰驴一般的花斑灰马 成了无主马 我们该怎么处理 刚才看他如丧家之犬一般逃跑的样子 一定不会回来 要这牲口了 这灰马 要不是一匹好马 就拔掉我的胡子 我一向不夺取我手下败将的财物 再说 按其事道的规矩 除非战胜者在交战时失去了自己的战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战利品 获取战败者的坐骑是合法的 否则 是不能抢夺对方的马匹 让他们不行的 因此 桑丘 这匹马 或者是驴 或者是别的什么畜生 就随他去吧 他的主人见我们走远了 一定会回来迁走的 我真想将他迁走 桑丘说 或者拿我的驴跟那个人交换 因为我这头毛驴并不太好 骑士道的规矩真言呀 连换一头毛驴也不行 那么 我要请问一下 能换一换驴身上的器具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 唐吉赫德说 还得查询一下 不过 如果你急需 就换了吧 急需的很啊 桑丘说 比我自己身上穿的 头上戴的还急需呢 得到主人的允许后 桑丘便举行了一次换装仪式 将自己的毛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接着 他们又用了午餐 把上次从罗子身上抢来的干粮全都吃了 又喝了用来驱动锤布鸡的吸水 只是没有回过头来看看那些锤布鸡 因为这些玩意儿害他们担惊受怕 他们早已恨之入骨 他们肚已饱 气也消 便各自骑上了牲口 行无定向 任罗西纳特随意而行 因为这样才是游侠骑士的本色 罗西纳特的主人随马愿上哪就上哪 那头毛驴也是这样 总是亲亲热热的跟着马走 做他的爸 最后 他们还是走到大路上 但仍是没有定向 顺着大道随便走 他们这样一路走着 桑丘对他主人说 老爷 您能准许我同您说几句话吗 打从上次 你眼里我不许说话后 许多话都憋在肚子里 早发霉了 有一句话已到了嘴边 我不想让他烂掉 说吧 唐吉赫德说 不过 要解明恶药 话说长了 就不讨人喜 老爷 那我就说了 桑丘说 这几天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您在这些荒芜人烟的地方 或在十字路口行辖历险 实在没捞到什么 您就是打了胜仗 冒了天大的险 也没人看见 没人知晓 到头来就永远淹没了 这可与您的本愿不符 也不利于您从事的冒险事业 为此 我想 除非您有更好的打算 否则 我们去投奔一个正在交战的皇帝或王爷 这样 您就可以为他们效劳 显露您不凡的身手 过人的履历 和巨大的智慧 我们为之效劳的主上发现这些 就一定会根据我俩的功绩 给我们封赏 同时 也一定会有人将您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 流传后世 至于我本人的事迹 就不说了 因为干得再好 也不过是个侍从 不过 如果按骑士道的规矩 侍从的事迹也要写 那么 我要说 我的事迹也不能从略 你的话也对 唐吉赫德说 不过 一个骑士要达到那个地步 先要周游世界 冒险猎骑 干了几庄大事扬了名后 再去京城拜见国王 那就成了声名显赫的骑士了 你还没有走到城门口 一群年轻人就会围上来 或者跟着你指手画脚的说 这位就是太阳骑士 那位就是蛇骑士或别的称号的骑士 骑士总是用自己的称号干大事 人们还会说 这位骑士在一场罕见的敖战中 战胜了大力巨人布洛卡布鲁诺 波斯国马梅鲁科太皇帝 被魔法整整镇住了900年 是那位骑士给他解脱了 骑士的事迹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地传开了 后来 国王听到那些年轻人或别的人 在大声说些什么 走到窗口 见到了骑士 根据他的铠甲 和他盾牌上的标记 就知道他是谁 国王就一定会这样说 啊 骑士到的精英来了 骑士们 满朝文武快出来迎接啊 朝中百官都奉旨前来相迎 国王本人走到阶梯的中间 紧紧的拥抱骑士 吻他的脸 然后手牵着手领 他到王后娘娘的请宫 参见娘娘和公主 这位公主 必定是个找遍大半个地球 也难以找到的绝世美人 接着发生的事 必然是公主向骑士频传秋波 骑士也凝视着他 双方都觉得 对方不是凡人 与天神无异 他们不知不觉的 给解不开的情网罩住了 内心感到非常惆怅 因为他们 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接下去 一定会有人 将骑士领到宫中一副力堂皇的房间里 给他脱去盔甲 穿上一件华丽的大红袍 他穿着铠甲 已是英气勃勃 穿着便装 更是以表堂堂 到了晚上 他就和国王 王后 以及公主共进晚餐 席间 他的两只眼睛 没有离开过公主 一直偷偷地瞧他 他也是一样 也在偷偷地看骑士 因为我刚才说过 他是个行为稳重的姑娘 散席时 一个又丑又小的侏儒忽 忽然走进宴会厅 后面跟着一位漂亮的女管家 旁边走着两个巨人 他提出一桩奇案 是古代一位法师造成的 谁能破这奇案 谁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 这时 国王就会命令在场的骑士试试 能不能破案 结果 谁也破不了 只有这位客座骑士成功了 这更大大增长了这位骑士的声明 公主非常高兴 因自己早已忠情于这样一位武艺高强的骑士 感到心满意足 是有凑巧 那阵子那个国王 或叫亲王 或叫别的什么王 正好同一位势力与他相匹敌的国王苦战 客座骑士在宫中待了几天后 就向国王请战 国王满口应允 骑士就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国王的手 以示谢恩 当天夜里 骑士就在御花园的栅栏边 同她的一中人 公主告别 这花园就在公主请宫的旁边 以往她就凭着栅栏 同公主交谈了许多次 公主的一个贴心宫女 就成了他们中间的牵线人和知情者 她一定会长须短叹 她会晕过去 宫女忙去打凉水 她很着急 因为天快亮了 为了公主的名誉 她不喜欢此时张扬开去 后来 公主醒过来了 就将她那双鲜鲜玉手伸过栅栏 骑士吻了又吻 一直吻了上百次 上千次 泪水洒满了这双洁白的手 他们定会确定 互通或好或坏的消息的方式 公主请求骑士 打完仗后 应尽快回来 她频频骑士允诺 她再次吻了吻公主的手 然后 就同她告别 心里难过的差一点活不下去了 接着 骑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倒在床上 因离愁满怀 一夜难以入眠 次日大清早 她就去辞别国王和王后 还有公主 国王和王后告诉她 公主预体欠安 不能接见她了 她想 这一定是因她要走 太伤心了 自己觉得心似刀角 内心的痛苦 差一点在脸上表露出来 那位从中牵线的公女 当时在场 这一切 她都看在眼里 回去通报了公主 公主流着泪听她禀告 对公女说 她最遗憾的一件事 是不知这位骑士的身世 也不知她是不是帝王之后 公女肯定地说 像这位骑士那样彬彬有礼 那样风度翩翩 那么勇敢无畏 一定是帝王将相的后裔 公主听了略感宽慰 她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免得让父母亲看出自己心里有事 两天后 她就出现在公众面前 骑士走了 在战场上交战 打了多次胜仗 打败了国王的敌人 夺得许多城池 胜利班师回朝 先去约会的地方 看望她的心上人 他们约定 她要向她的父王求婚 娶她为妻 作为对她战功的赏赐 国王不允 因为不了解她的身世 尽管这样 或私奔 或通过其他办法 公主终于成了她的妻子 国王对这桩婚事也很满意 因为事后获悉 这位骑士是一位非常英勇的国王的儿子 我不知她的国土在什么地方 因为在地图上可能不会有 国王去世后 公主继承王爷 这位骑士转瞬间成了国王 接着 她就封赏她的侍从 和所有曾经帮助过她登上宝座的人 新国王将公主的一个宫女赐给她的侍从为妻 毫无疑问 她就是那个从中牵线的宫女 原来她还是一位很显赫的公爵的千金呢 我要的就是这个 实实在在 一点也不掺甲 桑丘说 我要争取的就是这个目标 我希望你说的这一切都能不折不扣地发生在您这个狼狈像骑士的身上 不必多虑 桑丘 唐吉赫德说 我说过的这些游侠骑士就是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路子爬到帝王宝座的 眼下就是要找个正在打仗 而且要有美貌女儿的基督教国王 或异教徒国王 不过 我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 进京之前要做的事是四处扬名 另外 我本人还有一个不足之处 假定我已找到了正在交战 又有美貌女儿的国王 我本人也以名震还宇 我还不清楚 我怎么能发现自己是帝王的后裔 或者至少是王侯的子孙 国王在这方面没有把握 即使我功勋卓著 完全配得上当驸马 他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我 正因有了这样的缺陷 我怕得不到凭我的勇力应该得到的东西 不过 我是旺族的后代 家资慎丰 还有权得到五百苏埃尔多的法金 也许替我写传记的这个宝学之事 为我查家谱的时候 发现我竟是国王的第五代或第六代孙子呢 桑丘 我告诉你 世界上的家族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由王公贵族往下传 一代不如一代 到头来只有一个点 形状像个倒置的金字塔 另一种情况是祖上地位低微 后来步步高升 一直升到王公贵族 因此 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祖上有地位 现在丧失了 另一种是现在有地位 过去却没有 我的情况大概属前者 据查考 我的祖先是名门望族 因此 想必我的国王老丈人 会感到非常满意 纵然国王不满意 公主一定会喜爱我 明知我是妥水夫的儿子 他也会尊我为一家之主 任我为丈夫的 要不然 那就只好动手抢了 将他抢到一个我喜欢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消逝 或者等他父母去世 也就不会有人生我的气了 这儿正好用上了有些没良心人说的一句话 桑丘说 强抢如能到手 何必好言相求 还有一句话 用到这儿更合适 老老实实求人 不如溜之大吉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 万一那国王老丈人不肯就范 不想将公主嫁给您 那就只好依您说的 将她抢到别处 不过 这样做也有问题 就在您与国王还没有讲和 您还没有太太平平的当上国王之前 那个可怜的侍从 还在眼巴巴的等待那份赏赐呢 除非那个做牵线的宫女 她一定会成为侍从的老婆 也和公主一起逃出 与侍从过一段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子 一直到上帝给他们做出安排 侍从的命运才会改变 当然 主人一定会将公女许配给自己侍从做妻事的 这点你放心好了 唐吉赫德说 谁也不会把公女给抢走的 既然是这样 桑丘说 那我们就靠老天保佑 听命运的安排就是了 桑丘 就让上帝按我的愿望和你的需要去安排吧 谁自甘卑贱 就是卑贱的人 唐吉赫德说 随老天安排吧 桑丘说 我是个老基督徒 弄个伯爵当当 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还可以做更大的官呢 唐吉赫德说 即使做不到伯爵 你也不必着急 我当了国王 就可以封你爵位 你不必用钱买 也不必额外效力 你当了伯爵 就成了绅士 不管人家怎么说 尽管他们不愿意 也得叫你一生老爷 说句实在话 我可掌不了这个权 桑丘说 你应该说掌权 而不是掌权 唐吉赫德说 其实嘛 桑丘说 这个瓜我还是能对付这当下去的 说句老实话 从前我还在教会里功过职呢 那时杰 穿上当差的制服 挺有派头 大伙都说 凭我那神态 可以当总管呢 如果我穿上公爵的长袍 或者像外国的伯爵那样满身金银珠宝 那该有多神气 到那时 上百西班牙里方圆的人都会来看我呢 你的模样确实很神气 唐吉赫德说 不过 到那时你得常常刮脸 你这一脸又浓又硬的乱蓬蓬的胡子 起码得用剃刀每两天刮一次 否则 凭你这副尊容 大老远就认出你来了 这件事还不是很容易吗 桑秋说 只要家里雇个理发师 给他发工钱 不就得了 如果这样还不够 我就让他天天跟着我 就像大老爷的马鞭 您怎么会知道 唐吉赫德问 大老爷后面总跟着马鞭 我告诉您 桑秋说 从前我在京城待了一个月 我见到一位个很矮小的老爷在散步 大伙都说他是个大官 后面有一个人骑着马 活向他的一条尾巴 我问旁人 为什么那个人老跟着那个老爷 却不跟别人在一起 回答说 那是老爷的马鞭 大老爷后面跟一个马鞭 这是当地的习惯 打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了 以后一直没有忘记 你说的很有道理 唐吉赫德说 你完全可以带个理发师吗 社会风气不能一朝一夕形成 也不是人们随意创造的 你完全可以当第一个随身带理发师的伯爵 再说 替你刮胡子的人一定比替你被马的人更贴心 理发师的事就交给我了 桑秋说 您的任务是争取当国王 然后再封我为伯爵 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唐吉赫德说 说完 他抬起头 见到了什么 详情请看下一章 第二十二章 叙述唐吉赫德释放了一大批不幸的人 他们正被押送去不愿去的地方 拉曼雀的阿拉伯作者西德 阿梅德 贝纳赫利 在这部主题严肃 手法细腻 夸张 极富想象力的有趣的故事书里 做了如下技术 在第二十一章末尾 顶顶大名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 却和他的侍从桑秋 潘沙进行了一次长谈 之后 唐吉赫德抬起头来 瞥见他们走的这条道的对面 来了十一二个不行的人 每人脖子上有一条大铁链 将他们像念珠一般连成一串 他们都戴着手铐 与这伙人一起的还有两人骑马 两人不行 骑马的人拿着一支带转轮的火枪 徒步的人拿着镖枪和剑 桑秋见了 说道 这是一批苦意犯 是国王强迫他们去海船上划船的 这是什么意思 唐吉赫德问道 难道国王会强迫什么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桑秋说 我是说 这些人犯了罪 判了刑 他们被强迫在船上为国王服苦意 不管怎么说 唐吉赫德说 这伙人是硬押着走的 不是出于自愿的 是这样的 桑秋说 这么说 唐吉赫德说 这件事就在我职责范围里了 我的职责就是除强服弱 救济穷人 你要知道 桑秋说 这是国王亲自做的判决 他对这些人的处罚是公正的 因为他们犯了法 应该受到惩处 说到这儿 那一串犯人已来到跟前 唐吉赫德很有礼貌地 请教那几个压戒犯人的人 那些人为什么这样压着走 一个骑马的公差回答说 他们是苦意犯 是国王亲自判处 他们去海船上服苦意的 此外 没有什么可说 他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尽管这样 唐吉赫德说 我还想请问一下 他们每一个人被判刑的原因 接着 他又说了不少好话 想请几个公差回答他提的这个问题 另一个骑马的公差说 我们虽然随身带着这批 倒霉鬼的案卷和判决书 但这个时候 停下来取给您看 不太方便 请您去问他们自己吧 他们愿意的话 会告诉您的 因为这些人不但爱干坏事 也喜欢讲 其实 唐吉赫德 即使没有得到允许 他也会自作主张前去询问 他来到那伙犯人身边 问站在前面的那个人 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落得如此下场 对方回答说 是为了恋爱 光为了恋爱吗 唐吉赫德问 如果为了恋爱 就要去划海船 那我早就该去了 我谈恋爱 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犯人说 我是爱上了一大筐 将洗好的白衬衣 我紧紧地抱着这筐子 如果执法人员不强制我放下 直到现在 我都不甘愿放手 由于是当场被抓获 没有进行严刑拷问 审讯完毕 我背上挨了一百鞭子 还判了三年古拉巴斯 案子就了结了 什么叫古拉巴斯 唐吉赫德问道 就是罚你在海船上服苦役 囚犯说 此人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 他说是皮埃特拉伊塔人 唐吉赫德又拿同样的问题问第二个人 他没有回答 神情非常沮丧 第一个犯人替他做了回答 先生 这位因为是知金思雀 我是说 因为他是个音乐家 歌唱家 怎么 唐吉赫德说 当音乐家和歌唱家 也要罚去服苦役吗 是啊 先生 犯人说 心情苦闷时唱歌是最难受的 我倒是听说有这样一句老话 唐吉赫德说 唱歌能消愁解闷 我们那儿的说法正好相反 犯人说 歌唱一次 哭一辈子 我不明白 唐吉赫德说 这时 一个公差对他说 绅士先生 这帮子囚犯说的心情苦闷时 唱歌是句黑话 意思是 刑讯逼供 这个囚徒一上行就招了供 说自己是欠马贼 专门偷到牲口 由于他招了供 只盼了他六年苦役 还在背上打了二百鞭子 一路上 他总是愁眉苦脸 神情沮丧 因为与他一伙的盗匪 有的留在那儿坐牢 有的来这儿 见他招了供 没有能挺住 就瞧不起他 讥笑他 百般折磨他 他们说 回答不或是 都只有一个字 为什么要说是呢 一个犯人的生死存亡 全取决于自己的舌头 而不凭人证物证 这也算走运的了 我认为 他们说的这话也有道理 确实是这样 唐吉赫德说 接着 他又拿同样的问题问第三个囚犯 此人毫无顾忌地迅及回答说 我由于手头上差了十个杜卡多 北上古拉巴斯太太家呆五年 我怨出二十度卡多 唐吉赫德说 让你脱离这苦难 我认为 囚犯说 这好像是有人困在大海中 鸡肠碌碌 即使有银钱 也还是买不到需要的东西一样 我是说 我当初如果有您许诺 给我的这二十个杜卡多 就可以用来买通书记官的这支笔 还可以让辩护律师的头脑更聪明些 这样我就不会像狗一样被牵着在这条路上走 今天一定会在托莱多的索科多维尔广场上溜达呢 不过上帝是伟大的 忍耐着点吧 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唐吉赫德问第四个罪犯 这个人道貌岸然 一柳花白胡须一直飘到胸前 听到有人问他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 即刻放声大哭 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五个囚犯成了他的代言人 说 这个体体面面的人要到海上服四年苦役 临到这来之前 还衣冠楚楚骑着骡子逛了大街 在我看来 桑丘说 这就是游街市众了 一点不错 囚犯说 他的罪名是做前客 而且是皮肉交易的前客 说得再明白点 这位绅士是拉皮条的 而且还会耍点巫术 要不是他还会耍点巫术 唐吉赫德说 如果光拉皮条 他就不必去划船 倒可以去指挥这些船 当船队的司令了 因为拉皮条 不是一桩随随便便可以干好的差事 干这一行的人 不但要头脑灵光 还要通达事情 在这里的有条有理的国家里 这一行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名门出身的人才配干 像别的行业一样 这个行业也要有督促和考察 又像交易所的经纪人那样 使用的人得经过筛选 还要限定数量 这样就能避免 由于使用了那些头脑痴呆的笨蛋 或糊里糊涂的年轻姑娘 以及缺乏经验的小私 而造成的种种弊端 每当遇到紧急关头 需要他们做出重大决定时 上面说的这些人 连将手里拿的面包往嘴里送这样的事 也会出偏差 甚至连自己的左右手都分辨不清 我本想进一步阐明 为什么要对从事这一国内 这么重要的行业的人员进行精选的理由 只是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将来我会找负责 改进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详谈的 眼下我只想说 像他这样一大把花白胡子 道貌黯然的人 为了替人拉皮条受这样的罪 实在叫人觉得可怜 可是他当了巫师 却又不值得同情了 当然 我知道 世界上并不存在某些头脑 单纯的人认为的那样 能迫使人们改变意志的巫术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没有任何药草或邪术能加以强制 某些知识浅薄的妇女和江湖骗子 常常配置一些有害的药 将男人弄得疯疯癫癫的 仿佛他们有办法刺激性爱 其实 正如我刚才说的 强制他人的意志是办不到的 是这样的 那老囚犯说 说句老实话 先生 我当巫师 并没有过错 拉皮条的罪名 我没法否认 不过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这是在干坏事 我的本意 是让大伙快乐快乐 日子过得平平和和 既无争吵 也无烦恼 谁知好心得不到好报 我不得不到那个 我不再指望能回来的地方去 我年事已高 小便又有毛病 弄得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他说完 又像开始时那样 嚎啕大哭起来 桑丘可怜他 从怀里取出一个一档似的里亚尔银币 施舍给他 唐吉赫德又前去问另一个罪犯 此人回答的比刚才那一个干脆的多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跟我的两个表妹和别人家的两个姐妹玩笑开得过了火 我和他们尽情取乐 结果搞出孩子一大堆 连魔鬼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 我干的事人正物正俱全 我既无人替我说话 又没有钱 差一点连脖子都保不住 我被判六年苦役 我认了 这也是我最有应得 我还年轻 只要保住这条命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吗? 绅士先生 您如果有什么东西 请施舍点给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上帝会在天上报答您的 我们在凡间也一定会向上帝祈祷 求上帝保佑您健康长寿 身子骨长得结结实实的 就像您眼下那样 此人身穿学生装 一个公差说 他十分健谈 是个颇有风度的拉丁人 询问了上面这些人后 又过来一个囚犯 此人年龄三十岁光景 长得仪表堂堂 只是两只眼睛 有点斗鸡眼 他的锁链 与其他的人不一样 脚上的那条铁链 又粗又长 一直缠到身上 脖子上套着两个铁圈 一个铁圈与铁链固定住 另一个铁圈就是铁夹 又叫插行夹 铁夹下面垂着两根铁条 铁条道腰部装一副手铐 把双手铐住 上面还锁上一把大锁 这样一来 犯人既不能把双手举到嘴边 也不能把脑袋低垂到手边 唐吉赫德问 这个犯人 为什么要比别人带更多的枷锁 一个公差回答说 他一人犯的罪比其他的人犯罪的总和还要多 而且 这个人胆大包天 十分狡猾 即使给他戴上这么重的脚镣手铐 他们还对他不放心 生怕他会逃之夭夭 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唐吉赫德问 怎么又只判他去海上服苦役呢 他判了十年苦役 公差说 这就等于一辈子被剥夺公民权了 他的情况不用多问 只要知道 这位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内斯 得帕萨蒙德就够了 他的混名叫西内西约 得巴拉比约 公差老爷 犯人说 说话留点神 别太放肆了 居然叫起人家的别名 绰号来了 我叫西内斯 不叫西内西约 我姓帕萨蒙德 不姓巴拉比约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 个人自己管好自己就够了 别管的那么宽 你还这么神气十足 你这个江阳大盗 公差说 不老实 就给点颜色看看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不错 每个人的行为 是由上帝决定的 不过 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 我是不是叫西内西约 得巴拉比约 囚犯说 大伙不是这样叫你的吗 你这个骗子 公差说 没有错 西内斯说 可是 我要让人们不这样叫我 谁这样称呼我 我就拔掉他的毛 我说拔哪就拔哪 绅士先生 您如果有东西送给我们 这就送吧 我们再见了 别人的事您打听了这么长时间 真烦死人了 您如果要了解本人情况 请您听着 我叫西内斯 德帕萨蒙德 我的历史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写下来了 他说的对 公差说 他自己写了一本传记 是一本自传 他在牢房里把这本书抵押掉了 得了二百里亚尔 这本书有那么好吗 唐吉赫德问 好极了 西内斯说 比托美斯和尚的小赖子 这一类书好得多 这类书 不管已经写成的 还是将要写的 比起我的书 就相形见处了 我告诉您 这本书说的全是真话 真极了 谎话绝对不可能编造的这么有意思的 这书名叫什么 唐吉赫德问道 西内斯 德帕萨蒙德传 西内斯回答说 写完了吗 唐吉赫德问道 我这一生还没有结束 西内斯说 怎么会写完呢 这本书从我出生时写起 一直写到我最近这次被判去服苦役为止 这么说 您已去服过苦役了 唐吉赫德问道 我是为上帝和国王效劳 上次我服了四年苦役 硬面包和皮鞭的滋味 早领叫过了 西内斯回答说 因此 这次去我并不觉得很痛苦 我可以在那续写我的书 我还有许多话要说 西班牙的海船上 空闲时间不少 再说 我也用不了很多时间 因为要写的东西 心里已有数了 看来你很有才华 唐吉赫德说 也很倒霉 西内斯说 有才华的人 老是遇到倒霉的事 应该说 遇到倒霉似的 总是那些无赖 公差说 我已经说过 公差老爷 帕萨蒙德说 请说话留点神 上边的老爷交给您这根井棍 可不是让您对我们这些可怜人过不去的 那是让您 将我们送到国王陛下命令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的 否则 哼 我也不多说了 客殿里那些鲜血淋淋的事 有朝一日会重演呢 大伙闭嘴吧 好好过日子 说话小心些 我们走吧 这会儿耽搁得久了 公差见帕萨蒙德吓唬他 就举起井棍要打他 这时 唐吉赫德走过去 站在他们中间 请求公差不要难为他 说像他这样 双手背靠得紧紧的人 让他放松一下舌头 也就算了 接着 他又对所有的犯人说 亲爱的兄弟们 根据你们刚才对我说的话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虽说你们犯了罪 受了处罚 但是你们并不甘愿去吃那种苦 你们去服苦行 这是不得已 是违反自己意愿的 眼下你们落到这个地步 有的是由于经不起酷刑 驱打成招 有的是由于缺少钱财 也有的是由于没有人替自己说话 而不公正的判决是你们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 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要我干歧视这一行 履行我扶若除墙的誓言 刚才你们说的这些话 重新唤醒了我的责任 我一定要在你们身上 实现上帝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愿 不过 我也知道 问题如能通过协商解决 就不要动武 这才是谨慎之道 为此 我请求公差先生们行个方便 放了你们 让你们平平安安的离开这 替国王效劳的人 有的是用不到强制他人去服苦役 我认为 将那些生来就自由的人去当奴隶 实在太残忍 再说 公差先生们 唐吉赫德又补充说 这些可怜的人 并没有对你们过不去啊 谁犯罪 谁受过 上帝在天上明察秋毫 他不会忘了赏善罚恶 好人不该充当屠杀他人的刽子手 这个行业与他们不沾边 我这样平心静气 第三下四的向你们请求 你们如果同意放人 我自有酬谢 如果敬酒不吃 愿吃罚酒 那么 我凭这根毛 这把剑 还有我这一条铁地 会叫你们放人 真是胡说八道 笑话奇谈 公差说 老兄真会开玩笑呢 居然要我们释放国王判定的囚犯 好像我们有这个权利似的 也好像老兄 有命令我们这样做的权利 先生 还是您走您的路吧 把脑袋上的这只便盆带正一点 可别找三只脚的猫了 你才是猫呢 你是耗子 是流氓 唐吉赫德说 话还没有说完 他就冲了上去 迅雷不及掩耳般发起攻击 对手猝不及防 被打翻在地 被毛刺成重伤 恰是唐吉赫德的运气 刚才刺伤的是个火枪手 别的公差见到这意外的情况 都一时愣住了 但不久 他们就清醒过来 骑马的那些人拔剑在手 不行的那些人提着镖枪 一起向唐吉赫德袭来 唐吉赫德异常沉着的应战 这时 囚犯们见到获得自由的机会已到 就想方设法 杂烂将他们锁在一起的那根铁链 准备逃跑 要是不发生这样的情况 唐吉赫德一定会吃大亏了 当时大乱 公差们又要去追赶那些 正在挣脱枷锁的犯人 又要去攻打 一直找他们撕打的唐吉赫德 弄得手忙脚乱 两头都顾不过来 桑丘也过来 助了一臂之力 他杂烂了西内斯 德帕萨蒙德的枷锁 让他第一个挣脱锁链 利利索索的参加战斗 他跑到倒在地上的那个公差的身边 夺过他的剑和火枪 一会儿朝这个苗苗 一会儿又朝那个直指 但一直没有射击 却把战场上的那些公差全赶跑了 因为他们既害怕帕萨蒙德的那支火枪 又要躲避那些早已挣脱了枷锁的囚犯 向他们投掷过来的许多石块 桑丘为这件事发起仇来 因为他公没那些逃走的公差一定会去向神圣友爱团报告情况 神圣友爱团便会铭起警钟追捕囚犯 他把这个想法对主人说了 请他拿定主意 赶紧离开那 躲到附近的山上去 这个想法不错 唐吉赫德说 不过眼下该怎么办 我自有主意 这时 犯人们正在乱哄哄的包那个公差的衣服 将他脱得一丝不挂 唐吉赫德把他们叫来 犯人们站在唐吉赫德四周 看他有什么吩咐 唐吉赫德说 有教养的人 受恩必谢 上帝最难容忍的一条罪状就是忘恩负义 我说这话是有用意的 先生们 你们已亲身受到我的恩惠 作为报答 希望你们帮我了却一桩心愿 我要你们扛着我刚从你们脖子上解脱的这根铁链 立即去托波索城 拜会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 同时你们告诉他 受他那个狼狈像骑士的派遣 你们特地去向他问好 另外 还请你们将这桩大事的前前后后 从开头一直到我让你们获得自由的整个过程 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听 办完这件事后 你们就可以去喜欢去的地方 祝你们交上好运 西内斯 德帕萨蒙德 代表众人回答说 我们的解放者先生 您叫我们办的这件事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能成群结队在路上走 我们应该分开单独行动 各走各的路 尽量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这样 才不会被神圣友爱团发现 这个组织的人 肯定会来追捕我们 请您改变一下方式 把去托波索拜见多尔西内亚小姐 改为替您念一定数量的圣母经 和信经 这件事情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无论在逃跑还是休息 无论在打仗 还是在平时都能办成 可是 您要我们现在就回到埃及的锅子边 也就是说 要我们扛着铁链上托波索去 这就等于 把现在上午时时想象成夜晚 也仿佛是圆木求鱼 好啊 你这个婊子养的 你这个强到西内西约 唐吉赫德勃然大怒 说道 我发誓 一定要叫你一个人夹着尾巴 背着这条铁链上那儿去 帕萨蒙德 本来就不是个安安稳稳的人 他听到唐吉赫德 刚才发表了一通谬论 又见他把他们这些犯人给放了 就知道 他脑子有毛病 他挨了唐吉赫德辱骂后 就向伙伴们挤了几眼 囚犯们朝一边走了几步 从地上捡起石块 朝唐吉赫德扔来 雨点一般落下来的石子 使唐吉赫德来不及拿盾牌进行招架 这时 可怜的罗西纳特 又像同打铁柱一般 任你怎样用踢马刺去踢他 刺他 仍一动也不动站在原地 桑丘躲在他那匹毛驴的后面 总算躲开了 像他俩落下的这一阵大冰雹 唐吉赫德的盾牌 挡不住来势凶猛的石击 身上不知让多少块鹅卵石击中 他被打倒在地 他一倒下 那个大学生就冲过来 抢过他头上的那个盆子 用他在他背上猛击三四下 又在地上砸了三四下 把个脸盆砸烂了 囚犯们拖去唐吉赫德铠甲的照一 要不是让靖甲给压住了 他们还打算把他的长袜子也拖走 桑丘的那件短大衣也给抢走了 只剩下内衣内裤 囚犯们瓜分了战利品后 就自找生路去了 他们特别害怕遇上神圣有爱团的人 因此让他们扛着铁链去拜见 杜尔西内亚、德尔、托波索小姐 是绝对办不到的 野地里只剩下毛驴、罗西纳特、桑丘和唐吉赫德 毛驴低着头 不时地摇晃着两只耳朵 若有所思 他似乎觉得雨点般的石子还在朝他飞来 耳中好像还在响着这种声音 罗西纳特刚才也被一阵石雨击倒 躺在主人的身边 只穿一身单衣单裤的桑丘 这时生怕神圣有爱团的人到来 唐吉赫德对那些囚犯做了那么大的一件好事 却遭到了他们这么一顿痛击 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委屈 第23章 叙述著名的唐吉赫德在黑山的遭遇 这是本书讲到的最罕见的歧视 唐吉赫德见自己给糟蹋成这个样子 对他的侍从说 桑丘 我常常听人说给无知的小人做好事 就像往海里倒水 我当初如果听你的话也不会吃这个大亏了 不过 事情已到这个地步 忍耐点吧 吃一欠 长一智吗 您会变得聪明些 就好像我会变成土耳其人一样 桑丘说 不过 您刚才说 您如听了我的话就可以不吃这个亏 那么 就请您听我的话 免得再吃更大的亏了 我告诉您 跟神圣友爱团不能讲歧视道 他们把游侠歧视看得一钱不值 我跟您说吧 这会儿我的耳边好像在想着他们的射箭声呢 你生来就胆子小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不过 免得你说我生性固执 从来不听你的劝告 这次我就听你的 离开你害怕的凶神恶煞 不过 有一个条件 你这辈子 无论是生是死 永远也不能对别人说我退却了 不能说我是由于害怕而逃避危险 你应该说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不这样说就是说谎 那么从现在到将来 从将来回到现在 我都要揭穿你的谎言 我会说你在撒谎 每当你这样想或这样说时 我都会说你在说假话 你别再争辩了 你只要头脑中出现这样的念头 认为我离开这里 尤其是离开这个让人有点恐惧的地方 是由于害怕 那我就一个人留在这儿 不仅等着你害怕的神圣友爱团 还要等以色列的十二部族兄弟团 马喀贝欧的七兄弟 以及喀斯特和波鲁克斯 我甚至还要等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团 和友爱团的到来呢 老爷 桑丘说 退避可不等于逃跑啊 遇到风险很大 希望很小的场合 死死的等着也不是明智之举 聪明人善于保护自己 等待来日 不想在一天之内拼掉自己的老命 您要明白 我虽然是个庄稼汉 大老粗 却还懂得一点审时夺势的道理 因此 请您听我的话 这样才不会后悔 如果能上马 就快上马吧 上不了 我来帮您 您跟我走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会儿 我们更需要使用我们的双脚 而不是双手 唐吉赫德没有再说什么 就上了马 桑丘骑着毛驴 在前面带路 两人进入附近的那座黑山 桑丘打算穿过黑山 到比索 或者到阿尔默达瓦尔德尔刚坡 在深山老林里躲藏几天 免得让正在搜捕他们的神圣有爱团的人发现 见到陀放在毛驴上的干粮 没有被那批囚犯抢走 桑丘非常高兴 他认为这是奇迹 刚才囚犯们穷搜乱找 许多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 当天夜里他们进入黑山深处 桑丘打算在那过夜 还想在那再待几天 至少带到干粮吃完再走 他们在周围长满双皮猪的两块大石头的中间睡了一夜 在缺乏真正信仰的那些人眼里 万事都有命运决定 命运让那个有名的骗子和强盗西内斯 德·帕萨蒙德又与唐吉赫德他们碰上了 原来这个戴着脚镣手铐的人 靠唐吉赫德发疯行侠逃了出来 像他这样的人当然害怕神圣有爱团追捕 于是就躲到这深山里来了 命运和恐惧又像驱使唐吉赫德和桑丘那样 将他也驱使到唐吉赫德他们俩过夜的那个地方 那时主仆俩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天还未黑 他还能认出他们 一般说来 坏人总是忘恩负义 再说 一个人到了急迫的时候 也会干出不该干的事 有些人还只顾眼前利益 不顾未来的前途 西内斯本来就是个没良心的人 这时就不怀好意 就想偷桑丘的毛驴 他没有打罗西纳特的主意 因为这匹马太糟了 既不能当也不能卖 桑丘 潘莎睡得正香 西内斯就将他的驴子偷走了 趁天还没有亮 他就远远地离开了那 再也追寻不到了 陈希微露 大地一片欢腾 但桑丘 潘莎却很伤心 因为他的灰毛驴不见了 失去驴子 桑丘呼天枪地般痛哭起来 把个唐吉赫德也给吵醒了 他听见桑丘一面哭 一面鼠说道 哎呀 我的心肝宝贝啊 你是在我家里养大的呀 孩子们就骑着你玩 我老伴拿你当个宝 邻居们见了你就眼红 你大大减轻了我的压力 支撑了我一半的生活重担 你每天赚26个马拉为敌 分担了我一日三餐的一半开支 唐吉赫德见他哭得伤心 问明缘由 便竭力用好言相劝 叫他不要着急 还答应给他一张可换驴的票据 平票 他可以得到唐吉赫德家中五头驴子中的三头 桑丘这才放宽了心 他擦干眼泪 不再哭泣 向唐吉赫德表示感谢 唐吉赫德进入大山后 心里十分舒坦 因为这个地方正是他寻找显示的最合适的场所 他不断的回想着游侠骑士们在荒山野岭里遇到的种种骑士 他边走边回忆 想入非非 把其他的事全丢到脑后去了 桑丘认为已经到了安全可靠的地方 也不再觉得害怕 只想着上次从教室那抢来的干粮还没有吃完 正好拿来填饱肚子 他向女人搬横坐在驴背上 跟在主人的后边 一边走一边从干粮袋里掏出干粮 往嘴里塞 他这时压根不想遇到什么骑士了 他抬头见主人停下马来 拿那根长毛挑递上的一件东西 他想主人或许需要他帮忙 就赶了过去 等他赶到 主人已用矛头挑起了一只旅行包 还有一只箱子 这两件用袋子系着的行李都已经没烂 一拿起来就全散了 箱子相当沉 桑丘不得不从驴子上下来 将它们搬到一边 主人命他瞧瞧 箱子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桑丘立即遵命 箱子虽然用一条铁链捆着 上面还上了锁 但因破烂不堪 里面的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 箱子里有四件细麻纱衬衫 还有几件压麻布衣服 都相当精致干净 桑丘还发现在一块手帕里 包着一堆金埃斯裤多 他一见金币就大叫起来 谢天谢地 这次其遇我们总算发财了 他继续寻找 又发现一个精装的记事本 唐吉赫德向他要了这个记事本 叫他把钱自己留着 这是赏给他的 为了感谢主人赏赐 桑丘吻了吻唐吉赫德的手 他又把箱子里的那些 亚麻布服装拿出来 放进成干凉的口袋里 唐吉赫德看了这些衣服 说 桑丘 我认为一定有个旅客 进山后迷了路 遭强盗抢了 然后又把他杀了 再把尸体弄到这个 僻静的地方埋掉 这不可能 桑丘说 如果是强盗做了案 不会把钱留在这里的 这倒也是 唐吉赫德说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可猜不透了 不过 你别急 我来看看这个记事本 里面不知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 帮助我们解开这个遗团 他打开本子 第一眼就看到一首十四行诗 虽然是初稿 字迹却非常娟秀 他大声的念了起来 好让桑丘也能听到 这首诗是这样的 兴许是恋爱之神 头脑发昏 也可能是他异常的残忍 否则就是他对我处罚过分 使我遭到如此惨重的酷刑 然而 恋爱神也是一位天神 他无所不知 一点也不凶狠 这个道理已被世人公认 那么 谁使我内心这般苦闷 如说是你 非力 这话不真 如此美誉 岂能包藏祸心 苍天也不会让我陷此困境 我即将死去 这已完全确定 这病由谁引起尚未查明 找到治病良药 自是奇妙万分 从这首诗里 似乎看不出什么来 桑丘说 除非从诗中的某一根线头着手 才能解开线团 诗里有什么线头呀 唐吉赫德问 我好像听您念到线头什么的 桑丘说 我是说 菲利 唐吉赫德说 这显然是十四行诗作者抱怨的这位姑娘的名字 我确信这首诗写得不错 不然 我就对这门艺术一窍不通了 这么说 您还会做诗吗 桑丘问道 写得比你想象的还好呢 唐吉赫德回答说 下次让你给我的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送一封信去 从上到下全用诗写成 那时 你就知道 我诗写得怎么样了 告诉你 桑丘 古代所有的 或者说 几乎所有的游侠骑士 都是大诗人 大音乐家 写诗和作曲这两大技能 或者说是这两种天赋和才能 与情意绵绵的游侠骑士是紧密相关的 说实在的 古代骑士的诗作感情十分丰富 只是缺少点精雕细刻 请您再读下去吧 桑丘说 也许能发现某些重要的线索 唐吉赫德翻过去一页 说道 这是散文 像是一封信 是公函吗 老爷 桑丘问 从信的开头看 倒像是封情书 唐吉赫德回答说 那您大声念念吧 桑丘说 谈情说爱的事我倒想听听 我很高兴这样做 唐吉赫德说 他根据桑丘的要求 大声地读了起来 信是这样写的 由于你言而无信 也怪我命苦浮浅 终于我来到了这深山老林里 我在这里抱怨你的言论 要等我的死讯传到你的耳中后 你才能知道 啊 你这个复兴人 你抛弃了我 因为他比我富有 但他并不比我高尚 如果美德是一种可以作嫁的财富 我不会嫉妒他人的幸福 也不会哀哭自身的苦命 你的美貌抬高了自己的身价 你的行为却使你信誉扫地 凭你的美丽我把你看成天使 看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 好自为之吧 你这个惹得我心虚不宁的人 但愿苍天永远不让你识破 你嫁得是个欺心骗子 免得你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后悔 也免得我感到幸灾乐祸 因为这并非我的愿望 念完这封信后 唐吉赫德说 写这封信的人是个被人抛弃的情人 只是这封信里比那首诗更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把这个记事本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 又见到了几首诗和几封信 有的能看懂 有的看不清 不过 无论是诗还是信 都是一些哀怨悲叹之词 时而自信 时而失望 时而高兴 时而悲伤 时而受到青睐 时而遭到抛弃 有的不乏赞扬之词 有的充满一片哀情 唐吉赫德翻阅那本记事本的同时 桑丘再翻那只箱子 他把整只箱子 还有那个提包都翻了个遍 搜寻了每个角落 拆开了每条缝线 甚至将毛线一的每根毛线都拆开看过 生怕有什么地方没有翻到 他找到了一百多枚埃斯库多 心里美滋滋的 像是吃了一顿美食 尽管没有再找到别的什么 但他认为有了这些钱 他让人都在毯子里往上抛 喝了那种香油呕吐不止 让人拿木桩揍 挨了罗夫的一顿拳头 丢失了那条搭帘 短大衣被抢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还认为 有了这笔钱 他跟他的这位主人 当差过程中受到的饥渴和劳累 都已得到了丰厚的补偿 这位狼狈像骑士 很想弄清这只箱子的主人 究竟是什么人 根据那首十四行诗 还有那封信 那些金币和质地良好的服装 他猜想 此人定然出身名门 如醉如痴地爱上了一个姑娘 遭到了对方无理对待和抛弃后 终于走上了绝路 可是 在这崎岖的山野里 荒无人烟 找不到人问讯 他只好顺着罗西纳特的意愿 往前走去 他始终认为 在这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地里 必然会有意外的奇遇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缓步而行 突然见到前面一座小山上 有一人飞快地奔跑着 他越过了一块块岩石 跳过了一层层灌木 动作清洁异常 他似乎觉得此人赤裸着身躯 胡须又黑又浓 头发又密又乱 赤着一双脚 小腿也是光光的 只有一条短裤裹住大腿 这短裤像是棕色丝绒的 但已破烂不堪 许多地方露出肉来 他头上没有戴帽子 虽说此人像刚才说的那样 飞快地奔了过去 但狼狈像骑士却把这些细节 看得一清二楚 这位骑士很想追上去 但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罗西纳特太单薄 不惯于走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 另外他生来动作慢 性子像温吞水 想叫他走快也走不快 唐吉赫德料想 那个人一定是那只提包和箱子的主人 他打定主意要去找他 哪怕在这山上待上一年 也要找到他 他叫桑丘夏驴 抄近道去山的另一边 他自己从这边走去 他想用这个办法 找到那个迅速从他眼前消失的人 我不去 桑丘说 因为一离开 您我就害怕 眼前就会出现妖魔鬼怪 吓得我胆战心惊 我跟您明说了吧 从现在起 我寸步也不离开您了 这样也好 狼狈像骑士说 你想依靠我的勇气 我很高兴 你即使吓得灵魂出了窍 我也有勇气扶持你 现在你在我后面慢慢走 或者信不而行 用你的两只眼睛当灯笼罩 我们绕着这座小山包走一圈 也许能遇见刚才见到的这个人 毫无疑问 这个人就是我们捡到的这些东西的主人 桑丘听了说 还是不去找他为妙 如果找到了他 这些钱也是他的 那我得把钱还给他 我看没有必要白费这个劲了 这钱还是由我保管吧 过些时候 这钱的主人也许不用找 就自然地出现了 那时 钱已用光 连国王也奈何不了我了 这你就错了 桑丘 唐吉赫德说 我们既然猜到这钱是谁的 又知道 此人就在附近 就有义务去找他 把钱还给他 我们如果不去找他 心里又强烈地感到他就是钱的主人 那我们就会感到内疚 因此 桑丘朋友 不要怕去找他 对我来说 找到了他 反而觉得高兴 说完 他就催动罗西纳特 往前跑去 桑丘和平时一样 骑驴相随 他俩在那座小山包转了小半圈 便在一个山沟里 见到一头死罗子 安配俱全 驱体已被野狗和乌鸦吃去了一半 这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刚才那个一闪而过的人就是罗子和那个提包的主人 他们正在看那头死罗子呼听一声呼哨 像是牧羊人赶羊的哨声 随后在他们左边跑过来一大群山羊 在羊群后面的山顶上出现一个上了年纪的牧羊人 唐吉赫德大声与他打招呼 请他下山来 牧羊人也亮着嗓门与他们说话 问他们是谁将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 还说这人机罕至 除了过往的羊群 常常有豺狼等野兽出没 桑丘先请他下来 然后把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他 牧羊老人走下山来 走到唐吉赫德身边 说道 我可以打赌 你们是来看死在这山沟里的那条雇佣的骡子的 说实在的 这死罗子六个月前就在这儿了 你们在这附近见到过他的主人吗 没有 唐吉赫德说 只是在这附近发现一个蹄包和一只箱子 箱子我也看见了 牧羊人说 只是没有去捡 甚至都没有走进去看看 一来怕沾上晦气 二来怕人家说我偷 魔鬼可狡猾呢 他在你脚下放点什么 让你半一跤 还不知怎么跌的跟头 我也是这么说的 桑丘说 箱子我也见到了 走到离他还有一件之地 就没啃过去 箱子还原封未冻的撇在那 我可不要带警铃的狗 老哥 请问 您知道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吗 唐吉赫德问道 我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您吧 牧羊老汉说 大约六个月前 有一个年轻小伙子 来到离这儿有三西班牙里地的一个牧羊人住的茅屋边 此人仪表堂堂 斯斯文文 他骑的骡子就是那匹死骡子 还带来一只蹄包和一只箱子 就是你们刚才说见到了 却没有碰一碰的那些东西 他问我们 这一带哪儿最荒凉 最偏僻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眼下这个地方就是 这儿确实是个穷乡僻壤 你如果再往里走半西班牙里地 就可能出不来了 我觉得真奇怪 你们怎么到这儿的呢 因为到这里没有路 连羊长小道也没有呀 我接着说下去 好吗 听了我们的话 那年轻人调转配头 往我们指的地方走去 他那翩翩的风度 真是人见人喜 听到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又见他这么急匆匆地回转身朝深山跑去 我们又觉得十分惊奇 此后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几天前 他突然在路上拦住我们一个同伴 一声不吭 就扑过去 对他拳脚相加 然后来到陀螺身边 将骡子身上 驮的面包和奶酪全都抢走 动作利索的惊人 完了 就又躲到深山里去了 我们几个放羊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 就去找他 在深山里找了近两天时间 才在一颗又高又大的 双皮猪的树洞里找到了他 他和和气气地出来见我们 只是衣衫已破烂不堪 脸色也变了 皮肤被太阳晒得漆黑 因此 我们快认不得他了 不过我们还记得 他的一身装束 凭那身破的不成样子的衣服 还能认出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很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言语不多 但异常恳切地对我们说 请我们见到他这样 不要见怪 他罪孽深重 眼下正在进行自我忏悔赎罪 我们问他的姓名 他始终没有回答 我们还对他说 人要吃饭才能活命 他如需要粮食 请他说一下 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我们给他送去 如果他不喜欢这样 他可以出来向我们要 只是不要抢夺牧羊人的粮食 他向我们表示了谢意 还对他前几次的抢劫表示歉意 说以后再也不会给人添麻烦 只求看在上帝份上 给他点粮食吃 他还说 他居无定所 每天走到哪儿 就在哪儿过夜 说完 就放声痛哭 见他哭得这么悲伤 又想到他来时的那个样子 这时又变成这个样子 即使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也不能不陪他落几滴眼泪 我刚才已经说过 来时他是个仪表堂堂 和蔼可亲的年轻人 说起话来 彬彬有礼 一看就是个出身名门 知书达理的人 我们在场的这几个人 尽管都是大老粗 但我们看得出 他确实非常斯文 他讲到要紧的地方 突然不说了 眼睛死死的盯着地面 有好大一会儿功夫 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没有说话 都在看着他 想看看 他这阵呆发完后 又该怎么办 我们心里都很可怜他 他一会儿张大眼睛 长时间的直勾勾的连睫毛 都不动一动的盯着地面 一会儿又闭上眼睛 紧闭双唇 皱着眉头 这样子 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疯病又发了 他紧接着的行为表明 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他先是躺在地上 随后怒气冲冲地从地上一跃而起 扑向他身边的那个人 对他又打又咬 我们如果不及时将他拉开 他准会将那个人打死 他在打咬的同时还嚷道 费尔南多 你这个狗贼 你害得我好苦 眼下 你在这儿 我要报仇 我要用自己双手挖出你这颗藏着所有邪恶的黑心 接着 他又骂了一通 骂的都是费尔南多 说他是个奸贼 是个骗子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我们的同伴从他手中拉开 他没有再说什么 就离开我们 飞快地 跑到荆棘丛生的山地里去了 连我们也无法追上他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猜想 他的疯病是发一阵好一阵 那个叫费尔南多的人干了坏事伤害了他 从他目前的情况看 确实受害不浅 这些猜想 后来都得到了证实 因为他曾经出来过许多次 有几次他是来求牧人给他一点粮食 让他带回去吃 另外几次他是来抢的 因为他的疯病又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牧人心甘情愿给他粮食 他也不要 一定要挥舞拳头去抢 他清醒时 总是客客气气地请大家看在上帝的份上 给他点吃的 拿了粮食后 千恩万谢 眼中禽着泪花 就在昨天 我和四个年轻人 其中两人是我的故宫 两人是我的朋友 决定去找他 而且一定要找到他 等找到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们一定要将他送到离这巴西班牙里的阿尔默达瓦尔镇 给他治病 或者趁他神智清楚时 问清他的姓名 有没有亲友 可由我们去报告他的不幸遭遇 先生们 你们问我的事 我知道的全都说了 另外 你们见到的那两件东西也是这个人的 那个衣衫破烂 皮肉外露 清洁的跳来跳去的人 就是他 刚才唐吉赫德已对牧羊老汉说过 他看见那个人在山上飞奔 听了牧羊人的这番话 唐吉赫德大为惊奇 他更想知道 这不幸的疯子究竟是什么人了 于是 他决定把原来的打算付诸行动 他要找遍整座山头 连每个角落 每个山洞都不放过 务必将他找到 才肯罢休 不过 命运的安排 比他原来想的 指望的要好得多 就在这个时候 他要寻找的这个小伙子 在一个山沟里出现了 他一面走 一面喃喃自语 这些话 就是有人站在他身边也听不懂 更何况离得这么远呢 他穿的衣服 确实像上面说的那样 非常破烂 只是等他走到跟前 唐吉赫德才发现 他身上穿的那件撕烂了的皮上衣 还是龙咸香皮做的呢 他心里明白 穿这么名贵服装的人 绝不会是卑贱的下等人 年轻人来到跟前后 向他们问了好 声音虽有些嘶哑 不过很客气 唐吉赫德也客客气气地还了礼 然后 他下了罗西纳特 又文雅又潇洒地走过去拥抱了他 像相识很久的老朋友那样 在怀里紧抱了好一会儿 我们既已把唐吉赫德称作狼狈像骑士 那么 这年轻人 我们就叫他衣衫蓝褛的晦气脸吧 他让唐吉赫德拥抱了一会儿后 身子朝后退一步 双手放在唐吉赫德的肩膀上 对他端向了一番 好像要瞧瞧是不是认识他 见到唐吉赫德那个脸像 身材 又见他全身披挂 心里惊讶万分 就像唐吉赫德见了他一样 拥抱后 首先开口的是那个衣衫蓝褛的晦气脸 他说了些什么 请看下一章 第24章 继续叙述黑山奇遇 根据传记记载 唐吉赫德这时正在全身贯注地 听那个衣衫褛褛的黑山绅士说话 他是这样说的 先生 我虽然并不认识您 不知您是谁 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做的友好表示和礼遇 您热烈地欢迎了我 对我表露了一片诚意 我真想加倍地报答您 只是我时运不济 空有良好的愿望 却难以拿出实际行动来 我一直有为您效劳的愿望 唐吉赫德说 我甚至拿定主意 不找到您 绝不离开这座山岭 您眼下过着这样奇怪的生活 内心一定非常痛苦 我已打定主意 要弄清楚 有没有解除这种痛苦的办法 如果有 我一定千方百计找到它 万一您的痛苦 无法用任何方式加以减轻 那我打算陪您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一个人遭到了不幸 如有人表示同情 多少也是一种安慰 如果我这一片好心 能得到某种报答的话 那么 先生 我有个请求 我知道您很有礼貌 为了礼貌 为了您这一生中最爱的人 请告诉我您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像兽类一样 来到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乐此一生 从您服装和举止看 您不是与兽类同生死的人 唐吉赫德接下去又说 本人不才 却受过其事道的丰寿 专私游侠其事一职 我愿以其事道和游侠其事的名义其事 如果您满足了我上面说的这个请求 我定以游侠其事的一片热忱 为您的不幸找到解救的办法 如果这点办不到 我也一定如我刚才允诺的那样 陪您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临终骑士听了狼狈像骑士这番话 没有立即作答 只是对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对他上上下下看了个够 才说 你们如果带有干粮 看在上帝面上 给我吃一点 吃完后 我一定遵照这位先生的吩咐 把我的事情讲给你们听 以报答你们的一片心意 桑丘去掏他的干粮袋 牧羊老汉也从他的皮带里取出干粮 让这个衣衫褂褛的人冲击 他就像呆子那样 给他什么吃的就往嘴里塞 来不及一口一口细嚼慢咽 东西塞到嘴里 就一仰脖子吞了下去 在他吃东西的时候 他本人和瞧着他的人都没有开口 吃完干粮 他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 叫他们跟他走 他们就跟着他来到一块绿草如荫的平地 旁边不远处有一块大岩石 到了草地 他就躺了下来 其他几个人也和他一样 躺在草地上 在整个过程中 谁也没有说话 那个衣衫褛褛的人躺舒服了 才开口说 先生们 你们如果想让我将自己遭到的巨大不幸 一口气讲出来 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在我讲述这段伤心的经历时 你们不能提问 也不能用别的方法打断我 故事一经打断 就停在那儿 不能继续讲下去了 衣衫褛褛的人的这一番言论 使唐吉赫德回想起 他是从给他讲的那个故事 当时自己因记不清 到底过了几只羊 故事就停在那儿了 我们再回头来说说 这位衣衫褛褛的人 他接着又说 我给诸位事先打这个招呼的意思 是想快点把我的不幸往事讲完 心酸旧事的回顾 只会带来新的烦恼 你们问的越少 我就讲的越快 当然 一些重要的情节 我绝对不会漏掉 你们要我讲什么 我都会讲给你们听 唐吉赫德代表在场的人 答应了衣衫褛褛的人的要求 于是 他就讲了起来 我名叫卡德尼奥 家在安达卢西亚一个美丽的城市里 我出身贵族世家 父母很富有 但纵有钱财 也无法减轻我的痛苦 我身遭不幸 叫父母伤心 也让家族的其他人感慨万端 老天要你受罪 财富往往是帮不了什么忙的 这个城市里有个姑娘 爱神把我吸气的所有的好的东西 全都集中在她身上了 路心达实在太漂亮了 她与我出身一样高贵 家境一样富有 但她比我走运 她只是不够坚真 辜负了我对她的一片情意 但还提示带起 我就喜欢她 爱她 崇拜她 她小小年纪 还我一颗纯真的爱心 我们双方的父母亲 都了解我们的心意 他们对此并不介意 因为他们心里明白 等我们长大成人后 让我们成亲就是了 反正论家世 论财富 都是门当户对 随着年岁的增长 彼此的情意更深了 陆心达的父亲 受到礼教的影响 对我进行了防范 不许我走进他的家门 诗人们常爱歌唱 《第四辈》的故事 陆心达的父亲 有点模仿 《第四辈父母》的做法》 不让我进门 反而使我们更加情赤是火 因为这样做 虽封住了我们的舌头 却难以锁住我们的笔头 笔头比舌头 更能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意 倾诉自己的忠肠 因为当着情人的面 决心最大的人也常常难以启齿 胆子最大的人也会舌头僵直 天啊 我给他写了多少封情书啊 他又给了我多少封坦诚而富有情意的回信啊 我还给他编了许多首情歌 写了许多篇爱情诗 表达内心的情愫 传达赤烈的欲望 在这些诗歌中还回顾了往事 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后来 我已不满足写诗写信 急切地想见他一面 我决定将这个想法化为行动 我认为 为了得到他这个令我朝思暮想的珍宝 最合适的做法是向他父亲正式求婚 将他许配给我 做我的合法妻子 我真的这样做了 他父亲回答说 承蒙我瞧得起他 向他求婚 他表示感谢 他也愿意将女儿许配给我 只是我父亲健在 求婚的事应该由他提出 才合情理 如果这桩婚事 我父亲不乐意 陆新达可不是个违背负命 愿意偷偷出嫁的姑娘 对陆新达父亲这个善意的建议 我表示了谢意 我认为 他说的话的确有道理 还认为这件事 只要和父亲说明 他也一定会同意的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 立即去向父亲说出自己的愿望 走进父亲的房间 发现他手里拿着一封 引起了封的信 我还未开口 他就把信给了我 说 卡德尼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 李卡多公爵是有心要栽培你呢 先生们 你们想必知道 这李卡多公爵 可是西班牙的大人物啊 他的封地是全安达卢西亚最肥沃的地方 我拿起信看了一遍 信的言辞异常恳切 信中提出的要求 万一父亲不同意 我也会觉得不妥的 公爵 要我立即去他那 做他大公子的伙伴 不是去当仆人 他还答应 根据我的才能 将会给我安排合适的职位 我看了信 心里有些着急 一时说不出话来 父亲接着说 卡德尼奥 两天后 你就动身去听后公爵的吩咐 你应该感谢上帝 让你走上这样的道路 以便获得与你才华相配的地位 另外 父亲又说了一些别的鼓励我的话 我动身的前夕 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路心达 也告诉了他父亲 请他等候几天 把女儿的婚事暂缓一下 等我到那儿见到了李卡多 看看他到底要我干些什么 再做决定 他父亲同意了 他当时山盟海誓 还晕过去 不知多少次 表示了对爱情的忠贞 我终于来到李卡多公爵家 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款待 公爵对我太好了 反倒引起他人的嫉妒 特别是那些老仆人 在他们看来 公爵对我如此青睐 必然会对他们造成某种损害 对我的到来 最高兴的是 公爵的二公子 他叫唐费尔南多 是个风流倜傥的少爷 我到那儿不久 我们就成了挚友 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虽说大公子带我也不错 对我很照顾 但总不如唐费尔南多对我好 一般说来 在交情很深的朋友之间 总是无话不谈的 唐费尔南多对我的好感 已变成了友谊 他把心事全都告诉了我 特别是那庄 使他寝食不安的私情 原来他看中了一个农家姑娘 是他父亲管辖下的臣民 姑娘的父母很富有 他很聪明伶俐 美貌绝伦 还非常端庄 要娶他为妻 因为不这样做 他很难占有这个贞洁的姑娘 作为他的挚友 我说出种种理由 举出种种生动的实力 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眼看劝说不起作用 我决定将这件事告诉他父亲里卡多公爵 唐费尔南多是个很有心悸的人 他怕这是张扬开去 他也知道我作为他家的一个中仆 不能隐瞒有损于我的主人公爵家荣誉的事情 于是他有一天对我说 为了忘记这个他眷恋的美丽姑娘 他别无他法 只有离家外出几个月 他想和我一起上我父亲家里去 在公爵面前他可以说 我家乡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骏马 他想到那儿去买几匹好马回来 我听他这么一说 正中下怀 虽说他这个打算并不很好 但这样做能为我回去看看 我那陆心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自然非常赞同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和意愿 赞成他的主意 还对他说 要走就应该快点走 因为他和那农家姑娘 虽然爱得很深 但人一离开 感情就慢慢变淡 后来我知道 他跟我说上面这番话的时候 已经以未婚丈夫的名义 占有了那个农家姑娘 并正在等待机会 将这件事作为继承事实张扬开来 眼下他担心的是他父亲知道他这么胡闹后 会做出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 年轻人谈情说爱 大多数算不了爱情 只能算是情欲 图个快活 快乐一阵后 情欲得到满足 爱情也就结束了 这是自然的界限 不能超越 只有真正的爱情 才没有这个界限 唐菲尔难多的情况正是这样 他同那个农家姑娘玩乐了一阵后 欲念渐消 爱情渐冷 关系就逐渐冷漠 如果他开始时说要离家 只是为了淡化他与那姑娘的关系 那么 后来他是有意躲避 以免旅行婚约 公爵同意他走 还命我与他随行 我们一起来到我的家乡 我父亲按唐菲尔难多的身份 盛情款待他 我回家 不久就去看望路心达 尽管我对他的这颗爱心始终如一 既没有死去 更没有冷下来 但见了他以后 好像更获得了生气 何该我倒霉 我竟把与路心达相爱的事 告诉了唐菲尔难多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交情已这么深 不该对他隐瞒什么 我当着他的面 大肆夸奖路心达 说他多么漂亮 多么聪明伶俐 又多么有教养 听了我的话 他就产生了 见一见这么美好的姑娘的愿望 更糟糕的是 我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一天夜里 路心达就站在我们经常会面的窗口 手里拿一只蜡烛 我只给唐菲尔难多看了 当时他只穿贴身小袄 披着一件披缝 唐菲尔难多一见 早把过去见到过的所有美女 全都气到脑后了 他一时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 好像掉了魂一般 之后 他就爱上了她 爱到什么程度 你们接下去听了我的故事就会明白 他对路心达的感情是瞒着我的 只有老天知道 一天 命运之神又让他见到了路心达写给我的一封电信 这更点燃了他的浴火 他在信中要我向他父亲正式求婚 这封信措辞得体 既和礼仪又充满一片深情 他看了信后 对我说 分摊在全世界妇女身上的美色和智慧 全都集中在路心达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 我应该坦率地承认 当时我听了唐菲尔难多对路心达的一美之词 虽觉得十分合适 但是 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 我又有些担忧 甚至有些醋意 因为他在我俩闲聊时 几乎每时每刻都想把话题引到路心达身上 有时甚至是非常牵强的 这样一来 在我心里 自然产生了一种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妒忌 我并不害怕路心达会变心 不过 他虽然非常靠得住 但我总怕自己命运不济 唐菲尔难多千方百计 想看我给路心达的信和他给我的回信 说他很喜欢我俩的生花妙笔 一次 路心达向我借阅一本我正在看的骑士书 因为他非常爱看这种书 书名是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 唐吉赫德一听到骑士书 就说 您一开头 只要对我说 那位路心达小姐爱读骑士书 您就用不到多加夸奖 我就明白 这位小姐一定聪明过人 反之 如果她缺乏这方面的雅性 那她就不会像你刚才描述的那么美好了 对我来说 您用不到多废口舌 说她长得多么漂亮 多么贤惠 多么聪明 您只要告诉我她有这个爱好 我就判定她是世界上最俊俏 最聪慧的女子 先生 但愿您将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 这本书送给她的同时 也将希腊的唐路赫尔 这本好书 也一起带给她 我知道 路心达小姐一定会非常喜欢 达拉伊达和赫拉雅这两个人物 也会喜欢木桐达里纳尔的机灵劲 尤其是她演唱的那些木歌 真叫人惊叹不已 她演唱的那么生动活泼 要去横生 真令人拍案叫绝 您没有把这本书给她也不要紧 要布了多久 便能弥补这个过失 老您的家 请您跟我去一趟我的老家 这种书在那儿可以给你三百多本 都是用来解闷消遣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这种书 我一本也没有了 这都是那些恶毒的爱嫉妒的魔法师倒的鬼 真对不起 我刚才打断您的话了 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我这个人一听到有人谈起歧视道和游侠歧视方面的事情 要我不插嘴 就像要阳光不发热 月光不散发潮气一样困难 因此请您见谅 现在再请您继续讲吧 就在唐吉赫德说话的时候 卡德尼奥的脑袋一直垂到了胸口 仿佛陷入了沉思 唐吉赫德接连两次请他继续讲述往事 他既不抬头 也没有答话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抬头说道 有一个念头总难以在我心中消除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使我这样做 也无法使我改变看法 我认为爱丽莎巴师傅这个大混蛋是马达西马王后的情郎 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个傻瓜 没有这回事儿 我可以发誓 唐吉赫德突然大发雷霆 她像平常一样赌咒启示地说 这是恶意重伤 更确切地说 是一种流氓行为 马达西马王后是位高贵的女性 地位这样高的一位王妃 怎么会和一个只会至善气的江湖郎中私通呢? 谁不同意我的看法 谁就是混蛋 就是在胡说八道 对这样的人 我可以同他不战 也可以进行马战 可拿武器交手 也可以徒手格斗 可以夜战 也可以白天打 总之 不管他用何种方式 我定要让他认错 才肯罢休 卡德尼奥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唐吉赫德 他这时疯病又犯了 以没法继续叙述他的往事 再说 唐吉赫德也不想听了 因为刚才听到卡德尼奥说了马达西马的坏话 心里非常不高兴 说来也怪 唐吉赫德就像护着自己的合法欺世一样 护着这个马达西马 这都是那些传播异端邪说的书 将他弄成这样的 刚才已经说到 卡德尼奥的疯病已经发作 他听到唐吉赫德骂他混蛋 胡说八道 以及其他难听的话 不禁怒火中烧 随即从身边捡起一块石头 朝唐吉赫德胸口打来 打得他仰面朝天 倒在地上 桑丘攀杀见自己的主人被对方打倒 就捏紧拳头去找那个疯子 这衣衫褴褛的人随手一拳 就将桑丘击倒在地 接着就踩上他的身子 将他的肋骨踩了又踩 牧羊老汉想帮桑丘的忙 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疯子将这三个打得不能动弹后 就扬长而去 重新钻到密林深处去了 桑丘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无缘无故地让人给打了一顿 心里实在气不过 就去找那牧羊老头儿出气 怪他没有早告诉他们 那个人会发疯 如果早点对他们说 他们就能早做防范 牧羊人说 他已经对他们说过这件事 他们没有放在心上 这不能怪他 桑丘不听 继续责怪他 牧羊人也继续申辩 双方一来一往 最后发展到揪胡子 动拳脚 亏得唐吉赫德从中调解 否则 他们准会撕打得头破血流的 桑丘紧紧地揪住牧羊人说 狼狈像骑士老爷 请不要管我 这老头和我一样 也是相巴佬 也没有封为骑士 他刚才欺负我 我完全可以像正人君子那样 跟他交手 为自己复仇 话是说得不错 唐吉赫德说 不过 我知道 刚才的事一点也不能怪他 唐吉赫德这句话 总算让双方平静下来了 接着 这位骑士又问牧羊老汉 能不能找到那个卡德尼奥 因为他非常想了解 他那个故事的结局 牧羊人还像开始时那样说 他不知道卡德尼奥究竟住在哪 不过 他们如果在那一带多走几趟 不管卡德尼奥发不发疯 准能找到他 第25章 叙述英勇的拉曼雀骑士 在黑山的种种奇遇 以及他如何模仿忧愁俊杰进行苦修赎罪 唐吉赫德辞别了牧羊人 骑上罗西纳特 命桑丘跟随着他走 桑丘心里虽不高兴 但也只好骑驴随行 他们信不而行 来到了山林深处 桑丘总想跟主人说话 但又怕违反唐吉赫德做的规定 他真希望唐吉赫德能先开口说话 但他就是不说 后来 桑丘实在憋不住了 终于开了口 唐吉赫德老爷 请您为我祝福 并恩准我回老家吧 因为我很想从这儿动身回去 见见我的老婆孩子 跟他们在一起 我起码可以同他们说说话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您要我跟着您 在这荒芜人烟的深山老林里 日夜奔走 我想同您说句话 您又不允许 这不是活活憋死我吗 如果命运让牲口也能说话 就像一锁的时代那样 那还不算太坏 因为我可以和我的毛驴 说说心里话 这样 虽说倒了大霉 心里总好受些 眼下东奔西跑 一辈子忙着找什么显示 结果呢 不是挨踢 就是让人都在毯子里往空中抛 还让人拿石头砸 拿拳头揍 这还不够 还得把嘴给缝起来 心里话也不敢说 像哑巴一样 这种日子能过得下去吗 这实在太苦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非常希望 我接掉贴在你舌头上的那张封条 好吧 这封条就算已经接掉了 你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吧 不过 这只献鱼 我们在这深山老林这段时间里 过了这段时间 封条还得贴上 这么说 现在我就可以说话了 桑丘说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就只有天知道了 反正 现在我得好好地使用这个豁免权 我说 您刚才为什么拼命要护着那个 叫什么马西马莎 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的王后呢 那个阿巴德 是不是王后的情人 这又关您什么事 这件事 您自己也说不清 当时您如果不打这个岔 我认为那疯子 准会把那个故事讲下去 这样 就免得让他用石头砸 用脚踩了 还能免去那六七个大耳光呢 桑丘啊 唐吉赫德说 我确信 你如果像我一样 了解这位马达西马王后 多么高贵 多么正派 那么 我听到从那张嘴里 说出这样亵渎的话 而没有将它撕烂 你一定会说我很有涵养 无论嘴里说 还是心里想 一个王后 与一个外科大夫私通 这是一种极大的亵渎 故事里说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疯子提到的那位爱丽莎巴师傅 是个谨言慎行 很有见识的人 她当过王后的私人教师和医生 可是 说王后是她的情妇 真是胡说八道 说这话的人 真敢挨揍 不过 卡德尼奥那样说时 疯病已经犯了 连她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这点你应该明白 我也是这个意思吗 桑丘说 疯子的话 何必这么当真呢 刚才您为那个王后说话 幸亏您运气好 那块石头打在您的胸口 如果打在您的脑壳上 就有好戏桥了 卡德尼奥是个疯子 就不必去计较她了 不管是疯子还是头脑健全的人 只要她们说女人的坏话 游侠其事就有义务反对她们 保护妇女们的明解 不管是什么女人 尤其像马达西马这样高贵的王后 就更应该为她辩护了 对这位王后我特别喜爱 因为她有许多优良品性 她不但美艳绝伦 而且 言行非常小心谨慎 从不识检点 另外 她还遭了不少磨难 幸喜爱丽莎巴师父与她作伴 给她出些点子 对她很有帮助 也减轻了她内心的痛苦 使她能小心谨慎 不急不躁地生活下去 那些不知内情甚至别有用心的家伙 就根据这些情况 说王后是爱丽莎巴的情妇 这真是弥天大谎 我再说一遍 凡是那样想或那样说的人 就是一百个撒谎 二百个胡扯 我可没有这么说 也没有这么想 桑秋说 谁干了什么事 就让谁和面包一起吃下去 他们有没有私通 上帝自然会知道 我才从自己的葡萄园里出来 什么事也不知道 我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谁买了东西又不承认 自己的包里看得清 再说 我光着身子出生 眼下也是光身 我既不赔本 也无利可赢 就算他们是一对情人 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许多人以为挂着咸肉 其实连挂肉的钉子也没有 不过 谁能在田野里装上大门呢 再说 连上帝还有人说闲话呢 天啊 桑秋 唐吉赫德说 你刚才说了一大串什么废话啊 你这一连串艳语 跟我们说的事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桑秋 以后你就别说话了 你只管赶你的驴子 与你不相干的事就别管了 你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 弄明白这样的道理 不论过去 现在或将来 我做的事都是合乎情理 也完全符合歧视道规矩的 对这方面的规矩 我比世界上任何歧视都熟悉的多 老爷 桑秋说 我们成天 在这个没有道路的山林里 东跑西滇 寻找那个疯子 找到他又怎样呢 他不会继续讲他没有讲完的故事 他会将您的脑壳和我的肋骨都统统砸烂 难道这都符合歧视道的好规矩吗 我再说一次 桑秋 你别多嘴了 唐吉赫德说 我告诉你 我来这儿 并不只是为了寻找那个疯子 我在这儿还想干一件大事 以便让自己英明永存 流芳百世 我如果办成了这件大事 就会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著名游侠骑士了 干这件大事一定非常危险吧 桑秋 潘沙问道 不危险 狼狈向骑士回答说 因为我们制的这个头子的点数表明 我们会交好运 不会走备运 不过 办好这件事情 还得仰仗你帮忙 得靠我帮忙 桑秋问道 是的 唐吉赫德回答说 因为我想派你去一个地方 你如果能很快回来 我的苦行就会早点结束 光荣可以很快开始 你听了我的话 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来把情况告诉你吧 明文侠尔的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 是最完美的游侠骑士之一 我说他是最完美的骑士之一 还说的不全面 他不是之一 他是独一无二的 是独占凹头的天字第一号人物 是全球骑士的带头人 他的武艺谁也比不上 有人说唐贝利亚尼斯 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他匹敌 让唐贝利亚尼斯和说这话的人都见鬼去吧 我可以发誓他们错定了 我还要告诉你 一个画家想在艺术上出名 应该从自己知道的名家中 选出最杰出的几个画家的原作 模仿他们 凡是为国增光的事情 都离不开这个规矩 有人想获得小心谨慎 吃苦耐劳的美名 就得拿尤利西斯做榜样 河马描绘了他的个性 叙述了他历险的过程 栩栩如生的刻画了他这个 吃大苦耐大劳 精明能干的形象 维吉尔在描绘埃尼阿斯这个人物时 也突出了这个孝子的勇武 和这个智勇双全的首领的英明 在刻画这两个人物时 作者并没有就是论事 只写他们的现状 而是写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人 以便让后世的人们学习他们的美德 因此 阿玛蒂斯是那些英勇而多情的骑士中的北极星 启明星和太阳 我们在爱情和骑士道的旗帜下战斗的人 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根据这个道理 我认为 桑丘朋友 谁学他学得越积极 谁就离一个完美的骑士越近 有一件事充分表现了阿玛蒂斯的机智 英勇 刚强 坚韧不拔 坚定不移 和情深异常 他受到了奥利安娜小姐的冷遇后 立即退隐到贫言山苦修熟罪 改名为忧愁俊杰 你瞧瞧 这个名字取得意味深长 而且 与他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十分相沉 我模仿他做这样一件事 比将巨人一批两半 将巨蟒的脑袋砍下 以及斩妖驱邪 击溃军队 摧毁舰队 驱除魔法要容易得多 在这个地方干这件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机会既然来了 又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那么 您究竟打算在这深山里干什么呢 桑丘问道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 唐吉赫德说 我要学阿玛蒂斯 在这做个断肠人 当疯子 当狂徒 同时也要模仿英勇的唐罗兰 他在一口泉水边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或西美人安杰利家 已与梅多罗有暧昧关系 立即气得发了疯 他把树木连根拔起 把清澈的泉水搅浑 他杀死了牧人 毁灭了羊群 烧毁了草房 推倒了房屋 把一匹匹母马在地上拖着走 还干了成千上万桩怪事 这都值得载入史册 流传千古 罗兰或叫奥兰多 又叫罗多兰陀 他一个人有三个名字做的 说的和想的那些疯疯癫癫的事 我并不想一桩桩的学 我只想挑选几件最重要的事情 尽量进行模仿 学的大体上像个样 兴许我只打算学习阿玛蒂斯一个人 他并没有发疯害人 只是伤心落泪 即使这样 他还是获得这么大的名气 这些歧视这么做 桑丘说 都是受到了刺激 他们吃苦修炼 干出种种傻事 都是有原因的 而您呢? 您为什么要发疯呢? 是哪一位小姐冷遇您了? 还是您也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使您感到 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和摩尔人或基督徒 有了什么越轨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唐吉赫德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妙处也就在这里 一个游侠骑士有缘有故的发疯 就没有味儿 不讨人喜 关键就是要无缘无故的发疯 这样 我那位小姐就会想 她无缘无故会发疯 有缘有故又会怎么样呢? 再说 愿我日夜思念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波索小姐已多日不见 这就是够让我发疯的了 你不是听那个叫安布罗西奥的牧人说过吗? 情人不在身边 什么坏事都会发生 实在令人担心 因此 桑丘朋友 请不必白费口舌 别劝阻我 我不会放弃这次模仿的 这次模仿十分奇妙 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现在就发疯 一直疯下去 我让你送一封信给我的杜尔西内亚小姐 然后 看看她回信说些什么 她回信说的 如果不负我对她的一片深情 我就不再发疯 也不再苦修忏悔 否则 我就要真的发疯 如真的发起疯来 心里反倒不怎么难受了 因此 不管她给我怎样的回信 等你捎来回信时 我就不会像你离去时 见到的那样痛苦和烦恼了 倘若我的神智是清醒的 必能为你带来了喜讯而快慰 如果你给我带来了坏消息 反正我真的疯了 也就感觉不到痛苦 不过 桑丘 你告诉我 慢不利诺的头盔 你还完好无损地收藏着吗 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想砸烂它 可是砸不烂 足见它是经过精炼细致的 我见到你从地上将它捡起来了 桑丘说 我以上帝名义起誓 狼狈像骑士老爷 您说的有些话我实在不理解 也没有耐心听下去 我觉得您跟我讲的 有关骑士道的话 有关征服王国和帝国的话 还说什么要拿海岛来赏赐给我 还要给我别的风赏 我认为 所有这一切都 只不过是游侠骑士逛完的把戏 像一阵风一样 刮过后就无影无踪了 这全是撒谎 是空话连篇 或者说连篇空话 您把理发师的同脸盆 说成是漫不利诺的头盔 而且长时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人家知道了 会对您怎么想呢 他们一定会认为 说了这样的话 却又坚持不改的这个人 脑子一定有毛病 这脸盆我放在干粮袋里 全砸瘪了 有朝一日上帝开恩 让我见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我要带回家 去把它修不好 自己刮胡子时 好用 你听着 桑秋 唐吉赫德说 我也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与世界上过去和现在 所有的侍从相比 你是最蠢的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没有看出 游侠骑士干的种种事情 看起来虚无缥缈 荒诞无稽 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事情原本都不是这样的 都是由于在我们身边 混杂着一群魔法师 将我们周围发生的事 全都随心所欲的改变了模样 他们爱怎么变 就怎么变 变的结果 就要看他们想帮助我们 还是想害我们 所以 你刚才说 那是理发师的脸盆 我却认为是 漫不利诺的头盔 别人也可能会认为是另一样东西 这次魔法师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他是难得照顾我的 魔法师让众人把真正的 或真价实的漫不利诺头盔 当成面盆了 要不是这样 见到这么珍贵的东西 大伙准会缠住我不放 会将它夺走的 可是 现在在人们的眼中 这只是一只理发师的脸盆 就不会有人想得到它了 有人甚至将它丢在地上 想砸烂它呢 这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此人识货 就绝对不会丢弃的 朋友 好好地将它保存着 眼下我暂时用不上 我得卸下全身披挂 拖得像从娘肚子里出来时那样 一丝不挂呢 因为我打算学习罗兰 不学阿玛蒂斯那样苦修苦练 说着话 他们来到一座高山脚下 这山像一块切削过的巨石 孤零零地耸立在周围的群山中 山边有一条小溪 溪水平缓地流淌着 四面山坡上成片的牧草清脆欲滴 赏兴月木 山上有许多参天大树 点缀着红花绿草 使环境显得异常幽静 狼狼像骑士就选中这个地方进行苦修苦练 一到这儿 他就疯了一般大声地说 老天爷 我就选中这块地方来哀哭命运给我造成的不幸了 我的眼泪将使这条小溪的溪水上涨 我一声声长叹将使这些参天大树的树叶摇晃不止 以此表明我这个苦命人内心遭受的痛苦 居住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诸位山神啊 不管你们眼下在什么地方 请你们细听我这个不幸的晴朗的哀怨声 我与一中人长期分离 对他产生种种疑虑 终于来到这个荒山野岭 哭诉这个忘恩负义的绝代佳人的冷酷与无情 树林里和山谷中的诸位仙女啊 你们久居在这深山老林 那轻浮而好色的森林之神追求你们 你们也没有动心 仍然生活的甜蜜而又平静 请你们也和我一起哀哭我的不幸 或者起码也得携耳恭听 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啊 我长夜中的明灯 苦难中的救星 旅途中的北斗星 你主宰着我的命运 但愿老天保佑你万事称心 请你想一想 我来到此地 落到这个地步 全是与你分离造成的 勿请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深情 一颗忠心 估计的树林啊 从今以后 你们要与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 做伴了 请你们摇晃一下枝叶 向我做一点表示 你们并不讨厌我在这个地方 你呢 我的侍从 无论在我事业兴旺发达之时 还是在我倒霉之际 都是我的好伙伴 我的言行 我的一举一动 请你牢记在心 以便将来好原原本本的向那位小姐进行禀报 请告诉她 我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说完 她便下了马 立即从罗西纳特身上解下安佩 并在她的臀部拍了一下 说道 你这匹英勇盖是命运多船的马啊 我这个没有自由的人给了你自由 你可以爱去哪 就去哪了 在你脑门上刻着这样的字样 论神速 阿斯托尔佛的伊波格里佛也难以与你匹敌 著名的俊马弗朗蒂诺更自愧俘如了 尽管布拉达曼特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桑丘见唐吉赫德放了罗西纳特 说道 那家伙偷了我的灰驴 偷得好 免得我这会儿也得替她卸下安佩 我相信我也得在她的屁股上拍上几下 也少不得称赞她几句 不过 这驴子如果真的在这儿 我就绝对不允许别人卸下她的安佩 因为 托上帝的福 我曾经是她的主人 我可从来不谈恋爱 也不悲观绝望 也就不存在替她卸下安佩 让她自由的问题了 说句实在话 狼狈像骑士老爷 如果我真的要走 你也真的要发疯 那么 最好还是将罗西纳特的安佩重新备好 让她代替那匹被偷的毛驴 这样 一去一来 可以省下好多时间呢 如果我走着去 真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到 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因为我这个人 腿脚是不管用的 好吧 桑丘 唐吉赫德说 就照你说的办吧 我认为你的主意不错 我想请你三天后动身 因为我希望你在这几天内 好好瞧瞧我为她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到时你可以向她一一面告 除了我眼下见到的 还有什么可以瞧的呢 桑丘问道 你要瞧的东西还多着呢 唐吉赫德说 我还得撕烂衣服 将假皱丢向四面八方 还要拿脑袋往岩石上乱撞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见了一定会感到惊讶的 看在上帝份上 桑丘说 你拿脑袋往岩石上撞 可得小心啊 如果撞到岩石的尖角上 你这部用来苦修苦练的机器 一下子就报销了 我的意思是 您干的这一套 反正都是假的 装装样子的 闹着玩的 而您又认为 这个脑袋非撞不行 不撞就没法进行苦修苦练 那我劝您 不妨将脑袋往水面撞 或者撞在像棉花之类的 软绵绵的东西上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到时会对我们那位小姐说的 说您拿脑袋撞在 比金刚钻还要硬的岩石的尖角上 我感谢你的好意 桑丘朋友 唐吉赫德说 不过 我要告诉你 我做的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这完全是当真的 如果不是这样 就违反了歧视道的规矩 按照那些规矩 我们不能撒谎 谁撒谎就要按叛徒处罚 你干了这件事 却说干了那件事 这就是说谎 因此 我拿脑袋撞一定得动真格 要撞得结结实实 或真价实 绝对不能掺甲 另外 你走时 还得给我留下点纱布 好 给我包扎伤口 因为我们倒了煤 把那种智商的香油给丢了 丢了毛驴才更倒霉呢 桑丘说 毛驴一丢 纱布之类的东西全都丢了 我求求您 再也不要提起那该死的香油了 我一听您说到这玩意儿 连灵魂都翻过来了 更不用说反胃了 我还要求您一件事 您说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看您发疯 您就当成这三天已经过去了吧 您发的疯 我也算看见了 我有真凭实据了 我会去对我们的小姐 进行详细禀报的 现在就请您写信 立即让我启程 因为我非常希望早点回来 将您救出这座炼狱呢 桑丘 你说这是炼狱? 唐吉赫德问道 你应该叫地狱更合适 甚至比地狱还糟 如果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话 我听人说 桑丘说 一个人进了地狱 就永远遭到拘留 我听不懂你说的拘留这个词的意思 唐吉赫德说 拘留的意思是 桑丘说 一个人进了地狱 就永远不出来 也出不来了 这与您眼下的景况完全不同 我的情况呢 我怕两条腿跑不动 如果让我骑上罗西纳特 拿提马次催她跑快一点 我就能跑到托波索 在多尔西内亚小姐面前 禀报您在这儿已经干了的 和正在干的 装装傻事和风事 傻事与风事 其实都是一回事 尽管她开始时 态度比拴皮猪还要硬 但经我这样一禀报 她就会变得比手套还软 随后 我就带着她 像涂了蜜一样甜的回信 跟魔法师一样 在空中飞回来 再将您从这炼狱中就出来 这儿看起来像是地狱 其实不是 因为人到这儿后 还有希望出去 地狱我刚才说了 人进来后就出不去了 我想您对这个问题 不会不同意吧 说的有道理 狼狈向骑士说 可是我们怎么写这封信呢 您答应给我三头小毛驴的评据 也得写吧 桑秋说 全都要写 唐吉赫德说 没有纸 我们就像古代人一样写在树叶上 或者写在蜡板上 尽管这要找到几块蜡板 也像找纸一样困难 哦 我想起来了 卡德尼奥不是有个记事本吗 写在那儿最合适了 写好后 你一到附近的村子 就找个小学老师 请他用工整的字体 拿一张信纸 将我写的信加以腾清 找不到老师 就找个教堂的管事也行 可不能找法庭的书记官 他们写的那种公文字体 连魔鬼也看不懂的 那签名怎么个签法呢 桑丘问道 阿玛蒂斯的信是从来不签名的 唐吉赫德回答说 那好 桑丘说 不过 这毛驴的凭据 可是一定要签字的 这凭据一腾写 人们就会说 签字是假的 这么一来 我这几头毛驴 不就泡汤了吗 凭据也写在记事本上 签上我的名字 我外甥女见到后 一定会照办 不会刁难的 至于情书嘛 你就署名至死忠于你的狼狈像骑士吧 请人带签问题也不大 因为我记得多尔西内亚是个文盲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笔记 也没有看到过我的信 我们之间的恋爱 向来是柏拉图式的 平时至多也只是规规矩矩的看一眼罢了 就是这一眼也是难得一看的 我敢根据实际情况启示 虽说我爱他 爱得胜过我这一对早晚要入土的眼中 但这十二年来 我一共才见了他四次 而他说不定 连一次也没有发现 我在瞧他呢 这足字证明 他为人多么稳重 他父亲洛伦索 可尔恰洛和母亲阿尔唐沙 诺加莱斯总是将他关在闺房里的 哈哈 桑丘说 原来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就是洛伦索 可尔恰洛的女儿 她不是又叫阿尔唐沙 洛伦索吗 就是她 唐吉赫德说 她有资格当全世界的女皇呢 她我还不熟悉吗 桑丘说 我告诉您 她会置铁棒 置得和全村最棒的小伙子一样远 好家伙 她可是个货真价实的铁姑娘 胸口还长毛呢 哪个游侠骑士 或四处游荡的人娶了她 即使陷入污泥中 她也能一把揪住胡子 将她拉出来 娘的 她真有劲 嗓门大吉了 我告诉您一件事 有一次 她爬到村里钟楼的顶上 叫唤几个正在她父亲一块土地上干活的长工 虽说他们离开钟楼 有半西班牙里地 听起来她的声音 仿佛就在头顶上响似的 她好就好在没有一点娇气 为人非常随和 跟谁都爱开个玩笑 对什么事都是嘻嘻哈哈的 现在 我要对您说 狼狈像骑士老爷 您不但可以为她发疯 而且应该发疯 您甚至有充分理由 给她逼得自询短见呢 即使您死了 魔鬼把您带走了 知道情况的人都会说 您这样做 并没有过分 我真希望 这会已经动身上路 专程去看望她了 这么些日子没有见到她 想必她的模样已经变了 因为农村妇女的脸 经过风吹日晒 会变黑变粗的 唐吉赫德老爷 我跟您说句实在话 直到今天 我还被蒙在鼓里 一直真的以为 多尔西内亚小姐 是一位您爱上了的公主 或者是一位 您值得为她 贡献珍贵礼物的 规格千金呢 我没有做您的侍从以前 您就赢得了不少胜利 我当了您的侍从后 您又取得了 对比斯开人 对苦易犯等 许许多多的胜利 每次胜利 您都为她 送去了珍贵的礼物 您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总是派遣被您战败的人 去拜见阿尔堂沙 多伦索小姐 我是说 多尔西内亚德尔 托波索小姐 可是 我仔细一想 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也许她们到了那时 这位小姐 正好在舒里亚麻 或者在晒场上打卖 她们急匆匆地跑去见她 她只会对您送的这份礼物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呢 我已对你说过多次了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这个人太多嘴多舌 虽说你生性愚钝 却又常常自作聪明 我想给你讲个小故事 让你知道自己多么的蠢 而我又是多么的高明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年轻漂亮的寡妇 生性放荡 十分富有 她与一个长得矮矮胖胖的 年轻教士勾搭上了 这个教士家境也相当饮食 这件事 让教士的顶头上司知道了 一天 这位上司以十分友好的语气 规劝这个寡妇 说 夫人 我觉得很奇怪 像您这样一位年轻貌美 地位尊贵 却又十分富有的太太 怎么会爱上某某人 这样一个地位低微 身材矮小 头脑愚钝的人呢 我们修道院 有的是大师 神学家 和神学教师 您可以像选梨子一样进行选择 您喜欢这个 或者喜欢那个 只要说一声就行了 他回答得很干脆 而且妙去横生 先生 您错了 您认为我选上了某某人选错了人 您这样想太守旧了 您认为某某人头脑愚钝 我却认为他比亚里士多德还有学问呢 而我正是爱上了他这一点 根据这个故事 我可以告诉你 桑丘 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在某些方面 比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还高贵 而我正是爱上了他这一点 说真的 诗人歌颂的女人 无非杜撞的名字 实际上并无其人 你想一想吧 书里 歌谣里 还有理发店里 剧院里 到处都图写着女人的名字 什么阿玛丽尔呀 菲利呀 西尔维亚呀 德亚娜呀 卡拉托亚呀 阿丽塔呀 等等 难道她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吗 还有 诗人们从古到今颂扬的女人也个个真有其人吗 不是地 她们绝大多数是虚构的 是诗人为了颂扬她们捏造出来的 以此表示自己正在恋爱 表明自己是懂得爱情的 因此 我只要确信阿尔唐沙 洛伦索姑娘的的确确是个端庄的美人 这就够了 她的家世无关紧要 在这方面用不到去深究 桑丘 反正在我的心目中 她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 桑丘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怕你不知道 女人有两点最讨人喜爱 一是美貌 二是美名 这两点在多尔西内亚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论美貌 举世无双 论名声 谁也比不上她 总之 我认为我说的话一句不多 一句不少 恰如其分 她的美貌和她的高贵都有我任意想象 随意描述 无论是海伦 还是鲁克瑞西亚 还是古代希腊 罗马时期和东方蛮子中的美女都比不上她 别人爱怎么说 我管不着 也许愚昧无知的人会因此而责备我 但见识高明的人 我想是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我认为您说的话句句在理 桑丘说 我不过是头驴子罢了 可是 我也不知为什么又提起驴子来 因为在缴死者家中 不该提及绳索的 好吧 快把信写好 我就要告辞动身了 唐吉赫德取出那个记事本 走到一边去 平平静静的写起信来 写完信 唐吉赫德把桑丘叫来 对他说 他想把信给他念一遍 让他记在心里 以防万一信在途中丢失 因为他这一阵子运气不好 什么意外情况都会发生 桑丘回答说 这封信您在本子上写上两三遍 然后交给我 我一定一路上小心的带着 您要我把信记在心上 这太荒唐了 我的记信实在太糟了 常常连自己的名字也给忘了 不过 您还是把信给我念念吧 我很喜欢听 他一定写得非常精彩 你听着 信是这样写的 唐吉赫德说 唐吉赫德给多尔西内亚 德尔托波索的信 高尚尊贵的小姐 久别未见 此心依依 每当念及小姐 肝肠寸断 最甜蜜的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小姐 断肠人愿你身体安康 如果你这个美人蔑视我 你这个贵人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么 我内心必然会痛苦万分 纵然我有巨大的忍耐力 这痛苦实在太大 时间实在太久 我已无法承受 啊 忘恩负义的美人 我亲爱的冤家 为了你我已落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忠实的侍从桑丘 将会一一向你禀报 如蒙你垂帘救我 我就是你的人了 不然 就随你处置吧 反正我将结束此生 以满足你的这颗狠心 也了却自己的心愿 至死属于你的 狼狈像其事 我凭我老子的这条命发誓 桑丘听完信后说道 我这辈子 可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么文雅的玩意儿 妈呀 您心里想说的话 这心里全说了 再配上狼狈像骑士这个签名 真是妙极了 说句真心话 您真像个魔鬼 无所不知 无所不会 干我这一行的 是什么都要会一点 唐吉赫德说 哦 对了 桑丘说 请您将三头小毛驴的评具 写在信的反面吧 还得工工整整的签上您的名 让人们一看就认出来 我很乐意这样做 唐吉赫德说 写完评句后 唐吉赫德对桑丘念了一遍 评句是这样写的 外甥女小姐 见此评句后 请将我托付给您照看的五头驴子中的三头 交给我的侍从桑丘 潘沙 这三头小毛驴是用来偿还我在这收到的三匹驴子的 凭此单句加上桑丘的收据便可以如数交付 此句 本年8月22日于黑山深处 很好 桑丘说 请您签上名吧 用不到签名了 唐吉赫德说 我画个鸭就可以了 这和签名一样 别说三头毛驴 就是三百头 也管用 我信得过您 桑丘说 那我就去给罗西纳特套上安配了 您这就给我准备祝福吧 我想立刻就动身 至于您还要干的那些疯疯癫癫的事 我就不看了 我会对他说 我已见到您干了许许多多疯事 我要说的他不想听为止 桑丘 我的意思是 你起码得见到我脱光了衣服 再耍上一二十套疯把戏再走 因为这是少不了的 这一二十套把戏 我在不到半小时内便可耍完 你亲眼目睹后 就可以赌咒发誓 说您还看到别的许许多多把戏 你爱说多少就说多少 我一会儿要干的玩意儿很多 你不可能全都说给他听的 看在上帝份上 我的老爷 别让我看您那赤身露体的样子了 看了我心里不好受 一定忍不住会哭的 昨天夜里 我为那头灰驴痛哭了一场 这会儿脑袋昏得很 可不能再哭了 如果您希望我看您啥几套疯把戏 您就穿着衣服耍吧 耍简单些 耍您最拿手的 其实 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我已经说过 倒不如节省点时间 让我早点回来 我带回来的 一定是您希望听到的好消息 不然的话 让杜尔西内亚小姐瞧着点 如果她的回信不合情理 我庄严的向上帝启示 我要对她拳打脚踢 从她肚子里挖出一个好的答复来 像您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游侠骑士发了疯 该遭多大的罪呀 到底为了什么 就为这个 她可别惹得我把下面的话说下去 见鬼去吧 反正我已豁出去了 什么话我都敢说 干这方面的事我是个行家 她不知道我的厉害 否则我相信她一定会怕我的 如此说来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的神志看来也比我清醒不了多少 我没有疯 桑丘说 我是在生气 这个问题就不谈了 我问您 在我回来之前 您吃什么呢 难道您也像卡德尼奥那样 去拦路抢劫 从牧人那儿夺取粮食吗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唐吉赫德说 我有干粮也不吃 只吃些草地上的野草 和树上结的野果 但我这一行的妙处 就在于不食人间烟火 只爱吃苦受罪 那我们就再见了 您知道我担什么心吗 您这个地方很偏僻 我怕回来时 就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你记住这个地方的一些特征 我尽量做到 不离开这一带 唐吉赫德说 过些时候 我准备 爬到那几块最高的岩石上 看能不能见到你回来 还有一个好办法 为了让你能找到我 不迷失方向 这有许多金雀花束 你砍下一些枝条 每走一程 就丢下一些 作为标记 一直到平地为止 这样 你回来时 就拿这些标记当路标 就像特修斯沿着一条线 进出克里特迷宫一样 我一定照办 桑丘说 桑丘砍下一些金雀花束枝条 请他主人为他助了福 主仆两人流了不少眼泪 桑丘便与唐吉赫德告别 唐吉赫德嘱咐 桑丘要好生照料 罗西纳特 要他看待这马像 看待他本人一样 桑丘骑上马 朝平原走去 沿途每走一段路 就依从他主人的吩咐 撒几根金雀花束枝 唐吉赫德这时还想挽留他 一再要他看自己耍风把戏 哪怕只看一两套也行 但桑丘仍然走了 不过 他还没有走上一百步路 就回来对唐吉赫德说 我说 老爷 您刚才的话很对 尽管我已见过您大发其疯 但这次我至少 也得看您发一次疯 这样 我在小姐面前启示说 我已见到您发疯了 就不会受良心的责备 我不是早对你说了 唐吉赫德说 请稍等一会儿 桑丘 我马上啥给你看 说完 他就迅速脱去裤子 全身脱得只剩一件衬衣 然后 他就在原地 无缘无故地跳跃了两次 接着 头朝下 脚在上倒立了两次 倒立时 连那玩意儿也让人看到了 桑丘不好意思再看下去了 便拨转马头走了 这时他觉得非常踏实 非常满足 因为他可以发誓 说他见到主人发疯了 桑丘就这样走了 我们暂且不去说他 因为他不久就会回来的 第26章 继续叙述 唐吉赫德光着下半身 上身只穿一件内衣 在地上倒立 翻跟斗 他见桑丘已经走了 不想再在那儿 见他耍风把戏了 便爬上一块 高高的岩石的顶端 又开始思考起 那个他曾思索过多次 却从未得出结论的问题来 他究竟学罗兰 还是学阿玛蒂斯? 罗兰是五疯子 大叫大嚷 阿玛蒂斯属文风 郁郁寡欢 哪一种风更适合他呢? 他一面思存 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罗兰虽说名不虚传 是个非常优秀 非常勇敢的骑士 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因为他最后 还是靠魔法保护自己 他一般是杀不死的 除非在脚底插进一根 大号大头钉 可是 他脚上老穿着一双 有七层铁鞋底的鞋子 他对贝尔纳多 德尔 卡比奥史的一套法术没有用 被对方识破了 贝尔纳多 德尔 卡比奥便在龙萨斯巴列斯 用双手 将他活活掐死了 他勇敢不勇敢的问题 暂时不谈吧 我们来考虑一下他发疯的问题 他的确是失去了理智 因为他在泉水边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又听牧人说 安杰利加和梅多罗一起睡过不止两次午觉 梅多罗这小子是个全头发的摩尔人 是阿格拉曼特的仕童 当时罗兰认为这是真的 他一中人已干了件对不起自己的事 他不久就发疯了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我没有这样的根由 怎么能像他那样发疯呢 我敢发誓 我那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可从来没有见到过 像梅多罗那样 穿摩尔人服装的摩尔人 眼下他就像生养他的妈妈一样纯正 我如果对他多心 像疯狂的罗兰那样发起风来 这显然是冤枉他了 至于那个阿玛蒂斯·德·加乌拉呢 我认为他并没有失去理智 也没有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事 但他却赢得了多情人的美名 名气比世上最多情的人还大 据传记说 他也只是遭到了他情人奥利安娜的冷遇 原来他吩咐过他 未经他邀请 他不能去见他 仅此而已 后来他就退居平石山 与一个隐士作伴 在那儿他终日啼哭 求上帝保佑自己 在他痛苦万分 急需救援的时候 老天爷终于来救他了 如果这都是事实的话 这的确是真的 那么 我眼下 为什么要把衣服脱光呢 我为什么要对这些 丝毫也没有损害过我的树木过不去呢 我自然也不该 去搅混这清澈见底的溪水 因为我渴了时 还得拿溪水解渴呢 对阿玛蒂斯 应该永至不忘 唐吉赫德 德·拉曼 却应该尽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学他的亚 阿玛蒂斯 虽然没有完成他的伟大事业 但他为这些事业陷了身 这是当年人们对他的评价 将来人们也会这样说 唐吉赫德的 我虽说没有遭到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的遗弃和冷遇 但我已经说过 我一直没有和他在一起 凭这点就够了 嘿 说干就干 让阿玛蒂斯的事一桩桩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来启示我如何进行模仿吧 不过 我已经知道 他的拿手好戏是祈祷 求上帝保佑 然而 我没有念珠 这又该怎么办呢 这时 他突然想出一个妙法 他将衬衣的下摆丝下一大块 用它打了十一个截头 其中一个打得特别大 他在那里 就一直拿这些截头当念珠用 念了上百万次圣母经 使他感到烦恼的 是他身边没有像阿玛蒂斯那样有个隐士 可以请他来听自己的忏悔 减轻内心的痛苦 别无他法 他只好在草地上夺来夺去 以此解闷 他还做了许多诗 有的写在树上 或刻在树上 有的写在一小块沙地上 这些诗都抒发了他内心的忧伤 也有几首是赞美杜尔西内亚的 不过 后来人们在那找到他时 发现只有下面这几首诗比较完整 字迹也还清楚 这里这么多参天大树 遍地绿油油的青草 还有漫山遍野的灌木 你们如不对我讥笑 请听我神圣的哀诉 我虽然心痛四角 但不愿你们为我哀嚎 唐吉赫德在这里哭叫 也请你们分担点苦恼 他久别了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最坚真忠诚的情人 避开他心爱的小姐 来到这深山老林 他心头如此烦闷 却不知为的什么原因 若只给他带来忧愁 实在不是好的爱情 唐吉赫德在此痛哭 眼泪湿透了一惊 他久别了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在怪石林立的高山巅 在崎岖不平的树林间 诅咒着硬如铁石的心肠 寻找着机会准备冒险 然而得到的却是灾难 爱情用的是皮鞭 没有用软绵绵的袋子 打伤了他的后颈 唐吉赫德在此痛哭 他久别了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看到这几首诗的人发现 在多尔西内亚这个名字的后面 还加上德尔 托波索这几个字 都忍俊不禁 因为他们猜想 唐吉赫德一定认为 只提多尔西内亚 而不加上德尔 托波索 这几首小诗就难懂了 唐吉赫德后来道出了真情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除了这三首小诗外 唐吉赫德还写了不少诗 但正如上文说的 这些诗有的看不清楚 有的支离破碎 很不完整 他就这样做诗姐们 还不时地长须短叹 呼唤着田野里的木神 和山野里的树神 还有河里的仙女 和悲痛万分 类似一惊的回生仙女 请他们回答他 安慰他 倾听他的哀诉 在桑丘回来以前 他常去找些野菜充饥 幸好桑丘过了三天 就回来了 他如果过了三个星期 才回来 狼狈像骑士的模样 一定会变得 连生养他的母亲 也认不出来了 唐吉赫德就这样在叹气 做诗 我们将他暂时搁在一边 再来说说桑丘被派去 送信一路上遇到的情况 他一走上大道 就开始打听 托波索怎么个走法 次日 他来到上次让人拿毯子 兜着往空中抛的那个客店 他一见到这客店 就仿佛感到自己 又被抛到空中 不想进去 其实这时正是开饭时间 能够进去 也应该进去 因为他多日来只吃干粮 这会儿真想吃点热气腾腾的饭菜呢 有了这样的需要 他便身不由己地走到客店旁边 进去还是不进去 他正在犹豫不决中 这时 客店里走出来两个人 他们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 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人说 请问 硕士先生 那个骑马人是不是桑丘 潘莎 我们的那个冒险家的女管家说 他当了侍从 跟他主人出门去了 是他 硕士说 那骑马就是我们那个唐吉赫德的 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桑丘村里的那个神父和理发师 也就是当时检查了唐吉赫德的藏书 并加以焚毁的那两个人 他们自然也对桑丘非常熟悉 他们把桑丘和罗西纳特认出来后 很想了解一下唐吉赫德的情况 便走到桑丘身边 神父叫了一声桑丘 说 桑丘 潘莎朋友 你主人在哪儿 桑丘也很快认出了他们 他决定不向他们泄露他主人目前所在的地方和他的处境 于是 他便回答他们说 他主人眼下 在某地正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 就是挖自己脸上长的两只眼睛 他也不能往外泄露的 这可不行 桑丘 潘莎 理发师说 你如果不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抢了他的东西 又害了他的命 因为你是骑了他的马来的 我们正在这样想着呢 你一定得交出这马的主人 否则 有你好看的 你们干嘛要吓唬我呢 我从来不抢不偷 也没有杀过人 常言道 生死有命 一切由上帝决定 我主人眼下正在那座山里进行苦修忏悔呢 这完全是他心甘情愿的 接着 桑丘便一口气把唐吉赫德目前的处境 他遇到的种种显示 以及自己如何去给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烧信等情况 全都说了出来 他还说 这位小姐原来就是洛伦索 科尔恰洛的女儿 他主人如醉如痴般的爱着她呢 听了桑丘的这一番话 神父他俩都惊讶万分 虽说他们早就知道唐吉赫德在发疯 也知道他发的什么样的疯 但每听说一次 总会吃惊一次 他们要桑丘 潘沙将那封信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桑丘说 这信是写在一个记事本上的 主人吩咐过 到了前面第一个村庄 就找人将这封信腾写在信纸上 神父说 这封信就交给他吧 他会工工整整的抄在信纸上的 桑丘 潘沙将手伸进怀里 取那个记事本 结果 没有找到 其实 他即使找到现在 也找不到了 因为唐吉赫德把记事本又给留下了 并没有给他 而他也没有想起来 向他主人要 桑丘找不到那个记事本 立即念如死灰 他赶紧又摸了摸全身 还是没有发现 他不问情犹 两手拼命揪自己的胡子 竟将胡子揪下一半 又拿拳头使劲揍自己的脸和鼻子 一脸打了五六拳 打得满脸鲜血 神父和理发师见了 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把自己打成这个样子 还会发生别的什么事呢 桑丘回答说 转眼间 只是从这只手换到那只手 三头小毛驴给丢了 每头驴子都抵得上一座城堡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理发师问道 我把那个记事本给丢了 桑丘回答说 这个本子里有写给多尔西内亚的一封信 还有我主人亲笔签名的一张评句 评句上说 他外甥女应该将他们家里四五头小毛驴中的三头给我 接着 他对他们讲述了他如何丢失自己那头灰驴的经过 神父安慰他说 等见到了他的主人 一定要让他给桑丘写一个正式凭据 而且要正正规规的写在纸上 因为写在记事本上总是不能算数的 是难以兑现的 桑丘听了神父的话才放了心 他说 既然这样 丢失多尔西内亚的那封信 倒不用太着急 因为他都几乎能把这封信给背出来了 只要他们愿意 随时随地可以把这封信笔录下来 那你就说吧 桑丘 理发师说 一会儿我们就把信写下来 桑丘 攀杀一个劲地搔着头皮 身躯的重心一会儿落在左脚上 一会儿落在右脚上 眼睛时而望天 时而看地 竭力回忆着信上写的话 理发师和神父一直等待着他开口 等了好大一会儿 桑丘把一个指头的指甲都啃去了半截 才说道 真是活见鬼了 硕士先生 我脑袋里记着的信上的那些话 都让魔鬼给掏走了 不过 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高尚珍贵的小姐 不会是珍贵吧 理发师说 应该是尊贵或尊敬吧 对 是这样的 桑丘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下面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接下去是这么说的 瓷心一一 肝脏称断 断肠人纹你的手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美冤架 接着 就祝他健康 希望他不要生病 就这么写下去 最后的结尾是 至死属于你的狼狈像骑士 神父和理发师 见桑丘这么好的记性 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大大的夸奖了一番他的好记性 还让他把那封信再背诵两遍 好让他们也记在心上 有时间再笔录下来 桑丘又将那封信背了三遍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都是胡乱编造 接着 他把主人的一些遭遇又说了一遍 只是在他不愿光顾的这家客店里 让人家都在毯子里往空中抛这件事 他只字不提 同时 他还说 等他带回多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的加音后 他主人就要设法登基称帝 或者至少也得当个国王 这个问题 他们主仆俩早已伤妥了 凭他主人的勇气和双帝的履历 办成这件事一如反掌 主人称王称帝后 一定会给他桑丘娶个媳妇 因为那时他可能已成官夫了 给他娶的那个媳妇 起码也应该是侍候皇后的宫女 她还是一大块肥沃的土地的继承人 这块土地应该在陆地上 不要什么海岛 岛屿什么的 她现在不喜欢岛屿了 桑丘一边说 一边不断地醒着鼻涕 她说话的神情是那么平静 头脑又是那么糊涂 使神父他们再次惊讶不已 他们觉得 唐吉赫德实在疯得太厉害 竟然弄得这个可怜虫的神智也丧失了 他们不打算花大力气去指出他的错误 认为像他这个样子也无损他的天良 还是听之认知吧 再说 听他说些傻话也挺有趣的 因此 他们对桑丘说 他应该祈求上帝保佑他主人身体健康 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主人就像他刚才说的那样 真的会当皇帝的 当不了皇帝 也至少是弄个大主教之类的高官荡荡 桑丘听了 说 先生们 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唐使我的主人命中注定当不了皇帝 让他当个大主教 那么 游侠大主教一般给他们的侍从赏赐些什么呢? 一般会给他们赏个神职 神父回答说 有的执领功心 有的还管教区的事 也可能会让他们当个教堂的私事 有相当丰厚的固定收入 另外 在祭坛上做法事还有一笔额外收入 数目与私事的功心不相上下 要达到这个目的 侍从一定得是个没有结过婚的 而且 还至少要会帮着做弥撒吧? 桑丘问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可就倒大霉了 我是结过婚的 而且连第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如果让我的主人当了大主教 而不是按游侠骑士的习惯让他当皇帝 那我可怎么办呢? 桑丘朋友 别难过 理发师说 我们会去请求你的主人的 我们会规劝他 甚至唤醒他的良知 让他做皇帝 不当大主教 他是个武将 不是文人 因此 做皇帝比当大主教更容易 我也这么想 桑丘说 不过 我敢说 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 我打算祈求我主上帝 委任他 当个对他本人十分合适 对我又非常有好处的官 你真是个聪明人 神父说 你可以像一个好的基督徒那样 办好这件事 可是 这会儿还有一件事 急需我们去办 你刚才说你主人还在那儿 进行毫无用处的苦修苦练 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放弃这种做法 再说 现在已是开饭的时候 我们还是进客店去 边吃饭边想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吧 桑丘请他们俩进去 他自己在店门口等他们 还说他以后会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进去 也不便进去的原因 他请求他们给他拿点热饭热菜来 再给罗西纳特要一些饲料 神父他俩就进去了 桑丘一个人留在门外 不久 理发师就给他拿来了饭食 接着 神父和理发师开始考虑用什么办法能让唐吉赫德不再进行苦修苦练 神父想出了一个妙计 此季既会中唐吉赫德的意 也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神父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理发师 他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出门远游的姑娘 理发师将自己装扮成这个少女的侍从 然后 两人一起去唐吉赫德那 姑娘装出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 说自己遭了难 请唐吉赫德帮助 唐吉赫德是个勇敢的游侠骑士 一定会慷慨允诺 他会向他提出要求 自己走到哪 就请他跟到哪 由于他遭到了一个坏骑士的凌辱 请唐吉赫德去那为他报仇雪耻 同时 他还会请求他 在打败那个坏骑士 并为他泄愤之前 不要让他脱去面罩 也不要去询问他的身世 神父相信 唐吉赫德一定会百依百顺的 这样 他们便能让唐吉赫德离开那 回到老家 到了家里 他们再想办法 治好他这古怪的封病 第27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 怎样依迹而行 以及这不大的传记里 值得讲述的其他事情 理发师认为 神父这个计谋确实高明 便同意立即付诸行动 他们向客店老板娘 借来一条裙子 几块女用包头巾 神父拿自己的道袍做抵押 店主有一条灰褐色的 也可能是暗红色的牛尾巴 平时是用来插挂梳子的 理发师就用他做了一副假胡子 老板娘问他们 要这些东西做什么用 神父便将唐吉赫德在发疯的情况 简略地跟他说了一下 并说他目前还在深山老林里 他们需要进行一番化妆 将他哄出深山 店主和他妻子立即明白 这个疯子就是当初在客店里 炮制过什么香油的那个顾客 他的侍从曾让人都在毯子里 往空中抛过 他们将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对神父说了一遍 言桑秋讳莫如深的那些事 也说了出来 神父将客店老板娘给他的衣裙穿在身上 样子并不十分雅观 他穿一条泥制裙子 裙子上镶着一条条一盏宽的黑丝绒横条 每根横条都打上折剪 上身穿一件绿丝绒的紧身衣 白段子相边 这上衣和裙子准是万八王时期的产物 神父不愿拿头巾裹头 只戴一顶自己晚间睡觉用的亚麻布睡帽 他将裹腿用的两条黑腹筹带子 一条捆在前额上 另一条全充面罩 刚好遮住了胡须和面部 他还戴了一顶宽边大帽 大的可当阳散用 身上披了一件不带风帽的披风 齐上螺子 像女人一样横坐在螺背上 理发师也齐上自己的螺子 他的大胡子一直垂到腰部 颜色是红中带白 上文已经讲过 这是用那根暗红色的牛尾巴做成的 他们一一辞别了店里的人 也和那个心眼挺不错的女仆 玛丽托纳斯告别 这姑娘虽然做过孽 却发愿要念一串玫瑰经 求上帝保佑 让他们办成以着手进行的这件艰难的善事 还没有走出客店的大门 神父突然转了个念头 觉得这样做不妥 他是神父 这么乔装打扮 虽说为了办一件大事 但终究不成体统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理发师 想和他兑换服装 让理发师装扮落难的少女 由他自己当侍从 这样比较合适 也不致使他这个神父斯文扫地 如果理发师不干 那么 即使唐吉赫德让魔鬼给抓走了 他也不会朝前走一步 这时 桑丘来了 见他们俩这副装束 不禁哈哈大笑 理发师接受了神父的建议 两人交换了衣衫 接着神父便告诉理发师 见了唐吉赫德 该采用什么方法 说些什么话来打动他 让他跟他们走 别再眷恋他选中的那块 用来进行毫无意义的苦练苦修的地方 理发师说 在这方面神父用不到给他上课了 他到时自有对付的办法 他不想马上进行化妆 准备到唐吉赫德所在地的附近 在乔装打扮 他把用来改装的衣裙折叠起来 神父也将那副假胡子收拾好 由桑丘在前面领路 一行三人往山里走去 桑丘把在山里遇见了那个疯子的事 也讲给他们听了 不过 他没有告诉他们 发现了那只箱子 也没有对他们说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这小子虽然有些傻 可也真有点贪心呢 次日他们便来到了桑丘拿金雀花枝条做标记的那个地方 桑丘认出这个地方后 就对神父他们俩说 这就是到唐吉赫德所在地的入口处 如果他们认为只有乔装打扮才能救他的主人 那么这时就可以进行改装了 原来神父和理发师已经对桑丘讲明 他们只有化妆成那个模样 才能使他主人摆脱他自愿陷入的窘境 他们还多次叮嘱桑丘 千万不要对主人讲明他们是谁 甚至也不能说自己认识他们 到时候 唐吉赫德一定会问 给多尔西内亚的信送到了没有 他如果问起这件事 就回答说 送到了 因他不识字 就只好请自己捎回口信 请唐吉赫德务必立即去见他 不去他会不高兴的 桑丘这么一说 加上他们俩原来打算对唐吉赫德说的那些话 一定会使唐吉赫德不再在那受罪 甚至还可以使他去当皇帝或国王呢 关于当不当大主教的问题 神父叫桑丘不用担心 他主人不会当大主教的 桑丘听了神父和理发师的话 全都牢记在心 他感谢他们奉劝他主人只当皇帝 不当大主教的一片心意 他自己早已盘算过 论赏赐侍从的权利 皇帝要比大主教强得多 他还对神父和理发师说 最好让他先去见自己主人 将他一中人的口信告诉他 凭他的这个口信 用不到神父和理发师大动干戈 就能将他主人哄出来了 神父他们俩认为桑丘的话很有道理 便决定在原地等桑丘见了主人回来 听了他的消息再说 桑丘就让神父和理发师在一个山口等着 独自进山去了 山口有一条小溪 溪水缓缓地流着 溪边耸立着一块块山石和一棵棵大树 挡住了阳光 周围一片清凉 当时正是八月圣鼠 又是下午三时光景 天气特别炎热 待在这儿非常舒服 他们决定在这儿静候桑丘回来 两人正在树荫下休息 突然传来一阵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歌声 异常婉转动听 他们想不到 这个地方还有人唱得这么好 不禁大为惊讶 虽说他们曾听人说过 山林里 田野间有些牧人嗓音特别好 但他们 总以为这只是诗人的夸张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后来 他们发现 此人唱的不是牧歌 而是高雅的诗 就更加诧异了 他们确实没有听错 此人唱的是以下几首诗 什么断送了我的前程 离心 什么使我更加痛苦 忌妒 什么使我的耐心得到考验 多日不见 如此说来 我内心的忧伤 已经无法得到补偿 离心 忌妒和长期分离 使我完全失去了希望 什么使我这般痛心 爱情 什么使我抛弃自己的光荣 命运 谁对我的痛苦毫不动念 苍天 如此说来 我内心的郁闷 一定会加剧我身上的怪病 爱情 命运和老天爷 他们在一起要害我性命 改变我的命运有何良方 死亡 怎样才能得到欢乐的爱情 变更 爱情的痛苦 怎样才能避免 疯癫 如此说来 我若头脑清醒 定难治愈我的相思病 只有死亡 变更 和疯疯癫癫 才能治疗我身上的丸症 在那个时候 那个季节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听到这么一副好嗓音 唱歌的技巧又这么高 真实倾听的人又惊讶 又高兴 他们屏息静听 希望再听他唱点别的歌 可是 等了好大一会儿 没有听到对方再唱 便决定过去寻找 这位嗓音美好的歌手 他们正想动身 听见那个人又唱了起来 便停下来 这次吟唱的是一首十四行诗 神圣的友情 张开清洁的翅膀 伴随升天的灵魂 飞向九天 把自己的外形留在人世间 你却高高兴兴地逍遥天堂 你乐意时让我们隔目仰望 正义的和平似乎隐约可见 邪恶常常以正义的面目出现 善事好事终将变成坏事一桩 友情啊 请你别再留在天上 别让虚假之徒披上你的外衣 由此毁灭了你的真心诚意 你如不揭去骗子这层外皮 世界很快会进入纷争时期 就像开天辟地时争斗不已 唱完这首歌 那歌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正在专心致志地倾听着的神父和理发师 仍在盼望着唱歌的人再唱一曲 然而 歌声却变成了哭泣声和哀叹声 他们决定走上前去 看看这个歌唱得这么好 却又这般哀声叹气的伤心人究竟是谁 没走多远 只拐过一块岩石 他们就看见一个人 他的身材和面容 跟桑丘说的那个卡德尼奥非常相像 此人见到他们 并不感到吃惊 仍然低着脑袋 像是在沉思默想 也不抬头看看他们 只是在他们突然走到面前的时候 才瞥了他们一眼 神父是个好心人 他已知道这个人的不幸遭遇 这时又见他这个样子 便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他走到这个人的身边 用简洁委婉的言语 恳切地规劝他 不要再过那种苦恼的日子 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断送自己的性命 这实在是太不幸了 卡德尼奥当时神智十分清醒 平时常常失去理智 但这时风并没有发作 他见到眼前这两个人的衣着 不像出没在荒山里的人 便觉得有些诧异 后来听到对方谈起自己的事情 就像个知情人一样 根据神父刚才说的这些话 显然已知道他的事 他便更觉得惊奇了 因此他回答说 先生们 我虽然不认识你们 但我明白 你们是上天派来解救我的 苍天保佑好人 但有时坏人也长蒙老天的垂帘 老两位来到这人际罕见的边远山林 我实在愧不敢当 有人说出种种令人信服的道理 说我待在这里 实在不合情理 劝我离开这里 到好地方去 可是 我心里明白 我如果摆脱了目前的苦难 一定会陷入更大的困境 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以为我头脑糊涂 甚至以为我已丧失理智 当然 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也不足为奇 因为我心里清楚 每当我回想起那些不幸的往事 我就难以自治 自甘堕落 真会像石头一样失去知觉 当我丧失理智时 会做出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来 有人把我做的这些事情告诉我 说得有评有据 我才知道自己头脑确实糊涂了 我别无他法 只好空自悲伤 或者毫无结果地诅咒自己的命运 或者将自己发疯的原因告诉愿意听的人 以便取得他们的谅解 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了 我发疯的原因 就不会对后果过于计较 他们虽然不可能给我治病良药 但至少不会责怪我 不会对我的疯疯癫癫感到厌恶 相反 他们会对我的不幸产生怜悯和同情 两位先生如果像别人那样准备来开导我 那么 我希望你们说出种种道理 进行劝说之前 听一听我那数说不尽的不幸往事吧 你们听了 或许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劲来安慰我了 因为我的痛苦 是无法用言语进行安慰的 神父和理发师 当时一心想听他亲口说一说制风的原因 便请他讲述 并答应他 他们绝不会违反他的意愿去帮助他 安慰他 于是 这个伤心的身世便开始叙述他悲惨的往事 字字句句 几乎和几天前他对唐吉赫德以及那个牧羊老汉讲的完全一样 上次讲到爱丽莎巴师父时 因唐吉赫德为了维护其世道的尊严 在细节问题上与他争论不休 结果 他的故事没有讲完 这会走运 卡德尼奥的封病没有发作 居然把故事讲完了 卡德尼奥说 上一回 讲到唐费尔南多在阿玛蒂斯 德加乌拉这本书中 见到了那封信 他记得很清楚 信是这样写的 陆辛达至卡德尼奥 你身上的优点和美德 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这时我对你越来越敬重 我仿佛欠了你的债 你想让我偿还这笔债 而又不会有损我的尊严 这件事你容易办到 我父亲很了解你 也很钟爱我 如果你真像你说的 和我认为的那样瞧得起我 他一定会顺着我的心愿 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给予你 看了这封信 我就像上次说的那样 产生了向陆辛达的父亲求婚的念头 也由于看了这封信 使唐费尔南多认为 陆辛达是最聪明 最有主见的女人 这封信也使她产生了邪念 要在我的愿望实现之前 毁了我 当时我把陆辛达父亲的意见 告诉了唐费尔南多 他父亲的意思 是要我父亲出面求婚 而我不敢对父亲说起这件事 怕他不会同意 这并不是 因为我父亲不了解陆辛达高贵的身份 善良贤惠的品德和爵士的美貌 陆辛达在这几个方面所具备的条件 足以使西班牙的任何家族增光 我是怕父亲不希望我过早的结婚 他想先看看李卡多公爵会怎样栽培我 总之 我对唐费尔南多说 我不敢将求婚这件事贸然告诉父亲 除了刚才这个原因外 还有不少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 我顾虑重重 生怕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永远也得不到 唐费尔南多回答说 他可以出面找我父亲谈谈我的婚事 请我父亲去找陆辛达的父亲求婚 啊 你这个野心勃勃的玛丽欧呀 你这个残忍的卡提莉娜呀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苏拉呀 你这个大骗子加拉龙呀 你这个谋反的贝利多呀 你这个公报私仇的狐连呀 你这个贪心不足的犹大呀 你这个桑尽天良恩将仇报 招摇撞骗的恶贼呀 我这个可怜虫对你是多么的真诚 我将内心的隐秘向你合盘拖出 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你 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给你出的每一个主意 不都是为了增添你的声誉 对你有好处吗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 我这个倒霉鬼又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灾星带来的灾难仿佛自天而降 其实异常凶猛 世界上没有力量能阻挡住 人间也没有办法能进行预防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唐费尔南多是个地位显赫 颇有涵养的身世 我为他处理他还知感恩 凭他的势力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爱上了谁 都能如愿以偿 谁会想到像他这样的人 居然还会像人们说的 昧着良心 从我手中夺去唯一的一只 还未到手的羊羔呢 不过 这方面的事情 现在不去说了 说也没有用 我还是把我没有讲完的 不幸往事讲下去吧 当时 唐费尔南多认为 我在那爱他事 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罪恶企图 他决定 派我到他兄长那 向他借一笔钱 用来支付六匹马的马钱 原来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奸计 就在他自告奋勇出面 和我父亲谈我婚事的那一天 买了六匹马 这是个阴谋 他要我借钱的目的是让我离开那 我当时怎么能认清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呢 我怎么会想到这是一种骗局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桩买卖很合算 心里很高兴 答应立即上路 当天夜里 我去找陆辛达 把自己和唐费尔南多商议好的这件事告诉他 还对他说 我确信 我们这个合情合理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他和我一样 压根也没有想到 唐费尔南多会干出那样的事来 只是嘱咐我早点回来 因为他相信 只要我父亲向他父亲一提亲事 我们的愿望便能成为现实 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他说完这话 竟然流下泪来 虽然还有许多话要和我说 但话到了喉咙口 都给耿住了 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种情况我从未见过 因此 深感诧异 以往我俩有机会见面时 总是有说有笑 非常高兴 我们交谈时 从来没有流过泪 叹过气 更没有猜忌 怀疑和恐惧 我总是说自己急心高照 天赐他这个美女做我的妻事 我盛赞他的美貌 对他的品行和智慧深感钦佩 作为对我的回报 他也从情人的角度 看到我值得赞赏的地方 竭力称赞我 此外 我们还常常 谈一些有关邻里和亲友的家常琐事 我最放纵自己的一个举动 是硬将他的一只鲜鲜玉手 拉过只隔着我俩的一道不太高的铁栅了 在嘴上亲吻了一下 我准备动身的令人心酸的那一天前夕 陆新达行动反常 他时而哭泣 时而哀怨 时而长须短叹 然后就离开了 弄得我莫名其妙 见到陆新达那个样子 见到他这么伤心 这么悲痛 我心里也惶惑不安 非常放心不下 可是 我总是将事情往好处去想 以为他这么爱我 见我离开他 自然会难过 情人分开 心里难过 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我满腹惆怅的走了 心里一律重重 但又不知在怀疑什么 其实 征兆已十分明显 不久我就要遭到不幸了 我到了目的地 把信地交给唐菲尔南多的兄长 受到了他热情的接待 他没有立即打发我回去 让我在那等候八天 这时我非常不高兴 他还要我待在他父亲公爵 见不到我的地方 因为他弟弟在信中说 烧钱的事不要让他父亲知道 其实 这都是唐菲尔南多这个伪君子玩弄的把戏 他兄长根本不缺钱 完全可以马上打发我回去 不让我立即回去 这个命令实在使我难以服从 因为要我离开陆心达这么多天 是很难办到的 特别是我刚才已对您讲过 我临行时他心里非常难过 不过 我毕竟是公爵家的一名中仆 明知待在那里会感到日子难挨 我还是服从了 在我到达那儿的第四天 有人拿了一封信来找我 我看到信封上写的收信人的姓名 地址就知道是陆心达的来信 因为笔记是他的 我拆信时战战兢兢 心想准时出了什么大事 他才远到给我捎来了信 平常我在他身边时 他是很少写信的 看信前 我问捎信人这信是谁交给他的 在路上耽搁了多长时间 他回答说 一天中午时分 他在城里一条街上走着 忽见一位美丽的小姐 在窗口向自己招手 只见他泪水满框 急急地对他说 兄弟 看样子你是个基督徒 你如果真的是基督徒 看在上帝的份上 求你将这封信交给收信人 他的姓名和地址已写在信封上了 姓名和地址都是大家熟悉的 这样做也是为上帝出了一分力 这手帕里包的东西请你收着 这样你一路上可以方便些 他说完话 便向我丢下一块包有东西的手帕 和我给您的这封信 手帕里有一百里亚尔 还有一只我戴在手上的金戒指 他见我拿起信盒包着东西的那块手帕 还对他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一定照办 没等我对他说些什么 他就离开了窗口 我亲自把信送到这儿来 虽然很费劲 但我已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再说信封上写的收信人 原来就是您 先生 我认识您呢 另外 又想到了那位美人的满框眼泪 我就不打算转脱别人 自个把信送来了 从他把信给我一直到走到这儿 一共花了16个小时 您知道 这段路的路程 一共是18西班牙里 这位满怀感激之情的信拆 在讲述这番话的时候 我一直全身贯注地听着 两腿锁锁地抖个不停 差一点都快倒下去了 我终于把信拆开 信是这样写的 唐费尔南多曾经答应 找你父亲谈谈 请他找我父亲念谈我们的婚事 他确实找你父亲谈了 结果只对他有利 对你没有好处 先生 我告诉你 他向我父亲求婚了 要娶我为妻 我父亲考虑到 他的条件比你优越得多 就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还急不可待的 准备过两天就要举行婚礼 婚礼将秘密举行 参加的人很少 只有苍天和家里的几个人 作为见证人 我目前的处境你可以想见 你如能回来 就请你回来 我是否真心爱你 从这件事的结局 你可以看出来 上帝保佑 这封信到你手里的时候 但愿我还没有和那个不守信用的人的命运连在一起 这是他这封信的要点 看了这封信后 我没有等唐费尔南多的兄长打发我走 也没有要那笔钱 就拔脚往回走 当时我心里明白 唐费尔南多将我派到他兄长那 不是为了买马 是为了买他看重的姑娘 我恨唐费尔南多 同时又怕失去经我多年的努力 以一片真诚赢得的珍宝 因此 一路上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奔着 次日我便赶回家里 正好赶上与陆辛达平时约会的那个时间 我偷偷地进了城 将一路上起来的那匹母罗 寄在给我送信的那个好心人的家里 室友凑巧 我去看陆辛达的时候 他正好站在我们时常进行约会的铁栅栏的一边 陆辛达立即见到了我 我也即刻见到了他 然而这次见面与往常我们见面时的情况不一样 世界上有谁能看透女人变幻莫测的性情 又有什么人能认清她那复杂难解的心态呢 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陆辛达一见到我 就对我说 卡德尼奥 我已穿上了新娘的礼服 唐费尔南多这个被信弃义的人和我父亲这个贪心人 还有几个证婚人都在客厅等我 其实他们当不了我的证婚人 只能做我死亡的证人 朋友 你别慌 你得设法参加这个祭祀典礼 如果我用言辞阻止不了这件事 我这里还藏着一把短剑 天大的恶势力也抵挡得住 我将一件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表白我对你始终如一的真心 当时我心慌意乱 生怕来不及 把话讲完 就急急的说 小姐 但愿你说到做到 假如你深藏短剑 以全自己的冥结 我也深带配件 准备保卫你的名声 万一命运不济 我就准备自问 我想 她可能没有听到我说的最后这几句话 因为我听到有人叫她 说新郎在等她 她就急忙回去了 她这一走 我欢乐的太阳就此陨落 凄凉的黑夜已经来临 我只觉得眼中失去了光明 头脑里失去了神志 我没有力气走进她家 但也不想离开那 上别处去 考虑到我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很有关系 我便鼓起勇气进入她家 我对她家进出道路都了如指掌 加上她家里的人 当时正不声不响地忙着办这件大事 因此 谁也没有发现我 我偷偷地潜入大厅 站在一扇窗下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拿两块挂毯遮住自己的身躯 在这个地方别人见不到我 我却能从挂毯缝里 见到大厅内人们的一举一动 我当时是何等心烦意乱啊 一时间思绪万千 百感交集 那种复杂的心境 谁也说不清楚 既然说不清楚 还是不说为妙吧 我只想告诉你们 新郎没有换装 只穿着日常穿的便装走进了客厅 跟她一起进来的是做冰箱的陆新达的一个堂兄 大厅里没有外人 只有九名家人 不久 陆新达由她母亲和两名使女陪同 从卧室里出来 她的服饰 与她的身份和美貌完全相衬 显得又时髦又大方 我当时心愿意马 没有心思细看她 究竟穿的什么服装 只是见到她衣服的颜色 是肉红色和白色的 头上戴的首饰 与服装上镶嵌的宝石闪闪发光 把她那一头美丽的金发衬托得更加好看 那些宝石与客厅里四肢有四个竹心的大蜡烛发出的亮光 都没有她那一头金发光彩照人 记忆啊 你老是与我作对 使我难以平静 你为什么要让我回想起 那个曾经爱慕过的冤家的无比美貌呢 冷酷的记忆啊 你倒不如让我想起她当时的所作所为 让我想到她如何欺骗我 这样 虽然不能为自己报仇血恨 至少也能促使我快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先生们 请你们听了这些琐事 不要感到厌烦 我心酸的往事 确实不能三言两语说清楚的 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可以讲个大半天 神父听了说 他们不但不对 他讲的每个细节感到烦腻 而且很感兴趣 因为这些细节和重大事件一样重要 丝毫不能忽略 我刚才已经讲到 卡德尼奥接着说 大厅里众人到齐后 教区的神父也进来了 他按照结婚的仪式 拉着新郎新娘的手说 路心达小姐 根据神圣教堂的规定 你是不是愿意 这位唐费尔南多先生 作为你的合法丈夫 我将整个脑袋 甚至连脖子都从两条挂毯 中间伸出 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路心达的回答 我的生死就取决于她这一句话了 哎 当时我要是有这个胆量 出去大声地说出这样的话就好了 路心达啊 路心达 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你应该是我的 不应该再属于第二个人 你应该明白 如果你说一声我愿意 我的生命就完了 哼 唐费尔南多 你这个背信弃异之徒 你夺走了我的心上人 你是我的催命鬼 你要怎么样 你想得到什么 你要明白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 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因为路心达应该做我的妻子 我应该是他的丈夫 哎 我真是疯了 现在离开了那 不冒什么风险 反倒说起当时我该怎么办的空话来了 我让强途夺走了我的珍宝 现在只能对他诅咒诅咒 别误他法 我如能将眼下对这个强途的这股怨气化作复仇的力量 就可以找他算账 总之 我当时是太窝囊了 真是个笨蛋 现在发了疯 悔恨而死 也是活该 神父等待路心达的答复 好长时间沉默着 没有做出回答 我原以为他会拔出短见保全明节的 或者会说出几句有利于我的真心话的 却听到他有气无力的说 我愿意 唐费尔南多也说了同样的话后 便给他戴上了结婚戒指 两人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郎过来拥抱新娘 新娘却一手捂住胸口 晕倒在自己母亲的怀里了 现在就该说说我当时的心情了 听到他说 我愿意后 我知道自己的希望已落了空 路心达说的话和做的承诺都是虚假的 这时失去的这件珍宝 我已无法再得到了 我感到自己已无依无靠 连老天爷也抛弃了我 养育我的大地成了我的仇敌 我窒息的怜气也叹不出来 两只眼睛异常哭涩 只觉得眼泪也流干了 只有火气大得很 愤怒之火和嫉妒之火合在一起 熊熊的燃烧着 路心达一昏厥过去 众人兜着了荒 他妈妈赶紧解开他胸口的扣子 让他缓过气来 这时人们发现他怀内有一张折叠好的字条 唐费尔南多拿来后 立即就这四星蜡烛的烛光毒了起来 毒完后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一手托住腮帮 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别人都在忙着抢救他的妻子 让他快点苏醒 他也不过去帮忙 我见这一家人乱成一团 便撞着胆子从挂毯内出来 不再理会会不会让人发现 我已下定决心 如果人们发现了我 就准备大闹一番 让众人都明白 我怀着满腔怒火 惩罚唐费尔南多这个伪君子 和那个昏厥过去的贱人 水性洋花的女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 如果往后我还会遭到更大的不幸 那么 当时命中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到这来后 糊涂不清的头脑那时却特别清醒 我并不想将怒气发泄到这两个仇敌的身上 我只想亲手把要对他们两人施加的惩罚施加到自己的头上 甚至比承办他们还要严厉些 由于他们一直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 当时我如想进行复仇学耻 并不十分困难 当然 我若杀了他俩 自己也不免一死 但这只是一时的痛苦 眼下内心的痛苦则是无穷无尽的 比自杀还更难挨 长话短说 我离开了陆辛达家 来到寄放母罗的那户人家那 请那个送信的人给罗子背上安佩 也来不及向他辞行 便骑罗跑出城去 像罗得一样 都不敢回过头来看一眼 到了空无一人的郊外 夜幕已经拉开 周围一片寂静 我完全可以痛哭一场 因为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的哭声 也不会有人将我认出 我靓开嗓门 大骂陆辛达和唐费尔难多 仿佛这样大骂一场 就能伸血他们给我造成的耻辱 我骂他残忍 忘恩负义 虚伪 负心 尤其责备他贪心 让我仇敌的财富 迷住了自己的心窍 将对我的一片深情 移交给了那个大走红韵的贵公子 大骂了一阵后 我又替他说起情来 我说 像他这样一个从不出门的姑娘 平时已习惯于听从父母之命 这次父母替他选了个这么高贵 这么富有 这么有丰度的绅士 做他的夫君 他怎么会不依从他们呢? 如果他不接受这门亲事 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糊涂虫 或者认为他已另有所爱 这对他的声明非常不利 接着 我又把话说回来 我说 他如果对父母说 自己已选中了我做他丈夫 他父母一定会认为 他的选择也不错 他们可能会原谅他 因为在唐费尔南多向他家求婚前 他父母如果能理智一点 就不会认为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婿 再说 他在不得已走最后一步棋 与唐费尔南多结婚前 也可以对父母说 我与他已私自定下婚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然会竭尽全力为他作证的 我最后做出结论 确信她是个见识短 情意浅 野心大 贪心足的女人 她已将用来欺骗我 博得我的欢心的一套花言巧语 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而我却还将她的假话信以为真 迫切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呢 我这样一路叫骂着 像吊了魂一般整整跑了一夜 黎明时 我来到这里一座山口 进山后 一时遍布清东西南北 四处乱窜 又走了三天三夜 来到了一片草地 也不知是山的哪一面 我向几个牧人打听 在山的哪一部分最荒凉 他们告诉我 朝这边走最荒僻 于是 我就朝这边走来 想在这儿结束自己的生命 到了这一带一处最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的罗子因不堪饥饿和疲惫 倒下去就死了 其实 我倒认为这畜生一定不想驮我这个没有用的人才走这条路的 我只好徒步行走 这时 我也极度疲劳 饥肠碌碌 但没有人来救援我 我也不想求救于人 我仰卧在地 不知躺了多长时间 我从地上起来时 已不觉得饥饿 却发现身边站着几个牧羊人 毫无疑问 是他们解除了我的饥渴 因为他们 对我说了 怎样发现 我的经过 还说 当时我满嘴胡言乱语 显然 我已丧失了神志 从那时起 我自己觉得 常常头脑糊涂 疯疯癫癫 时而乱撕自己的衣服 时而在这人际罕见的地方大喊大叫 时而咒骂自己的命运 时而毫无意义的 多次呼唤着那个被弃我的姑娘的小名 这时我没有任何别的指望 只想呼嚎而死 等我清醒过来时 只觉得浑身无力 全身酸痛 连动也不想动一动 我平时就住在一棵栓皮猪的树洞里 这个树洞大的足以容纳我的身躯 往来于这山林的那些放牧牛羊的人可怜我 养活我 他们常常在路边 在岩石上放些吃的东西 因为他们估计我会路过这些地方 会发现这些食品 我虽然常常神志不清 但出于生理需要 也知道怎么活下去 见了食物就产生食欲 想拿起来吃 有几次当我神志清醒时 牧人们就对我说 他们从村里将食物运到山里茅屋来使 我会拦住他们的去路 虽说他们都愿意拿食物给我吃 我总喜欢抢 我就是这样苦度着自己的残生 一直到上帝开恩 结束了此生 才算得到了解脱 或者能让我失去记忆力 不再记得路心达的美貌 和他对我背叛 也忘记了唐费尔南多对我的凌辱 这样倒也好 如果苍天没有要我的命 只是让我忘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可以想一些好的事情 否则 我就只有祈求上苍对我的灵魂大发慈悲了 我觉得我已没有勇气 也没有力量脱离我自己甘心陷入的这个苦海了 先生们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段痛苦的经历 请你们告诉我 像这样的事 我能讲的比刚才还平静吗? 请你们不必苦口婆心 拿按常理可以解救我的方法来劝说我 因为我的情况 就像明医给不想治好自己病的病人开药方一样 药方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没有露心达 我这个病人就不想恢复健康 她原本是我的 或者说她应该属于我的 现在却甘心成了别人的妻子 那么 我这个原本也是幸福的人 现在也自甘倒霉了 她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想一辈子毁了我 我就甘愿这样毁掉自己 让她感到高兴 在所有的失忆的人们身上能找到的那种东西 我身上却没有 这就是说 他们如果找不到安慰 便能进行自我安慰 而我却反而会更加悲痛 我甚至想 就是结束了此生 我的痛苦也难以消除 这也许可以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一个例证吧 卡德尼奥终于讲完了这个洋洋万言的不幸的爱情故事 神父正想对他说几句表示安慰的话 突然耳中传来一阵悲切的言语声 话到嘴边就停住了 要知道这个人说的什么话 请看本书第四部 因为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西德 阿梅德 贝纳赫利 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第三部 第28章 叙述神父和理发师在黑山遇到的新的有趣的事情 无比英勇的骑士堂集合德 德拉曼却诞生的时代 真是非常幸福 非常欢乐的时代 因为他立下旗帜 想在当时的世界上 恢复并重建 早已遭人遗弃的冰死的游侠骑士道 在当今这个需要娱乐的时代 有了这部真实的传记 我们不仅能领略各种的趣味 还能品尝里面穿插的一个个故事 这些故事和正传一样 也写得妙趣横生 技巧高超 真实可信 这部传记叙述的故事 曲折离奇 跌宕起伏 刚才已经讲到 神父打算说几句话 对卡德尼奥进行一番安慰 这时忽然听到有人说话 神父话到嘴边就停住了 说话的这个人 已因悲切 他说 天啊 我真能找到个地方 悄悄地埋葬了自己吗 我这身子已成了沉重的负担 我真不想再拖着它了 如果这荒山野岭 真的这么荒僻 我一定能找到葬身的地方 哎 我这个身遭厄运的人 如果在这长眠 这些岩石与荆棘 可以与我作伴 我也有个处所 可以向苍天倾诉自己的不幸了 这个世界上 就数我命最苦了 我有难题 找不到人给我出主意 心里烦闷 无人安慰我 遇到了灾难 没有人解救 神父和他的几个伙伴 听了这番话 要定说话的这个人就在附近 就起身去找他 还没有走上二十步 就见到一块巨石后面的 一棵白蜡树下 坐着一个农夫打扮的年轻人 当时他低着脑袋 正在从他身边流过的一条小溪溪水中洗脚 一时看不清他的脸 神父一行几个脚步很轻 走到了此人的跟前 他没有发现 还在专心致志地洗脚 小溪中有许多石头 他那一双脚 犹如镶嵌在石头中的两块白玉 见到他那么洁白的一双脚 众人都异常惊奇 他们认为 尽管从此人的衣着看 像个农夫 但他这一双脚 根本不是生来跑山路的 也不是生来跟在篱笆和羹牛后面羹田离地的 走在前面的神父 发现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注意到他们 便做手势 叫另外两人将身子下蹲 或者躲藏在附近的岩石后面 他们都隐蔽起来 目不旁视地瞧着这小伙子 看他在干些什么 年轻人身穿一件两边开叉的灰色短外衣 腰间紧紧系着一条白毛巾 他穿的裤子和裹的护腿也是灰泥制的 头上戴一顶深灰色帽子 护腿卷到小腿的中间 露出了石膏一般洁白的一节小腿 他洗好那双好看的脚 就从帽子底下抽出一块擦布 将双脚擦干 在抽出擦布的时候 他抬起了头 那几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人 终于看清了他无比美丽的脸庞 卡德尼奥低声地对神父说 此人如果不是露心达 就一定是个仙人 不会是凡人 小伙子摘下便帽 向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 让头发披散下来 这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让太阳的光芒见了 也会眼红的 神父他们这才看清 这个农夫打扮的年轻人 原来是个鲜弱的女子 是神父和理发师见到过的女子中 最好看的一个 卡德尼奥如果不认识露心达 这样美貌的女人也未见过 卡德尼奥后来说 只有露心达的美貌 可以和他相比 他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又长又密 不但盖住了他的背部 而且将他整个身躯全遮住了 只露出了一双脚 眼下他正拿双手 梳理着自己的一头长发 如果他的一双脚浸泡在水中 像两块白玉的话 插在头发中的一双玉手 就像两团血块 注视着他一举一动的这三个人 越看越觉得惊奇 他们急切地想知道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决定走出隐蔽的地方 他们站起来时 发出了一点声音 让那俊俏的姑娘听到了 他用双手分开披散在眼前的长发 朝发出声音的这几个人 瞥了一眼 还没有看清他们的脸 便站起身来 没有来得及穿鞋子 也没有时间梳一梳头发 就迅速地抓起身边的 一捆像是衣服的东西 慌慌张张地准备逃走 还没有走上五六步 他那双胶嫩的脚踩在粗糙的碎石地上 痛得钻心 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三个人见了 就朝他奔去 走在前面的神父对他说 姑娘 不管你是谁 请不要跑了 我们这几个人是有意来帮助您的 您不用这么急匆匆地跑 这么跑 您这双脚也吃不消 我们也不会让您这么跑的 他听了神父的话 愣住了 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他们这时已来到他身边 神父拉住他的手继续说道 小姐 虽说您穿了这身衣服 我们一时没有认出您是女人 但您这一头金发暴露了自己的真相 从您这一身打扮看 您显然遭遇到了重大的事变 才会将自己这样漂亮的姑娘打扮成山野村夫 来到这个荒僻的地方 幸喜我们在这儿遇到了您 我们虽然解脱不了您的苦难 但至少也能给您出个主意 一个人不管遭了多大的难 不管内心有多大的痛苦 只要还活着 总不至于拒绝倾听别人出于善意提出的劝告吧 因此 我的小姐 或者是我的先生 随您喜欢怎么称呼吧 请您千万别害怕 同时 不管是好是坏 请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一定会对您的不幸表示同情 神父说话的时候 这个农夫打扮的姑娘愣愣地瞧着他们每一个人 一声也不吭 连嘴唇也没有动一动 就像乡下人突然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稀奇事情那样 神父又对他劝说了一番 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打破沉默说 尽管我躲藏在这穷乡僻壤 还是让你们给发现了 我这一头乱发又暴露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我在遮掩也无济于事了 眼下你们不揭穿我 也只不过出于礼貌罢了 事已至此 先生们 我要说 我首先感谢你们表示的一番美意 因此 我也不得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不过 我怕你们听了我那些不幸的事 除了同情还会感到难过 因为我的苦难是没有办法解脱的 我的痛苦是找不到言语进行安慰的 你们已认出我是女人 又见我年纪轻轻 单身一人 打扮成这个样子 一定会对我的品行产生怀疑 的确 刚才这几个情况凑合在一起 或者将这几个情况分开来单独看 都可以使我的声名扫地 为了消除你们对我明洁的怀疑 我只好将我本来准备隐瞒的事情告诉你们 这个俊俏的姑娘 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这一番话 她的伶牙利齿和婉转的音调 就像她的聪明才智和美貌一样 使她们倾倒不已 她们再次表示要帮她的忙 请她将答应告诉她们的事讲出来 她不再推辞 规规矩矩地穿上了鞋子 又挽起披散的头发 自己坐在一块石头上 又请神父他们三人坐在她的四周 她竭力忍住已在眼眶内打转的眼泪 平静清楚地讲述着自己的身世 安达卢西亚有块公爵的封地 领主是西班牙的头面人物 她有两个儿子 长子是她封地的继承人 同时也好像承袭了她良好的品德和习惯 次子继承了父亲什么品德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承袭了贝利多的奸命和加拉隆的欺诈 我父母是这个公爵管辖下的子民 出身低微却很富有 唐使他们的家世与他们拥有的财富相称 他们就会称心如意 我也不会落到眼下这个地步了 因为我的博命也许与他们不属名门望族有关 当然他们也不那么低贱 用不到为出身而感到羞愧 但他们确实不高贵 我总认为 我的不幸与他们低微的出身有关 概括地说 他们是装护人家 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 也是观念成就的旧式基督徒 不过他们很有钱 凭着万贯家财和极好的人员 居然也逐渐爬上了绅士的位置 甚至积身于贵族的行列了 他们虽然有钱 有地位 但是他们心目中最珍贵的 还是我这个女儿 由于家中只有我这样一个女儿 继承父母的产业 他们对我非常宠爱 我就成了自古到今 最受父母交宠的女孩子 我是父母亲 用来照见自己的一念镜子 成了他们年迈时的依靠 他们辛劳一辈子 全为了我 只要上苍允许 他们总是怀着良好的愿望 希望我好 由此 我自己的愿望 与他们的希望 自然也不会有多大的差异 我不仅主宰着他们的情绪 而且也是他们产业的女主人 家里的佣人随我雇佣和辞退 庄稼的播种和收割 也由我安排 家里开的摩油的作坊 制葡萄酒的酒厂的账目 全由我管 家里有多少头大小牲口 有多少香风 也只有我心里清楚 总之 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富裕农民 拥有的全部产业 都有我一手经营 我既是女总管 也是女主人 我勤勤恳恳的工作着 父母亲感到非常满意 我每天给领班 兼工和长工分派好活后 空余时间 就做些女孩子家分内的针线活 和仿杀织布之类的事 以消遣解闷 有时候 为了移情养性 我放下手中的活 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 或谈谈竖琴 因为经验告诉我 音乐能够陶冶情操 振奋精神 这就是我在父母家中的日常生活 我讲得这么仔细 毫无炫耀之心 更无显示家中富有之意 我只是想表明 我从那么优越的地位 跌落到眼下这个可怜的境地 我本人并没有过错 我每天忙着家事 而且成天待在家里 不常出门 就像进了修道院一样 平时除了家里的几个佣人外 外人谁也见不到我 去教堂听弥撒 总是在大清早 有我母亲和几个女佣人陪同着 脸部遮得严严实实的 我又十分小心谨慎 走起路来 眼睛只看脚边的那一小块土地 尽管这样 比舍利的眼睛还要明亮的 那双花花公子的色眼 还是看见了我 这个花花公子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公爵的次子唐费尔南多 这姑娘一提到唐费尔南多这个名字 卡德尼奥脸色立即变了 冷汗直冒 情绪变动很大 神父和理发师见了 真怕他又发起疯病来 他们听人说 他常犯这个病 可是 卡德尼奥除了出一身冷汗外 情绪还算镇定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农家姑娘 心里已猜想到她是谁了 这姑娘并没有注意到 卡德尼奥神情的变化 继续讲述着她的往事 据她后来说 她一见到我 就如醉如痴般地爱上了我 这从她的行为可以看出来 为了尽快结束这个并非故事的故事 我不想详细叙述唐费尔南多 为了能向我表示她爱慕之心而做的种种努力 总之 她对我家里的人都给了好处 还向我父母送了一份厚礼 我家门口那条街上 每天像过节一样的热热闹闹 喜气洋洋 到了夜间 古月齐鸣 吵得人难以入眠 无数情书也不知通过什么方式 送到我的手里 献礼满指都是素中常 献殷勤的言词 她的情书字不多 做出的保证和发出的誓言 好像比书中的文字还多 然而 她干的这一件事情 结果适得其反 不但没有使我心软 反而更使我横下了心 在我的眼里 她好像成了我的死对头 这倒不是由于唐费尔南多没有风度 也不是因为她过多地献了殷勤 像她这样一位贵公子瞧得起我 爱上了我 我确实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在她的情书中 读到赞美我的话 我也不反感 作为一个女人 尽管长得不漂亮 只要有人说我们好看 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可是 为了自己的真操 也为了听从父母亲的劝告 我不愿接受她对我献的种种殷勤 我父母亲早已看出唐费尔南多的真实用心 而且 她也并不在乎 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意象 父母亲常常告诫我 他们全靠我的真操 来保全一家的名誉和声望 他们提醒我 注意自己 与唐费尔南多之间门第的差异 他们还说 明白这一点后 我就可以看清唐费尔南多 头脑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了 她嘴里虽然说得非常动听 但实际上 她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并没有顾及到我的幸福 我父母亲还说 我如果能向她做出某种表示 说这件事并不合适 让唐费尔南多打消这个坏念头 他们就可以让我嫁个和我心意的年轻人 凭父母的万贯家财和我的名声 无论是本村还是周围一带村庄的家境殷实 人品好的年轻人 听到我愿出嫁的消息 还不都跑来让我挑选吗 我觉得父母亲这番话 确实很有道理 认为他们 有关我婚事提出的办法也很实在 便加强维护自己真操的决心 我从来没有对唐费尔南多答应过什么 也没有对她说过一句 使她以为可遂自己心愿的话 或者使她产生某种希望 在她看来 我的端庄的举止都是傲慢无礼的表示 但这反而使她的邪欲营念更加旺盛 她对我表示的心意我只能称为邪念 如果她对我的感情属真实的爱情 那么 你们今天也没有机会听我叙述往事了 后来 唐费尔南多明白 我父母亲已在为我择序 目的就是想打消她占有我的念头 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样做 至少可以多几个人来保护我吧 这个情况 她是听人说的 也可能是猜到的 由此 她就干了一件我下面要讲的事情 一天夜里 我在自己的卧室里 身边只有一个平时听我使唤的使女 卧室的几扇门 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因为我怕一不留神 我的明节就会丧失 我虽然做了周密的防范 但她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真不知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她是怎么进来的 一见到她 我就吓得两眼发黑 舌头僵硬 不但说不出话 连声音也喊不出来 她也不让我叫喊 因为她立即向我扑来 将我紧紧的搂在她的怀里 刚才我已说过 此时我已吓得连自慰的力气也没有了 她对我说了许多好话 我真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么能说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将假话说得像真话一样 这个伪君子拿眼泪来证明自己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拿叹气来表明她的一片真心 可怜我这时孤单一人 父母不在身边 这方面的事情我向来缺乏经验 连我自己也不知怎的 竟将她的谎言信以为真 不过 她的眼泪和叹气只引起我的同情 我绝对不会干出非分的事来 我开始时那一阵惊慌已经过去 这时的心情已经开始平静 我已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胆量对她说 先生即使抱住我的是一只凶猛的狮子 她要我做不光彩的事 说不体面的话才肯放我 我也不会这么干的 要我做这样的事 说这样的话 就像要抹去已经存在过的事情那样难以办到 尽管你紧紧的抱住了我的身体 我心里自有自己的主张 你如果试图用暴力来迫使我就范 我就会让你看到 你的愿望和我的愿望是大相径庭的 我是你的臣民 却不是你的奴隶 你虽出身高贵 但不可能也不应该仗着自己的权势 糟蹋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 我虽然是个乡下人 是个农家姑娘 却像你这个贵公子 大少爷一样 懂得尊重自己 在我的身上 你的力气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的财富也没有多少价值 你的言语骗不过我 你的声声叹息和眼泪 也得不到我的同情 如果有我父母选上做我丈夫的人 通过上面说的任何一种办法来求我 我会依顺他 我的意愿与他的愿望将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生 虽然你抢求硬破的做法 并不合我心意 但只要不失体面 我还会答应你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 除了我的合法丈夫 谁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无比美丽的多罗托奥 这就是我这个不幸的人的名字 这个反复无常的盛世说 如果你只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我这就伸出手来 与你握手订婚 让明察秋毫的苍天 和这座圣母像作为证人 卡德尼奥听到他名叫多罗托奥 又吃了一惊 他刚才的猜想 这时终于得到证实 虽然他早已知道事情的大体经过 但他还是不想打断它 因为他想了解此事的结局 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姑娘 你就叫多罗托奥吗 听说 有个与你同名的姑娘 他也和你一样 遭到了不幸 你继续往下讲吧 等一会儿我也对你讲几件事 准会叫你又吃惊又难过的 听了卡德尼奥的话 又看到了他穿的那套奇奇怪怪似的稀烂的衣服 多罗托奥就请他将他知道的 有关他的事情立即说出来 他还说 如果命运在他身上还留下一点好的东西 那就是他还未完全丧失勇气 还能承受一切灾难 他认为自己反正已经倒足了没 即使再遇到什么灾难也不在乎了 姑娘 如果我的猜想是真的 卡德尼奥说 我一定会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 只是眼下还不是时候 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就继续往下说吧 多罗托奥说 这时 唐费尔南多将房间内的那尊圣母像 放在我俩的面前 作为我们订婚的证人 他又说了不少甜言蜜语 还起了非同一般的事 保证一定要娶我为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对他说 这件事他还得慎重些 要考虑到他父亲 见他娶了一个自己管辖下的乡下姑娘为妻 一定会生气的 我还劝他说 不要见我长得好看就晕头转向 因为这不能作为理由为他犯的错误进行辩护 我又说 他如果真的为我好 真的爱我 就该一切任其自然 命运规定该怎样就怎样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 从来不会有好结果的 开始时可能会相处的不错 但绝对不会持续太久 这些话 另外还有一些我记不起来的话 我都对他说了 但没有起什么作用 他仍然我行我素 就像一个不打算付款的主顾 即使订好了合同 他也会不顾一切的加以撕毁的 这时 我做了一番简短的思考后 对自己说 对啊 女人结了婚后 由卑微的地位 升高到上流社会的 也不是从我开始的 唐菲尔难多 也不是看中了美女 或由于盲目的恋爱 而娶了与自己地位 不相称的女人的第一个男人 反正我没有开心风 树榜样 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何不加以利用呢 即使她的欲望满足了 不再爱我了 但在上帝面前 我已经是她的妻子了 反之 如果我对她采取蔑视的态度 拒绝她 她一定会对我采用暴力 我遭到了玷污后 那些不了解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人 一定会责备我 而我却无法为自己辩护 因为我没有充分证据 让我的父母和其他人相信 这位先生是未经我的允许 闯入我的房间里来的 在刹那间 我反复地考虑了这些问题 另外 唐菲尔难多起的是 她请苍天与圣母相当证人 以及她流的眼泪 加上她那翩翩的风度 堂堂的相貌 和多次表达出来的真实的情谊 这一切都在我身上产生了力量 使我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像我这样一个尚无婆嫁的姑娘 尽管平时规规矩矩 遇到了这样的场合 真也难以把握住自己 我对身边的那个使女说 请她与苍天一起为我作证 这时 唐菲尔难多将她发过的事又重发了一遍 还请了几位圣徒作证人 说如果她背弃诺言 就让她身遭千灾百难 说完 双眼流泪 嘴里发出声声长叹 她一直紧抱着我毫不放松 这时抱得更紧了 伺候我的那个使女走出房间后 我就失了身 她就成了假话连篇的负心汉 发生这场悲剧的这个夜晚显得特别长 黎明没有如唐菲尔难多盼望的那样迅速来临 欲望一旦满足 对她来说 最大的享受就是 尽快离开那里 免得被人发现 我这样说 是因为唐菲尔难多想急于离开我的房间 原来昨晚是我那个使女放她进来的 这次又由她设法将她在黎明前领出家门 她向我告别的时候 虽说没有来时那样情意深深 但还是叫我放心 说她说过的话是完全真的 她发的是是真实可信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 她从手指上摘下一枚贵重的戒指 戴在我的手指上 她就这样走了 我当时是喜事悲 言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只明白 新发生的这件事使我神志恍惚 甚至有些失魂落魄 我的使女出卖了我 让唐菲尔难多暗藏在我的房内 对她的行径我没有经历 也没有心思去责备她 再说 我还弄不清夜里发生的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唐菲尔难多临行时 我曾对她说 反正我已是她的人了 往后夜里她想来 让使女领来就是了 这种现状可以维持到她将这件事公开时为止 结果 除了第二天夜里 她再也没有来过 整整一个月 无论在街上还是在教堂里 我都没有见过她的面 我派人请她来 她也不来 因为我知道 她就在城里 还常常去打猎 这是她最喜爱的一项活动 我心里明白 那一阵子 我确实一场惆怅 我对唐菲尔难多的真诚 产生了怀疑 甚至不信任她了 过去我从来没有责备过那个使女 这时她听到了我对她的责骂 我怪她太胆大妄为 我还得忍住眼泪 强颜欢笑 为的是不让我的父母产生怀疑 否则 他们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不高兴 我就得编造个理由进行搪塞 不过 这种状况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出现了新的情况 我的尊严受到了践踏 我的荣誉受到了蹂躏 我终于失去了耐心 将自己的私情全都合盘托出 原来几天后 村子里有人说 唐菲尔难多已在附近一个城镇里 与一位美艳绝伦的姑娘结婚了 这姑娘家境虽不太富裕 但父母亲出身高贵 因此 凭嫁妆 虽然成不了这门亲事 但还是高攀上了 据说这姑娘叫露心达 举行婚礼那天 还出了几件怪事 听到露心达这个名字 卡德尼奥缩着双肩 咬着嘴唇 双眉紧皱 两行热泪像断珠般落了下来 多罗托奥见了 没家理会 继续说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我的耳中 我不感到心寒 只觉得怒火中烧 差一点就要上街去大叫大嚷 将唐菲尔难多被信弃异的欺骗行径公布于众 后来 我抑制住了心中的愤怒 准备当天晚上干一件事 这件事我真的干了 我换上了这身衣服 到那个城镇里去了 这衣服是在我家干活的一个长工给我的 听说我那个死冤架就在附近那个城镇里 我将自己遭到的不幸对着长工说了 请他陪我上那去 开始时 他说我太鲁莽 不赞成我这样做 后来 见我决心很大 就表示 他愿陪我去 还说 就是去天涯海角 他也愿意 我立即将一套女装 一些首饰和若干钱币 塞进一个亚麻枕套里 以防不时之需 那天夜里万分寂静 我没有让那个出卖了我的使女知道 就在长工的陪同下 带着满腔心事 徒步朝那个城镇走去 我因急于到达目的地 快步如飞 虽说这件事木已成舟 难以挽回 但起码还可以让唐费尔南多 对我做出解释 他这么做 到底安得什么心 走了两天半 我才到达目的地 进城后 我便打听陆心达父母亲的住址 我向他问路的那个人 除了回答我的问话外 还对我讲了一些别的事情 他对我讲了这一家人的情况 还把这家女孩子婚礼上 发生的事都对我讲了 这件事在这个城镇里 早已满城风雨 人们三三两两的在议论着 那个人对我说 唐费尔南多与陆心达 举行婚礼的那天夜里 那姑娘说完 我愿意这几个字后 就立即昏厥过去 她丈夫给她解开胸口的扣子 让她透透气 发现她怀中 有一张她亲笔写的字条 声称她不能成为 唐费尔南多的妻子 因为她已将自己终身许配给卡德尼奥了 据这个人说 这卡德尼奥也是一位很高雅的绅士 家也在这个城镇里 陆心达说 我愿意 纯粹是为了不违背父母亲的意愿 她通过那张字条表示 婚礼结束后 她准备自杀 自杀的理由已在字条里说清楚了 后来 人们在她衣衫内不知哪一处还发现了一柄短剑 这更加表明了她有这个意图 唐费尔南多目睹这一切后 认为是陆心达捉弄了她 瞧不起她 她准备趁陆心达还没有醒过来 就拿那柄短剑去刺死她 要不是被她的父母和其他在场的人拦住 她就捅死她了 那个人还说 唐费尔南多不久就离开了 而陆心达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 她对母亲说 自己已将终身许配给我刚才说的那个卡德尼奥了 后来 我又获悉 举行婚礼时这个卡德尼奥也在场 她从来没有想到陆心达会成为别人的妻子 这次亲眼目睹她嫁了别人 万分绝望 留了一封信就走出城去 信中说 她受了陆心达的骗 准备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去 这件事在这座城镇内早已家喻户晓 人人都在议论 后来又听说陆心达也离家外出 离开了这个城镇 因为人们找遍全城 都没有找到她 她父母亲急得像掉了魂一般 不知怎样才能找到她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 心里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认为我这件事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虽然没有见到唐菲尔难多 但总比见到她已结了婚要好一些 我想上帝没有让她办成第二次婚事 目的也许是想让她认清她对第一次婚姻承担这义务 还想让她明白她是个基督徒 拯救灵魂的事应该比肉体上的享受更重要 我就这样想入菲菲 进行着毫无结果的自我安慰 我编出种种理由给自己鼓劲 让早已厌倦的人生得到一点快意 我在那座城镇里找不到唐菲尔难多 正不知怎么办时 听到有人当众发布告示 说谁找到了我就能得到一大笔酬金 发布告示的人还说出我的年龄 身上穿的衣服和其他方面的特征 我还听人说 我是被那个陪我来城镇的小伙子从家里拐走的 这个消息实在让我伤心 这表明我已声名狼藉 因为我离家出走已不光彩 又加上跟人私奔 还跟了一个这么低贱 根本不值得我依恋的人出走 事情不是更严重了 我听到这个告示时 正好同我家的佣人走出城镇 这个佣人 这时已不像开始时他承诺的那样 忠心耿耿了 当天夜里 我们怕被家里人找到 就来到这座大山的密邻深处 常言道 祸不单行 又说 一个灾难的结束 常常是另一个更大的灾难的开始 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这个到那时为止 还是忠实可靠的仆人 见我单身一人在那荒山野林里 便想沾点便宜 这实在是他受性发作 并不是我的美貌引诱了他 他不顾羞耻 也不怕上帝 更不尊重我这个女主人 进来向我求欢 他见我对他的无耻行径 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便不再向我央求 开始使用暴力 幸好苍天是公正的 总是在庇护着正直善良的人们 我的情况也不例外 我力气虽小 但竟然没有费多大的劲 就将他推下悬崖 我离开那时 还不知他是死是活呢 之后 我虽然又怕又累 居然还剑步如飞 很快地来到了这座大山里 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躲藏起来 免得让我父亲和他派来的人见到我 我怀着这个目的进山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一次 遇到一个牧场主 他雇佣了我 将我带到深山的山傲里 此后 我就成了他雇佣的阳关 我想长期待在乡下 免得让人见到我这一头长发 刚才就是由于这头长发 无意中露出了我的本来面目 我虽经过乔装打扮 平时又十分小心谨慎 但还是露了马脚 我主人发现我不是男孩 就产生了和我仆人一样的坏念头 一个人遭了难 不一定都会遇到好运 这次我就没有像上次对付那个佣人那样遇到悬崖峭壁 好将我的主人一把推下去 我觉得 与其与他较量一番力气 或向他跪地求饶 倒不如离开他 重新躲进这座大山里 我就这样来到这里 准备找个安身的地方 没有人会来打扰我 可以自由自在的叹气 流泪 祈求老天爷 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人 给我智慧和帮助 以摆脱眼下的困境 否则 就让我在这荒山野岭里一死了事 免得让我老家里的人和外地的人 对我这个本无任何过失的女孩子说三道四 就让人们把我给忘了吧 第二十九章 叙述怎样使用妙计 使我们这个情长一身的歧视 不再进行最严厉的赎罪自责 先生们 刚才讲的就是我的悲惨往事 现在请你们说一说 我该不该叹气 该不该抱怨 该不该流泪 你们只要想想我遭到了多大的不幸 便会明白 对我进行安慰已不起作用 因为事情已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我只求你们办一件事 我想你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办好 请你们告诉我 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用不到担惊受怕 能苦度光阴 因为我总怕家里派人来找人 会让他们发现 虽说我也明白 父母亲非常爱我 我回去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但只要想到我与他们见面 在他们的眼中 已不像过去那么老实了 我就会羞得无地自容 我愿远走他乡 一辈子不见他们 说到这里 他不再往下说了 脸上泛出一片红韵 显然感到很难过 很羞惨 听他叙述往事的这几个人 对他的不幸遭遇及同情 也感到惊异 神父正想安慰他几句 却给卡德尼奥抢了先 他说 这么说 小姐 你就是富翁 克雷纳尔多的独生女 美丽的多罗托奥了 听到对方提起自己父亲的名字 又见这个人 一副寒酸相 上文已经提到 卡德尼奥衣衫蓝缕 多罗托奥倍感诧异 他问道 兄弟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刚才叙述自己苦难的经历时 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 小姐 卡德尼奥说 我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个苦命人 陆辛达的未婚夫 也就是那个倒霉的卡德尼奥 使你落到眼下这个境地的那个人 也把我弄成你眼中见到的这个样子 衣服破烂 难以遮身 失去了人间的温暖 更糟糕的是 失去了理智 只在老天爷允许的短暂时刻内 神志还叫清醒 多罗托奥 唐费尔难多胡作非为的时候 我确实在场 我也亲耳听到陆辛达说 我愿意做他的妻子 我当时实在没有勇气 看看陆辛达昏厥后的结局 也没有继续观察 在他胸口发现那张字条后 结果怎样 不幸的是接二连三的到来 我真难以承受 后来 我只好离开了陆辛达的家 我留给寄放罗兹的那家主人一封信 请他亲手交给陆辛达 随后就来到这荒山野岭 准备在这儿结束自己的一生 从那时候起 我就万分痛恨自己的生命 将它看成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 然而 命运并没有要我丧命 只让我丧失了理智 留了我这条命 也许就让我今天有幸与你相识 你刚才讲的 我相信都是实情 也许就在我们自以为满是厄运的这些事情里 苍天还让我们交点好运呢 陆辛达本是我的 他不会嫁给唐菲尔南多 他应是你的丈夫 自然也不能娶他 陆辛达既然已经明确地表了态 我们完全可以指望 苍天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分属于你我的这些东西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呢 我这个想法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也不是凭空易造 因此 小姐 请你改变原来的想法 另做打算吧 我也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并找出路了 让我们等待着好运的到来吧 我以身世和基督徒的名义向你启示 我一定要保护你 直到你见到了唐菲尔南多 那时我如果难以用言语劝他承担对你应尽的义务 那我就要行使一个身世应该享受的权利 理直气壮地因他对你的胡作非为而向他提出挑战 为了替你报仇深冤 我自己的冤屈只好请上苍代为昭雪了 听了卡德尼奥的这番话 多罗托奥对他非常钦佩 他慷慨陈词 愿为自己效劳 真不知如何对他表示谢意 他很想趴下去吻他的脚 但卡德尼奥不同意 这时神父说出了他们俩想说的话 他首先对卡德尼奥说的这番合情合理的话表示赞赏 接着他请求并劝说他们俩跟自己一起上他村子里去 到那里后他们缺少些什么都可以添足补齐 同时还可以考虑怎样去寻找唐菲尔南多 怎样将多罗托奥送还给他父母 他们认为该办的别的事也可以着手去办 卡德尼奥和多罗托奥对此深表感谢 并接受了神父的建议 一直聚精会神的倾听他们讲话的理发师也说了一番很动听的话 他和神父一样表示要尽力为他们效劳 接着 理发师就约略地向卡德尼奥和多罗托奥说了说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还谈了谈唐吉赫德那罕见的封病 又说他们是在等候唐吉赫德的侍从 他已进山去寻找他主人了 卡德尼奥像梦幻般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他曾和唐吉赫德打过架 他把这件事对大家讲了 只是他已忘记打架的原因了 这时他们听到有人在叫唤 听出这是桑丘的声音 原来桑丘到刚才与他们分手的地方去找他们 结果没有找到就大声呼叫起来 他们过来与桑丘见面并询问唐吉赫德的情况 桑丘说他见唐吉赫德只穿一件衬衣 骨瘦如柴面色辣黄都快饿死了 却还在为他的多尔西内亚小姐长须短叹 桑丘又说他已告诉自己主人多尔西内亚小姐叫他离开那里 上托波索去见他他在那等候他 可是唐吉赫德回答说他决心在那干出一番大事来 以博得美人的青睐到那时再去见他 桑丘说如果让他主人这样下去 皇帝恐怕是做不成了就是当大主教也难 不过他当不了皇帝 大主教总得设法当上吧 为此桑丘请神父他们想想办法让唐吉赫德离开那 神父叫桑丘不要着急 他们一定会让唐吉赫德离开那的 不管他会多么不高兴 接着他便将他们早已想好的解救唐吉赫德的办法 告诉卡德尼奥和多罗托奥 他认为用这个办法起码可以将他送回家去 多罗托奥听了 说让自己来扮演落难女子这个角色比理发师更合适 再说他还有现成的服装 穿戴起来一定微妙微笑 多罗托奥还说他读过许多歧视书 对落难女子如何向游侠骑士求助这套城市了如指掌 他请他们允许他扮演这个角色 他一定会很好的理会他们的意图的 这么说来万事其倍 下面就是怎么动手干的问题了 看来这次我们一定会交好运的 神父说对你们两位来说 这次出人意料的发现了自己的事还有办法补救 而我们该办的这件事也顺利的躲了 多罗托奥立即从他的枕套里取出一条用上好衣料做成的连衣裙和一件精致的绿色斗篷 又从一只首饰匣中取出一根项链和其他首饰 转瞬间他就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雍容华贵的小姐 他说他从家里带来这些东西本来准备在需要时加以使用 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它们的作用 众人见他这般活泼可爱面貌娇美都从心底里喜欢他 还认为唐费尔南多抛弃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实在是有眼无珠 可是对他最倾倒的还属桑丘潘沙 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俊俏的姑娘 他确实没有见过 为此他急切地询问神父 这漂亮的小姐是谁 为什么到这荒僻的地方来 桑丘兄弟 这个漂亮的姑娘你可别小瞧她 她是米科米公大王国王位的狄派继承人 她是来求助你主人的 她受到一个凶恶的巨人的欺误 想请你主人替她报仇雪耻 你主人是明文全球的优秀骑士 这位公主慕名特地从几内亚赶来找她的 找得好 碰见的妙 桑丘 潘沙听了说 如果我主人有幸杀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婊子养的巨人 报了这个仇 雪了这个尺 那就更妙了 只要那个巨人不是鬼怪 我主人如果遇上了他准能杀死他 如果碰上鬼怪 我主人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硕士先生 我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请您劝我主人快与这位公主结婚 这样她就不会去当大主教了 而我就怕她会这样做 她结了婚就不必去当大主教了 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皇帝 我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这件事我已做过细细的姑娘 我认为我主人当大主教对我不利 因为我已结婚不能在教堂里做事 唯有老婆孩子 如想领取教堂的工钱 还要得到特别许可 这太麻烦了 因此 先生 问题的关键 就得劝我主人尽快与这位小姐结婚 这位小姐至今我还不知她的方名 所以 就只好这么称呼她了 她叫米科米科那公主 神父说 由于她的王国叫米科米公王国 她这么称呼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没有错 桑丘说 我发现 有许多人拿自己的故乡的名称作自己的姓氏 如有的人叫佩德罗 得阿尔卡拉 有的人叫胡安 得乌贝达 还有的人叫叠戈 得巴利阿多里德 想必在几内亚情况也是这样的 王后就以她的王国命名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神父说 关于你主人的婚事 我一定尽力而为 桑丘听了非常满意 而神父 对她头脑的简单也感到十分惊讶 她居然对自己主人的胡说八道完全信以为真 认为唐吉赫德肯定能当皇帝 这时 多罗托奥以其上神父的骡子 理发师则戴上了用牛尾巴改制的胡子 他们请桑丘领他们到唐吉赫德那儿去 还叮嘱她 千万不能说自己认识神父和理发师 因为她主人能不能当皇帝 关键就在于她不说自己认识他们 神父和卡德尼奥不想与他们同行 后者因和唐吉赫德打过架 怕他会回想起这件往事 前者认为暂时还不必到场 所以两人就让其他人先走 他们在后面缓步跟随 临行前 神父对多罗托奥该怎么行事 做了一番叮咛 他叫神父放心 这件事 他一定会根据骑士小说描述的那样去办 保证分毫不差 多罗托奥一行数人 走了约四分之三西班牙里路程 就见唐吉赫德站在乱石堆里 这时 他已穿上衣裤 但没有戴铠甲 多罗托奥一见 桑丘就对他说 此人就是唐吉赫德 他给自己的坐骑抽了几遍 向前跑去 一脸大胡子的理发师 紧紧地跟随着他 两人来到唐吉赫德的跟前 扮演侍从的理发师 跳下螺子 过去报复多罗托奥下螺 他轻轻瞧瞧地下了螺子 来到唐吉赫德面前 双膝跪地 尽管唐吉赫德竭力想扶他起来 他还是不肯起来 他说 勇武的骑士 我是天底下最伤心 最受屈辱的姑娘 我求您一件事 希望您慷慨相助 这不但对我有好处 也能大大提高您的声望和荣誉 我现在要跪到您答应我这个请求时才起来 我是个身遭厄运的人 这次远到慕名而来 求您救苦救难 如果您的勇力果然明事相符 就应该义不容辞 救我脱离苦海 美丽的小姐 您如果不起来 我就不回答您的问话 也不听您说话 先生 您如果不答应我的请求 遭了难的女孩子说 我绝不起来 只要您这个请求 不损害我的国王和我的国家 不损害主宰我心灵和自由的那位小姐 我一定答应您的请求 我的先生 您说的这些都不会受到损害 满怀忧伤的姑娘说 这时 桑丘 潘沙来到 他主人的身边 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 老爷 他的请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您只管答应好了 他只是 请您去杀个巨人罢了 而向您求援的是 高贵的米科米科娜公主 是埃塞俄比亚米科米公大王国的女王 不管她是谁 唐吉赫德说 我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办事总要凭自己的良心 遵循自己奉行的准则 说完 她回过头来 对姑娘说 美貌绝伦的小姐请起来 您要我办的事 我一定照办 那我就把求您办的事告诉您 姑娘说 有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胡作非为 篡夺了我的王国 我请您随我一起回去 还请您答应我 在为我复仇前 您不再从事别的冒险事业 也不对别人做任何承诺 我再说一遍 我答应您的请求 唐吉赫德说 小姐 从今以后 您可以抛开烦恼了 您可以振作精神 不要再悲观失望 在上帝和我这双铁臂的帮助下 您很快就可以恢复王位 重新登上 你那古老而伟大的国家的王座 那些流氓无赖 要反对您 就叫他们完蛋 我们就着手干吧 常言道 办事不干练 常会冒风险 那位遭了难的年轻女子 千方百计想稳一稳她的手 可是唐吉赫德在各个方面都非常谦逊 是个彬彬有礼的骑士 怎么说他也不答应 他将他从地上扶起 十分谦恭 有礼地对他拥抱了一下 接着 他就叫桑丘检查一下罗西纳特的肚带 并吩咐桑丘立即给他戴上盔甲 当时唐吉赫德的盔甲像战利品一样挂在树上 桑丘从树上取了下来 又查看了一下马的肚带 迅速为他主人披挂停荡 唐吉赫德见自己披挂整齐便说 我们以上帝的名义离开此地 为这位贵公主出力去吧 理发师这时还跪在地上 他费了好大的劲 才忍住笑 没有让假胡子掉下来 这胡子一掉下地 他们这条妙计就失败了 他见唐吉赫德已答应请求 并卖力地着手完成这项使命 便从地上站起 一手扶着他的女主人 与唐吉赫德一起 扶他骑上罗子 唐吉赫德随即骑上罗西纳特 理发师也骑上他的坐骑 只有桑丘不行 没有坐骑 桑丘触景生情 又想起了他那头驴子 不过他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因为他主人已经上路 很快就要当上皇帝了 毫无疑问 他主人会考虑与那位公主结婚的 这样一来 他主人起码是个米科米公王国的国王了 桑丘想到 这个王国是在黑人的土地上 他封地上的子民一定也都是些黑人 心里就有些不痛快 但他很快就想出一个妙法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封地上的老百姓是黑人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将他们装上船 运到西班牙 然后把他们卖掉 可以得到一笔现金 拿这笔钱 我可以为自己买的爵位或官职 这样 我不就可以安度晚年了吗 不行吧 你还是睡你的大爵吧 你没有本领 没有办法做好这方面的事情 你能转眼间 卖掉几万个老百姓吗 哼 我一定要将他们很快的脱手 不管是大人 孩子 还是别的什么人 随他们有多黑 我一定要将他们换成黄白二物 你们等着瞧吧 我会装疯卖傻的 他就这样一边走 一边打着如意算盘 把徒步旅行的辛劳 都抛在脑后了 这时 神父和卡德尼奥正 站立在一个荆棘丛生的地方 瞧着他们 眼见对方已快到跟前 就是不知怎样迎上去 与他们合在一起 神父头脑灵光 很快就想出一个妙法 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套子里 取出一把剪刀 动作非常麻利的 剪掉了卡德尼奥的胡子 又将自己身上 穿的一件灰褐色的外套 给他穿上 还给了他一件黑色的披风 自己只穿一件紧身上衣和短裤 卡德尼奥的模样 已完全判若两人 这时他如拿面镜子来照照 一定认不得自己了 在他们俩进行化妆的这段时间里 唐吉赫德一行数人已走到前面去了 只是山路高低不平 荆棘丛生 起码还不如不行快 因此 神父他俩反而先于他们走上大道 他们踏上平原时 就在山口见唐吉赫德和他的同伴们 从山里走来 神父将唐吉赫德仔细地端向了一番 装作仕途将他认出来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张开双臂 大声地说 见到您真高兴 您这面骑士道的镜子 我的好相亲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 您是身世中的精英 穷苦人的靠山和救星 您也是游侠骑士的典范 说完 他就紧紧地抱着唐吉赫德左脚膝盖 唐吉赫德对此人的言行先是一惊 后来细细一看才认出是神父 他很敢意外 费了很大的劲准备下马 但神父不让他下来 唐吉赫德说 让我下来吧 硕士先生 我在马上 而像您这样受人尊敬的人却不行 实在太不像话 我绝对不同意您下马 神父说 像您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应该骑马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大冒险都是您骑着马干出来的 我呢 只是一名小小的神父 与您同行的这几位中如蒙哪一位不弃 让我骑在安后就行了 在我看来 骑在安后 就像骑在贝加索 或骑在大名鼎鼎的摩尔人 穆萨拉盖奇的那匹神奇的斑马上一样 这个摩尔人阴中了魔法 至今还被禁锢在离康布鲁托城不远的苏雷马大山下呢 硕士先生 即使这样 我也不能同意 唐吉赫德说 我知道 我们这位公主会给我点面子 他会叫他的侍从将他的骡子让给你骑 如果骡子驼得动的话 他自己骑在安后 我看骡子能驼得动 公主说 另外 我想这件事也用不到去吩咐我的这位侍从先生了 他为人很有礼貌 也很懂道理 明明有骡子骑 却让一位神父不行 这点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公主说得很对 理发师说 他立即从骡子上下来 请神父骑上 神父不再推让 骑上骡背 这骡子原是租来的 理发师一起上他的臀部 他立即仰起后腿 往上踢了两下 这真是一头狡猾的骡子 他这两下如果踢在尼古拉斯师傅的胸口上 或脑袋上 他一定会认为这次出门找唐吉赫德 倒了大霉了 骡子虽没有踢着他 却把他给吓得从骡子屁股上跌了下来 一不小心 那一副假胡子也掉在地上 理发师见胡子落地 没办法 只好赶紧拿双手捂住脸 声称这一跤将他的大牙跌掉好几颗 唐吉赫德见这个侍从的一大把胡子 全都脱离了他的下巴颗 却未见流血 更没有听他哼一声痛 便说 真是见鬼了 世界上哪有这般奇事 他的胡子仿佛有意拔下来似的 一下子全都掉下来了 神父生怕自己的妙己给识破 赶紧捡起胡子 来到躺在地上哼哼着的尼古拉斯师傅身边 扶起他的脑袋 让他依偎在自己的怀里 迅速给他安上了胡子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说这是专门用来安上胡子的咒语 结果如何 他们一会儿就会看到 说完他就走到一边 那侍从又像原来那样满面长须 完好无损 唐吉赫德见了 异常惊奇 他请求神父有空将这咒语交给自己 他认为 这咒语除了能安上胡须外 一定还有别的用处 因为胡须拔下时 皮肉一定会受损 现在的情况是 不但胡子给安上了 皮肉的损伤也给治好了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 神父说 他答应一有空就把咒语交给他 神父和另外两人商定 在去客店的两西班牙里路程中 他们轮着骑骡子 神父先骑 随后 另外两人轮流着骑 这时 骑在牲口上的有唐吉赫德 公主和神父等三人 另外三人 卡德尼奥 桑丘 潘莎 和理发师步行 唐吉赫德 对那个姑娘说 伟大的公主 您愿意上哪儿 就带我们去哪儿吧 公主还没有回答 神父抢先说 公主 您打算领我们去哪一个王国呢 是去米科米公王国吧 准没有错 否则 我对这些王国 就知道的太少了 姑娘生来乖巧 她立即明白 这时应该做肯定的答复 于是她说 是的 先生 我是去这个国家 如果是这样 神父说 那我们一定会路过我的故乡 然后您再去卡塔赫那 到了那儿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您可以坐船 要是顺风 又没有风暴 海上风平浪静 不到九年时间 您就可以望见梅奥那湖 也就是梅奥蒂特斯湖了 再走一百多天 就可以到公主的国土了 先生 您错了 公主说 我离开那里 还不到两年 虽然一路上并不顺利 但我还是见到了 我久仰的唐吉赫德 德拉曼雀先生 我一踩上西班牙国土 就听到了他的大名 决定前来找他 请求他为我做主 仰仗他战无不胜的勇力 为我复仇 伸张正义 好了 请别再夸奖我了 唐吉赫德打断他说 我这个人 什么恭维话都不爱听 您刚才虽没有讨好我的意思 但我听起来仍很刺耳 公主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 不管我有没有勇力 不管我的勇力有多大 我一定全力以赴为您效劳 直到生命终结 这件事到时再谈吧 现在请硕士先生 对我说说 为什么单独一人 不带随从来到这儿 而且衣衫这么单薄 真令我吃惊 我简要的说说 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吧 神父说 唐吉赫德先生 我和我们的朋友 理发师尼古拉斯 师傅莱瑟维利亚取汇款的 这钱是我早年 去美洲的一个亲戚寄来的 这笔款数目不小 有六万多笔锁 由于这批银元成色足 实际价值正好翻一翻 我们带着这批钱来到这儿 遇上四个盗匪 将我们身上的东西全都抢走 连胡子都没有留下 没有了胡子 理发师只好戴上了假胡须了 说完 他指了指 卡德尼奥又说 这个年轻人的模样 也给这批强盗弄得完全变了 有意思的是 近来这一代的人都在传说 抢我们财务的这几个盗贼 原来是几名苦义犯 听说不久前 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 有个骁勇无比的人 战胜了押送犯人的公差和头目 将这些苦义犯给放了 看来 此人头脑准是有病 否则 就像那群囚徒一样 是个大坏蛋 也可能是个 没有心眼 没有良心的人 因为他这样做 无意于将狼放入羊群 将湖里放入鸡窝 将苍蝇放到蜂蜜里去 他这样做助长了歪风邪气 违反了国王和上帝的意愿 与国家公正的法令相对抗 他这么干 也等于给海船砍去了双脚 使清闲了多年的神圣友爱团 又忙乱起来 总之 他干了一件 既断送了自己的名声 又得不到实际好处的事情 原来桑丘已经对神父和理发师说过 他主人释放了一批苦意犯 感到非常光荣 因此 神父有意谈到这件事 看看唐吉赫德会做出什么反应 唐吉赫德听着神父的话 脸色一会儿红 一会儿白 就是不敢承认是自己释放了那批囚犯 我们的钱财就是这些家伙抢走的 神父说 愿上帝大发慈悲 饶恕那个不让他们去受该受的惩罚的人吧 第三十章 叙述美丽的多罗托奥的机制 以及其他许多有趣的事情 神父的话还没有说完 桑丘便接着说 硕士先生 说句真话 这件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主人干的 而且 我事先不是没有提醒过他 我对他说 干这件事可得好好考虑 因为那批人个个都是大坏蛋 放了他们是犯法的 你这个蠢才 唐吉赫德 训斥他说 游侠骑士见到 身遭大难 带着锁链 受到压迫的人 用不到去查究他们 是犯了罪 还是遭了冤财落到这个地步 这些人有困难 游侠骑士 就应该去帮助他们 游侠骑士 只注意他们 遭到的苦难 对他们干的坏事 并不在意 当时 遇到了像念珠一样 被锁链穿在一起的一大批 垂头丧气的落难人 我按照本骑士道的规矩 打发他们走了 以后发生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除了得高望重的硕士先生 凡是认为 我干错了的人 我看都是些对骑士道 一无所知的外行 都是些婊子痒的 出身下贱的人 他们竟会胡说八道 信口雌黄 我定要拿着饼剑去教训教训他们 他一面说 一面在马鞍上坐稳了身子 戴上了头盔 他当作漫不利诺头盔的那只理发师的脸盆 一直挂在马鞍架的前部 上次给苦衣饭砸烂了 等修理好了才能用 多罗托奥聪明机智 也很风趣 他早知道 唐吉赫德神经不正常 除桑丘 潘沙外 大伙都在吵弄他 他也不甘示弱 见唐吉赫德气成这样 就对他说 骑士先生 请别忘了 您刚才对我做的承诺啊 根据您刚才说的 您不能再卷进另一件显示中去了 不管这件显示有多紧急都不行 请您息怒吧 硕士先生 要是早知这些苦衣饭 是您这条杖无不胜的铁壁放走的 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嘴唇缝上三针 甚至会将舌头咬上三次 免得说出冒犯您的话来 我可以启示 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神父说 即使再割去我的胡须 我也情愿 公主 这件事我不再说了 唐吉赫德说 我会将胸中燃起的怒火压下去的 我一定要平心静气的办好答应过您的那件事 不过 我既一心为您效劳 您如果没有不便 我请您告诉我 您到底 遭了什么难 我该找谁去报仇学耻 他们是些什么人 有多少人 只要您听了我 不幸的往事不觉得厌烦 多罗托奥说 我很愿意讲给您听 公主 我不会厌烦的 唐吉赫德说 那就请诸位听我讲吧 多罗托奥说 他话音未落 卡德尼奥 理发师 立即站到了他的身边 他们很想听听聪明机灵的多罗托奥 怎样编造自己的故事 与他主人一样 对这位姑娘的真情实况 一无所知的桑丘也凑了过去 他在罗安上坐稳了身躯 咳了几声 清了清嗓子 便唯唯动听地说了起来 首先 我要告诉诸位先生 我的名字叫 说到这儿 他停了一下 因为他忘记了神父给他起的名字 神父立即明白他的难处 马上接过话去说 公主啊 您讲起自己不幸的往事顿住了 这不足为怪 因为这些事情 常常会使遭难的人失去记忆 有时甚至 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就像您刚才这样 忘记自己叫米科米科娜公主了 您是大米科米公王国的合法继承人 我这么一提醒 您记忆力虽然受损 但总可以把想说的话想起来了吧 是这样的 公主说 我想往后用不到您再提醒我了吧 我一定会把这个真实的故事顺顺利利的讲完 我父王名叫智者蒂娜克里奥 他精通巫术 根据这门学问 他获悉我母后哈拉米亚要比他早死 随后不久 他自己也要离开人世 这样 我就成了没爹没娘的锅了 父王说 这件事虽让他担心 但还有一件事更使他着急 有一个名叫邪愣眼潘达菲兰多的硕大无比的巨人 是和我国接壤的一个大岛的岛主 据说此人的一双眼睛虽然长得还算端正 但看起东西来 两个眼珠就像斗鸡眼一样对着 叫人看了就害怕 显得无比凶狠 原来父王已算准这个巨人知道我父母去世后 一定会统帅大军入侵 占领我整个王国 连安身的小村子也不给我留一个 不过 我若嫁给他就不会遭到这场灾难了 父王认为 对这样一门不相配的亲事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他说的一点不错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和那个巨人结婚 那些巨人无论长得多高多大 我都不嫁 父王还说 他去世后 我如见到潘达菲兰多入侵我国 千万不要抵抗 因为这样做只会毁了自己 如果想让我那些善良的忠心耿耿的臣民 不被全部歼灭 我应该让这个巨人长驱直入 占领国土 因为这个巨人力大无比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父王说 离开国土后 我带几个侍从到西班牙去 在那儿 我会遇到一个名震全国的游侠骑士 他会帮我脱离苦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位骑士的名字是唐阿索德 也可能叫唐希赫德 他恐怕叫唐吉赫德吧 公主 桑丘 潘沙叉嘴说 别名叫狼狈像骑士 对 就是他 多罗托奥说 我父王还说 这位骑士的个儿很高 脸庞瘦削 在他左肩下面靠右的一个部位 或者就在那个部位的附近 有一颗褐色痣 上面长了几根猪棕般的毛 听到这里 唐吉赫德就对他的侍从说 你过来 桑丘 快帮我脱下衣服 我要看看 那位先知先觉的 国王寓言的骑士 是不是就是我 您为什么要脱去衣服呢? 多罗托奥问道 我想看看自己 有没有您父亲说的这颗痣 唐吉赫德回答说 您不用脱衣服了 桑丘说 我知道 您脊量骨中间有一颗那样的纸 这是身强力壮的标志 这就得了 多罗托奥说 朋友之间不必拘泥于区区小事 这长在肩上 还是长在脊量骨上 关系不大 只要有就行 反正是长在身上 在哪个部位并不要紧 毫无疑问 我圣明的父王全都严重了 而我前来求助于唐吉赫德先生 这部棋也走对了 他正是我父亲说的这位骑士 因为我父亲说的面部特征 与这位骑士的面貌完全吻合 他的名气可大着呢 不仅在西班牙 就是在整个拉曼 却都是赫赫有名的 我在奥苏那一下船 就听到人们 在传送这位骑士的诸多丰功伟绩 心里立即想到 我要寻找的这位骑士 就是他 可是 我的公主 您怎么会在奥苏那下船的呢 那又不是港口 唐吉赫德问道 还没有等多罗托奥回答 神父便接过话去 说 公主的意思可能是 他在马拉加下船后 首次听到您试迹的地方 是奥苏那 我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多罗托奥说 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神父说 公主 请继续往下讲吧 下面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多罗托奥说 反正我的运气不错 终于找到了唐吉赫德先生 我现在堵堵定定 可以当我国的女王了 因为她对我十分客气 异常慷慨地答应我的请求 愿意去我带她去的任何地方 我只想带她去见 邪愣演潘达菲兰多 将这个巨人杀死 夺回她 非法从我那侵占的疆土 这些事一定会遂我心愿的 因为我盛名的父亲智者 蒂娜克里奥 早已预言过了 他还用我看不懂的文字 加勒底文 也可能是希腊文 写下了书面指示 他预言的那位骑士 将巨人斩首后 如果有意娶我 我一定要毫不推辞地 认她为合法丈夫 将我的王国连同我本人全都交付给她 桑丘朋友 你听到了吗 你认为怎么样 听到这里 唐吉赫德说道 我不是对你说过的吗 你瞧 我们不是可以做王国的国王 女王的丈夫了吗 这点我毫不怀疑 桑丘说 砍掉了潘达菲兰多先生的脑袋 还不和公主结婚 那她一定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了 与女王结婚该有多好 但愿我床上的跳蚤都变成女王 说完 她便纵身跳了两跳 以示内心的喜悦 然后 过去拉住多罗托奥那匹骡子的缰绳 对着她双膝跪下 请她伸出手来 让她吻一下 表示她已认她为王后和女主人了 见到主人的那股封禁和侍从的那副蠢样 大伙无不捧腹不止 多罗托奥真的伸出手来让她吻 还答应等老天帮忙 收复了国土后 一定封她当大官 桑丘说了一番感激的言辞 再次引起人们一阵大笑 先生们 多罗托奥继续说 这就是我的故事 现在还有一件事没有对你们说 我离开王国时 带出来的一批随行人员眼下 只剩下这个大胡子侍从了 其余的人 在快到港口时 突然遇到一阵狂风暴雨 都被淹死了 我和侍从靠两块木板游到了岸边 这真是奇迹 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 我这一生充满着奇迹 刚才的故事 如果我讲得太啰嗦或不甚确切 那就像硕士先生 在我开始讲故事时说的那样 都怪我接二连三遭了大灾大难 我的记忆力给毁了 尊贵的公主唐吉赫德说 我为您效劳 不管遭到什么样的大灾大难 我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答应过的话 现在我再次重申我的诺言 我发誓要和您一起走到天涯海角 找到您那凶恶的仇敌 我想靠上帝保佑 凭我这条铁壁 一定要砍下他那高昂的头颅 就用我那饼锋利的 我不能说用我那把宝剑 因为他让西内斯、德、帕萨蒙德 给盗走了 后面这句话是轻轻的说给自己听的 接着 他又说 砍下了那个人的脑袋 让您稳稳的当上女王后 对您自己终身大事怎么处理 悉听尊便 因为我一心一意似罪如痴般 爱着一位姑 我不想往下说了 反正我是不可能结婚的 连想也不想 就是和凤凰结婚也不想 听到他主人不想结婚 桑丘觉得太不像话了 不禁火冒三丈 大声地说 我敢赌咒起誓 唐吉赫德老爷 您真是糊涂极了 跟这么高贵的公主结婚 您怎么还会犹豫不决呢 您以为眼下这份好运气 是随时随地可以捡到的吗 难道杜尔西内亚小姐 会比公主更好看吗 不 肯定不 连一半都够不上 我甚至可以说 比起我们面前 这位公主 她都不配挤公主擦鞋呢 您想在海底捞月吗 我这个伯爵也就封不成了 结婚吧 快结婚吧 我只好请萨塔纳斯 来促成这门亲事了 白白的送到您手中的这个国王 您就收下吧 您当国王 就封我当侯爵或总督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就管不了了 唐吉赫德听到 桑丘如此亵渎她的杜尔西内亚小姐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她立即举起那根长毛 既没有对桑丘说些什么 甚至连嘴也没有张一下 就猛击她两下 将她打翻在地 要不是多罗托奥大声的 叫她不要打了 她准会把桑丘活活打死的 你这个下贱的香巴佬 过了一会儿 唐吉赫德说 你以为我会老是让你这么忘乎所以吗 你老是犯错误 难道我总会原谅你吗 别打错了算盘 你这个该逐出叫门的无赖 你就是这样的无赖 因为你诋毁了举世无比的杜尔西内亚 你这个下等人 庄家汉 难道你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我这条胳膊 恐怕连跳蚤都掐不死呢 你这个恶毒的诽谤者 你说吧 要不是杜尔西内亚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用我这条铁壁创造了种种伪迹 又有谁去收复这王国的疆土 谁去砍下那巨人的脑袋 又有谁会封你做侯爵呢 在我看来 这些事情都等于已经办成了 你要明白 她通过我来厮杀 取胜 我靠她生存活命 有了她 才有我 才有我这个人 哼 你这个泼皮 婊子痒的 你太忘恩负义了 我把你从你腿子提拔上来 封了喉 当了官 你去恩将仇报 说恩人的坏话 桑丘的伤并不太重 主人的话 她句句都听见了 她迅速地从地上爬起 躲到了多罗托奥的坐骑后面 从那儿对主人说 老爷 请您告诉我 您如果打定主意 不与这位高贵的公主结婚 那么她的王国就不是您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能给我什么封赏呢 我抱怨的就是这件事 眼下这位公主仿佛自天而降 您就娶了她吧 然后 您还可以去找多尔西内亚小姐吗 世界上有拼透的国王多得是 至于她俩谁长得好看 我不加评论 说句实在话 我认为她俩都长得挺好 尽管那位多尔西内亚小姐 我从来没有见过面 怎么没有见过她的面呢 你这个胡言乱语没有良心的人 唐吉赫德说 你不是才从她那儿给我烧了一个口信吗 我是说 我没有细细看她 桑丘说 因此 我看不出她哪儿长得美 哪个部位长得好看 不过 粗粗的看了一眼 觉得她很不错 现在我原谅你了 唐吉赫德说 刚才我打了你两下 也请你原谅 都怪我一时心急 控制不住自己 这我知道 桑丘说 我这个人也不会控制自己 心里想说什么 总憋不住 老是想说出来 话又的说回来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说话还得多留点神 因为水罐一次次提到井边 下面的半句我就不说了 那好吧 桑丘说 上帝在天上 洞察一切 我刚才说错了话 您办错了事 我们俩谁更坏 请上帝来评判吧 别说了 桑丘 多罗托奥说 快过去 闻你主人的手 请他原谅你吧 从今以后 你无论是称赞人还是骂人 都得当心点 可不能说 那位托波索小姐的坏话 这位小姐我不认识 不过 我一定要听命于她 你应该相信 上帝会保佑你 一定会给你封个爵位 让你日子过得像王爷一样 桑丘捶着脑袋 来到主人身边 请她伸出手来 唐吉赫德平心静气地 把手伸给她 桑丘吻了吻她的手后 唐吉赫德便为她祝福 并叫她朝前走几步 说有话要问她 有要紧事情要和她谈 桑丘和唐吉赫德离开了众人 唐吉赫德说 自从你回来后 我一直没有机会 也没有时间跟你打听 有关你来回烧信的情况 眼下有了这个机会和时间 务必要把你带来的好消息告诉我 您想问什么事情 请问吧 桑丘说 反正我能钻进去 总有办法跑出来 不过 我的老爷 我求您往后报复心不能太重 桑丘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唐吉赫德问道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这样的 桑丘回答说 你刚才打了我两下 主要不是因为 我说了杜尔西内亚小姐的坏话 根子还在那天夜里 魔鬼在我们之间 挑起的那场争吵 对杜尔西内亚小姐 我像爱古董一样 敬爱她 当然 这只是由于她是您的人 并不是说她真像古董 桑丘 你千万别重提那些话了 唐吉赫德说 我听了心里不高兴 这件事 我当初就已经原谅你了 你该明白 常言道 犯了心罪 重新忏悔 她俩正说着话 见到迎面有人 骑一匹驴子走过来 走到跟前 众人都以为她是个吉普赛人 桑丘 只要一见驴子 两只眼睛 就会死死的盯住不放 这会一见来人 就认出她就是西内斯德 帕萨蒙德 由这条线索入手 她推测那匹驴子一定是自己的 情况确实是这样 帕萨蒙德起来的 正是桑丘的那头灰驴 西内斯为了防止人们将自己认出 也为了便于出卖驴子 化妆成吉普赛人 她会说吉普赛语 和其他若干种语言 说得和当地人一样流利 桑丘见到她 并认出她后 就大声地说 喂 西内斯 你这个贼 快留下我的宝贝 还我的命根子 快留下我的驴子 这是我的珍宝 滚开 你这个婊子养的 快离开这儿 你这个盗贼 还我驴子 别打扰我 让我好好休息 其实桑丘用不到说这么多 也不必臭骂一通 因为西内斯一听到她的声音 立即下驴飞跑 转眼间 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桑丘来到她挥驴的身边 抱着她说 我的宝贝 像我眼珠 那么珍贵的挥驴啊 我的伙伴 这些日子 你过得怎么样 她一面说 一面对驴子像人一样 又是亲吻 又是爱抚 驴子静静地认她亲吻 抚摸 没有发出声音 众人都过来向桑丘道喜 祝贺她 重新得到了挥驴 唐吉赫德尤其高兴 她说 尽管桑丘喜货挥驴 她答应给桑丘三头毛驴的凭据继续有效 主仆俩进行交谈的同时 神父对多罗托奥说 她真是个聪明机灵的姑娘 刚才的故事编得异常巧妙 既解明恶药 又和骑士书上讲的故事十分吻合 她说自己空闲时 常常读骑士小说消遣 只是她不知道各省的位置 也不知哪些是海港 因此 瞎咕摸着 说自己在奥苏那下的船 这点我能理解 神父说 因此 我就赶紧接过话题 给你补上了漏洞 凡是人们随意编造的故事 只要和骑士书上说的胡言乱语一个腔调 这位倒霉的绅士便立即信以为真 你说奇怪不奇怪 真够古怪的 卡德尼奥说 像她封成这样 从来没有见过 除非像她那样能胡思乱想 否则 她这种封病想装恐怕也装不像 还有一件怪事 神父说 只有触及她的病根 这位绅士才满口胡话 谈到其他方面的事情 她总是头头是道 思维非常清晰 因此 只要不谈其事道方面的事情 谁都认为她是个见识高明的人 神父和卡德尼奥在进行交谈的同时 唐吉赫德也和桑丘在谈话 他说 贪杀朋友 上次我们吵架的事 就一笔勾销了 现在请你平心静气的对我说说 你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怎样找到多尔西内亚的 那时她在做什么 你对她说了什么话 她是怎么回答你的 她看我信的时候 脸部表情怎样 那封信是叫谁腾写的 总之 凡是你认为值得让我知道的事情 都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既不要为博得我的欢心 而添油加醋 胡周乱边 更不要斩头去尾 隐瞒实情 老爷 桑丘回答道 对你实话实说吧 这封信谁也没有给我腾写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带去 你算说了一句真话 唐吉赫德说 因为我用来写信的那个记事本 在你走了两天后 发现还在我身上 当时我真记坏了 我还以为你发现信不在身上 会回来取的 我原本是要回来的 桑丘说 可是您给我念了那封信后 我不知怎的全都记在心里了 我就请了个教堂的私事做笔录 把那封信一句一句口授给他 他说 他这辈子看过许许多多 关于开除教徒的命令 却从来也没有读到过 像您那封信那样文笔优美的信件 你还记得这封信的内容吗? 唐吉赫德问 记不得了 老爷 桑丘回答说 我请私事笔录后 觉得记在心里已没什么用处 就忘掉了 如果我还记得一点的话 那就是珍贵的 不对 应该是尊贵的小姐 结尾是至死属于你的狼狈像骑士 在开头和结尾之间 我口受了三百多个灵魂呀 生命呀 和我的眼睛之类的字眼 第三十一章 叙述唐吉赫德和桑丘 潘沙进行性味盎然的谈话 及其他事情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觉得还不错 继续讲下去吧 唐吉赫德说 你到了那后 那位清国清城的美女在干什么呢? 你准事见她在替我这个败倒在她脚下的骑士 穿着珍珠 或者在用金线刺绣吧? 不是的 桑丘说 她正在自家的后院筛麦子 一共筛了两法内阁 你该明白 唐吉赫德说 麦里一过她的手 就变成一粒粒珍珠了 朋友 你看见那麦子了吗? 是白的还是黑的? 是黄的 桑丘回答说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 唐吉赫德说 经她筛过的麦子 做出的面包一定是很白的 继续往下讲吧 你把信交给她时 她吻了信没有? 有没有 把信放在脑袋上? 她有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 来迎接我那封信? 总之 她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给她信的时候 桑丘说 她一门心思正在筛麦子 筛子上成了许多麦子 她对我说 朋友 请你把信放在那个麻袋上吧 眼下我没时间看 要等筛完麦子才有时间 真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小姐 唐吉赫德说 她是想慢慢的看 细细的品味 再讲下去吧 桑丘 她一边干活 一边对你说些什么呢? 跟你打听过我的情况吗? 你是怎么说的? 快把经过原原本本 点滴不漏的告诉我 她什么也没有打听 桑丘回答说 倒是我对她说 您正在为她进行苦修苦练 光着上半身 像野人一样 躲在深山里 夜里睡在地上 吃饭不铺台布 胡子也不疏离 一个劲的哭泣 诅咒着自己的命运 你说 我在诅咒自己的命运 说错了 唐吉赫德说 恰恰相反 我是在赞赏自己的命运 我要赞赏一辈子呢 因为 我能爱上像杜尔西内亚 德尔 托波索 这样一位高贵的小姐 她确实长得很高 桑丘说 说真的 她比我还高一展呢 怎么 桑丘 唐吉赫德说 你还跟她比过身高吗? 是这样的 桑丘说 当时我帮她 将一袋麦子 抬上驴背 我俩挨得很近 我发现 她比我高一大巴掌还多呢 是啊 唐吉赫德说 她既然长得这么高大 一定也有数不清的美德 桑丘 有一件事 你是无法否定的 你挨近她时 一定闻到一股萨瓦味吧 这是一种芳香 一种难以名状的芬芳 像是出售名贵的手套店里 散发出来的气味 我只闻 到一股男人的气味 桑丘说 准是她活干的多 出了汗 有点汗臭味 不是这么一回事吧 唐吉赫德说 可能是你感冒了 也可能是你闻到自己身上的汗臭味了 我非常熟悉那种 像带刺的野玫瑰 野百合花 和像溶解了的龙咸香的气味 也有可能吧 桑丘说 从我自己身上 常常闻到这种气味 当时 我就以为 是从多尔西内亚小姐玉体上散发出来的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 魔鬼彼此都很相似嘛 好吧 唐吉赫德说 他筛完麦子 将麦子送到墨房去了 那么 他在看信时 表情怎样呢 他没有看信 桑丘说 因为他说 自己是个文盲 他拿起信来就撕 撕成许多碎片 说自己 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封信 免得村里人了解他的隐私 他只教我口头上 对他说说 您对他的一片深情 以及您为他进行的非同寻常的苦修苦练 最后 他要我转告您 他吻您的手 他不太想给您写信 只想见见您 为此 他要求您并且命令您 见到我后 立即离开丛林 不再干那种蠢事 速速上路去脱拨索 除非另有急事 因为 他实在非常想见您一面 我告诉他 您别好叫狼狈像骑士时 他大笑不止 我还问他 许久以前 有个比斯开人去他那没有 他说去了 可是个老实人 我也问过 那些苦义饭去他那没有 他说 直到今天 还没有见到一个 你讲的这些事都挺不错 唐吉赫德说 不过 还有一件事 你得告诉我 你给他送去了我的信 和他分手时 他送给你什么手势了吗 游侠骑士 和他们情人之间 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对替他们互相传递消息的侍从 使女或侏儒 总爱馈赠一些贵重的珠宝 以表示对他们的酬谢 完全有可能这样 桑丘说 我认为这个惯例不错 不过 这个惯例可能是古代的吧 眼下只习惯于给一块面包和奶酪 我临走时 多尔西内亚小姐 就在出栏的矮墙边 给了我这两样东西 说得更确切一点 奶酪是一块羊奶酪 他为人慷慨极了 唐吉赫德说 他当时没有给你金首饰 一定是由于身边没有带 不过 常言道 复活节后送东西 一样珍贵 反正我快要见到他了 该办的事一定会办好 桑丘 你知道我对什么是觉得奇怪吗 我是觉得你像在空中飞了去又飞回来的 因为你这次去托波索往返才花了三天多一点时间 而这段路足足有三十多西班牙里呢 因此 我觉得一定有个精通魔法的魔法师在管我的事 此人还该是我的朋友 一定是的 否则我就不是个优秀的游侠骑士了 我是说这位魔法师在你走路时帮了你的忙 而你压根就没有感觉到 从前有个魔法师 成一个游侠骑士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时候 也不知用什么办法将他射走了 这个骑士早晨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在离前一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一千多西班牙里地的另一个地方了 要不是这样 游侠骑士遇了险 别的骑士就没法进行救助了 实际上 他们是经常进行互助互救的 比如 一个骑士在亚美尼亚的深山里 与一个巨魔或恶鬼或另一个骑士进行格斗 形势对他极其不利 都快要被对方杀死了 这时 转眼间他的一位身在英吉利的朋友 突然踏着祥云 也可能乘着一辆烈焰飞腾的车子来救他了 使他免遭一死 当天晚上 这位骑士就在被救骑士住的客店里津津有味的吃晚餐了 从这里到那里 往往相隔两三千西班牙里地呢 这权杖经常对那些勇敢的骑士进行帮助的法力无边的魔法师的本领和智慧 所以 桑丘朋友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从这到托波索来回走了一趟 我并没有什么信不过的 因为我已说过 一定有个很有法术的朋友 带你在天上飞行 而你却没有发觉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 桑丘说 说句真心话 当时罗西纳特跑起来像吉普赛人的驴一样 仿佛耳朵里灌了水银 像是耳中灌了水银 唐吉赫德说 甚至还有一群魔鬼推着他跑呢 魔鬼像人一样能跑 还能随心所欲地让人畜都奔跑起来 跑久了也不累 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 眼下你看我该怎么办才好 我那小姐命令我上她那去见她 她的命令我是一定要服从的 可是我又对和我们一起来的这位公主做出了承诺 这样我就无法听从小姐的命令了 按照其世道的规矩 说了话一定要算数 不能只顾个人的喜好 一方面我非常想见一见我那位朝思暮想的一中人 另一方面我已答应人家一定要言而有信 而且办完这件事我能获得荣誉 这又激励着我办好这件事 看来我只好这么办 加快步伐 尽快赶到巨人那 一到我就砍下她的头颅 让公主平平安安的登基 然后就立即回头去见我那位光芒四射的小姐 见了她我就好好向她解释解释 使她明白 我去的迟了不是件坏事 因为我是在为增加她的荣誉和名望出力 我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凭武力得到的一切成绩都靠她对我的庇护和帮助 权杖她这样的一中人 哎呀 桑秋说 您的头脑真是够糊涂的了 我倒要请问您 老爷 您打算白跑这段路吗 您就这样随便放弃一门大富大贵的亲事 这门亲事的嫁妆是一个王国呢 跟您说实在的 我听人说 这王国方圆族有两万多西班牙里 里面吃喝玩乐的东西应有尽有 它的面积比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加在一起还大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说话了 您应该为刚才说的话感到羞惨 请您听我的忠告 别怪我 前面什么地方有神父 您就结婚 如果找不到神父 我们的硕士就在这儿 他一定会把婚礼主持得尽善尽美的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应该给您出点主意 我刚才出的这个主意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俗话说 天上飞的老鹰不如手中一只小鸟 有好的 偏选坏的 好的生了气 就不来了 你听我说 桑秋 唐吉赫德回答说 如果你劝我结婚 只是为了让我杀了巨人好做国王 好对你进行封赏 把答应给你的东西给你 那么 我告诉你 不结婚 我也轻而易举的 可以满足你的夙愿 我可以在交战前讲好条件 如果我胜了 虽说不结婚 也得将国土 割让一部分给我 让我赏赐给我喜欢的人 我分到了国土 不给你 你说又给谁呢 这是明摆着的事 桑秋回答说 老爷 您得注意挑选一块靠海的地方 我如果日子过得不舒服 可以将我属下的黑人装船运走 用我过去的办法将他们处理掉 您别一个劲的想去见多尔西内亚小姐 您就去把那个巨人宰了 把这件事办好 我认为 办完这件事 您可以名利双收呢 我说 桑秋 唐吉赫德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听你的 这次先跟公主走 然后再去看望多尔西内亚 我要提醒你 我们刚才说的话 你要守口如瓶 对谁也不能说 包括跟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个人 因为多尔西内亚为人异常谨慎 她心里想些什么 不愿让别人知道 有关她的事 我不能对外张扬 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做 如果是这样 桑秋说 那您为什么 让被您铁壁战胜的人 都去见我们的多尔西内亚小姐呢 这样做 不就等于签上了您的大名 声明您很爱她 您是她的情人了吗 那些人既然得跑去跪在她的面前 说是您派去向她表示敬意的 那么 你们两人的心思 又怎么能隐瞒得了呢 哦 你真够蠢的 真是个笨不 唐吉赫德回答说 你不明白吗 桑秋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提高她的声誉啊 你要知道 按照我们骑士道的传统 一位小姐 有许多游侠骑士为她效劳 这是很光荣的 这些游侠骑士 不管小姐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们只一门心思为她出力 从不希望得到她的奖赏 只要她肯收录他们 作为她手下的骑士 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听过神父讲道 桑秋说 说我们爱上帝 就该这么爱 不是为了进入天堂 也不是怕进入地狱 我们就是为爱上帝而爱上帝 不过 我倒是因为上帝有权势才爱她 为她效劳的 瞧你这个山野村夫 唐吉赫德说 有时说出话来还真有点学问 真像个读书人呢 实话实说 我是一字不识的 桑秋说 这时 尼古拉斯师傅大声叫他们停一下 说那有一眼泉水 他们想歇一下 喝点水 唐吉赫德勒住了马 桑秋也很乐意 因为她说了这么多谎话 也有些累了 心里又有些慌张 生怕她主人从中找到破绽 因为她虽然知道 多尔西内亚是托波索的一个农村姑娘 却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 卡德尼奥这时已换上了多罗托奥初次出现时 穿的那身男装 这套衣服虽不太好 但比她换下的那套破衣服要好多了 他们一起在泉水边下了座棋 这时 众人以鸡肠鹿鹿 就拿神父在客店里买的少许食物 聊以充饥 这时 路上走过一个男孩 到了泉边 便细细地对周围的人们打量了一番 见到了唐吉赫德 他就过去抱住他的大腿 放声大哭 说 啊 老爷 您不认识我了吗 请您仔细看看 我就是当初被捆绑在橡树上的 那个男孩子 安德烈斯 是您放了我的呀 唐吉赫德认出来了 他一把握住男孩的手 回过头来 对众人说 你们瞧 游侠骑士在这个世界上多么重要 当今世上坏人当道 他们胡作非为 横行霸道 全靠游侠骑士去除强服弱 伸张正义 我来告诉你们这件事的经过吧 几天前 我路过一座森林 只听到有人在哭叫 像是遭了什么难 我认为 这是与自己的责任有关 便奔向哭叫声发出来的地方 只见一棵橡树上捆绑着一个孩子 他就是眼前的这个玩儿 他这次来这儿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因为他可以作证 我并没有说谎 我刚才说了 他被绑在一棵橡树上 一个香巴佬拿着一条马匠绳 在狠狠地抽打他 打得他皮开肉绽 后来我获悉 此人是孩子的主人 当时我问他 为什么要对孩子进行这般毒打 这乡下人说孩子是他的故宫 他不但脑子笨 手脚也不干净 干了不少坏事 所以打他 孩子听了 说 老爷 是我向他要工钱 他就打我 主人接着做了一番辩解 这些话我听是听了 但并不相信 后来 我就叫他把孩子放了 还让那个香巴佬起了事 叫他把孩子带回去 工钱一个里亚儿也不能少 还得高高兴兴地给他 安德烈斯孩子 我说的都是真话吧 我当时是如何威严地向他发号施令的 而他又怎样唯唯诺诺俯首听命的 我想你一定看得很清楚吧 你不必犹豫 也不要有顾虑 快把当时的情况 说给这些先生听听 好让他们明白 游侠骑士在各处巡视 确实是有好处的 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孩子回答说 只是这件事的结果 我却与您想象的正好相反 怎么正好相反 唐吉赫德问道 难道这香巴佬没有给你工钱 不但没有给我工钱 孩子回答说 而且等您一离开树林 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 他又将我捆绑在橡树上 狠狠地打了一顿 打得我成了被揭掉一层皮的圣巴托罗美了 他没打一下 就对我说一句俏皮话 对您进行冷嘲热讽 我要不是疼得厉害 听到他的俏皮话 也会忍不住发笑的 那次他打得我真够惨的 自从挨那个坏家伙打后 我到现在还住在医院里治伤呢 这全都怪您 那时您如果只走自己的路 不到我那儿去 不管别人的闲事 我主人也许只打我一二十遍就算了 最后他会放了我 还会把工钱如数给我 可是 您把他给骂了个狗血喷头 使他恼羞成怒 却又没法找您算账 等您一走 就把气全出到我的头上来了 害得我这辈子也难以抬头做人了 问题出在我当时离开了那儿 唐吉赫德说 没有带到他付了你工钱后再走 我早知道 这些乡下佬 除非对自己有好处 否则说话总不算数 这方面我深有体会 不过 你一定还记得吧 安德烈斯 我曾起过誓 如果他不给你工钱 我就去找他 即使他躲在鲸鱼肚子里 我也要找到他 是有这回事 安德烈斯说 可是 这一点用处也没有 有用没有用 唐吉赫德说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说完 他很快起身 吩咐桑丘替罗西纳特备好安配 这匹马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也在吃草 多罗托奥问唐吉赫德准备干什么 回答说 他想去找那个乡下佬 虽说世界上有那么多乡下人 那家伙太坏了 我一定要找他 处罚他 迫使他把工钱全部付清 一文也不能少 多罗托奥说 他不能这样做 他应该记得自己的承诺 在办完他的事情前 不能介入另一件事 他还对唐吉赫德说 这个规矩他应该比别人更清楚 因此 他应该平静下来 等从他的王国回来后 再考虑那个问题 这话有道理 唐吉赫德说 看来安德烈斯德暂且忍耐一下 他的事 就像刚才公主说的那样 要等我们 回来再说了 不过 我要再次起事 重新做出保证 我一定要替他复仇 让乡下劳给他付清工钱 否则绝不罢休 这种誓言我已不相信了 安德烈斯说 世界上这样那样的报仇 我都不感兴趣 眼下我最希望弄到点路费 可以上塞维利亚去 您这儿有吃的 请给我一点 让我带点在路上吃 我这就要和您 以及所有的游侠骑士告别了 但愿他们能行侠四方 承恶除奸 就像惩罚我一样 桑丘从他带的干粮袋里取出一块面包 一块奶酪 递给孩子 说 拿着吧 安德烈斯小兄弟 这回你倒了没 害我们也沾了鞭 你们沾了什么鞭 安德烈斯问道 我给了你这块面包和奶酪 桑丘回答说 天知道我自己要不要吃呢 朋友 我告诉你 我们当游侠骑士侍从的 常常得忍饥挨饿 遭灾遭难 有时遇到坏事 那滋味说不清楚 只能自己感受 安德烈斯 接过面包和奶酪 眼看谁也不再给自己东西 就低头上路走了 临行前 他对唐吉赫德说 看在上帝份上 游侠骑士老爷 下次您如果见到了我 哪怕我被切成碎块 也请您别来救我 帮我 还是让我倒霉去吧 再倒霉也不会比您 帮了忙后 道得更厉害 愿上帝诅咒您 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唐吉赫德想起身揍他 但他已把腿飞跑 谁也赶不上他了 安德烈斯的这番话使唐吉赫德羞愧万分 在场的人只好竭力忍住笑 免得使唐吉赫德更加难堪 第32章 叙述唐吉赫德等人在客店里的遭遇 他们吃完饭 给牲口备好安配 一路上没有发生值得一叙的事情 次日便来到了使桑丘感到害怕的那家客店 虽然他不想进门 却又不得不进去 老板娘店老板和他们的女儿 还有玛丽托纳斯 看见唐吉赫德和桑丘来了 便高高兴兴的出来迎接他们 唐吉赫德神情严肃的对店主他们说 这次该给他准备一张好一点的床铺 可别像上次那张一样歪歪斜斜的 老板娘说 只要他这回肯付比上次更高的租金 他可以让他睡在给王子睡的床上 唐吉赫德满口答应 他们就在他上次住过的阁楼上给他铺了一张还过得去的床铺 唐吉赫德一路上走得疲惫不堪 头昏脑胀 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刚关上客店门 老板娘就来到理发师的身边 一把揪住他的胡子 说 凭我画的十字启示 你不能再拿我的牛尾巴当胡子了 你得把它还给我 否则 我丈夫的那玩意儿只好放在地上了 你觉得好意思吗 我是说他的梳子 过去 我总是插在那根漂亮的牛尾巴上的 尽管他一个劲的揪着那根牛尾巴 理发师还是不想还给他 后来硕士说 还给他吧 因为那条妙计现在可以不再使用了 理发师也可以恢复本相 他只需对唐吉赫德说 那天他遭到那群苦义犯的抢劫后 逃到这家客店躲了起来 如果唐吉赫德问起公主侍从的情况 他们可以告诉他 公主已派他先回去 通知王国的臣民 说他就要带着众人的救星回国了 理发师听了神父的这番话 才乐意将牛尾巴还给了老板娘 并且把借来解救唐吉赫德的那些东西 全部奉还 客店里的人见多罗托奥这么漂亮 都异常惊讶 见一身阳光装束的卡德尼奥 也这么以表堂堂 更觉诧异 神父请店主拿店里好吃的东西 烧来给他们吃 店主想多赚点钱 十分殷勤地给他们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 唐吉赫德这时正在呼呼大睡 大伙都主张不去叫醒他 因为这个时候 对他来说睡眠比进食更要紧 范碧 神父和理发师对在场的店主 他的妻子 女儿和玛丽托纳斯 以及所有的旅客 谈起唐吉赫德那奇怪的风病 还谈了找到他的经过 老板娘也对神父他们讲了唐吉赫德和罗夫之间发生的事情 他看了看桑丘是不是在场 见他不在 就将他如何被兜在毯子里 往空中抛的事都讲了出来 在场的人听了发出一阵哄笑 神父说 唐吉赫德过去看的这些歧视小说 使他失去了理智 店主说 我不明白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说真的 在我看来 世界上没有别的书 比这种书更好看的了 我这里就有两三本 还有一些手抄本 看了对我和别的一些人的生活 都增添了情趣 收获季节 逢到假日 很多收割的人来到这里 他们中间总有几个十字的 就随手拿起一本这样的书读了起来 我们每次总有三十余人 围着读书的人津津有味的听着 听了这些故事 起码可以让我少长一大把白头发 每当我听到那些歧视在猛砍猛打的时候 自己也恨不得上去砍杀一阵呢 这种故事叫我日日夜夜听都听不厌 我也巴不得你日日夜夜听故事去 老板娘说 你听故事的时候 家里最安稳了 瞧你那痴呆呆的样子 好像连吵架都忘了 这倒是真的 玛丽托纳斯说 说实在的 我也很喜欢听那些故事 好听极了 尤其是讲到一位小姐在橘子树下 让她的骑士搂抱着 她的女管家在一旁满怀度议 提心吊胆地替她们望风 真是妙得很 听起来像吃蜂蜜一样甜 你呢 小姐 你的看法怎样 神父问店主的女儿 先生 我也说不清 她回答说 不过 说句真心话 这种故事 我虽然听不大懂 听着也挺有趣的 只是我不像我爸爸那样 喜欢听坎坎沙沙的 我倒喜欢听那些 与情人相隔两地的骑士的伤心叹气 说真的 有几回我听了都哭了 觉得这些骑士怪可怜的 小姐 多罗托奥说 要是她们为你哭泣呢 你会宽慰她们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姑娘说 我只知道 有些小姐实在太心狠 这些女人 骑士们都叫她们老虎 狮子之类很难听的名字 哎 我也不明白 这些女人为什么这样残忍 这样没有良心 人家也是些体面的男子汉 你连瞧也不瞧她们一眼 叫她们不是一命呜呼 就是疯了 我不懂她们为什么要这么装腔做事 如果怕失礼 那就与她们结婚好了 她们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快闭嘴 小丫头 老板娘说 看样子 这方面的事 你倒是挺精通的 女孩子不应该去管这些事情 也不应多舌多嘴 刚才这位先生问了我 姑娘说 我不能不回答啊 好了 好了 神父说 店主先生 请您把刚才说的那几本书 拿来给我看看 好吗 行 店主回答说 他走进自己的卧室 取出一只上了锁的旧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有三本大不头的书 还有若干手稿 字迹十分工整 店主打开第一本书 标题是 唐希罗西里奥 得托拉西亚 另一本书叫 弗利克斯马尔特 得 伊尔加尼亚 还有一本叫 大统领贡萨洛 埃尔南德斯 得 科尔多瓦传 富叠戈 加西亚 得 帕雷德斯传 神父看了前面两本书的标题 就回头 对理发师说 可惜眼下 我朋友家的管家老太太和他外甥女不在这里 他们不在这里也无妨 理发师说 由我来将这些书送到后院或送到炉灶上去好了 炉灶上火烧的正望着呢 这么说 您是想烧我的书了 店主说 只烧这两本 一本是唐希罗西里奥 另一本是弗利克斯马尔特 神父说 难道我的书在宣扬异端邪说 制造分别 所以 您要烧掉 是吗 店主说 朋友 理发师说 应该说制造分裂 而不是制造分别 对 店主说 要烧就烧关于大统领 和那个迭哥 加西亚的那本 其余那两本一本也不能烧 我宁可 让你们烧死个儿子 也不让你们烧掉这两本书 老兄 神父说 这两本书 都是谎话连篇 胡说八道 这部有关大统领的书 倒是一部真正的历史书 记载了贡萨洛·埃尔南德斯 德·科尔多瓦的生平世纪 由于他功勋卓著 人们众口一词 尊称他为大统领 这个显赫的美称 只有他才当之无愧 这迭哥 加西亚 德·帕雷德斯 是个很有名望的骑士 出生于厄斯特列马 都拉的特鲁西约城 他作战异常勇敢 力大无穷 石墨飞速滚动时 他只用一个手指 就能让他停下来 一次 他手持一柄宽刃剑 助力在桥头 挡住了迎面袭来的千军万马 没有让敌人冲过桥去 诸如此类的是他 干了不少 他是个虚怀弱骨的绅士 又是给自己写字传 所以 有有余地 要是让别人写 无拘无束 不受限制 那么 他的事迹 可以使赫拉克勒斯 阿卡留斯 和罗兰 都相行见处呢 这有什么了不起 店主说 拿手指挡住飞转的石墨 算得了什么 我想您一定读过 弗利克斯马尔特 德 伊尔加尼亚的事迹吧 他只要转动一下手腕 一箭劈去 就能同时 将五个巨人齐腰 斩为两段 在他见下这些巨人 就像孩子们 用蚕豆夹 做的修饰一样 又有一次 他与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交战 这支军队 有160万士兵 一个个全身屁挂 可他们犹如一群羊羔 被他一个人打得七零八落 至于唐希罗西里奥德·托拉西亚 他的勇猛更不用说了 书上说 他有一次在河上航行 突然从水中过来一条火蛇 他一箭便向他扑去 骑在布满林甲的蛇背上 双手紧紧地扼住蛇的喉部 那条蛇 眼看自己被掐死了 便只好沉到了水底 将紧紧扼住他不放的骑士 也带下去了 到了水底 骑士见到几座宫殿 还有好几座非常漂亮的花园 景色妙不可言 这时 那条蛇变成了一个老者 对骑士说了许许多多 很有趣的事情 先生 您别插嘴 您要是听了这些有趣的事情 一定会高兴的发疯的 您说的这个大统领和那个叠哥 加西亚算得上老几 多罗托奥听了 悄悄地对卡德尼奥说 我们这位客店老板 也快变成唐吉赫德第二了 是啊 卡德尼奥说 根据他刚才说的话 他对书上说的全都信以为真 就连赤脚修饰也难以改变他的信念了 请你好好想想吧 老兄 神父又说 世界上压根就没有福利 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加尼亚 也没有唐希罗西里奥 德托拉西亚和骑士书上说的那些骑士 这都是那些闲着没事干的文人 杜撰出来的 他们编织这些故事 为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让大伙消遣解闷 住在这儿的那些收割庄稼的人 就是读这些书取乐的 我可以真心诚意的骑士 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些骑士 当然也不会有他们创造的什么丰功伪迹 和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请您把这根骨头扔给别的狗吧 店主说 好像我连数到五都不会 连自己的鞋哪儿 琴也不知道似的 请您别拿甜面糊来哄我了 我可不是玩 不上您的当 您要我相信 这些好书中说的话 都是胡言乱语 弥天大谎 好啊 这些书的刊印 是得到卡斯蒂利亚会议的 那些老爷批准的 难道这些老爷 会允许一派胡言 你争我斗 大师魔法 让人读了会神志不清的书出版吗 朋友 我刚才已经说过 神父说 这些书 是用来给我们姐们消遣的 在社会安定的国家里 不是也允许人们下棋 玩球 打台球吗 有些人没有工作 有些人不必工作 有些人不能工作 为了让这些闲着的人姐姐们 当局允许 刊印这些书 想来不会有人这么无知 竟将这些书上的事当成真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 至于歧视小说 怎样写才好 才真正有用 甚至让某些人也会感兴趣 如果诸位愿意听 允许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 我乐意这样做 不过 我希望将来会有人出来 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到时我可以跟这些人谈谈 店主先生 眼下请你相信我的话 把书拿回去 书上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 就请你自己裁定吧 希望这些书对你有好处 上帝保佑 你千万不要犯唐吉何德的那种毛病 不会的 店主说 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疯疯癫癫 去当游侠骑士的 听说过去有游侠骑士周游世界 现在没有这一套了 这点我心里明白 神父与店主正说着话 桑秋来了 他听说游侠骑士目前已经不识星了 骑士小说里说的都是胡说八道 谎话连篇 心里非常焦急 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暗地里打好算盘 看他主人这次去有什么结果 倘若得不到他预想的好处 他就决定撇下主人 回去和妻子儿女一起干他过去干的活 店主正准备把箱子和书拿走 神父又说 请等一下 我想看看这些手稿 不知是谁的手记 自写的好工整呀 店主取出手稿 给神父看 一共是八大张手抄稿 一开头是大字标题 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 神父拿起来 读了三四行 就说 这部小说的标题我认为 确实不坏 我很想从头到尾读一读 您只管读好了 我对您说实话吧 住在这里的几位旅客 读了这部小说 非常满意 他们真诚的希望我把这部小说 赠送给他们 但我不想这么做 因为这些书和手稿 还有那只箱子 是一个旅客遗忘在这儿的 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我打算原物奉还 尽管我心里明白 我自己也需要这几本书 但我还是个基督徒呢 朋友 你这话很有道理 神父说 不过 这部小说我很喜欢 你一定得让我抄录下来 完全可以 店主说 他们俩说话的时候 卡德尼奥拿起小说 读了起来 他和神父一样 也认为 这部小说写得挺不错 他请神父 将这部小说念给大伙听听 好的 神父说 如果大家想听我念小说 不想睡觉 我这就给你们念 对我来说 多罗托奥说 听听故事 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这些天 我总有些心绪不宁 想睡也睡不着 这么说 神父说 我就读吧 我读这小说 首先是出于好奇 也许这故事 真还有点道理呢 理发师也过来 请神父读小说 桑丘也提出同样的请求 神父感到 众人都有这个兴趣 而他自己也喜欢读 就说 那就请大家专心听吧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第三十三章 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托斯卡那省的名城 十分繁华 当地有两名富有的贵公子 一个叫安塞尔默 另一个叫罗塔里奥 他们俩是一对至交 因此 凡是认识他们的人都称他们为朋友俩 他们都未娶亲 还很年轻 两人不但年岁相同 生活习性也相仿 因此交情很深 只是安塞尔默比罗塔里奥更热衷于情场方面的事情 而后者更喜爱狩猎 然而只要对方需要 安塞尔默便会放弃自己热衷的事情 去干罗塔里奥爱干的事 罗塔里奥也会放弃自己的爱好 去满足安塞尔默的需要 他们俩就这样同心同德 就是精确的钟表 也没有他们那样步调一致 安塞尔默如最似吃的爱上了本城的 一位高贵美丽的小姐 由于女方父母和本人都很好 安塞尔默就听从自己朋友 罗塔里奥的主意 没有他朋友给自己出主意 安塞尔默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向小姐的父母求婚 罗塔里奥带她说 很快就把婚事谈妥了 安塞尔默很高兴 不久就将那位小姐娶了过来 卡米拉嫁给安塞尔默这样的丈夫也很称心 为此她常常感谢苍天 感谢罗塔里奥成全了她这桩美满的婚事 大凡办婚事总要庆贺一番的 罗塔里奥在开头几天常常去朋友安塞尔默家 竭力替朋友把喜事办得热热闹闹 喜气洋洋 办完喜事 贺客渐渐稀少 罗塔里奥便有意尽量少上安塞尔默家里去 她觉得朋友已经成了家 自己就不应该像以前还未成家时那样常常去看望她 这种做法得到老成持重的人的赞赏 真正的好朋友之间是不能也不应该进行猜忌的 但朋友结婚后关系就变得微妙了 稍一不慎就会损害对方的尊严 就是亲兄弟之间有时也会闹摩擦更何况是朋友呢 安塞尔默发现罗塔里奥不常去自己家就很有意见 她对罗塔里奥说她要是早知道自己结了婚后她朋友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去看她了 那她一辈子也不会娶亲的她结婚前他们俩情投意合得到朋友俩的美称 眼下没有别的原因仅仅出于小心谨慎就让这个近人皆知的美称丧失掉了 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因此她请求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用请求这个字眼的话 朋友像过去一样将她的家当自己的家经常出入 她还对朋友说她妻子卡米拉也和她自己一样非常喜欢罗塔里奥去自己家里 她妻子知道他们俩过去这么要好眼下见她朋友不常去了觉得很惶恐 安塞尔默还说了许多话劝罗塔里奥像往常一样常常上自己家里去 对此罗塔里奥做了解释 她的话言词重肯得体恰到好处 安塞尔默听了对朋友的一片诚意颇感满意 双方商定除了节假日外 罗塔里奥每周两次上安塞尔默家去吃饭 朋友间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但罗塔里奥仍然认为她的行为应以不损害朋友的尊严为准 在罗塔里奥的眼里朋友的声誉比自己的还重要 她常常这样对朋友说而且说的却有道理 上仓次给你一个俊俏的交妻 你不但应该对来你家的朋友多加选择 而且也要注意你妻子与什么女友交往 作为丈夫不能不让妻子上广场去教堂 也不能不让她去参加公众的庆祝活动和去礼拜堂做祈祷 女方在上面说的那些公共场所不好干的事情 在她朋友和亲戚家时就干得很方便 罗塔里奥还说夫妇双方都应该有个朋友来提醒他们有失检点的地方 由于丈夫往往对妻子过于宠爱怕她生气就不去提醒她 告诫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 而这一点却关系到自己的体面和尊严 这方面的事如有朋友及时提醒一下就容易进行补救 然而像罗塔里奥说的那种稳重诚挚的朋友又到哪去找呢 我实在不知道了只有罗塔里奥才是这样的朋友 她非常小心谨慎 竭力不损伤自己朋友的面子 平时尽量压缩减少约定去朋友家的日子 因为像她这样一个门第高贵风度翩翩自己知道并非等闲之辈的富家公子 经常出入于卡米拉这样美貌的夫人家里 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就会说闲话甚至会恶意重伤 虽说卡米拉很贤惠凭这点就能堵住那些诽谤者的嘴 但她总不愿让自己的声誉和朋友的名声遭人非议 因此她约定去朋友家的大部分日子都推说有要事不能分身 于是朋友俩一个成天抱怨对方不去自己家里 另一个则一个劲地向对方进行解释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一天朋友俩在城外的一块草地上散步 安塞尔默对罗塔里奥说了下面一番话 罗塔里奥 我的朋友你一定以为我很有福气因为承蒙上帝慷慨恩赐 我有这样好的父母上帝同样慷慨地赐给我天赋和物质财富 对此我实在感激不尽 尤其使我感激的是还赐给我像你这样的朋友和卡米拉这样的嫌弃 你们俩是我无比珍贵的两件宝物 有我这样好条件的人原本应该生活得非常幸福愉快的 然而我却是世界上最苦恼最不如意的人 我不知从哪一天起有一个异常稀奇古怪的意愿在纠缠着我使我难以安宁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常常进行自责同时又竭力克制自己想把这个愿望埋藏在心底里 可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总想让心里想的这件事公开 事实上它总有一天会让人们知道的为此我想首先将这桩心愿交付给你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精细 相信你一定会设法帮助我使我摆脱内心的烦闷 在你的关心下 过去由于这个古怪念头的纠缠产生的苦恼定能消除 内心一定会感到愉快 罗塔里奥听了安塞尔默的这番话 一时愣住了 他真不知自己朋友说了这么大一篇开场白究竟有何用意 尽管他挖空心思在想是什么事情使朋友这么烦恼 但总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为了尽快解开这个疑团 罗塔里奥对朋友说 像他们这样的好朋友原本应该推心致富 将内心的隐秘和盘拖出 而刚才安塞尔默却大绕弯子 实在太不像话了 作为朋友 安塞尔默应该确信 他罗塔里奥一定会帮助他解除烦恼 满足他愿望的 你说的不错 安塞尔默说 正由于我信得过你 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你 罗塔里奥 我的朋友 成天纠缠着我的这个心愿是这样的 我想了解我的妻子卡米拉 是不是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真洁 那样完美无缺 我无法知道实情 我想 真金通过烧链 才知他的成色 他也要经过一番考验 才能了解究竟是不是真洁 朋友啊 我认为 一个女人得有人去追求 才能显出他的真操来 只有对追求他的男人做出的种种承诺 给予他的种种馈赠 以及日日夜夜的纠缠 肩不动心的女人 才算得上坚真 安塞尔默继续说 如果没有男人去引诱他 使他变坏 女人的贤德 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换句话说 如果他没有机会放纵自己 而且他一旦放纵 让他丈夫知道 就会要他的命的 那么 女人保持了真操 又有什么稀罕 因此 在我看来 由于害怕 或由于缺少机会 才保住了明洁的女人 就没有那些受了男人的挑逗 追求仍保持了清白的女人 值得尊敬 除了上面说的外 我还可以说出一些理由 来证明我的看法 为此 我希望我妻子卡米拉 能经受一番考验 得到锤炼 看看她究竟有几分成色 也就是说 她应该受到引诱和追求 而追求 引诱她的人 又应该是她能看得中的 如果她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我就可以说 我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圣人说 谁能找到这样的女人 我说 我已经找到了 如果我的料想与实情不符 尽管我为试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也不觉得可惜 反而会因自己见解的正确 而感到欣慰 对我的这个打算 你一定会提出不同看法 但我已下了决心 随你怎么说 也难以阻止 我将这个想法变为行动 为此 罗塔里奥 我的朋友 我希望你来充当我这件事的主角 我会给你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方便 凡是为追求一个诚实贤惠 真结女子需要的一切东西 我都会向你提供的 我把这件难办的事托付给你 还有一个原因 假如卡米拉让你战胜了 你就不必穷追猛打 争取全胜 你应该适可而止 事情没有办完 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样 我只不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并没有丢失面子 你为人谨慎 对我丢脸的事一定会守口如瓶 不会让外人知晓 至于我这方面 自然会保持坚默 直到老死 你如果要我这辈子 活得像个样子 你就应该在情场上 积极主动的发起进攻 千万不能显出 懒洋洋的眉睛打彩的样子 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希望你能做到这一点 罗塔里奥全神贯注的听完了 安塞尔默说的这番话 除了前面说的那几句插话外 几乎连口都没张开 见对方已经把话说完 他先对他朋友盯视了许久 好像再看一件从未见到过的 使他觉得惊奇的怪物 然后才开口说话 安塞尔默朋友啊 我很难相信 刚才你对我说的不是一番细言 我要是早发现你是在说正经的 我就不会让你说下去了 我会打断你 因为我不愿听你这番长篇大论 听了你的话 开始使我认为 我们俩不是你不了解我 就是我不了解你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很清楚 你就是安塞尔默 你也明白 我就是罗塔里奥 不过 我确实认为 你已经不是过去的安塞尔默了 你一定也会以为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罗塔里奥了 因为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 不会出自我那个朋友 安塞尔默的口中 你要我办的这件事 也不应该要你那个老朋友 罗塔里奥去办 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当然 也可以进行考验 但这一切都应该如一位诗人说的 可供在祭坛上 我的意思是说 凡是与上帝意愿相悖的事 就不能让朋友去干 一个异教徒对有益尚且有这样的见解 基督徒难道不应该站得更高一点吗 因为基督徒明白 谁也不能因人间的有益 而失去神的友情 假如一个朋友不顾这一切 至苍天的意愿于不顾 一心为朋友效劳 那一定是一件有关朋友名誉和生命的大事 绝对不会是件转眼间消失的轻微小事 现在我问你 安塞尔默 你要我不顾一切的帮助你 干一件你要我干得令人厌恶的事情 是你的名誉还是生命遭到危险了 显然两者都没有 恰恰相反 根据我的理解 你是想要我尽一切力量 剥夺你的名誉和生命 同时 也把我的名誉和生命一起给毁掉 因为我如果毁掉了你的生育 显然等于要了你的性命 须知一个人失去了名誉 比死去还更糟 你要我在这件事中充认主角 我把你害成那样 自己不也生育扫地 成了行尸走肉了吗 安塞尔默朋友 请你耐心听我把话说完 关于你那个愿望 我还有话要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可以反驳我 我一定携耳恭听 你有什么话 尽管说吧 我很乐意听 安塞尔默说 安塞尔默啊 我认为你眼下的思维方法 颇有点像摩尔人 要想让摩尔人认识他们在宗教 归属方面的错误 光凭引用圣经 或通过一般性的说理 都难以起作用 只有通过看得见摩得着的实力 通过浅显易懂 确信无疑的例证 又难以否定的如 从相等的两数中 减去相等的两数 余数仍为相等的两数 这样的数学公式来加以佐证 才能达到目的 如果用语言对他们说教 他们听不明白 实际上 他们确实听不懂 那就得用双手 在他们眼前比划着手势 有时即使这样 也难以使他们 相信我们圣教的道理 对你也得采取这种方法 因为凡是稍有理性的人 绝对不会产生你这样的愿望 因此 要让你从糊涂 目前我只说你糊涂 我不想给你扣上别的帽子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我甚至觉得 用一般方法是徒劳的 为了惩罚你这个坏念头 我都想不理你了 随你胡闹去 然而 考虑到我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我不能这样忍心 明白着 你已处于自我毁灭的险境 我不能做事不救 为了让你看清事实 我问你 安塞尔默 你不是要我去追求一个 足不出户 稳重 真洁 贤淑的女人 要我对她进行引诱 献殷勤吗 是的 刚才你是这样说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妻子 平时足不出户 既稳重 又真洁贤惠 那你还想得到什么呢 既然你心里在想 经过我的各种试探 她一定能够经得住考验 她确实会经得住考验 那么 除了她目前拥有的这种评语外 你还想给她加进什么更好的评语呢 换句话说 除了她目前拥有的这些美德外 你还要她具有什么美德呢 也许你并没有认为 她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好 也可能你连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想得到些什么 倘若你并不认为 她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那么 你又何必去考验她呢 你不妨把她当作不正派的女人 随意对待就是了 假如她确实如你想的那么贤惠 那么 对继承事实进行试验 不是多此一举吗 因为试验的结果 结论还是跟原来的一样 因此 我的结论是 想干这种有害无益的事的人 一定是个冒失鬼 糊涂蛋 想进行那种无必要无结果的试验的人 头脑显然有毛病 人们干一件艰苦的事 不是为了上帝 就是为了世俗的利益 要不 就是同时为了良者 圣徒们为了上帝进行艰苦的修炼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过着天使一般的生活 为人世间厉害打算的人 常常飘洋过海 占严寒 冒酷暑 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 目的是为了捞取财富 勇敢的士兵们 既为上帝的利益 也为人间的利益 他们一见到对方城墙 被炮弹炸开一个缺口 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 为了保卫祖国和国王 便立即像飞一样冲了上去 他们这样做 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危险 这些事情都是人们要争取做到的 虽说有艰难险阻 却能赢得生育光荣和利益 可是 你打算干的这件事 既不能赢得上帝赐给你的荣誉 也不能获取财富 更不能提高自己的生育 假如这件事情得到你预想的结果 你也不可能比现在更神器 更富有 更体面 如果得不到预想的结果 你就会处于 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悲惨境地 你以为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件不幸的事 没有别人知道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你一旦知道实情 就会非常苦恼 伤心 为了证明这个道理 我将引证著名诗人 路易斯 坦西诺写的圣彼得的眼泪 第一部分末尾的一小节诗 内容如下 眼睁睁望着即将破晓的天 彼得的心更加烦乱 更敢悲伤 虽然当时没有人在他身边 只因犯了罪孽他深感羞残 由于他有一个博大的胸怀 不用让人看见已羞难满面 除了天地 虽无一人看见 但犯了错误 自我谴责难免 由此可知 事情虽然无人知晓 但内心痛苦仍难以避免 你会不断地流泪 如果流的不是眼泪 就是在心里流血泪 就像我们那位诗人提到的那个 头脑简单的医生 喝了磨杯中的酒那样 谨慎的利纳耳朵 头脑灵光 没有喝这杯酒 尽管这是诗人的虚构 内涵的伦理都值得我们学习 深思 并引以为鉴 我下面还要给你讲个道理 你听了后就会明白 你干了那件事会犯大错误 我问你 安塞尔默 如果靠上帝恩赐 或者你自己交了好运 得到了一枚非常精美的钻石 宝石鉴赏家鉴到后 都很满意 他们一口同声地说 这钻石品质纯净 橙色很足 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天然极品 你本人也同意这种看法 没有表示任何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突然想把钻石放在铁针上 拿铁锤使劲往下砸 想试试它到底硬不硬 纯不纯 你觉得这样做合理吗 如果这枚钻石经受住了这种无聊的考验 它的价值和知名度也不会有所提高 要是给砸坏了很有可能 不是全完了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这枚钻石的主人则成了众人眼里的糊涂虫 安塞尔默 我的朋友 你该明白 无论在你的心目中还是在他人的眼里 卡米拉就是一枚精美无比的钻石 绝对没有理由要让它处于砸碎的危险 即使他保持了针操 也增加不了自己的生育 万一经不起考验 你就得考虑好 往后没有了他 你日子该怎么过 由于他的失节和你自己的过错 你一定会自怨自艺 你要知道 一个真结端庄的妻子是西式之宝 有了好的名声妇女才显得体面 你明明知道自己夫人的名声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对此表示怀疑呢? 朋友 你该清楚 女人是不完美的动物 你不该在它们前进的路上设置障碍 让它们绊倒 摔跤 你应该清楚绊脚石 让它们能一无阻拦地由不完美而走向完美 成为真结贤良的女人 生物学家说 白佑是一种皮毛异常洁白的小动物 猎人猎取这种兽类时 常常采用下面的办法 在白佑经常出没的地方堵上污泥 然后 将它们赶到那 白佑到了污泥边 就停下来不动了 宁可让你捉住 它们也不会越过泥地 将一身洁白的皮毛弄脏 因为它们将洁白看得比自由和生命还重要 贤良真结的女人就像白佑 真结这个美得比血还白 还干净 要保持妇女的这种品德 不能采取对待白佑的办法 即不能在她们面前堆上污泥 也就是说 不能叫男人去给她们送礼品 献殷勤 因为她们本人的品德还没有崇高到 足以扫清一切障碍 大不前进的程度 我们应该替她们清除障碍 让她们顺利地征得美德和美名 贤惠的女人也像一面洁净 光亮的镜子 喝上一口气 就会模糊不清 对待正经的女人 要像对待古人的遗物一样 只能瞻仰 不能触摸 也要像对待盛开鲜花和玫瑰的美丽的花园一般 园主不允许你进去践踏 采摘 只能站在远处 站在铁栏杆外观上 领略鲜花的芳香 最后 我打算给你念几行刚才想到的诗 我是从新系里听到的 我认为 这几行诗 非常适用于我们谈到的问题 一个老城池重的老者 劝另一个老年人 一个姑娘的父亲 将女儿关在闺房里 别让她出门 她说了许多理由 其中有几条是这样说的 女人像玻璃制品 不必考验她的坚真 不要试试她会碎 不会碎 因为两者均有可能 敲碎玻璃非常容易 碎了就难以焊接 谁冒险做这样尝试 她就是一个白痴 这个看法一致公认 我个人也深表赞成 世人如真有达纳爱 也一定会有金语进门 安塞尔默啊 上面说的这些话 都是针对你的 下面我想说几句 跟我自己有关的话 说的太长 就请多包涵了 由于你已进入迷宫 我要将你从迷宫中领出 总得多说几句 你把我当成朋友 却又要让我出丑 这完全是与友谊背道而驰的 这样做你还不够 还要我让你丢脸 我说你要让我出丑 这是明白着的 因为卡米拉发现 我向你要求的那样追求她 一定会把我看成不要脸的无耻之徒 事实上 我准备干的这件事 与我的为人和我们的友情 实在太格格不入了 你要我丢你自己的脸 也是招然若揭的 因为卡米拉看到我追求她 一定会认为我在她身上 发现了轻浮的举动 才胆敢在她面前显露邪念 这样一来 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出了丑 她丢了脸 也就等于你丢了脸 人们常常谈论这样的事情 一个男人的妻子行为不归 虽说做丈夫的一无所知 也不是她就由自取 也不是她粗心大意 为家防范 更不是她有意促成 但人们仍会给她戴上绿帽子 知道她妻子行为不端的人 仍会鄙视她 他们明知这不是她的过错 是她妻子不正经 使她遭了厄运 但没有人会给她投去同情 怜悯的目光 虽说对妻子的丑事丈夫一无所知 也没有责任 更没有参与 促成 但她的确丢了脸 这个道理我来讲给你听 你不要觉得厌倦 我说的这些话 都是为你好 圣经里说 上帝在乐园里 创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后 让她进入梦乡 在她熟睡的时候 取出她左边的一个肋骨 创造了我们的原始母亲夏娃 亚当醒来 见到夏娃 说 这是我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上帝说 为了她 男人要离开父母 与女人合为一体 自此以后 制定了神圣的婚姻大典 将男女双方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直到死去才分开 这个神奇的典礼 具有异常的功能和力量 它能使两个不同的人合成一体 一对感情融洽的夫妇 虽双方各有自己的灵魂 却只有一个心愿 正由于妻子与丈夫已连成一体 妻子身上有了污点 有了缺陷 丈夫也有一份 尽管像上面说的那样 这并不是丈夫造成的 一个人脚伤或四肢的某部位产生的疼痛 全身都会感觉到 因为都同属一体 脚踝受了伤 头部也会感觉到 尽管不是头部造成的 妻子丢了脸 丈夫脸上也无光 因为他们同属一体 世上的荣辱 都由血肉之躯造成的 妇女的不正经也属这一类 丈夫自然脱不了干系 也要跟着受辱 尽管她不是知情人 安三耳末啊 你要好好想想 你如果去扰乱你 嫌妻的平静生活 该有多大的危险啊 眼下你真洁的妻子 在平平静静的过着日子 你要搅得她天翻地覆 看你这个爱追根究底的人 多么无聊 多么令人讨厌 你应该清楚 你这么冒冒失失的干 所获甚微 失去的却很多 多的我难以用恰当的言语来 加以叙述 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么多 还难以让你摒弃这个坏念头 那么 你完全可以 去找另一个人来充当回你名誉 使你倒霉的角色 我可不想扮演这个角色 尽管因此会失去你的友谊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损失 品德高尚 行为谨慎的罗塔里奥说完后 安塞尔默思绪混乱 陷入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说话 罗塔里奥 我的朋友 我一直在专心的听你说话 你提出的种种理由 举出的种种例子 打的一个个比方 都让我感到你为人多么稳重 你对我的情意是多么真挚 同时 我认识到 如果不听你的意见 一意孤行 我便会气善就恶 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尽管这样 还是想请你考虑一下我的现状 我目前好像得了一种女人们常犯的毛病 就想吃泥巴 石膏 木炭 和其他难以入口 看一下都会恶心的东西 因此 你得想个办法 治好我这个毛病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你只要对卡米拉试探一下 态度不热不冷 做个样子就行 我想 她总不会这么轻薄 试了几次 就会体面尽失 你这么一试 我就会感到满意 你也尽到了做朋友的责任 让我活得心安理得 却又不失去面子 这件事你一定得办 这还有一个原因 我已决心做这个试验 你怕我丢脸 不同意我把这个傻念头告诉别人 但你如果不干 我只好另求他人 这样一来 你竭力不让我失去的名誉 就有失去的危险了 至于你的名誉呢 你向卡米拉求爱可能会引起误会 但这关系不大 或者可以说毫无关系 因为我们一发现 她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真洁 你就可以将我们这次试验如实告诉她 你的名誉也就恢复如初了 这件事你冒的风险并不大 却可以使我非常称心满意 尽管你再说出一大堆不是一干的理由 你还是得干 因为我已经说过 这件事你只要试一试 就算完成了 眼见安塞尔默决心很大 罗塔里奥已找不出更多的理由 举不出更好的例子 叫他不要这么干了 同时又感到安塞尔默会把他这个怪念头告诉别人 那事情会更糟 因此 罗塔里奥决定满足朋友的要求 让他感到满意 他准备干这件事时 既不搅乱卡米拉宁静的心绪 又让安塞尔默感到满意 他对安塞尔默说 千万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 这件事就由他自己来办了 他高兴时就着手进行 安塞尔默热烈地拥抱了自己的朋友 感谢他凯然答应 好像他给了自己莫大的恩惠 双方商定 就在一日开始行动 安塞尔默给朋友提供场合和时间 让他能与卡米拉密谈 还给了他金钱和珠宝 让罗塔里奥赠送给卡米拉 他还建议罗塔里奥给卡米拉演奏乐曲 给他写情诗赞扬她 如果他朋友不想做诗 他可以代劳 罗塔里奥全都答应 当然 他们俩这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双方这样商定后 便来到了安塞尔默的家里 卡米拉焦急地盼着丈夫回来 因为那天他比平时回来的晚 罗塔里奥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安塞尔默留在家里 心情非常愉快 他朋友却异常懊恼 不知如何才能将这件讨厌的事情敷衍过去 当天夜里 他想出了一个既能骗过安塞尔默 又能不伤害卡米拉的办法 次日 他去朋友家吃饭 卡米拉热情地接待她 因为他知道自己丈夫和她很要好 饭壁 撤走了背盘 安塞尔默对罗塔里奥说 请他和卡米拉一起捎带片刻 他自己有一桩要紧事要办 出去一小时半就回来 卡米拉请他不要出去 罗塔里奥说愿意陪他出去 安塞尔默都没有同意 他请罗塔里奥留下来等他 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他商量 他还对卡米拉说 在自己回家来前 别让罗塔里奥一个人待着 他装作有急事的样子 而且装得很像 谁也没有发现他是假装的 尽管他这样做毫无必要 安塞尔默走后 餐桌边只剩下卡米拉和罗塔里奥两人 因为家中用人也都吃饭去了 此时 罗塔里奥已面临决战的场面 就像他朋友希望的那样 请想一想 他面前这个敌人光凭自己的美貌 就能战胜一大队武装的骑士 怎叫罗塔里奥不胆战心惊呢? 他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 他将两肘搁在椅子的扶手上 手托着腮帮 请卡米拉原谅他失礼 说自己想在安塞尔默回来之前小气片刻 卡米拉说 在椅子上休息不舒服 还是上女卷客厅休息去吧 罗塔里奥不肯去 就坐在那打盹 等着安塞尔默回来 后者回来后 见卡米拉在自己的房间里 罗塔里奥已经睡着了 就以为自己回来的晚了 他们俩谈完了话 甚至还有时间睡觉 此时 罗塔里奥还没有醒来 无法与他出去 问问他这件事究竟办得怎样了 罗塔里奥醒来了 朋友俩走出家门 安塞尔默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罗塔里奥回答说 他认为初次交谈就清土中常 并不太合适 因此 他只是称赞了一番卡米拉的美貌 说全城的人都重口一词说他美丽 聪慧 罗塔里奥还说 他觉得这样开头很好 可以博得他的欢心 以后他的话他就爱听了 他说魔鬼诱惑警惕性高的人 就使用这个手法 来自地狱中的恶魔 总是化妆成光明天使 面露笑容 进行欺骗 直到最后才露出真相 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安塞尔默听了非常满意 他说 往后每天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他自己并不打算离家 仍在忙着家里的事 只是不让卡米拉知道他在进行试验 好几天过去了 罗塔里奥仍然没有对卡米拉说过任何要说的话 但他对安塞尔默却说 他已经和他谈过了 他丝毫也没有露出心动的样子 却反过来提醒他 如果这个坏念头不驱除 他就要告诉自己丈夫了 很好 安塞尔默说 卡米拉总算经受住了甜言蜜语的引诱 下面就要看看他能不能经得住物质的考验了 明天我就给你两千斤埃斯库多 让你馈赠给他 另外 再给你同样数目的金币 让你买首饰赠送给他 女人一般都爱首饰 尤其是美貌的女人 不管他们有多贞洁 他们总爱打扮 爱戴金挂银 假如他经受住了这方面的引诱 我就心满意足 不再给你添麻烦了 罗塔里奥说 这件事已经开了头 他总要干到底 当然 他心里明白 事情结局一定会使自己焦头烂额 狼狈不堪 次日 罗塔里奥收到四千枚埃斯库多金币 同时 也等于收到了四千份烦恼 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撒谎 不过 他仍然决定告诉安塞尔默 面对馈赠和承诺 卡米拉像上次对待甜言蜜语的引诱一样 十分奸真 因此 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再白白浪费时间了 然而 命运却做了另一番安排 那天 安塞尔默跟平常一样 让罗塔里奥和卡米拉单独待在一起 自己则关在另一间房子里 透过锁孔观察着他们俩的动静 只见罗塔里奥过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跟卡米拉说一句话 看样子 他就是在那待一个世纪 也不会开口了 安塞尔默这才明白 罗塔里奥跟他说的 有关卡米拉的表现全是一派胡言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他走出房间 将罗塔里奥叫到一边 问他这次有什么新的情况 卡米拉的表现怎样 罗塔里奥说 这件事他不想继续干了 因为卡米拉的态度非常严厉 他再也不敢跟他谈那好事了 哼 安塞尔默说 罗塔里奥呀 罗塔里奥 你真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竟然这么对待我托付你的事情 刚才我就在锁孔里 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我发现你一句话也没有对卡米拉说 由此我明白 你前几次也是这样干的 如果真是这样 我看准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哄我 为什么对我耍这样的花招 害得我没法实现自己的心愿 安塞尔默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这几句话已使罗塔里奥十分狼狈 他说假话被对方揭穿了 觉得很丢脸 他向安塞尔默发誓说 往后一定让他满意 不再欺骗他了 安塞尔默如果不信 可以留心侦查 不过他不必费这个心了 因为他罗塔里奥这次一定顺着他的意思办 安塞尔默就相信他了 为了让对方能放开手干 不至于狙狙数数 安塞尔默决定离家八天 住到另一个朋友家里 这个朋友住在离城不远的乡村里 他请朋友派人来邀请 这样卡米拉就知道他已离家走了 安塞尔默啊 你真倒霉 你打错了算盘 瞧你干了些什么 策划些什么 安排些什么呀 你在打自己的耳光 千方百计丢自己的脸 毁灭自己 你妻子卡米拉是贤惠的 你原本可以和他平平静静的过日子 谁也不会打扰你幸福的生活 他想的事情 不会跃出家庭这个范围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他的天 他心里想的都为你好 只有你快乐 他才愉快 他为你的意志是从 他办的一切事情 都要适合你的愿望和上仓的意志 他这座蕴藏着名声 美貌 真洁和闲境等美德的宝矿 不用你费什么劲 就为你提供全部宝藏 你为什么敢冒矿井倒塌的危险 还要深挖下去 在新的矿脉里寻找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珍宝呢 说矿井会倒塌 是因为他这座矿井是以他娇弱的天性支撑着的 应该明白 一个人追求不可能办到的事 当然会把可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 就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想从死里求生 求安康要治完症 在牢里争取自由 封闭中寻求通行 让叛徒变得忠诚 然而我孕恶命穷 永远是劳而无功 这也是苍天的决定 追求不可能的事情 好办的事也落了空 一日 安塞尔没到乡下去了 临行前向卡米拉交代 在他离家期间 由罗塔里奥来照料家务 并陪他吃饭 他务必要把罗塔里奥 当自己丈夫一样亲切地接待 卡米拉是个稳重 贞洁的女人 听了丈夫这番吩咐 心里有些不痛快 她提醒丈夫说 她离家期间 让别人坐在她的座位上 吃饭不太好 如果她怕她 不会料理家务 她可以让她试一试 以后她会明白 就是更重的 家务重 但她也能调起来 安塞尔没说 她喜欢这么安排 她不必多说了 还是听她吩咐吧 卡米拉说 她可以照办 只是心里有些不乐意 安塞尔没走了 次日 罗塔里奥来到她家 卡米拉亲切大方帝接待她 她从来不和罗塔里奥单独待在一起 因为她身边总跟着一群男女佣 有个名叫莱奥纳拉的使女 更是形影不离 她很喜爱这个姑娘 因为从小在娘嫁和她一起长大 她嫁给安塞尔没后 将这使女也带了过来 头三天罗塔里奥一句话也没有对卡米拉说 其实她是有机会对她说话的 因为等主人饭后撤走了杯盘 用人们便开始匆匆吃饭 这时她可以与卡米拉交谈 用人匆匆吃饭是卡米拉吩咐的 她甚至还叫莱奥纳拉提前吃饭 这样可以让她时刻跟在自己身边 可是 使女的心常常记挂着自己乐意干的事 喜欢利用饭后的时间满足个人的嗜好 因此女主人吩咐的是 她不一定渐渐照办 仿佛有人命令她这么干似的 她常常让女主人和罗塔里奥单独待在一起 只是卡米拉神情严肃 举止端庄 罗塔里奥想说些什么 总是开不了口 卡米拉的种种美德 虽然使罗塔里奥尖口无言 但其结果却是害了她们两人 罗塔里奥嘴上虽然不说 脑子里却在思考 她细细地观察着她的一言一行 从头到脚端想着她的面貌和身段 如她这般贤得美貌的女子 就是石头人见了也会动情 何况是血肉之躯呢 罗塔里奥利用可以和她说话的场合和机会 对她一个劲的细细观察 觉得她实在太可爱了 这个念头 渐渐地超越了她对安塞尔默的尊重 她曾千百次想离开那个城市 到安塞尔默和卡米拉永远见不到的地方去 可是她见了卡米拉心里实在愉快 想走也迈不开脚步了 她竭力控制自己 力图摆脱见到卡米拉引起的好感 她自责自贱 说自己丧失了理智 是个坏朋友 甚至说自己是个坏基督徒 她对自己和安塞尔默进行了比较和思考 发现自己虽然对朋友不够忠诚 但安塞尔默也太荒唐 太信任自己了 她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即使有了过错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也是情有可原的 总之 卡米拉的美貌和贤德 加上她那个糊涂丈夫提供的机会 使罗塔里奥对朋友一片忠心全部消失 安塞尔默离家后的头三天 罗塔里奥还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 努力克制自己 三天后 她就不顾一切地挑戏起卡米拉来 言语异常肉麻 卡米拉听了 都惊呆了 她立即站起身来 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屋里去了 罗塔里奥虽然碰了一鼻子灰 但她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反而对卡米拉更加钟情了 她从来没有想到 罗塔里奥会有这样的举动 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她觉得给罗塔里奥再提供一次机会 跟自己交谈并不合适 也不恰当 因此 决定当夜派一男仆给安塞尔默送去一封信 信的全文件下一张